第一章 车祸 爸爸竟然拿着我的数学成绩单说我考了班上第一名 真是太高兴了 夏洛做着这样的美梦 竟然笑出了声 等到他被自己笑醒 他听到了身边同学的窃窃私语跟窃笑 还看到数学老师一脸严厉地站在自己身边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躺在课桌上睡着了 刚刚过去的月考 夏洛确实考了班上的第一名 不过是倒数第一 而他竟然在考试后的总结课上睡着了 夏洛的数学总是不好 不论怎么努力都不好 恐怕他只有在美梦里才能获得数学这个科目的好成绩了吧 不过等待他的是噩梦 下了数学课 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 一边罚站 一边听老师的训导 你说你 数学已经这么差了 竟然还敢在数学课上睡觉睡觉就罢了 你还笑出声来 老师有些气急败坏 但又说不出什么其他的 只是这样几句话来回来去的说 夏洛站在那里有些害羞 但他还想着刚才做过的梦 是啊 如果梦是真的该多好 想着想着 他就不再听老师说什么 只想着自己的事情 夏洛的文科成绩都很好 对历史 文学的了解都非常透彻 如果有一天文科生可以不考数学 只考文史者 我搞不好能考全国第一呢 夏洛这样想着 又觉得自己似乎太不谦虚了 于是阻止了这个年头 他飘飘乎乎的 想着 如果我生活在古代多好呢 那个时候考的都是文字 想着想着 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 你想什么呢 好好检讨自己 看到他的笑容 老师恨铁不成钢地一边吼向他 一边拍了他头一下 你不用罚站了 别耽误别的课 你先去上课 上完课之后 晚上给我教三千字的悔过书 老师说完 就离开了办公室 这反而让夏洛有些庆幸 写悔过书 不管写多少字都没问题 要知道 他的作文水平是全年级语文老师公认的好 更关键的是 他还正在准备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呢 他一直希望能够把自己心理想的世界 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 不过三千字也确实有点多 估计晚上要写上两个小时 非把手写疼了不可 就这样 悲催的一天即将在写悔过书的过程中结束 夏洛安然自得地接受这个结果 可是不能让他安然自得的是 正在他写悔过书的时候 窗外竟然稀稀利利地下起了雨 要参加晚自习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回家了 他还没有写完 早知道就不写作业这些悔过书好了 太浪费时间了 夏洛在心里抱怨 他给爸爸妈妈发了一条短信 爸妈 今天作业太多了 我晚自习之后还要在学校待一会儿 你们不要担心 我尽早回家 夏洛一直是个懂事的姑娘 他想让爸妈安心 谁知道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渐渐淹没了车甩马龙的声音 夏洛光顾着写自己的悔过书 渐渐也望了看身边 等到他写完的时候 发现整个教室 不 是整个学校 竟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他有些无奈 外面的雨太大 他又没带伞 只能打的了 他摇摇头 把写好的毁过书叠得整整齐齐的 仿佛那也是他写作的作品一样 慢慢装进书包 走出了教室 他冒雨飞奔到学校门口 身上被打湿了一些 站在那里 觉得有些冷 他招手 总是等不到空的出租车 过了二十分钟 他终于等到了出租车 那个司机比他爸爸年纪还要大一些 看起来已经很累了 毕竟这么晚了 估计拉了一天的火 满脸眷容 他进了出租车 下落和司机一样 也已经很累了 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一言不发 盯着窗外 他透过右侧的玻璃 能看到这个城市的繁华 但很快 街上的一切都被雨水打散 他看不清那些店铺 看不清那些LED灯上 都写了哪些名字 想不出这些名字背后 都有怎样的故事 他陶醉其中 有些困了 可是他并没有注意 就在他困倦的时候 他身边的司机也有些走神 只听砰的一声 两辆车撞在了一起 等到下落醒来 他能想起来的 只有窗外的景色 漂亮的霓虹 和自己困倦的感觉 至于车是怎么撞在一起的 身边的司机师傅怎么样了 自己受没受伤 他都不知道 他突然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 另一个世界 小姐 下落小姐 小姐 你醒了 下落醒来的时候 听到这样轻柔的声音 转脸看过去的时候 他有些惊讶 这个人的衣着 看起来像是古代 的人 头发盘起来 很是好看 那些头师 似乎自己以前 只在博物馆里见过 虽然这个女孩 看起来身份低微 手势并不华丽 但是配上整套行头 就是古诗里 温婉动人的形象 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 下落对自己说 我是不是穿越了 他心里嘀咕 嘴上却不敢说出来 他刚在叫我下落小姐 所以我应该还是叫下落 他心想 下落一边分析着 一边赶忙问丫鬟 这是在哪儿啊 你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小姐 您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您的丫鬟 冰杰啊 下落心想 看样子是个不错的人家 连丫鬟的名字 都这样有味道 冰清玉洁 他继续听丫鬟说 您当然是在自己的家了 这是下府 您今天早上出门去街市 路上有一辆马车 受了惊 撞上了路人 那人出了好多血 您就晕过去了 老爷正去找 押近的药材呢 打算给您补补 下落本来就有些孕血 听着丫鬟说的这些话 他想 或许自己在出租车上 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也许只是孕血晕过去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 会不会责怪自己数学 只考了倒数第一 也不知道父母 能不能看到他的身体还活着 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担心自己 他牵挂父母 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个女孩醒来 可那个人不是他会不会 本身就有两个平行的世界呢 现在的我 只是和这个下父本来的小姐 交换了一下身份 下落有些忧愁 可是 他知道现在不是忧愁的时候 他必须弄清自己的身份 最起码 要想办法好好活下去 那么 我是叫下落吗 下落试图向丫鬟确认 当然了 下落小姐 您怎么连自己叫什么都记不得了呢 丫鬟有些着急 生怕主人出什么事情 也许 也许我是失忆了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下落灵机一动 这样说 丫鬟的脸上显出畏惧的样子 小姐 小姐 你这样 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啊 这可怎么办 说着 似乎要哭出来了 兵杰下落说 别怕 又不是你的错 是我自己怕血晕过去的 那你给我讲讲我的父母吧 这样 他们回来以后 我至少还认识他们 他们也不至于太寒心 丫鬟点点头 老爷是特别好的人 在咱们这里 经营一家小酒楼 说来 虽然几年酒楼有些破败 可老爷对咱们下人还是很好的 老爷疼您是没得说了 当年夫人 也就是您的母亲生下 您就去世了 老爷一直拿您当掌上明珠 这不 刚才非要自己亲自去找 押金的药材不可 正说着话 门开了 夏洛 你醒了 说话的人就是夏府的老爷 夏秋时 一看就是个本分的生意人 从眉目间能看出 他对女儿的牵挂 老爷 您回来了 兵杰说 父亲夏洛激敏地说 我跟兵杰说了好一会儿的话了 哎呀 那你可别太累了 来 我找了押金的药 让我喂给你喝 以前 夏洛生病 也总是爸爸给他喂药 突然穿越 让夏洛手足无措 但这个疼爱女儿的父亲 似乎给了他一些留下的希望 第二章 酒楼 夏洛借着自己受惊的事情休息 这期间 他回想着自己是怎么穿越过来的 他想念自己在21世纪的父母 也有些想念那个有手机有网络 能通过微博 微信联系到别人的日子 有些想念自己学校隔壁班级 一个清清爽爽的男生 甚至有些想念那个 让自己写回过书的数学老师 他希望从自己穿越的过程中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想办法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去 但是这似乎并不容易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在夏府的这些日子 夏府老爷夏秋时 对待夏洛真的是无微不至 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商人 守着一间破败的小酒馆 生意甚至有些清淡 赚的也不多 但是在物质上 他都尽量满足自己的女儿 看着首饰盒子里面的很多首饰 夏洛就知道 这个父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可是这远远不能盖过夏洛 对原来生活的思念之情 他在怀念中 一点一点体会现在的生活 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的时候 他就一点一点地把整个房间了解一遍 看看哪里有裂缝 哪里有地道 哪里有奇怪的地方 希望在这些观察中找到回去的路 然而 没有 没有 转眼过了五天 夏洛想自己不能整天在这间屋子里 拼命排斥现在的生活 如果不能离开 最起码要在现在的生活里保全自己 想起自己在被罚战的时候心里的想法 如果在古代多好啊 最起码不用考数学 他有些庆幸满足 又有些失落 皱着眉头笑了起来 正在这时 夏秋时走了过来 女儿 这是怎么了 父亲 自从我晕倒以后 对以前的事情都记不起来了 所以我现在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周围的一切 夏洛用尽可能坦白 而又不会伤害夏秋时的方式说 哎 夏秋时叹了一声气 你跟我来 夏秋时带着夏洛走到了书房 拿出了一叠纸 放在一起如同一本画册 夏秋时拿出里面的每一张 给夏洛讲每张画背后的故事 你看 这张就是你的母亲 你长得跟她多像 我们是父母安排的亲事 最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都有些局促 于是我就给你母亲画像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特别美 夏洛想着 自己小的时候有相册 后来有数码相机 一切记录都变得那么简单 是一瞬间的事情 却没有想过古代也有这样的事情 只是要用心 用时间去一点一点地勾勒 夏秋时手里拿的 不就是古代的相册吗 她欣赏这样的用心 继续听夏秋时说 可惜生你的时候 你的母亲那天流了好多血 夏秋时说着有些悲伤 也许你后来孕血 多少也有这个缘故吧 她停顿了很久 似乎是在整理心情 不过上天把你赐给我 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夏秋时翻到下一张图 你看 这是你一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 咱们家的小酒楼还没有装修 你看 你身后的桌椅 跟现在都不一样的 你特别爱笑 也特别聪明 我指着咱们小酒楼的牌匾 读那些字 你的小脑袋跟小眼睛 就顺着我读的字晃动着 好像你从那个时候 就认字了一样 说着 夏秋时欣慰地笑了 整整一个下午 夏秋时一直陪着自己的女儿 她给夏洛的每一年都画了像 成为珍贵的记录 夏洛听着这些十分感动 虽然自己在21世纪的家里 父母也很关心自己 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却很差 很多时候 夏洛回到家 都会听到两个人吵架的声音 夏洛打心底里 甚至希望自己的父母离婚 可是他们却不 这也是夏洛显得 比同龄人懂事的原因 他知道回家晚要给父母发短信 但是父母却没有来接自己 也许他们忙着在家里吵架吧 正是这样 夏洛才发生了车祸 夏洛想 或许 这正是上天的安排 上天希望他能够体会 真正的亲情 夏洛看着夏秋时 这样简单的家庭 这样的稳稳的幸福 有什么不好呢 于是 他索性把这里 当成真正的家 并且希望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夏洛认真地思考自己 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数学不好的他是 断断不愿意做任何 跟算账有关的事情的 而喜好文学的他 虽然现代文很好 可是自己生活在古代 虽然稍微懂一点评则格律 可是狮子歌赋上 也未必会有什么进展 自己反正叫夏洛 又不叫李清照 也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朝代有个叫夏洛的女诗人 女词人 看样子在这方面是没戏了 他想 自己唯一能帮得上忙的 就是酒楼了 而能让酒楼变好 最重要的就是菜品了 恰好 他平时喜欢做饭 中西餐都会一点 应该可以帮得上忙 相信自己 把21世纪的菜品带到古代 应该能让大家 大开眼界吧 于是 一天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夏秋时说 父亲 我想去酒楼帮忙 你一个女孩子家 不要抛头路面的好 还是在家多陪陪我吧 父亲拒绝 我也可以去酒楼陪您啊 我想去酒楼做厨师 夏洛胸有成竹地说 那怎么行 夏秋时皱起了眉头 酒楼的师傅都是男人 你一个小姑娘 在里面忙活些什么 咱们酒楼虽然小 赚的也不多 但是还不至于 要让你去忙活嘛 夏秋时说 可是我真的喜欢做菜 夏洛想争取一下 喜欢做菜 你就在家偶尔做一做 到时候嫁个好人家再说 夏洛年纪还小 父亲竟然就想着 他嫁人的事情了 不过可不是 这又不是那个到处 都是圣女的时代 不到二十岁 就出嫁得多的是 夏洛坚跟父亲申请无望 便决定自己偷偷 为酒楼研制菜品 他自己列了一个清单 把可能会用到的食材 都列了出来 叫上了贴身丫鬟 兵结 一起出去买东西 走到街市上 他看到前面很是拥挤 人头攒动 更奇怪的是 在那里拥挤的多数 都是女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前面怎么了 夏洛问身边的兵结 兵结点起脚看了看 笑着回答 小姐 前面来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就是南越国的七王爷 可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呢 不过这是皇家的人 很多人过来 也就是为了一堵真容而已 他有什么特别的吗 夏洛不以为然 他是南越国 懂得计算的人 很有才华 南越国大半的产业 都是他的 虽然如此 他却无意皇位 过得清闲自在 这份悠闲安然 也让很多有才的女子 欣赏不已 兵结介绍道 原来如此 那他今天来这里 是干什么呢 夏洛问 他的店铺就在这里 想来是来训游 也照看一下店铺吧 兵结若有所思地说 哼 咱们不管他 还是抓紧买食材去吧 完了就买不完了 以后咱们要把生意 做得比他的还大 夏洛说的底气十足 不过这在丫鬟眼里 只是一句玩笑话罢了 兵结心想 小姐好大的口气 没有谁能够 比七王爷还能赚钱的 夏洛带着自己的理想 丫鬟带着自己的猜疑 一起去买东西了 第三章 冤家 哎呦 累坏我了 夏洛带着丫鬟 一起买了好多食材 想着要让现在的小酒楼 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现在的他 实在是累坏了 说起来 他只是远远看了一眼 那个叫蓝军耀的家伙 却对这个人印象深刻 这个人长得很是俊朗 穿着虽然没有 可以显得华丽富贵 但整个人 有着一股贵族气息 可是 说不上为什么 这个人的样子 就是那么让人不安 或许他是个 公于心计的人吧 从他在人群的微笑中 夏洛感觉到 一种诡异的深邃 似乎这个人 还有很多故事 总之 第六感提醒夏洛 对这个人要小心 丫鬟冰杰帮夏洛 偷偷把东西 放到小酒楼后面的厨房 夏洛谨慎地 跟在冰杰后面 很快熟悉了 这家酒楼的构成 和他心里想象的 古代的任何一个 小酒楼一样 或许也跟 现代的酒店一样 前面是顾客用餐的地方 后院是厨房和住所 后厨之所以叫后厨 就是因为他在后面吧 夏洛想 觉得好像是 自己跟自己 说了一个冷笑话 扑的笑出了声 嘘 已经很晚了 丫鬟冰杰 把手指放在嘴上 示意夏洛小声一点 夏洛收回小声 脑子里想着 明天要让这家酒楼 来个重新开业 一定要想出一个 特别好的点子才行 想想他曾经 生活的二十一世纪 已经有了各种主题餐厅 在西方国家有中餐馆 在中国有西餐厅 这就罢了 一家店可以专门做披萨 可以专门邀请女顾客 可以专门为一个品牌 做餐厅 他突然想起了 自己小小的梦想 想起自己喜欢看的插画机 最喜欢的动画人物 那个叫阿里的小狐狸 他曾经想见一座 那个插画机里面 形容的梦之城堡 说不定他的愿望 可以在现在这个世界完成 也许完成得不那么完整 但或许是有希望的呢 夏洛想着 让人们迅速接受 一个新的品牌 可能的 但是有几个初步的想法 是不会错的 夏天最起码可以提供沙拉 冬天最起码可以提供火锅 而中国人那么爱喝酒 在下酒菜上 可以多做些研究 另外就是饭后甜点 天下没有人不爱吃甜点的 而这搞不好 可以带来不小的受益呢 他脑子里想着这些 食材已经都放在了 应该放的位置 兵杰说 小姐 回房吧 咱们明天早上过来 好 夏洛硬着 心想如果用的不是毛笔 而是圆珠笔 自己马上就能写出一张 不错的策划 如果再有电脑跟手机 可以上网看看别人的点子 就更好了 转念一想 也不是 没有别人的点子可以借鉴 不正能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跟创造力吗 就在这样的矛盾中 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躺在床上 在一片胡思乱想中睡着了 第二天 酒店开门 夏洛偷偷追备好了衣服 让冰杰盯烧 看父亲出门的时候 留到了厨房开始做饭 正是夏天 他做了很多清爽的小菜 还试着做了沙拉 打算把这些菜品 当做实施菜品 一方面了解一下市场 一方面当做宣传 可怜的丫鬟冰杰 看着这些都要流出口水了 还要一边帮夏洛盯烧 一边在旁边打下手 夏洛看着冰杰 等回家 我专门给你做一道沙拉 保准你喜欢 好不好 沙拉是什么 冰杰看着一盘子水果蔬菜 就是这个嘛 夏洛笑了 恩对 就是这个 就相当于清爽大半菜 不过我们下人 怎么可以让主人下厨 给我们做饭呢 冰杰有些羞气地说 哪有那么多讲究 那这样 我回家之后 做给自己吃 邀你一起来我屋里吃 好不好 冰杰两家有些红 虽然很不好意思 但还是点了点头 可惜 这些美味的佳肴 并没有得到不做的捧场 这一天 小酒楼的生意特别不好 甚至还不及往常 夏洛心里特别难过 到了中午 本来应该是吃饭的高峰时间 可是店里却冷清得很 是我做的东西不好吃吗 夏洛失望地问身旁的冰杰 冰杰赶紧摇头 小姐 怎么可能呢 我不是为了奉抢您 我只想说真话 您做的东西 我以前连见都没见过 但是看那些菜的样子 我就很想吃呢 可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夏洛百思不得其解 小姐 要不我去前面帮您问问 您先回家 别让老爷看见 我弄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就回房找您 押换冰杰十分忠心 好 夏洛此时虽然仍然失望 但却因冰杰的直率善良 而感到欣慰 他回房之后 仔细回想 今天自己做的每一道菜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又想着自己这样 偷偷摸摸地做食吃菜品 也没有跟父亲商量 整个宣传不够 也是一个问题 可是自己做的菜 应该是会受欢迎的 在这样一个小镇 只要有人吃过 口耳相传是很快的事情 是吃这样的好事 也应该会不进而走 才对啊 正在他拼命思索的时候 冰杰回来了 小姐 你看记得昨天看到的七王爷吗 冰杰似乎是跑回来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 还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那个人 就是昨天好多人围观的那个 夏洛脑子里 虽然已经浮现出了 那个人的样子 但还是决定确认一下 对 就是他 丫鬟冰杰继续说 今天七王爷也开了一家酒楼 而且酒水免费 所以很多人都去那里了 冰杰说完这句话 气才差不多喘云了 真是冤家路窄 他都有那么多钱了 还要过来抢 夏洛一起直下 这句话冲出了口中 小姐 您可不要乱说 毕竟他是皇家的人 昨天咱们着急去买菜 他昨天过来 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自己开了这家酒楼的 可是咱们没有注意到 所以今天才会挤到一起 冰杰机敏地说 夏洛越来越觉得 冰杰是个聪明的姑娘 立刻想到了 会产生竞争的原因一来 你先坐下歇会儿 跑了这么半天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今天太辛苦你了 夏洛说 没事 相比于失忆前的夏洛 冰杰有些喜欢 这个新的小姐 她似乎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跟别家的小姐 也不太一样了 跟她在一起 生活似乎变得更有趣了 而夏洛此时想的却是 西王爷这个人果然不简单 营绕在他心头 的滴溜感也越来越强烈 他对自己说 对这个人一定要小心 可是今天 既然没有顾客 酒店不得不提前关门了 他想 今天书就书在了宣传上 七王爷的店今天开张 我干脆从明天开始 从头再来 看能不能争过他 于是 夏洛又跟冰杰一起出去 买了很多红纸 红筹 忙上忙下装饰起店铺 这个时候 他们被夏秋时撞上了 冰杰 你怎么能让小姐干粗活呢 夏秋时想要择罚冰杰 夏洛赶紧拦下了 父亲 您不要怪他 都是我想要为酒楼做点什么 让他来帮忙的 那天吃饭的时候问您 您没有同意 我就偷偷自己做了 您要怪几句怪我好了 夏秋时 怎么忍心责怪自己的宝贝女儿呢 何况他是为了这家酒楼 付出心血 夏洛把自己做的一盘沙拉 拿给了夏秋时 父亲 您尝尝 这是我做的菜 正好是夏天 我想让酒楼重新开张 咱们可以让来这里 吃饭的顾客 实施这些新菜 我以后会一直创新新的菜品 我想明天 大张旗鼓地告诉大家 这件事 也许咱们的酒楼 可以办得更好呢 夏秋时尝了尝沙拉 这是他从来没吃过的味道 但是他对此一点都不反感 竟然一边听着女儿说话 吃了一大半 想法又新颖又好吃 夏秋时看着女儿 一副长大了的样子 也开始为自己分担了 很是感动跟欣慰 于是说 好 从今天起 我听你的 咱们一起把酒楼做大 第四章 反击 夏洛是个聪明的姑娘 她带着兵杰去买红丑子 红布 红纸可不仅仅是因为 中国古代有红色的传统 也不仅仅是因为红色意味着喜庆 她把整个酒楼 都用红色装饰起来 是因为她以前在杂志上看到过 红色可以提升食欲 所以 在21世纪的好吃的店铺里 比如深受好评的海底捞 譬如乌山烤鱼 再比如腊上饮 很多餐饮品牌 都选择让自己的店铺 增添更多的红色 甚至一些快餐店都是如此 比如永和大王 一品三孝 连麦当劳 肯德基都不吝惜使用红色 所以夏洛决定 效法这些成功的案例 不仅仅在重新开业的日子里 用红色装点店铺 还要在平时多使用红色 这样忙上忙下一天 夏洛也已经累得不行了 就准备回房间休息 她坐在自己房间的椅子上的时候 已经筋疲力尽 可是身体上的疲惫 并不能停止她头脑的转动 连续几天 她脑子里一直想的 就是怎样能把这个酒楼变好 想想在北京旺京的那些家伙们 他们都在创业做网站 做手机APP 我一个中学生 竟然因为穿越 也干起来创业的活了 夏洛有些自嘲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也许会给人带到 意想不到的境地 而这样的境地 也许又柳暗花明了 谁知道呢 夏洛笑了笑 把已经有些离散的思绪 拉回来 仔细回想 这一天都做了什么 准备了什么 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 她细数着 最重要的饭菜的食材 已经准备好了 毕竟巧服难为 无米之吹嘛 然后就是整个酒楼的布置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捉衣马放整齐 底板干净 应该没有什么落下的了 不对 还差一个告示 既然那个七王爷 能免费提供酒水 那干脆 我们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看看这招管不管用 夏洛高兴地 甚至打了一下响指 可是 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还要跟父亲商量一下 更何况 自己连繁体字都不会写 这个告示 如果没有父亲的帮助 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 于是 夏洛赶忙去找 父亲 父亲也没有睡下 看着自己的女儿 如今这样上进又有干劲 虽然生活在一个 女子无才辨识得的时代 可是父亲看到女儿的成长 又怎么会不开心呢 他又翻出了自己 曾经给妻子和女儿画的像 看着他们 这个孩子跟他妈妈 还真是有点像 觉起来谁也拉不住 想干什么就非干不可 他摇摇头 正把这些画像 收起来的时候 夏洛冲进了门 夏秋时来不及反应 赶忙收拾自己的怀旧情绪 夏洛也觉得自己有些莽撞 赶忙道歉 父亲 我应该先敲门的 夏洛一脸歉意 可是马上他就亮眼 冒着光地跟夏秋时说 可是 我是有急事要找您 我想到了咱们酒楼 重新开张的好办法 要有一个穴头 只要有了这个穴头 整个阵子就知道 咱们的酒楼重新开张了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 多来尝咱们的新菜 夏洛说得很激动 可是夏秋时一脸疑惑 似乎还没听懂夏洛在说什么 夏洛走到夏秋时身边 开始给他讲 弃王爷酒楼开业 酒水免费的营销策略 然后说 既然他们可以这样 咱们也可以用相同的办法 我今天本来想让 已经来吃饭的顾客 品尝新的菜品 但是因为镇上的人 都去他们那家酒楼了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 咱们的新菜 我想 不如明天咱们赌个大的 直接免费提供饭菜 而这些饭菜 都是咱们的新菜品 这样 镇上的人都会因为免费 而来吃咱们酒楼的菜 如果觉得新菜品好 就会推荐给其他人 这样 咱们酒楼的知名度 就打开了 夏洛说得太快 有些口渴 倒了杯水 继续说 为了测试 大家是不是真的喜欢 咱们的菜 明天可以让兵杰 再加上一个丫鬟 过去跟他们聊天 问他们觉得 这些菜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这样让他们记下来 我还可以再改进 夏秋时 看着眼前的这个 已经出落得 越来越好看的姑娘 既然说话 像个机关枪一样 当当当 把一堆好点子 都说到了 她一下觉得自己以后 可以把酒楼 托付给女儿了 虽然内心欣慰 但喜怒不形于色的 夏秋时 还是忍住了夸奖的话 而决定给夏洛提个建议 你这个点子还可以 不过有个问题 咱们提供几天免费的饭菜 你得知道 咱们酒楼之前的生意 并不太好 既然是小本生意 就不能冒太大的风险 夏秋时慢慢到处 给夏洛足够的时间思考 我本来想的是 从明天开始 算重新开业 怎么也要提供 两天免费的饭菜 不过您说的很有道理 咱们资金有限 成本问题 我还是考虑的不太全面 虽然遇到了问题 但夏洛的语速 也并没有变慢 而是一边迅速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 一边迅速地 思考解决的办法 她停顿了一下 说那不如这样 咱们还是两天 免费提供饭菜 但是只有中午这样 其他时间用餐 还是要正常付款 夏秋时点了点头 好 就这么办 父亲 这个告示 还得劳烦您来写 夏洛赶紧跑去 取红色的纸 和毛笔 用振纸 把纸张铺平压好 给父亲磨磨 夏秋时在纸上写 哎哎哎 酒楼重新开业 创新菜品 连续两日中午 免费供应饭菜 欢迎各位 为新菜品提供 宝贵建议 大功告成 妇女俩对这一晚的收获 甚是满意 第二天一大早 夏洛跟丫鬟冰结 一起跑到厨房 这次终于不用 像前几天那样 紧张兮兮 生怕被父亲看到了 两个人干劲十足 水知道夏秋时 也很早就起来 想着要让小酒楼 重新振作 说起来 这么多年 夏秋时 都没有什么野心 只要这个小酒楼 不赔钱 能够让家里 维持小康生活 对她来讲 就足以了 说起来 或许反而是看到 女儿这样的理想 她才重新有了动力吧 整个一家人 都为了这两天 酒楼的重新开业 忙上忙下 以前在厨房 做菜的厨娘 继续做传统的菜式 夏洛则做了 大量的沙拉和甜点 冰结到处询问顾客 对饭菜的意见跟建议 并随时反馈给夏洛 夏秋时 看着这一切 只有欣慰了 到了下午 来吃饭的人少的时候 夏洛就叫两个厨娘 怎么做这些新的菜式 厨娘也都愿意学 她们虽然比夏洛年龄大 但是看着夏家小姐 亲自下厨 一点都不摆架子 都很喜欢她 夏洛一边教两个厨娘 一边跟她们聊天 才知道她们家里 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 在这里打工 很不容易 她更觉得 要把这个酒楼办好 这样才能让这些 需要的人过上好日子 这一天生意 果然比平时好了很多 有些时刻中午过来吃 觉得菜是不错 到了晚上 拖家带口花钱来吃 这一天 酒楼似乎真的获得了新生 晚上 夏秋时 夏洛和冰杰围在一起 算了算账 发现就晚上 这一顿饭赚的钱 一点都不必平时少 甚至还高出了一倍 看样子 这个策略还是很可行的 夏秋时 也越来越信任夏洛的厨艺 整个一家人都很开心 第五章 明征 小酒楼重新开业之后 两天中午的免费饭菜 换来了不错的口碑跟业绩 夏洛一边继续做沙拉跟甜品 一边尝试 把戏餐里的披萨 牛排变成适合东方人口味的菜式 中午的时候 继续向顾客多售新老菜品 如果遇到特别诚恳的回头客 晚上专门花钱 来吃的话 夏洛就把自己研究的新的菜式 拿上来一点让大家品尝 直接征求食客的意见 这样新的菜式迅速出现 很多食客一传再传 很快 这两天的营销策略 就得到了特别好的效果 整个镇上 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个酒楼 但是夏洛一心只想着 自己能够帮到父亲 虽然有一点想要跟七王爷较劲 但他并没有把这件事 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然而 因为这两天 这家小酒楼的业绩实在太好了 周围其他酒楼的生意 都受到了影响 这天下午 七王爷蓝军耀照例查看账簿 一边看着账簿上的数字 一边有点着急 赶紧让管家过来 跟他详细汇报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酒楼 除了第一天免费提供酒水的策略 起到了效果 之后的几天 连的受益都停滞不前 甚至连平均的盈利水平都达不到 他想不出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而这两天 他也一直忙于其他的事情 没有出门私访 并不知道是下落的那家酒楼 成为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七王爷往常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甚至因为他长了一张 很有亲和力的脸 大家都认为他性格还不错 虽然有不少传言说他很狡诈 但他对身边信任的人 很有一套 总能让手下认为 自己得到了重用 而让手下人 更加心甘情愿地给他卖命 可是这一天 他说话的语气里 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让人有些害怕 管家有些害怕 但不得不接话 王爷 这些天咱们的做法 都是按照您的计划来的 执行的一点不差 只是谁知道 有一家酒楼在前两天 突然在中午免费供应饭菜 抢了咱们好些生意 说实话 不光是咱们一家酒楼受了影响 就我所知 这几天 其他几家酒楼的日子 都快过不下去了 管家越往下说 越能看到蓝军耀脸上的疑惑 这怎么可能呢 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这是哪家酒楼 七王爷问 就是这条街镜头 右边街角的那一家 管家说完 觉得还应该再补充一些消息 或许王爷会说他能干呢 这家店的掌柜的信下 叫下秋时 是个小商人 这么多年都在经营这家小酒馆 已经有些破败了 之前也只是勉强维持 稍有盈余 这个掌柜的一直安分守己 也从来不主动跟其他酒楼竞争 听说他早年间就失去了妻子 只有一个女儿 这个月他的女儿 还因为在街上受了金 休养了好一阵 按说他是没什么时间 来关照酒楼的 说到这里 管家觉得有些不对 如果像他说的这样 下秋时没有时间经营酒楼 自己的酒楼还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那岂不是自己经营不善的问题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不知道怎么给自己打这个圆场 于是 管家赶紧试着转移话题 说起来 这家酒楼除了在这两天中午免费提供饭菜之外 晚上也没闲着 虽然晚上去他们那儿吃饭要按照正规价格付费 但是他们出了好多新菜式 说实话 是什么菜式我也不清楚 但是听街上人说 既是些咱们连见都没见过的东西 可是还莫名其妙的好吃 说到这里 管家看着蓝军耀点了点头 看样子自己的工作汇报可以过关了 他松了口气 蓝军耀继续看账簿 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因为这个小镇就在皇城的边上 他整个皇城的生意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 跟管家说了这么久 蓝军耀也累了 于是决定去会会这家酒楼的管家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经营的 他带上了两个贴身侍卫 决定去哪家酒楼吃晚饭 管家听了这话 就继续补充说 他们虽然只有中午一餐免费 但是到了晚上 还是有一些时刻觉得他们的饭菜好吃 就花钱去吃 结果这两天 他们光是晚饭就赚了不少钱 据说他们还会让这些顾客 试吃一些正在准备推出的菜式 这个办法也给他们争得了不少的利益呢 管家说着 看蓝军耀听得有些不耐烦 已经皱起了眉头 就赶紧停住了 蓝军耀让他退下了 作为七王爷 蓝军耀虽然换了变装 但因为身边带着两个侍卫 在街上还是很显眼 蓝军耀天生就长得帅气 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他是七王爷 只是长相气质 就足够让别的男人自叹不如了 而他再怎么穿变装 也是傅家公子的样子 走在街上实在是太趾高气扬 这天他打算不起马 不坐轿子 就这样跟侍卫在路上溜溜打打 没一会儿就到了下落的酒楼 这是午餐免费的最后一天 而七王爷到了的时候 已经是晚餐时间了 他倒要看看这家店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他要好好见识见识 到底是什么样的新菜式 能让那么多人争相来品尝 如果这里的厨师真的做得好 干脆就给请到我自己的酒楼去 蓝军耀这样想着 脸上露出了一种胜利者才有的笑容 当他们到了小酒楼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很多客人了 整个酒楼虽然不大 但是被很多红纸和红绸 装点得有些显眼了 很显然 这些东西都是最近布置的 但是能看得出来 这家酒楼没有什么家底 虽然装饰的挺精心 但用的都不是上好的材料 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多钱 来买好的材料装饰酒楼 蓝军耀站在门口并不着急进去 他打量着来往的时刻 看起来也都是小康之家的水平 能来这里的大户人家还是不多 整个酒楼并不大 有两层楼 看着这里的人都忙上忙下 好像人手已经有些不够 正在蓝军耀大量这家酒楼的时候 正在向顾客询问 新菜品如何的兵杰一下看到了他 七王爷兵杰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镜 七王爷竟然来这家酒楼了 他急忙走到他面前小声叫道 他不敢太大声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蓝军耀还没有说话 旁边的侍卫开口了 把你们家掌柜的叫过来 快点 侍卫的语气有些跋扈 蓝军耀并没有制止 兵杰去找夏秋时 路上遇到了刚把新菜品拿给石刻的夏洛 七王爷来了 兵杰小声告诉夏洛 就是那天开酒楼说酒水全眠的那个 夏洛问 兵杰点了点头 就是他 我先去找老爷了 他说要见老爷 兵杰急急匆匆地去找夏秋时了 夏洛决定看看这个人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于是等到夏秋时出来的时候 跟着走在父亲身后 你就是这里的管家 侍卫问 夏秋时有些恍惚 啊 这是七王爷 我 我是这里的管家 七王爷大驾光临 实在是 实在是 夏秋时仿佛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说不出话来 老人家您不要着急蓝军耀这才开口 您看我今天过来 是打算在这里吃一顿晚饭 觉得这里的客人太多了 我这个人喜欢清静 您看您这里有没有包奸啊 夏秋时有些为难 回七王爷 别人的小酒楼实在是简陋 没有包奸 您看 要不然 那没关系 您看要不然我把整个酒楼包下来 今天晚上每桌的钱都算我的 就让这些客人都出去 如何 这夏秋时一下不知道怎么才好 他正想着 只听一个声音从身后转出来 还有好多客人没吃完呢 当然不行 这个声音来自夏洛 第六章 暗斗 当然不行 蓝军耀这辈子第一次被拒绝 竟然是在这样一个小酒楼 竟然是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 她愣在了那里 夏洛也愣在了那里 但她一点也不害怕 也不后悔刚才说出这样的话 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 从小就不太喜欢当官的人 虽然她年纪不大 但是想想当官好像没有什么好的 当一个好官 就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样很累 她不喜欢生活很累 如果当一个不好的官 良心上又过不去 就算自己良心上过得去了 也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所以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如不当官 而说到王爷 作为一个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来说 她更是想不明白 能有什么 就让一个人生来就具有权力 富贵呢 虽然在历史书上 她学过朝代是如何更迭的 她记得宋朝的建立是杯酒是兵权 她记得清朝的雍正是怎样在九敌夺权的战役中获胜的 她甚至想起了前段时间 在电视上热播的甄嬛传 或许也就是那部剧 让她越来越觉得 有什么样的权力地位都不重要 很多时候 你想要的生活并不一定是幸福的生活 总之 夏洛不喜欢当官的人 不喜欢有特权的人 尤其不喜欢王爷这种无缘无故就有特权的人 更重要的是 那天在街上见过蓝军耀之后 夏洛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 就看出了他身为权贵的高傲姿势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你看到这个人第一眼 你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他 而蓝军耀之于夏洛 就是这样的人 加上在夏洛第一次尝试在酒楼帮忙的那天 正是蓝军耀的酒楼免费供应酒水的日子 让夏洛来了一回出师不利 夏洛一定不能让这个人这么顺心如意地 做他想做的事 蓝军耀打亮着眼前这个女孩 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 倒是眼睛很有神 似乎很聪明的样子 可也正是因为这个姑娘瘦瘦小小的 蓝军耀才更有些诧异 这么小的身体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 竟然敢跟堂堂王爷叫板 而且是这样的明目张胆 他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不可能啊 掌柜的分明在叫我七王爷啊 夏秋时赶紧打圆场 七王爷 您不要见怪 这是小女夏洛 实在是莽撞 您不要生气 夏洛才不管 爹 说不行就是不行 您看 这都是支持咱们生意的顾客 咱们怎么能不等人家吃晚饭就把人家赶走呢 任眼前这位是王爷 是大臣 都不行 夏洛说着 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 反正话都说出去了 说痛快了 爱怎样怎样吧 夏秋时实在是被吓了一跳 自己的女儿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他看着七王爷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被激怒 可是谁知道呢 七王爷 真是抱歉 小女不懂事 您看 要不然这样 我们酒楼有两层 楼上的顾客都是来得比较早的 楼上的顾客也不太多 要不您就只包楼上那层 上面清静 夏秋时终于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希望能糊弄得过去 谢天谢地 蓝军要同意了 还是掌柜的比较通情达理 蓝军要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瞟了夏洛一眼 而夏洛一点都没有躲闪 就那样看着他 这却是蓝军要始料未及的 就这样 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 蓝军要也记住了 这个倔强的女孩 等蓝军要一行人上了楼 夏秋时把夏洛拉到一边说 你今天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那可是七王爷啊 你知道整个南越国 大半的财产都是他的吗 你知道他说一句话 咱们这家店搞不好 就没有了吗 你知道他虽然不当皇上 但不代表他当不了吗 夏洛看着父亲 竟然这样胆小 有些生气 我就是看不了他仗势欺人 有钱有权又能怎样呢 他嘴上说着 心里想着 还是自己以前的世界好 虽然要学恶心的数学 但每个人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 可以靠考大学来改变命运 也许 高考也没有自己想得那么不好 不行 没时间想这些了 先把眼前的事情对付过去 再说 夏洛赶紧拽回自己的思绪 父亲 总之 我不想让给其他的客人失望 夏秋时摇了摇头 哎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绝了呢 算了 你先去做饭菜吧 我上去打电一下 就这样 算是搁置争议了 夏秋时赶紧到二楼 跟快要吃完的顾客 说明情况 想办法把二层弄得舒适一些 让气王爷满意 而蓝军耀一心想着赶紧上菜 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好的菜市 于是他把夏秋时叫过来 您把最近销量比较好的菜 都给我们上一遍吧 好的 好的 夏秋时一边说着 一边觉得这下可要大赚一笔了 这两天卖的好的菜品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一共才三个人 肯定吃不了那么多 何况他是王爷 也不在乎这么点钱 就干脆都让他满意就好了 于是他赶紧叫人吩咐厨房做这些菜 夏洛做着这些菜的时候心想 就那么几个人还点这么多菜 这样的有钱人 真是出来干什么都讲排场 跟他一起做饭的厨娘也一直没闲着 他们很好学 加上之前做菜的水平就不低 所以很快学会了下楼的只样菜市 现在都成了招牌菜 三个人就这样在厨房忙活着 兵杰看楼上的客人 都纷纷下来准备离开酒楼了 便跟他们说抱歉 让这些顾客 不会因为这样的突发情况 而对这家酒楼有怨言 可是他也目睹了刚才 夏家小姐对七王爷的不敬的样子 也是心有余悸 不知道小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菜一盘一盘地端到了楼上 蓝军要自己吃觉得不错 还让两个侍卫一起品尝 结果三个人都胃口大开 蓝军要想 果然是名不虚传 怪不得我的酒楼都会败下阵来呢 这里的厨师果然是有两手 于是他吩咐其中的一个侍卫 你去楼下厨房看看是谁做的 回来告诉我 记住 不要太张扬 侍卫便下楼了 等到侍卫上来的时候 发现桌上又多了几个新样式的菜品 这里不仅菜做得好吃 上菜也很快 不过也许是对王爷的特殊照顾的 他想 属下去看了一番 这里有两个厨娘 好像是早先在这里做了很久的厨娘 另一个在厨房里的人 就是刚才顶撞您的那个丫头 可是据属下观察 这主厨手艺似乎都是女主传授的 他们做菜的时候 会向那个姑娘合适步骤是否正确 七王爷暗暗心惊 之前这家酒楼根本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短短几天却多了这么多菜式 甚至还有新奇的吃法 刚才听掌柜的说 那个姑娘是他自己的亲女儿 这样看来 这个女儿以前应该是不会帮他们做饭的 可是怎么突然之间就做了这么多饭菜 而且获得这样的好评呢 他叫什么来的 对 夏洛 这个人为什么感觉是突然出现的呢 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蹊跷 蓝军要想着这些 把这顿饭吃完了 回去的路上 蓝军要对侍卫说 一定要想办法调查这家酒楼的底细 尤其是那个叫夏洛的背景 明白吗 是 两个侍卫说 第七章 生疑 接下来的几天 酒楼的生意越来越好 夏洛每天都在厨房忙上忙下 把自己会的菜品都尽可能地交给厨娘 他一直想着能把中餐和西餐 做成两个不同的餐系 这样就能方便顾客挑选 甚至可以考虑提供套餐 至于新菜品 他目前不打算一下开发太多 可以过一段时间之后再考虑 总之 一想到和酒楼有关的一切 夏洛就浑身都是利器 兴奋的不行 就这样 他常常不顾自己已经工作了一天 还要在晚上去查账簿 看看每天的收获到底有多少 说起来 虽然在二十一世纪 夏洛的数学不能算好的 但是回到古代 他的数学知识是绝对够了 想想 在古代有几个人会用勾股定理 又有几个人知道寺女 靠这种奇怪的鬼话符 不过 夏洛用的不是这些东西 他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学的数学题 很多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比如 他记得有一道特别无聊的题 大概的意思是 小明 小明家的狗和小明的爸爸的追赶问题 题目中会给出三折的速度 然后小明跟狗先从家里出发 十分钟后 小明的爸爸从家里出发 从爸爸出发的一刹那 小明的狗就往回跑 小明继续向前进 当狗遇到小明的爸爸的时候 再转过来追小明 遇到小明的时候 再转过身去找小明的爸爸 小明和小明的爸爸相遇 及小明的爸爸追到小明为止 最后要算出的是狗一共走了多少米 在夏洛看来 出这种题目的人简直就是无聊 而现在的夏洛 会把每天每个顾客点过什么菜 那些菜赚了最多的钱 这些参数用表格的方式列出来 他觉得整个账簿 就是一个九楼的数据资源 如果有计算机 搞不好他还可以下几个软件 帮他分析一下 等到他发现自己做的一切 跟数学有关的时候 他才发现 真正的数学 本来就不是那些无聊的数学题 而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他其实掌握了这种方法 而且用的还不错 夏洛至少在古代算是仙境的了 看到夏洛这么劳累 夏秋时很是欣慰 一天晚上 看夏洛从九楼回到了房间 夏秋时亲自做了羹汤 来到他的房间 这个时候 冰杰也在 看老爷来了 冰杰想要出去 夏洛却拉住了他 夏洛夏秋时说 忙了一天了 你也累了吧 父亲 我不累 夏洛说话的时候 已经工作了一天 但他还是宏观满面 很有干劲的样子 这些天一直在忙九楼的事情 咱们爷俩也没好好聊聊天 自从自己的女儿受惊后 父女俩聊的所有的内容 都一下和九楼有关 而以前的女儿是沉默寡言的 对什么都没那么大的兴趣 只是自己偶尔看看书 事实上 夏秋时有些觉得自己的女儿 在性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现在的女儿很上进 也帮了他很多 但他还是希望女儿 是一如既往的样子 他想跟女儿交流一下 看女儿是不是心情上有什么不对 谁知道 夏洛接过了话头 又要说九楼的事情 对啊 父亲 我最近又对九楼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想要跟您说呢 机灵的兵杰想 小姐恐怕是让我跟着 听听她对九楼的设想 我得好好学学 夏洛夏秋时委婉地说 你最近一段时间太累了 虽然为父很欣慰 但你毕竟是个女孩子 总觉得你不要这么拼命了 咱们九楼还有我 咱们以后 还可以找些别的厨娘 来研究新的菜式 我还是想让你多在家里 享受属于你自己的时光 我自己的时光 夏洛有些诧异 因为他所知道的 他自己的时光 就是在九楼的时光啊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对 你自己的时光下秋时继续说 我总想着 毕竟 女子无才便是得 你如果在九楼上太用心 我都怕你以后没有男人 敢来做咱家的女婿了 你现在也不算小了 得想想这个事 一说这个 夏洛都要急了 在二十一世纪 他现在的年纪 还远远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 再说 谁说女子无才便是得的 哎 怪不得大家都说古代是旧社会 真的是旧社会啊 凭什么成功的都得是他们男人 哼 可怜的夏洛 这些话只能存在心里 不能说出来 可是他真是太想找个人 把这些新生吐露出来了 兵杰听着也觉得尴尬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站在这儿 父亲 女儿还想多在您身边几年呢 您不能这么早就把我赶出家门吗 夏洛觉得自己一定是这种电视剧看多了 没想到这样冠冕堂皇的话 就这样脱口而出了 不过电视剧的台词也不是白写的 夏秋时很吃这套 说 好了 好了 不催你了 父亲 我还是想说说对咱们酒楼的想法 夏洛乘胜追击 夏秋时原本想说什么的 但欲言又止 夏洛没太注意 就开始长篇大乱地畅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 我觉得咱们现在创新的菜品菜式已经不少了 暂时可以停止上新的菜式 当然 不代表我们不再创新 我可以继续研究新的菜式 但是可以考虑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上一个新的菜式 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集体上新的菜式 组织一些活动 让大家一起来品尝 夏洛说起这些 恨不得还有个PPT 好好做个人 其次 我们还可以把不同的菜分成不同的菜系 比如我最近主要增加的就是拌菜 沙拉 还有甜点 这些就跟大家平时吃的东西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风格给菜分类 另外 有些人来这里吃饭 希望能够尽快上菜 我们可以做一些套餐 把几个菜式放在一起搭配起来 不需要顾客自己搭配 当然如果他们想要自己搭配 不点套餐就行了 说到这里 夏洛觉得还只是开头的铺垫 不过刚才说的这两点都不是最紧要的 可以从长计议 下面我说的 就是最近就可以付诸实施的事情了 夏洛一下觉得似乎酒楼的命运 已经跟自己的想法息息相关 有些飘飘然 丫鬟兵结 有些惊讶 小姐实在是太有想法了 除了赞叹 真的是无话可说 从明天开始 别家没有的菜是一律涨价 我看过咱们的账簿了 这些菜品都能帮咱们创收 而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酒楼 知道这些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有想吃这些菜的人 就都只会来咱们酒楼 当然 涨价幅度不需要太大 可以一点一点涨起来 这样顾客不知不觉 咱们赚得越来越多了 就 夏秋时看着眼前的女儿 简直觉得有些新奇 另外 过几天咱们得多找些小二 厨子 咱们酒楼人手不太够 大家来的多数都坐在楼下 其实原因之一 是楼上没有人管理 除了七王爷来过的那次之外 二楼的收益都不如一楼 其实 如果二楼经营得好 因为那里清静 一些有钱人 会更想去二层用餐的 夏秋时觉得有道理 但是却微笑地皱起了眉头 这跟她原来的女儿太不像了 等再过一段时间 咱们还可以再重新装修一下 我之前用的红纸和红绸都不太好 在装修的时候 应该已经有更多的成本了 可以用更好的材料 名字也可以一起换了 不如叫醉云楼 夏洛很喜欢的一本言情小说 就叫云醉月威眠 可是这个典故 对下秋时来说可太陌生了 夏洛只能拿 宋朝乌文英的词句 醉云又间行语 楚梦时来往来说服父亲 假装是自己原创的 最后 等咱们酒楼的品牌打响了 还可以找一些短期工 给一些急需银两的人提供帮助 他们来干一天 咱们就给他们一天的钱 干一个月就给他们一个月的钱 不过这是后话了 夏秋时看着眼前的兵节 那种皱着眉头的同时 又在微笑的表情显得更加凝重了 说得太好了 夏秋时说 可就是因为你说得太好了 这太不像你了 夏洛 你以前沉默寡言 最爱读诗书 从不过问生意的事情 可是近些天来 你对酒楼的事情想得太多 又做得太好 让爹爹有些不明白了 看到父亲怀疑自己 夏洛明白 因为自己跟原来的身体 并不是同一个人 虽然长相没变 但在亲人看来 性情变了太多 父亲一定是怀疑自己了 于是赶紧解释 父亲 我受了惊吓以后就失去了记忆 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前喜欢什么 可能是我以前想了很多东西 都没有胆量说出来尝试吧 夏洛看着父亲的表情 不太确定 他是不是能相信自己 继续说 我是前些日子 看到了自己以前的记录 他想到自己对厨艺也是爱好的 丫鬟冰杰 虽然觉得小姐 跟原来有很大的不一样 但他愿意帮助小姐 小姐一向对他很好 何况他更喜欢 现在的这个小姐 老爷 小姐真的是这样的 夏秋时虽然还是有些疑惑 却不再往下问 只说 好吧 你们也休息吧 你说的这些 我再想想 第八章 招聘 终于送走了父亲 夏洛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出了一身冷汗 何必那么争强好生呢 非要显得自己 很聪明的样子 如果收着点 顺序渐进 就不至于让父亲怀疑自己了 他看着旁边的丫鬟冰杰 能感觉到 他是在帮自己 还记得看甄嬛传的时候 每个小主在宫里的处境 都很危险 而最重要的 就是身边的丫鬟了 夏洛很感恩冰杰这样做 却不太明白冰杰为什么要帮自己 他能感觉到 原来的夏家小姐 对冰杰一定不错 但他也深知 自己的性情变化 贴身的丫鬟 一定是能够察觉的 那么他为什么 对自己这么好呢 现在的夏洛 知道也不能直接问出口 只能再观察一段时间 想着自己差一点就暴露了 夏洛对自己说 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能再这样莽撞了 说起来 他自从穿越过来之后 也有些困惑 突然觉得自己脱离了 原来的生活 没有了学校的朋友 没有了整天在家吵架的爸妈 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 唯一能信任的 就是夏家的人了 做任何事情 都要想着礼数上不能犯错 其实也有很多不容易 而唯一能让他觉得 兴奋的事情 就是这家酒楼了 也正因如此 他的所有心血 都在这家酒楼上 如果能把21世纪的 营销理念跟知识 都运用到古代商业 搞不好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就算不大红大紫 再入史册 最起码能让自己有成就感 谁让他们都以为 我数学不好的 能做得好生意的人 就没有数学不好的 夏洛暗自想着 跟兵杰说 今天谢谢你 咱们明天还要好好 弄酒楼的事情呢 你赶紧回房睡吧 兵杰看着小姐 若有所思的样子 觉得小姐是看出 自己特意想帮助她 可是兵杰也有些纳闷 小姐还是原来的小姐 为什么性格变了那么多呢 兵杰只能凭自己的感觉 认为小姐仍然是个 可依靠的人 她也愿意相信 小姐会一直对她好 但是她自己也有些疑惑了 就这样 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的时候 夏洛躺在床上 两只手放在头下枕着 想着怎么才能让父亲 不再察觉自己的变化呢 恐怕自己要在别的方面 下些功夫 父亲说 夏洛应该是喜欢诗书的 这个倒是不难 我语文一直不错 古文也不在话下 没事多看看书就行了 嗯 对 还不能变得太快 要在不知不觉中 让她发现我在看书 我不是不读书了 对 就这么办 可是酒楼的事情怎么办呢 既然我是想把自己的知识 用到古代商业里 那不如这样 我自己想办法赚点外快 或者想办法留点私房钱 以后自己做点别的生意 想着想着 疲惫的夏洛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 夏秋时按照夏洛的想法 把酒楼里别家没有的菜品的菜价 都提高了一点点 但是因为这些菜价提高的并不多 来的顾客都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冰杰都会跟顾客很不好意思地说 这个菜稍微涨了一点价 没想到有的食客竟然说 嗯 您这个菜这么好吃 都不止这个价 不过有的食客也说 以后您要是再多点别的优惠 我们就觉得这菜价涨得值了 冰杰还是很聪明地把这些都回馈给夏洛 夏洛很感谢冰杰的用心 接着 酒楼也开始了招聘的工作 开始对外招手厨子跟小二 因为答应给打工者的工资实在不算低 所以很多人多位在门口 有不少人都跃跃欲试 夏洛决定把自己当成面试官 这要是在21世纪的中国 工作那么难找 哪有这么小就能当面试官的呀 自己又不是富二代 不过想想 如果自己在21世纪的中国 房价那么高 家里还能经营一家酒楼 也算是个小富二代了吧 想着这些 夏洛有些自嘲 你真的不知道生活在哪个年代更好 也许人只能接受自己所生活的年代 欣然接受自己应该接受的一切吧 他现在就欣然接受自己做半个老板 半个HR的生活 夏洛把面试场地 安排在平时没有什么人吃饭的二楼 这样即便楼下有人吃饭 也不会影响楼上的面试 楼上的面试 也不会影响楼下的生意 他自己制定了一份考题 在二楼一个一个的面试 这也是人们之前没有见识过的 七王爷 之前您让我调查的那家酒楼 今天正在招收厨子和小二 一个侍卫跑到正在下棋的蓝军耀身边 小声说 跟蓝军耀对弈的是他的弟弟 八王爷蓝军末 因为两个人是同母所生 又对皇位都没有什么野心 所以两个人走得近一些 蓝军末跟蓝军耀的性格还是很不一样的 看着局棋就知道 蓝军末下得游刃有余 却偶尔特意犯一些小错误 他觉得输赢并不重要 而蓝军耀认为 人生总要在一些事情上成为赢家 计谋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总是处在进宫的位置 也常常赢过自己的弟弟 不过蓝军末常常游山玩水 在江湖上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皇兄 你怎么对一家小酒楼这么感兴趣了 蓝军末笑着说 有个小姑娘突然让一家简陋的小酒楼 变成了皇城边上小镇最好的酒楼 而且还影响了我在皇城的生意 你说我值不值得跟他较较劲 蓝军耀说 但嘴角上扬 似乎已经想出了办法 蓝军末只是听着 并不评论 盯着棋盘 蓝军耀主妇手下的人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咱们不能浪费了 你把咱们的侍卫都叫过来 我来挑挑看 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吗 我要派几个人打入敌营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古怪 侍卫立刻把所有的侍卫 都叫到了蓝军耀跟前 最近新来的都站出来 蓝军耀从里面挑出了一个最瘦小的侍卫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侍卫被吓得不行 小声说 回忌王爷 小的叫王翰 你会做菜吗 蓝军耀继续问 小的会一点 王翰回答 仍然战战兢兢 行 就是你了 蓝军耀说 接着又把在他身边做侍卫时间最长的一波侍卫排查了一遍 找了两个身强体健的侍卫 让他们三个一起去做卧底 一个叫张朝 一个叫陈三 你们三个 今天就去一家酒楼 那家酒楼正在招小宫 帮我看看这家酒楼每天都是怎么运作的 那些新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找出这家酒楼的漏洞 看咱们的酒楼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最终站上他们 你们的薪水会照发 过段时间就让你们回来 你们三个明白了吗 蓝军耀说 三个人表示明白了 之后便退下了 蓝军末说 你这也太费周章了 看样子这个小姑娘是真的不简单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之前肯定已经调查过一些了 是不是 蓝军耀便把之前的事情都跟蓝军耀说了一遍 第九章 卧底 七王爷蓝军耀手下的三个侍卫张朝 陈三跟王汉一起往下落的酒楼走 因为张朝跟陈三已经做了几年蓝军耀的侍卫 自是比王汉要强 所以一路上一直挤兑王汉 加上他们俩比较有力量 看着瘦弱的王汉就觉得欺负他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看你长得这么瘦弱 也不知道是怎么选进府当侍卫的 陈三讽刺道 张朝也硬和 就是的 小子 你来府里几年了 王汉本来还挺高兴能出来做个卧底的 可是有这样的两个同伴 让他心里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但还是笑脸相迎 去年让入府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选上的 他看起来憨憨的 我很老实挠了挠头 陈三一下就把王汉放在头上的手打了下来 你小子真是得了便宜卖乖 你知道七王爷是什么人吗 你以为这个王府是个人就能进哪 张朝大笑 可不是 真是你小子运气 三个人就这样打打闹闹的 没多久就离酒楼不远了 张朝转过脸对王汉狠狠地说 进去之后你可别乱说话乱动 万一这次卧底没有成功 看回去我们俩怎么收拾你 王汉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他能怎么办呢 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前面的两个人进了那家酒楼 三个人一起去登记 拿了招工的序号 挨在一起 就像在饭店里等号一样 他们前面还有几个人 因为多数来这里的都是女人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其他的人说话 就只能干在那里排队 没想到 整个面试还挺快 没过一会儿就轮到他们了 三个人一组 张朝和陈三想 这样都是自己人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只有王汉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 他总觉得自己一个侍卫出身 怎么能做好一个厨子呢 就算自己以前家里穷 总是帮家里做一点饭菜 他也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好吃 这是他第一次做卧底 心里更是忐忑 看着身边的两个人 觉得这次自己一定会露线的 夏洛看着他们三个 看到前两个人胸有成竹的样子 只有第三个人 有点呆萌呆萌的还有点紧张 就清了清嗓子说 别紧张 没什么难的 就我问什么 你们答什么就行了 夏洛说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在想 自己在21世纪的同学 要经历恐怖的高考 还要上四年大学 搞不好有的还要去读研究生 最后还是给别人打工 跟他们比起来 自己现在的样子 简直幸福死了 如果现在手里有手机 有网络 他恨不得拍张 照传到微信朋友圈上去 不过飘飘然了一会儿之后 夏洛马上又回归了正常状态 认真打量三个人 打算开始他的面试 你们三个先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 王翰看了看另外两个人 心想 来这个地方难道还要考口才吗 可另外两个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似乎一切已经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一样 我叫张朝 张朝说话的时候挺胸抬头 纸张的张 朝廷的朝 我是听说咱们这家酒楼 最近在整个镇上都特别受好评 就决定来投奔您这里了 我身体强健 您随便使唤 肯定给您好好干活 说话的时候眉飞色舞 恨不得嗅嗅自己的肌肉 夏洛虽然笑在脸上 但是心里并不喜欢这个人 事实上 已经来参加招工的人里面有几个不错的 夏洛现在也不是非招不可了 只是看着这么多人报名 希望都看一看 想着万一碰上特别好的 还可以跟前面的对比一下 最后决定留谁 我叫陈三 虽然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 但是您想了 我姓陈 这没啥 我是家里老三 所以叫陈三 也没啥 但是您看 在店里 给大家端盘子的都叫小二 您一看我这个名字 您就会发现 我比小二还多个一 陈三打算用冷幽默 来让夏洛对自己产生印象 没料到夏洛扑得笑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都应该叫你小三儿 当然 没有在21世纪生活过的陈三 也不知道小三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觉得 拿自己名字上的便利跟巧合 来说话能让人记住 他看着夏洛笑 又不知道夏洛为什么笑 显得很是尴尬 站在第三个的王汉 并不敢说话 他想看夏洛笑完 事宜他说话的时候 他在说 这个时候 夏洛冲他点了点头 该你了 我 我叫王汉 就是最简单的那个王 嗯 老虎头上写的那个王 汉就是大汉的汉 不过他们都说 我长得不像大汉 太瘦了 其实我不太会做饭 不过会做一点 嗯 就是这样 说实话 王汉的表现 一点都说不上好 可是他这样实实在在 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还挺可爱的 加上他本来长得就很憨 如果就以第一轮自我介绍来说的话 夏洛反而觉得这个笨笨的家伙 可爱一些 不过招聘总要看真本事嘛 不能卖个萌就通过了 嗯 你们的自我介绍都挺有意思的 接下来的一个环节是才艺展示 你们看你们都打算表演点什么呀 夏洛说 之前因为有一些之前就做厨娘 或者厨师的应聘者 当然会在这个环节表演做菜了 如果在这方面不太好的人 就会表演一点歌舞 为的是万一这家酒楼以后 打算增加表演的项目 可以一显身手 当然了 有被而来的人也毕竟不多 如果二者都不行的人 也就自动放弃了 但是轻视这次面试的张潮 跟陈三完全没想到这一层 张潮冲动地说 我会武术 夏洛皱了一下眉头 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没等他制止 张潮就摆出了武术招式 当场毁了几个凳子 夏洛给吓了一跳 立刻说要把张潮赶出去 结果张潮因为平时太嚣张了 立刻给身边的陈三 使了个眼色 就要掏腰牌 要知道 能掏出腰牌的 都是京城的侍卫 张潮跟陈三的腰牌 已经露出来了 正要拿出来的时候 张潮突然间反应了过来 想要收回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夏洛看出了 他们两个人 不是正经来应聘的人 一定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又打量了他们的穿着 你们两个 不会是谁的侍卫吧 这一问 把张潮跟陈三吓了一跳 立刻没有了 刚才胸有成竹的样子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不然你们 把你们的腰牌拿出来 我刚才差点就见识到了 赶紧的 两个人一下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赶忙说 我们不来了 我们要回去 说着就往外跑 只有王翰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自己也跑 就会被发现了 可要是不跑 就剩自己一个了 他正要迈步 就被夏洛拦住了 你还没才艺展示呢 别被他俩吓着了 夏洛说 可是我不太会做菜 我刚才说了 嗯 不过我会口气 可以用叶子吹出好多声音 还能吹曲子 算吗 王翰灵机一动 算 那你嗓子怎么样 来给我喊一句鱼香肉丝 夏洛说 鱼香肉丝嘞 被王翰加了一句嘞 还挺好听的 恐怕是个不错的跑堂 那我给你片叶子 你吹吹看 夏洛从窗外的柳条上 扯下一片叶子 王翰的表现果然不俗 看他人比较老实 又还算聪明 夏洛决定留下他了 至于厨师 他已经有了人选 分配工作的时候 他说 你还比较讨喜 就去招待客人吧 当店小二怎么样 王翰点了点头 夏洛补了一句 千万别让别人叫你小三 小二比小三好听 第十章 就美 张朝和陈三 没能卧底成功 想着要赶紧回去报告 可是后来一想 如果就这样灰头土脸的回去 肯定会被七王爷训斥 于是决定在酒楼逗留片刻 试着找出 这家酒楼到底 为什么会这样盈利 他们分头去探查 陈三去了厨房 看厨娘们在做些什么 还听到了一些 他们创新菜品的策略 张朝看到冰杰 正在打电上下 就跑过去说 自己刚才面试的结果不好 心里很难受 但是特别想在酒楼工作 请教冰杰 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冰杰打量着 他觉得有些奇怪 可小小的虚荣心起了作用 突然有些好为人失了 那个时候 人对所谓商业机密 也没有什么概念 冰杰就跟张朝说起了 一些下落曾经 探讨过的策略 比如用红色装点门面 不仅仅是喜庆 而是可以促进食欲 比如按照不同的食节 推出新菜品 比如已经推出的 新菜式逐渐涨价 不过 冰杰还是挺机灵的 只把已经才去过的策略 说了出来 跟张朝说 如果你能把这些策略 总结出来 小姐也许会看中你 让你到这里打工 不过看你惊讶的表情 就估计你不太清楚 这些事情 还是要多观察 多学习 带着这些收获 张朝和陈三 回到了七王爷那里 七王爷 属下不才 没能被那家酒楼选中 两个人的语气 虽然有些遗憾 但还试图保持 一种不卑不亢的客观 这就是做侍卫 时间长了的因故 越来越想显得 自己强硬公正 这才办得时辰 你们就被赶回来了 蓝军耀有些生气 不过转念一想 还有一个人呢 对了 那个新来的寿寿的侍卫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被留下当殿小二了 张朝回答 那你们两个 为什么没能留在那呢 蓝军耀还是有些愤怒 但是他尽量克制 因为刚才在跟他对异的 八王爷蓝军莫尔人 还在这里 看着这出好戏 七王爷 实在是因为属下 嘀咕了那个丫头 张朝说着有些愧疚 但听起来 总觉得像是下落的错一样 我们去了那里 竟然先让我们做自我介绍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我尽量显得 自己是个能出力气的人 陈三则显得自己 很幽默风趣 只有王翰呆呆傻傻的 但是没想到 那个丫头 竟然留下了她 张朝有些不服气 那是因为他想找一个老实人 傻点笨点没关系 关键要勤劳 你别看王翰看着瘦瘦小小的 还算是个实诚人 蓝军耀对手下的侍卫 都了如指掌 虽然王翰入府时间不长 蓝军耀却对他有些了解 接下来是才艺展示 陈三接过话头 可是张朝却表演了武术 一下被发现 他是习武之人 最重要的是 他还露出了腰牌 有王翰在的时候 陈三看起来 和张朝是一伙的 可是到了要受罚的时候 他还是决定把张朝 供出来保全自己比较好 又不是只有我漏了 你也漏了 张朝看陈三 竟然这样出卖自己 两个人差点吵起来 这一下激怒了蓝军耀 我派你们去是干什么的 你们自己人 都跟自己人争来争去 怪不得成不了事 蓝军耀说着 把手中的棋子扔了出去 蓝军莫见状 皇兄 消消气 你看这棋不还是得接着下吗 这话一语双关 两个人对异的棋要下 蓝军耀和下落之间的棋 蓝军耀虽然不动声色 却暗设自己的哥哥 做事要冷静 接下来 张朝和陈三 又把自己落选之后 从雏娘和丫鬟兵节 那里得到的信息 告诉了蓝军耀 当张朝说到 红色可以激发人的食欲的时候 蓝军耀和蓝军耀 都有些惊讶 当然了 在21世纪见到的各种 跟人类有关的研究 在古代看来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古代有那么多 道德上的因果 却在科技上 不那么重视因果关系 和相关关系 两个王爷听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觉得惊奇 心里都在想 自己饱读师叔 这么多年 都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小丫头 竟然会知道 再说到创新的菜品 都会逐渐涨价之后 蓝军耀和蓝军末 都看出了这家酒楼 未来的发展不会差 因为只要这些新菜品 是他们独有的 不能被别人抢走 那么他们在这个行业里 就是垄断的 那个时候 两个人还不能说出 垄断这个词 但是他们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看样子 这个姑娘可真是不得了啊 蓝军末对哥哥说 蓝军耀训斥了张朝和陈三 告诉他们 今天的事情 跟谁都不要说 又找了另外一个 贴身侍卫孙虎 来跟王汉接头 了解下落酒楼的信息 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 蓝军耀也算松了口气 对蓝军末说 今天是皇兄对不住你了 本来是让你陪我来下棋的 结果让你听了 这么多没用的话 皇兄要是这么说 就见外了 不过我倒是不介意 跟皇兄一起用晚膳了 蓝军末这个人 如果活在二十一世纪 一定会被人说情商高 他从来不跟人翻脸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让别人 因为他在身边而觉得舒服 这也是他在江湖上 结交了不少朋友的原因 一方面 信侠仗义 一方面处事圆滑 听蓝军末这么一说 蓝军耀当然要同意 便问 今晚想吃什么 我让厨房给你做 上好的吃吃来 蓝军末提议 不如晚上 我们一起去那家酒楼用餐 我对你说的那家酒楼 和下家小姐 都感到很好奇 何况我常常出门 尝破的菜品也算不少 我倒是很想看看 这些菜式 是不是真的如传言般的卯 蓝军耀说 好 我之前已经去过一次 确实是很奇特 这次该让你帮我 品品品品了 两人说走就走 到了酒楼 因为今天刚刚找了 新的店小二和厨子 加上原来的厨娘 已经学会了 这个季节主打的新菜式 夏洛当了一天的面试官 也有些累了 就在一层前厅修整一下 顺便看看顾客们 吃得都是否顺口 走到门口的时候 蓝军耀恰好看到了 派来的王翰 王翰看到蓝军耀 因为是第一次坐卧底 还是有些紧张了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蓝军耀和蓝军末 正要进门 有一桌客人喝得有些醉了 其中一个人 摇摇晃晃地来到夏洛面前 说 这就是夏家小姐吧 夏洛看这个人醉了 便不愿多理 应了一声 是 往旁边挪了挪 就不愿再说话 谁知道那个人 竟然凑了过来 听说你们经常会问客人 这些菜哪里不好 你知道你们酒楼 今天的菜哪做得不好吗 夏洛已经有些生气 但楼下的时刻很多 他不想让大家看到 他跟客人发生口角 于是耐着性子说 那请您指点 那个人仗着有些醉酒 手就搭在了夏洛的背上 说 这些菜穿的都太多了 夏洛立刻泼了一杯酒水 撒在那个人头上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手 可是老子就喜欢这样的 那个人被刺激了一下 更加明目张胆地 要抓住夏洛 夏洛有些怕了 正往后退 蓝军耀冲了上去 出手拦住了那个人 第十一章 钟情 虽然蓝军末拦住了 那个人的手 可是因为夏洛正往后退 重心不稳 险些跌倒 蓝军末一手继续拦着 那个醉汉保护夏洛 另一只手伸出去 揽住了夏洛的腰 让他不至于摔倒 夏洛身体也很灵便 立刻站稳 蓝军末也很绅士地 立刻把手撤了回来 这样看起来 就好像他只是扶了夏洛 一下而已 就在这一刹那 夏洛看到了蓝军末的相貌 说起来 他虽然已经跟蓝军末 打过几次交道 见面总能认出这个人 可却描述不出他的相貌 看着蓝军末 夏洛觉得似曾相识 或许是因为蓝军末 是蓝军末的弟弟 但夏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看到他这样出手相助 本来就很感激 加上这个人看上去温文尔雅 有着仿佛折仙一般的气质 夏洛瞬间觉得心动了一下 等到他站好 看到七王爷蓝军末 竟然也在 才猜想这两个人 可能是一起的 蓝军末对那个醉汉说 既然来这里吃饭 只好好吃饭就好了 不然万一想吃的东西太多 不小心把手给折断了 就得不偿失了 说着话 稍微用了一下力气 那个人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声音 放心 没断 就是脱臼了 来 我再给你接回来 那人又是痛苦的一声 赶紧匆匆付钱逃走了 听到这边的动静 丫鬟冰杰和夏洛的父亲夏秋时 都赶了过来 夏洛正不知道 应该怎么称呼蓝军末 就听到父亲说 没想到七王爷 八王爷今天都到我们这家小酒楼来了 真是澎闭生辉 因为八王爷武功实在了得 两个人今天又是临时 打算来这里吃顿便饭 便没有带侍卫 八王爷显得随便的很 似乎并不太希望 别人看出自己面色有些尴尬 而七王爷似乎并不太在意 听到澎闭生辉一个词 虽然知道是奉承 但还是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奉承 刚才看八王爷真是好伸手 多谢您刚才为小女解围 夏秋时感激之情一于言表 赶紧说 今天两位王爷来 要是不嫌弃 还像上次那样 直接上二楼 我让人把二楼清一下 今天这顿饭 就算是我们小店未表谢意了 您不用客气 我们只是来吃顿便饭的 不用这样大费周章 蓝军莫说 蓝军要见状也说 今天就不用包下二层了 你们今天生意这么好 要是被我们缴了 多不合适啊 说着 目光转向夏洛 你说是不是 夏洛小姐 夏洛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想到刚才还没来得及道谢 便对蓝军莫说 刚才谢谢您帮了我 二楼有间亲近的大屋子 虽然算不上包间 但也一切齐全 一会儿二位到楼上用餐就是了 小店确实简陋 不像七王爷的九楼 那么大起华丽 但我们做的饭菜 都是有人情味的 夏洛这么一段话 既感谢了蓝军莫 又讽刺了蓝军耀 虽然他们两个是王爷 可夏洛却不卑不亢 并没有表现出 特别的奉承之意 这也让蓝军莫刮目相看 七王爷和八王爷 便一起去了楼上 夏秋时帮他们打电了一切 这个时候 夏洛在楼下准备菜品 丫鬟冰姐走了过来 小姐 您真是太幸运了 刚才的八王爷蓝军莫 在江湖上是口碑特别好 似乎丫鬟一说到八卦 就总是停不住嘴 夏洛也并不想掩饰 自己对蓝军莫的好感 就他帮自己解围这件事 就足以让他动心了 说起来 夏洛虽然年纪还不大 但曾经在小说 电影里看到过很多爱情故事 他也对自己的爱情有过憧憬 毕竟已经是高中生了 虽然在班里 老师都说不能早恋 可是谁心里没有一个欣赏的人呢 谁不希望在自己努力往前的时候 有个人陪伴自己呢 所以 夏洛发现 后来老师似乎也是对学生谈恋爱 睁一眼闭一眼了 只要不随便发生关系 不影响学业 也就没有什么好管的了 夏洛曾经想过 自己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也许他是幽默风趣的 也许他是认真靠谱的 但对他来说 一切硬性指标都不那么重要 他想要的就是一刹那的心动 就像今天那样 他觉得自己的心凉了一下 之后马上又热了 对 他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曾经在无聊的数学课上 夏洛看过一本散文集 是廖一枚写的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 在21世纪 中国的话剧界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导演 叫孟金辉 他的小剧场话剧在北京办的有声有色 每年他的团队还会到全国巡演 而廖一枚就是他的妻子 廖一枚编剧 孟金辉导演的话剧《恋爱的犀牛》 被封为青年一代的爱情圣经 夏洛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粉丝 在廖一枚的那本 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里面 有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我只相信一见钟情 对 夏洛 他只相信一见钟情 他对蓝君墨就找到了这种钟情的感觉 夏洛回想了这么多 才发现丫鬟冰杰就在身边 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失态了 于是装作并不在意的样子问 我对八王爷一点都不了解 以前也没见过 看起来他倒是比七王爷脾气好一些 你还知道他别的事情吗 夏洛虽然看上去问得漫不经心 但心里却很想迅速了解这个人 听说七王爷和八王爷是一个母亲生的 所以两个人自小关系就很好 虽然两个人各有才华 但是都对皇位没有兴趣 七王爷经商很有一套 这个咱们已经领教过了 而八王爷在江湖上很有地位 有侠士风范 但又淡泊名利 兵杰把他知道的都告诉了小姐 夏洛点了点头 当夏洛在楼下厨房跟丫鬟了解蓝君墨的时候 蓝君墨也在楼上和蓝君要聊他 这个时候 夏秋时已经把那个房间整理好了 除了上菜之外 两个王爷身边都没有人 刚才那个姑娘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蓝君墨端起一杯酒 笑着说 哎 可不是嘛 蓝君要一脸忧愁 看起来他确实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他刚才把酒泼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 还挺勇敢的 看起来他是个真性情的人 应该不像那些歌舞生平中 呆惯了的女孩子那样搅柔躁作 蓝君墨一边说 一边欣赏地点点头 可你觉得他哪里像个姑娘啊 太蛮横了 简直像个泼妇 蓝君要说 如果这个时候在二十一世纪的电视剧里 或许应该有这样一段话外音 这样的女孩子在古代也许真的不多 不过在二十一世纪 当时到处都是 两个人一起品尝着夏洛做的菜 蓝君墨更是感叹 觉得这个女孩子能做这么好的菜式 而且还对酒店经营很懂一套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正在蓝君墨说着夏洛的时候 夏洛自己亲自送来了一道菜 夏洛轻轻敲门 送来了一道饭后的甜品 正是夏天 夏洛想到自己以前喜欢在夏天吃冰激凌 既然做不成冰激凌 就做了奶昔 只给两个人各成了一小碗 这是我今天特意为二维调制的甜品 作为今天八王爷帮我解为的答谢 因为是第一次做 可能不太好 你们品尝一下 如果不好 我再改进 夏洛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看着蓝君墨 蓝君墨也抱以欣赏的微笑 品尝过之后 两个人都觉得做得很不错 原来 因为夏天很难搞到冰 夏洛就想了一个办法 正是晚上 家里河汤的水很冷 把做好的甜品密封 用绳子吊灼 把甜品放到池底 这样很快东西就冷冷的了 虽然跟二十一世纪的奶昔比起来 还有一定差距 但冰凉可口的感觉仍然亲人心脾 第十二章 杜艺 随着小酒楼越办越好 越来越有气派 夏秋时按照夏洛之前 跟他规划的那样 逐渐把酒楼的装修变得更有档次 并且开始在二楼逐渐建起一些包间 供有些地位 喜欢亲近的客人选择 在招工之后 夏洛尽快把这个酒楼改成了最云楼 就在八王爷帮他解围的时候 夏洛就想到 相比七王爷在商界的地位 八王爷在江湖上的地位 也许对这个酒楼更有用 想着 如果自己酒楼的题字是七王爷写的 别人肯定以为这家酒楼也是七王爷的 自己以后恐怕也会因此而撤走 况且自家的酒楼和七王爷的酒楼之间 本来就是竞争关系 如果这样求助于他 恐怕有一天 这家酒楼就会被七王爷收走 于是 夏洛想 或许可以借八王爷的名声 来让这家最云楼被江湖所知 但这些还都在他的筹划之中 还没有机会实施 于是 现在小酒楼就只挂着最云楼的牌匾 只是用的当下流行的字体 并没有拿到名人的签字 夏洛自己不愿意承认 之所以想到让八王爷提字 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希望 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个人 然而 在这段忙碌的日子里 夏洛并不知道 他的所有行动 都在一个从七王爷那里来的 侍卫的掌握之中 虽然王汉看起来呆呆傻傻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 自己来这家酒楼的目的 他一直在观察这里的每一个人 希望能够研究出 这家酒楼的精英策略 事实上 他更希望早一点完成任务 回到侍卫的工作上去 他更喜欢重规重矩的生活 这个店小二的表现还算可以 干活很是卖力 私下里也跟雏娘们的关系很好 甚至兵杰也很喜欢他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 夏洛又研制出了一种新的菜品 推出了一些 在人们看来很新奇的吃法 夏洛想起来自己以前 在21世纪的麦当劳 又一次 他跟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 买了麦旋风 因为其中一个姑娘 那个时候大姨妈来了 不能吃凉的 他们又觉得让那个姑娘 一口都吃不着不太合适 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热热的薯条 沾一点麦旋风 这样 吃的东西主要是热的 可是有一点冷冷的味道 在嘴里融化开 这种感觉很不错 受了这个启发 夏洛继续用上次给七王爷 八王爷做奶昔的办法 做一些凉凉的东西 用面粉炸一些热热的食物 但都很小巧 让顾客也像用薯条 沾卖旋风那样吃 没想到 在换季的时候 竟然有不错的效果 夏洛还想到了 自己很爱吃的披萨 虽然这在21世纪 算不上什么新鲜的样式 但古代的人肯定没有想过 因为这里没有烤箱 并不能像在21世纪那样 做出正宗的披萨 夏洛也想到 古代人的胃口 也许和现代人的胃口 不太一样 所以决定大胆尝试一下 用棒子面和白面粉 一起做底 只那么薄薄的一层 然后在上面 加上各种蔬菜 没想到也获得了 不错的好评 于是 这家酒楼在周围一带 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几乎大家都知道 有醉云楼这个地方了 大家慕名而来 皇城里的很多家 酒楼客栈的生意 都受到了影响 令夏洛有些吃惊的是 七王爷兰君耀 竟然几乎每天都来 偶尔带着侍卫 偶尔自己一个人 有的时候 还有八王爷兰君末 兰君耀只要一来 就尽可能地点 这家店的新菜市 一吃就连续吃两天 每顿都吃一样的东西 夏洛有些疑心 他是想通过自己品尝 来探索菜的做法 可是夏洛胸有成竹 知道他们毕竟 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而且这都是从21世纪的 菜品改装之后的样式 做出来会有什么效果 只有他自己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来 蓝君耀虽然平时总是不服输 不愿意承认 但是他自己的胃 似乎已经离不开这家酒楼了 他越来越觉得 自己喜欢上了最云楼的韭菜 但怎么可以呢 这分明是自己酒楼的竞争对手嘛 说实话 他对夏洛的手艺有些嫉妒 他不明白 自己手下有那么多厨师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能做出夏洛做的菜 但他不愿意承认 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他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对自己说 只是因为想要查看 对方的经营体系 想要知道他们的经营策略 这天早上 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了 押还冰杰来给夏洛梳妆 他说 听说这些天 有几家酒楼 在模仿咱们最云楼的菜市 小姐 咱们该怎么办啊 夏洛早就想到了这点 他说 没关系 咱们的菜市有独门调料 我不会让别人 把咱们的菜全都抄过去的 冰杰还是有些不放心 夏洛猜透了底 你要想 他们再怎么学 也未必做得像咱们这样好吃 对不对 冰杰说那倒是 咱们最早推出这些菜市 那么定价的权利 就在咱们手里 就算他们过了些日子 学过去了 他们的定价标准 肯定要参照咱们的定价 所以咱们如果在一个 菜品成功之后 就逐渐提价 就会把菜的价位提上去 他们就算比咱们价钱低一点 如果食客们不喜欢吃 还是会来咱们这里吃 而如果最后实在竞争太激烈 到了需要打价格战的地步 咱们之前已经把价格提上去了 短期内降价 也不会收不回成本 冰杰听得半懂不懂 但有一种觉得小姐很厉害的感觉 于是点头 为了让冰杰彻底放心 夏洛补充说 何况刚才说的只是一道菜 如果咱们总有新的菜 那他们就怎么模仿 也模仿不来 不是吗 冰杰肯定还不能理解 核心技术创新这种词 不过夏洛的这种经营方法 就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的 冰杰显得放松了不少 这天中午 蓝军要带着弟弟蓝军末 一起来到酒楼 夏洛很热情地跟蓝军末聊天 把最近推出的几种新菜式 都一一介绍给蓝军末 却当作没有看到蓝军耀一样 蓝军耀在旁边狠狠地皱眉 突然发现这段时间 似乎有些不对劲 每次自己一个人来这家酒楼的时候 夏洛都很少说话 甚至有的时候直接到厨房去了 似乎都不想看自己 可是一旦跟八弟一起来 夏洛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无比热情 蓝军耀明明有些嫉妒八弟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在嫉妒什么 为什么会被这个小丫头骗子 搞得神经兮兮 他打断了正在跟蓝军末 热情介绍菜品的夏洛 夏小姐八弟一直在江湖上游走 不太喜欢这些无聊的菜式 你还是别说了 蓝军耀这样说 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无理取闹 可他就是不想让夏洛 跟自己的弟弟说话而不理自己 七王爷 据我所知 八王爷对菜式也是很了解的 不然您也不会总带他来品尝 您说是不是 夏洛这样一句话 把蓝军耀得够呛 今天这是怎么了 都是来吃饭嘛 难得也女孩子愿意 跟我分享一些心得 我今天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皇兄 这还要多感谢你带我过来呢 来咱们上楼吧 于是两个人上楼去了 而夏洛看今天七王爷心情不好 他便没了去找两个人攀谈的兴致 就回到厨房了 这一顿饭 七王爷吃得很不高兴 出门故意摔坏了碟子 走的时候 这个碟子被夏洛发现了 正要想质问 是不是蓝军耀摔坏的 是被正在上菜的 殿小二王汉给揽了责任 夏洛却不知道 自己店里的殿小二 其实是蓝军耀的侍卫 第十三章 顿悟 殿小二王汉帮七王爷掩盖 摔碟子这件事情 总是让夏洛有些不解 当时王汉正要去上菜 但很明显蓝军耀的脸上 有些不快 似乎是有意的 可是夏洛想不出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之前 跟他办了几句嘴 夏洛没有追究这件事 但是脑子里想着当时的情景 王汉去上菜的时候 夏洛趴纳的菜汤太多 王汉端着费劲 就在后面跟着 本来没打算进屋 但是看到蝶子掉在地上的时候 夏洛跑了进去 而这个时候王汉也才进去 按说 这蝶子就是七王爷蓝军耀摔碎的 没有什么可争辩的 夏洛本来也没打算太计较 但是为什么王汉反应过度呢 夏洛想到当时自己冲进去的时候 王汉似乎和七王爷有对视 那种对视的样子 并不是一个殿小二 看到王爷的时候的样子 仿佛两个人以前就见过 王汉为什么非要为七王爷 承担这件事情呢 夏洛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一个人在厨房里看着各种食材 一边研究新的菜式 一边想这个问题 他决定从王汉进酒楼开始想 突然想到当初面试的时候 和他一组的另外两个人都是侍卫 虽然当时夏洛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夺下腰牌 但是想来 多半是从七王爷这里来的 那么 对 王汉也许是和另外两个侍卫一起来面试的 但是因为他没来得及反应 所以没能被发现 这样一想 所有的事情都想通了 这个殿小二就是七王爷派来的侍卫 夏洛生气地放下手里的东西 打算去找王汉对质 正气匆匆地走 路上遇到了丫鬟冰杰 冰杰说 小姐 我正要找您呢 今天咱们的生意太好了 估计后面刷碗的小工不够了 夏洛转念一想 这正好是惩罚王汉的机会 何况现在并不知道七王爷把这个人派过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后多留意就是了 先不要跟他把这件事情挑明 万一日后有什么需要 也许能反过来帮自己一把 夏洛跟冰杰说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一会儿安排人去刷碗就是了 今天辛苦你了 丫鬟说 小姐不要跟冰杰客气 于是 夏洛就去找王汉了 王汉 夏洛虽然严肃 但是并没有显示出生气的样子 是 小姐 你有什么吩咐 王汉显出唯唯诺诺的样子 今天你说你把碟子打碎了 是吧 王汉有些不情愿 但是既然之前揽下了这件事 这个责任就只能是他承担 何况 本来七王爷派来的三个人 只有他卧底成功了 如果再因为一点小事从这里被开除出去 丢的可不只是这个饭碗 搞不好连在七王爷府当侍卫的饭碗也都没了 是 小姐 今天都是我不小心 上菜的时候碰了客人手边的碟子 王汉回答 夏洛看着王汉总觉得还是个实在人 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确定是你打碎的 不是七王爷碰掉的吗 夏洛死死盯着王汉 真的是小的打碎的 不是王爷打碎的 王汉回答 夏洛越来越确定这件事 因为就算七王爷身份贵重 也不需要为了打碎一个碟子 而不敢承认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把事情承担下来的人 原本就是七王爷的手下 为了护主而习惯性地把错误都归咎到自己身上 这个奴才倒是忠心 夏洛想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做错了事情 如果不惩罚你 以后别的人会不服气 今天正好需要洗的碗特别多 你就把今天一天所有的碗都刷洗干净吧 夏洛吩咐王汉 王汉没有办法 只好硬承下来 到这个时候 夏洛心里倒是觉得有些解气了 从一开始 他就不太喜欢七王爷 现在正好接这个机会 处置一下七王爷手下的人 而且处置得理直气壮 谁让王汉自己非要承担下这件事情呢 在夏洛看来 这也算是间接报复了七王爷了 想着这些 夏洛又在想 也不知道下一次八王爷什么时候才能来 这些天 夏洛每天也不那么经常出屋了 倒是开始看起诗书来 之前夏秋是怀疑自己身份的时候 夏洛打算读书 是为了给自己穿越过来的事实打掩护 如今 他读书倒是想能够从诗书里面 找到那些能够表达他此刻心情的段落 他读诗经 看着那些诗 想着他们中的一些 也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课本里 官居 就不用说了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 念过中学的人也基本上都会背诵 官官居鸠 在何之州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还有桃妖 桃之妖妖 卓卓其华 知子于归 一世一家 也不知道八王爷心里 会不会也需要这样的桃花 来装点居士 夏洛一边读这些诗 一边想 为什么从人们刚刚开始能够写诗 或者能够记录诗的时候 就开始有很多情诗呢 或许 人们对于感情的需求 相比于什么家国天下 相比于很多有意义的大事而言 也是一种大事 甚至是更大的事吧 他又想 为什么诗经里面的很多情诗 都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 并且采用呼告的方式呢 那个时候 想要找写字的材料 竹箭啊 不啊 纸笔啊 多难啊 所以人们只能大声喊出来 为了韵律好听 也为了好记 就常常有反复 对 一定是这样 想到这里 夏洛不惊 有些遗憾 如果他现在还在21世纪 他的这些想法搞不好 都能写出个小文章 发挡在哪个报纸上呢 可是他又想 又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这里已经有我自己喜欢的人了 至少要试一试 不然怎么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呢 夏洛沉浸于诗书之中 也让夏秋时 逐渐打消了一点疑虑 可是 夏洛的性格变化 确实太大了 想想他对待七王爷的态度 想想上次夏洛把酒 泼在那个醉汉身上 夏秋时就觉得 自己的女儿 现在胆子实在太大了 在他看来 自己的女儿 现在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但是到底哪里不对劲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个下午 夏洛想着 七王爷和八王爷中午 已经来过酒楼了 想来晚上应该是不会来了 还多亏了他们这次造访 让夏洛抓出了王翰这个卧底 也已经处置好了 夏洛越来越觉得 如果只在这一个酒楼上下功夫 肯定不行 如果不能把规模做大 以后还是很有可能 被其他酒楼超越 所以 他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想法 建更多家酒楼 把醉云楼做成连锁店 可是这个想法 他不敢跟父亲说 一方面这个想法过于激进 父亲这种满足于小康生活的人 未必愿意冒这个险 估计父亲是不会愿意出钱的 另一方面 上次父亲已经怀疑过自己的身份 如果一再向父亲说出自己的创意 也许自己的身份会被识破 当那个时候 甚至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 左思右想 夏洛决定自己想办法赚钱 至于怎么赚钱 他想起自己正在读诗书 除了诗经之外 他还读岳福 在21世纪 他就在网络上跟一些作者 一起合作写诗 做词编曲 他想 或许可以卖一些词曲给岳方 这样应该就能为新的酒楼集资 于是 他立刻在房间写下了几套词曲 跟冰杰打了一声招呼 便出去了 幸运的是 他找到了一家岳方 愿意接受他的作品 并且给了他一笔资金 并且跟他说定 以后每个月 为岳方提供三首曲子 第十四章 一指 正是怎么回事 夏洛拿着从岳方那里 争取到的资金 偷偷藏在自己身上 正兴高采烈地回到酒楼 正是晚饭时间 应该坐满了顾客才对 结果 他走到酒楼门口的时候 却发现酒楼里 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夏洛一下着急了 大步跑进酒楼 想要看的究竟 谁知道 他竟然看到了一个 太监模样的人站在那里 而他的父亲 正在毕恭毕敬 得迎接这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夏洛觉得有些奇怪 他赶忙走到父亲身边 拽了拽父亲的衣角 但是父亲正忙着 打电他的太监 竟然跟夏洛小声说 有什么事情晚上再说 夏洛只得失望地站在一旁 看着事态的发展 太监先是寒暄了几句 您就是夏秋时老板吧 夏秋时赶忙硬喝 正是在下 您可是有福了 宫里的人都听说 您这家酒楼的饭菜 很有特色 所以太后选中了这里 庆祝八十大寿 太监说话的样子 过于眉飞色舞了一些 夏洛看着很是不高兴 夏秋时感觉自己受到了殊荣 非常高兴 两只手放在身前 搓着手 既因为遇到了这样的大好事 而高兴 又因为这样的事情 办好了当然好 但万一办出了差错 恐怕要掉脑袋 正在夏秋时思量的时候 太监又说话了 我今天过来就是传指的 太监稍微停顿了一下 打量着夏洛 这位就是夏家小姐吧 听闻这里的新菜式 都是夏家小姐研制的 夏洛并不打算说话 站在那里 夏秋时赶忙接话 正是 正是 还没等夏秋时把话说完 太监便开始宣指 奉太后一指 听到这句话 夏秋时立刻下跪 夏洛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觉得自己如果不下跪 也许会给整个酒楼带来麻烦 便跟在父亲后面跪了下来 太后八十大寿 举国同庆 特命醉云楼上下 与玉膳房玉厨 共同打电庆寿宴席 倾此 太监细声细气地 念完了整个旨意 两位 赶紧领旨谢恩吧 夏秋时硬着是 是接了纸 看到夏秋时已经高兴地昏了头 夏洛觉得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 把想问的问题都问完才好 一定要知道这次到底是服侍货 如果有风险 一定要早点知道 防患未然 于是 夏洛赶忙说 不过 小女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太监和颜悦瑟 小姐 您讲 太后一指中说 醉云楼与玉膳房一同伺候太后寿宴 所以是我们进宫伺候 还是御厨来醉云楼呢 夏洛直来直去 并不打算绕弯子 太监说 当然 您要是能进宫去是最好了 太后知道 醉云楼推出了很多新花样的菜式 很想得以异常 如果您能进到宫里 交给那些御厨 就是再好不过了 夏洛听着这话 觉得这其中恐怕是有些古怪 如果进了宫 整个人身自由都会受到影响 况且记得自己在21世纪 看的甄嬛传的种种情节 总觉得宫里是个是非很多的地方 万一哪天哪位小主的饮食里 有了不干净的东西 牵扯进自己 岂不是连小命都没了 夏洛打心里不打算进宫 这位公公 小女子实在是见识浅薄 进宫也恐怕自己坏了规矩 您看是不是可以让御厨来醉云楼呢 我们这里什么食材都有 我说话办事 也总觉得还是在自家里比较自在一些 夏洛的语气里并没有请求的意思 但是话语间却显得自己意志很谦虚 这太监想了想 回想了一下太后的意志 确实没有对传授厨艺的地点 做什么特别的要求 想来太后也是会同意的 只要能让夏洛这个小姑娘 把厨艺都传授给御厨 就达到目的了 于是 她虽然显得有些难为情 但还是胸有成竹地说 既然这样 就按照夏洛小姐说的办吧 夏洛其实还有很多想法 她不太明白自己的手艺 怎么就突然被太后知道了 说起来 最有关系的两个人 就是七王爷和八王爷 夏洛对八王爷一直心存好感 而七王爷自己也有九楼 加上夏洛想到 殿小二王汉就是七王爷派来的人 夏洛也开始怀疑 难道这是七王爷策划的一个局 但是想想又不太可能 也许只是七王爷和八王爷 和太后说了这个地方 太后觉得不错罢了 七王爷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夏洛有些吃不准了 这个人总是跟自己作对 但除了自视甚高之外 似乎也没做过什么 不利于最云楼的事情 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这次给太后办寿宴 还是要小心为上 送走了太监 夏洛收到了一大批 提前的奖赏 可是带着那些担心 夏洛真是不知道是喜是忧 想来 穿越到这里之后 不论是父亲夏秋时 还是丫鬟冰姐 对自己都是没得说 何况还遇到了一个 让自己心动的人 可是谁知道 竟然会跟宫里扯上关系 还遇到了一个七王爷 这样的对手 现在这个对手是名事案 还很难说 夏洛只能继续干下去 夏秋时和冰姐倒是很开心 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夏秋时对夏洛说 真的没有想到 闺女 你如今竟然成了 咱们家的大功臣 我原本想着 你平平静静地生活 将来嫁给一个好人家 也就行了 可是没想到 你如今这么有出息 夏秋时一边说话 一边喝酒 今天的他有些贪杯 夏洛还从来没见到 他这样高兴过 然而 夏秋时越是高兴 夏洛就越高兴不起来 这些天来 自从开始关注酒楼的发展 夏洛就一直很忙碌 所以还没有时间 认真想自己 穿越过来之后的种种 现在 他想到自己借用的是 另一个人的身体 而自己却得到了这样的褒奖 他也在想 自己借用的这个身体 也许他原本会有安稳的一生 每天读读诗书 然后嫁给一个如意郎君 那样的幸福 也许是他现在占用的身体 原本可以得到的幸福 而如今 既然要给他一种 完全不同的命运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中 曾经存在过的那个灵魂 他会同意吗 他又在哪呢 夏洛自己也有些愧疚 总觉得自己是偷了 原来那个夏洛的一切 这种感觉让他无法 在他现在生活的世界中 感受到身份的认同 但他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回到自己曾经生活的 那个世界 也不知道在那个世界里 自己的父母 是否在思念自己 或者会不会有 哪个别的人 也借用了自己的身体 做着自己并不情愿的事 如果生活在 21世纪的下落 怀疑一种生的形式存在的话 会不会有一天 数学突然变好了 不再是班里最后一名了 会不会要考清华北大 会不会也成为父母的骄傲 如果我们不能变成 自己所最想成为的人的话 最起码可以为了我们爱的人 成为他们所希望成为的样子吧 生活在21世纪的父母 虽然没有离婚 但是每天都在吵架 现在的他们 会不会已经分开了呢 可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时候 即便自己和父母的感情不深 但总还是能在 想联系他们的时候 找到他们 然而现在 夏洛甚至不知道 他们两个过得怎么样 一切幸运和不幸 他自己所经历的 似乎都与他们无关了 而他们在经历什么 夏洛也无从知晓 夏洛曾经看过穿越剧 他只看到了其中的惊险有趣 最多是一些爱情故事 但却忘了这其中 最让人无法割舍的 也许是亲情 第十五章 斗嘴 历史书上总说 中国封建王朝的 层敌制管理 导致各种办事效率低下 夏洛想 我怎么没看出来 前一天晚上 太监刚刚来醉云楼宣址 今天还没等到 中午的高峰期 太监就已经回复了 太后整个寿宴的准备情况 带了十几个御厨 来到醉云楼门口 这下可好 中午的生意估计 又要被这样的阵仗给吓跑了 夏洛心里有些不快 但是又不敢多表现在脸上 更让夏洛气愤的是 没想到太监除了带了御厨过来 竟然还带来了几个侍卫 看到有来吃饭的顾客 就把他们赶走 这到底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 古代有点权力的人 就是太霸道 夏洛心想 可是 他现在所面对的 可远远不是有点权力的人啊 他现在要服务的是 南越国最高的太后 也难怪一切办事效率都这么高 也这么趾高齐阳了 夏秋时一直在店里张罗 总之 太监说什么就是什么 很显然 父亲一看到当权者就瞬间没了主意 夏洛有些时候想 亏了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生活过 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再有什么问题 他最起码能够接受更多的思想 而不用整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可如今 他生活在了这样一个君臣父子的社会 真是每个年代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他看不过去 委婉地跟太监商量 公共好 这么大日同 您看 让这么多侍卫站在外面多不好 不如进来用茶 您也赶紧休息一会儿 夏秋时看夏洛 竟然在为人处事上还有一套 并不像之前对七王爷那样冷眼 心里倒是放心了不少 连忙硬喝 就是就是 兄弟们都累了吧 不如进来休息一会儿 太监说 这就不必 了 公务时间 如果都休息了 实在不成体统 夏洛心想 你这是成体统了 我们的生意可怎么办啊 以后就没人赶来醉云楼用餐了 接着他又开始跟太监讨价还价 您今天好像是待了十几个御厨过来吧 笨 是啊 有何不妥吗 夏小姐 太监说话的声音总是怪怪的 似乎带着一点挑衅 这倒不敢 我只是觉得 醉云楼现在毕竟还是个小酒楼 厨房也实在小得很 就算把原来的厨娘都先打发回家放假 整个厨房也装不下这么多御厨啊 您看 要不只留下几个 毕竟人太多 交起厨一来也不大方便 施展不开啊 夏洛说到这里 太监似乎明白了什么 这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夏洛乘胜追击 况且 我可以先交几个御厨 等他们学会了再回去交别的人 您要是愿意让他们轮程挤波过来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太监一想 夏洛说的确实有理 既然这样 不如就听他的吧 那么既然如此 是不是侍卫也可以撤掉一部分 咱们这里毕竟还要营业 我怕老百姓以为是我们醉云楼犯了什么事 坏了名声可不好 夏洛这么一说 太监也就同意了 于是就要回宫 正在这时候 七王爷蓝军耀从楼上下来了 其实在太监过来之前 蓝军耀就已经在楼上了 只是今天带了一个侍卫过来 也不想惊动别人 看太监这样大张旗鼓地铺张 蓝军耀也不想管 这次太后的八十大寿 是皇后一手操办的 七王爷只负责整个过程的安排 他并不想对 跟自己没关系的事情多插手 可是既然遇到了这个太监 蓝军耀总要表现一下 对寿宴的上心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太监看到蓝军耀 便没有了刚才的架势 把刚才的事情如实禀报了 呵 没想到啊 就算夏洛小姐的厨艺还可以 没想到这么快 你做的菜就可以进宫了 蓝军耀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 看到夏洛的时候 就很想跟她斗嘴 说起来 她很欣赏夏洛的厨艺 但总觉得她太不像女孩子了 一点也不像大家闺秀 可是想到自己堂堂王爷 走到哪里不是被人簇拥着 偏偏这个黄毛丫头 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只会跟八弟聊天 这又让蓝军耀很是不快 借这个机会 讽刺一下这个丫头也好 七王爷有所不知 我自己也没想到 如今能有这样的殊荣 原本还以为是七王爷 觉得我们酒楼的饭菜太可口 才会推荐给太后的 想来 七王爷隔三差五 就来我们酒楼吃饭 恐怕就是对我厨艺 最好的褒奖了 夏洛一点也不甘示弱 你这里还真不是 我告诉母后的 只能说你的运气确实不错 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 是不是八弟在母后面前 说到了这家酒楼 蓝军耀有些故意 她觉得自己跟蓝军末相比 一定不会逊色 但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夏洛 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 区别那么大 夏洛一下子不知道接什么好 说起来 她也并不总想跟蓝军耀斗嘴 可是说不上为什么 一见到她就气不打一处来 总觉得不跟她杠上两句 就不痛快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 夏洛也就不得不把话接下去 八王爷自己不开酒楼 如果要跟太后推荐 相信一定是由衷赞赏我的厨艺 但七王爷嘛 您自己开酒楼 说起来咱们既是同行 又有竞争 我还真有点担心 万一是您推荐的 会不会把我的厨艺 都偷偷学走呢 夏洛这样说话有些大胆 夏秋时 吓得赶紧拉住她 让她不要再说下去了 不过也正是这段话 让夏洛想到 给太后办寿宴的这件事 应该和七王爷无关 这个人并没有阴险到这个地步 自己反而松了口气 夏洛小姐真是太琳琪压俐齿了 就算咱们两个之间有竞争 本王有那么多酒楼 总也不至于每个酒楼 都拜在你的手下吧 小小年纪 可别太张狂 蓝军耀为了挽回颜面 赶紧把话接上 这段话让夏秋时更是心惊胆战 王爷莫要见怪 都是小女不懂事 王爷不要和小女一般见识 夏洛很是不服气 但父亲就在身旁 他也不想再跟蓝军耀 继续斗嘴斗下去了 倒是站在一旁的太监 听得津津有味 想来 七王爷在王府中 既稳中又懂得分寸 也从来不会跟女子计较 如今竟然和一个平民女子斗嘴 似乎很有意思 看着七王爷的表情 太监思量着 不知道是这次斗嘴 在下掌柜的调停中 让王爷觉得略胜一筹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王爷真的很享受 这个斗嘴的过程呢 七王爷脸上 好像隐隐有些笑意 太监这还是第一次见识 太监之趣地说 王爷 您过段时间 还要经常来醉云楼安排寿宴 跟夏洛小姐自然要再多熟悉一下 小的就先退下了 还要赶紧给太后皇后复命 她便带着多余的侍卫和御厨回宫了 夏洛让留下的御厨 换上平时厨师们会穿的衣服 让他们把贵重的衣服都收好 免得让客人看到 觉得整个醉云楼有什么不对 接下来 就让他们到后院厨房 准备教他们做菜 一想到这件事情 并不是七王爷策划的 夏洛心里 就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终于放心了 她还想到 如果一切顺利 她可以逐渐和这些御厨打成一片 她自己会做21世纪的流行菜式 但是她并不太会古代的菜 如果可以相互交流 或许自己还能学会宫中的菜谱 这样就变成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了 夏洛告诉自己 好的事情 终究是比坏的事情要多的 第十六章 历威 夏洛吩咐那些御厨换衣服的时候 就有御厨在说 我们在宫里都是穿这些衣服的 没想到出来之后 还要听这个丫头的 似乎他们对夏洛并不服气 在皇宫里 御膳房的御厨还是非常受尊敬的 确实很少有人对他们做出什么要求 甚至其中一些做得好的御厨 还会专门被派到一些妃嫔或者太后 皇后的小厨房去 专门给这些有身份的人做饭 这次派来跟夏洛学习厨艺的 恰好是御厨中的佼佼者 他们当然不能忍受自己被这样使唤 夏洛看着他们 心想 自己得想办法树立权威 不然也很难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跟自己学厨艺 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寿宴办不好 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和这些御厨一起往后院厨房走 谁知道七王爷蓝军耀也跟了过来 七王爷就留步吧 后厨毕竟有些油烟 不是王爷应该踏足的地方 夏洛嘴上这样说 其实心里想的是 你凭什么进来 又没你什么事 皇上下令让我辅助皇后 操办太后八十大寿的宴席 这件事是宫里人都知道的 你看这些御厨 不信你问他们 他们也知道 中间的每一个环节 我都要确保没有问题才行 所以我要看着 你是怎么教授这些御厨的 蓝军耀嘴上这么说 心里也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很欣赏下落的经商头脑 所以也很想知道 他会怎么组织这么一群人 何况还是来自宫里的 不太好对付的御厨 一家酒楼 看起来只是吃吃喝喝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 背后的管理 如果管理得好 一家酒楼可以一下 分出来很多家酒楼 但如果管理得不好 摊子扑得越大 问题就会越多 最后自己把自己打垮 蓝军耀深知经商中的道理 自己也曾经把一些 已经做得很成功的老字号打败 所以他想要讨教一下 看看下落到底怎么安排这些人 下落没有办法 看七王爷如此言之凿凿 只能让他一起来看 自己是怎么教御厨手艺的 那好吧 七王爷请 下落虽然不喜欢他 但还是尽量表现的尊敬 至少不会让人觉得他不懂礼数 没想到蓝军耀 竟然还有别的要求 另外 你也知道 宫中的饮食十分重要 因此 从你这里做好的吃事 我都要先品尝 每个御厨从你这里学了手艺 做的菜我也要品尝 看是否合格 下落听了 有些害怕蓝军要难为自己 万一七王爷非要难为小女子 可怎么办呢 他直言不讳的提问 不光有勇气 还带着一股机灵劲 这个你可以放心 蓝军要笑了笑 你要知道 我还是希望这个寿宴 能顺顺利利办好的 我只是因为常在这里吃饭 只要确认御厨的手艺正宗了就好 堂堂王爷 哪有难为一个小女子的道理呢 蓝军耀心想 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平时伶牙俐齿 有些时候也会假装撒个娇 因为太监很早就大张旗鼓地 带着侍卫和御厨来到酒楼 所以之前的客人都跑掉了 现在下落只能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在交这些御厨上 想到之前还答应了岳方 每个月要交三个曲子 心里就有些怨念 如果只是日常的营业 每个月三个曲子完全不成问题 谁知道现在突然出了这么个事情 下落恐怕晚上要偶尔熬熬夜 才能把每天要完成的内容做完了 想不了那么多了 下落开始教那些御厨做沙拉 可是抬眼看了看这些御厨 他们看起来还跟刚才换衣服的时候那样 对下落很是不服气的样子 每个人都懒得看过来 仿佛他们自己什么都会试的 下落因为没办法告诉他们 这个东西叫做沙拉 所以还是像当初跟厨娘 冰杰说的那样 把这道菜叫大半菜 听到这么土的名字 御厨们更是很看不起的笑了 就这么个菜也能叫一道菜 一个人说着 其他人都附和 事实上 这里只有七王爷兰军耀吃过这道菜 但他并没有帮下落解围 倒想看看他会怎么解决 下落想 只是一个沙拉肯定镇不住这些人 于是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办法 打算把两道菜放在一起 让他们开开眼界 这次 下落并没有把沙拉放在一个小碗里 而是放在了一个大盘子的四周 摆得很好看 之后开始做牛排 御厨怎么可能见到过牛排 是怎么做的 看着下落的动作 一直在指指点点 根本没有人这么做饭的 有人说 所有的人都没见过 用锅去烤肉的方式做饭 他们很惊讶 可是却逐渐闻到了扑鼻的香味 开始睁大眼睛 看下落到底是怎么做的 下落感觉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先给这些御厨露一手 让他们心服口服才行 有了微信以后教他们也就容易一些 下落在这个时候 并不说自己是怎么做的 只让他们看 等到整个牛排烤好了 他用自己发明的方法 把它全部切好 而不用像二十一世纪的人们 在西餐馆那样 自己用刀叉去切 切肉的时候 下落特意用了比较花哨的刀法 没切完一刀 就把切开的两个部分分别抛起来 动作就好像是 练过武功的人 在耍刀一样 最后切完了的小片 都直接落入了那的大盘子里 组成了一个自吃 等这个吃字都全了 下落就说 好了 你们吃吧 一人三块 原来整个程序都是下落实现设计好的 恰好每个人三块肉 不多不少 玉厨尝了肉又吃了旁边的沙拉 才知道 这个大半菜可不是普通的大半菜 下落姑娘 是我们太自以为是了 您做的菜果然是名不虚传 尝过这道菜之后 立刻就有玉厨说 其他的玉厨不论嘴上是否承认 都从眼神里表现出一种好奇和崇拜的样子 下落姑娘 我们这些天就跟你学了 另一个玉厨说你让我们怎么做 我们都听你的 有了这句话 下落觉得自己的威信也有了 便笑笑说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能把太后的寿宴办好就行 显示出自己宽宏大量的一面 似乎并没有在意之前这些玉厨的不服气 他这句话更让玉厨觉得幸福 七王爷在后面远远地看着 也不由地点头赞许 于是 太后八十大手的宴席培训就算正式开始了 下落就从这道菜里的沙拉开始讲起 每一刀自己是怎么切的 都传授给玉厨 毫无保留 不过下落也很聪明 一边传授的过程中也一边试着学习 我这么切是因为 不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别的建议 你们更擅长什么刀法 这样 下落便能知道每个人都擅长什么 也能在讨论的过程中改进自己的做菜方法 下落在教玉厨的时候 虽然知道七王爷就在身边 但也没有太避讳 毕竟 他自己有独门调料 就这么一两道菜 就算是让七王爷全都学会了也没什么 以后还会有新的菜品吧 于是 他完全不想七王爷就在身边这件事 全心全意的教授厨艺 谁说过 认真的女人最美 就在这一刹那 看着下落的侧脸 蓝军耀第一次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心动 一方面 他原本就很赏识下落在经商方面的才华 另一方面 虽然之前在言语上 下落说过担心自己的酒楼会跟他竞争 但当着自己的面教授这些御厨的时候 却十分坦荡 没有保留 连每一处细节都教导得一清二楚 品行也实在是好 蓝军耀这样想着 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第十七章 顿武 下落把沙拉和牛排的做法和盘托出交给御厨之后 就安排他们自己反复练习 等你们觉得自己做出来的味道 和你们刚才吃的我做出来的味道一样的时候 来叫我就好了 说完这句话 下落总算是松了口气 从中午开始 他就一直在说话 跟太监说话 跟七王爷斗嘴 在御厨面前比划 这下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人就是这样 如果一直在忙碌 就不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需求 下落终于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 突然觉得口渴了 于是他便走了出去 他走出门的时候 蓝军耀看着他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在这个屋子里待下去 可是蓝军耀不想让御厨看到自己这么快 就跟下落一起走出厨房 于是打算再多待一会儿 而下落却连看都没有看他就离开了 走出厨房的后院 迈进家的门槛 下落就听到家里似乎是丫鬟冰杰的声音 他连忙跑进去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到他赶到的时候 冰杰已经坐在地上了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冰杰 你没事吧 下落关切地问 似乎并没有把他当成下人过 小姐 没关系的 就是刚才路过河汤的时候 可能有些不小心 脚下有点滑 您看 那边正好有个石子被我踩到了 肯定是因为这样滑倒了 冰杰当了这么多年丫鬟 在下府也算是最灵巧的姑娘 逐渐学会了细致观察 你真是的 太不小心了 快让我看看你伤到哪里了 下落还没等冰杰推理完 就迫不及待地看冰杰的伤势如何 应该没什么事 说着 冰杰就用手支撑身体想要站起来 可是这么一时劲 碰到了伤口 冰杰没有叫出声来 只是表情上有些异样 下落看到冰杰的手上蹭破了皮 便只敢扶着他的胳膊 让他站起身来 小姐 怎么能让你扶着我呢 冰杰十分不好意思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下落扶着冰杰 让他走了几步 看到他正常行走没有问题 知道应该没摔到骨头 下落以前生活的那个世界里 每天都有打量的肥皂剧 在21世纪 想要吸引人们的眼球 总是需要一些新鲜刺激的情节 于是锦匪片十分盛行 甚至还会有吸血鬼日记这样的美剧 在中国受到大家的喜爱 血腥的 刺激的 不为人知的事情 才是人们所关心的 而下落在21世纪 一直追的美剧 是实习医生格雷 一看就知道了 是医务的片子 他喜欢的是美极开头 和结尾都有一段旁白 这些旁白的语言很美 也试图教会人们一些道理 就是在那个片子里 下落知道 如果一个人这样摔倒 不幸的情况是造成骨折 如果伤到脊椎 或者中国人常说的尾巴骨 人搞不好会瘫痪 那些电视剧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好好地送进医院 却指不定会查出来什么奇怪的病症 因此 下落对此也十分警惕 不过看到兵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下落也就放心了 他看着兵杰手上的伤口 说 你等一会儿 我帮你拿些东西过来 正在下落去自己房间取东西的时候 蓝军耀看着这些御厨练习 这些他已经吃了很多顿的菜品 看起来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起色 觉得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就也从厨房出来了 他出门后想了想 下落会往哪边走呢 这个时候正是下午 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 下落应该不会去前面的酒楼 八成是往后面的下府去了 蓝军耀于是也往下府走 下落取了东西回到兵杰身边的时候 蓝军耀正走到门口 看着下落让兵杰做好 准备帮他处理伤口的认真样子 蓝军耀没有打扰 来 把手端好 下落对兵杰说 好 对 就这样 咱们得先清理一下伤口 然后我会用酒精帮你杀菌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疼 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病菌杀死的话 可能就会发炎或者感染 这些话在二十一世纪 是一个小孩子都懂得的常识 而这些关于病菌 消炎 杀毒之类的话 不管对于丫鬟冰结而言 还是对七王爷蓝军耀来说 都实在是新鲜的事物 下落情急之下完全忘了这些 手头没有酒精 我就拿了咱们这里最烈的酒 你忍耐一下 下落开始消毒的时候说 酒精在兵杰的手上迅速起笑 兵杰感觉到一种灼烧的感觉 但似乎很快 那块蹭破的地方就变得坚硬了一些 似乎被什么东西保护住了 还好 不是很深的伤口 来 我帮你包扎一下 还好 家里有些纱布 兵杰盯着下落 这一次 他确定无疑地知道 这个小姐真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小姐了 兵杰看着下落有些出神 但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他也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老爷说这件事 毕竟 当初老爷怀疑小姐的时候 他还曾经为小姐解围 而小姐这段时间以来 对待自己其实是比以前更好了 兵杰挣扎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继续当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他希望小姐就这样一直对她好 甚至还能给她包扎伤口 蓝军耀站在那里有些憋不住了 他看着下落做这些事情 似乎她是个对什么都很懂行的人 心想 难道她除了厨艺之外 对医术也颇为精通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丫头可真是不得了啊 况且 蓝军耀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姐给下人处理伤口的 蓝军耀第一次觉得 这是个有女人味的女人 她可以对下人如此贴心 她暗想 真不知道这个女人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她就像个谜 而出现在她生命力 却像是个意外 为了引起下落的注意 她故意没有主动说话 而是站在那里咳了两声 下落当然听得到她的声音 于是转身看向她 七王爷 您不是应该在厨房吗 下落并不想让蓝军耀太接近自己 如果在厨房 我就听不到你说的这么多奇怪的词了 什么细菌 病毒之类的 难道你还懂医术 下落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说了这么多西方医学中的词汇 在中医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 而这些对于她那么稀松平常的话 竟然会引起这个王爷这么大的兴趣 下落不小心扑得笑了出来 这些蠢人啊 她不小心感叹 可堂堂王爷什么时候被人说过蠢呢 蓝军耀的表情马上就不对了 一旁的兵节也感到十分尴尬 甚至下落自己也后悔 怎么就冒出这么一句话呢 这可真的是一不小心 从嘴里溜出来的话 可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这个圆场可太难打了 七王爷 我 下落第一次决定 在这个男人面前服软 很抱歉 可是下落想了想 又觉得自己说的没什么不对 就算在古代 这也应该是个常识吧 于是又转变了态度 不过如果你想不到这些 那确实是有些蠢笨了 我们都知道泥土里有肥料 还可能有虫子 有很多跟人身体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是去掉那些东西而已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蓝军耀刚要争辩 就看到不远处的厨房冒起了浓烟 不好 蓝军耀大喊一声就往厨房跑 下落也意识到 很可能是厨房着火了 于是也赶紧往那边跑 兵杰因为刚才摔倒的缘故 现在还不能跑动 只能在那里干着急 下落别动 兵杰 看好你家小姐 蓝军耀拦住了下落 见厨房那边火势越来越大 赶紧从下府的正门出去 叫自己手下的侍卫来灭火 幸好 七王爷的人手足够多 火终于被扑灭了 第十八章 撒娇 看着蓝军耀带着自己的侍卫帮忙救火 却一直试图保护自己和兵杰 下落又感觉到一阵温暖 不得不说 他觉得古代的男人确实比二十一世纪的男人 不 在二十一世纪 下落所接触的应该都只能叫做男生吧 总之 他觉得古代的男人更有男人味 说不上为什么 也许是下落所遇到的男生都是独生子女 娇生惯养惯了吧 他们似乎不那么有担当 在学校的时候 有时男生也并不太懂得在集体活动的时候照顾女生 而如今下落受到蓝军耀这样的保护 一下觉得有点小小的庆幸 可是下落再怎么庆幸也想不明白 自己才从厨房出来的这么一会儿 厨房怎么就着火了呢 他仔细回想自己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注意 可怎么也想不出来 他又想 就算是厨房里有什么起火点 那些御厨但凡是聪明人 总应该出来找他 或者把起火点及时处理好啊 怎么可能让伙食变得这么大呢 下落不解地看着已经变得漆黑一片的厨房 尽量压抑自己生气的情绪 只是用平常询问的语气问御厨 到底是为什么会着火呢 几个御厨如同做错了事的孩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似乎有什么事情难以启齿 下落只好说 你们实话实说 我自会有定夺 不会随便惩罚你们的 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样咱们才能给太后办好八十大寿 你们说是不是 下落这样小之以理 也说清了尽快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他觉得这样应该就能让御厨们赶紧把话说清楚了 下落的话果然奏效 其中一个脸上已经被熏得有些黑的御厨说 我们在宫里下厨是从来不接触烟火的 所以 其实我们并不懂怎么点火 他这样说着 另外几个人都低着头 下落盾敢无力 一个厨子竟然都不会生火 这才真的是娇生惯养的御厨啊 跟二十一世纪的小男生们也没什么区别 可现在不是吐槽的时候 下落得赶紧想怎么办 你们不会点火 为什么不找个人来叫我呢 我可以像焦做菜一样的教你们啊 下落觉得有必要显得生气一点 事实上 他确实已经很生气了 站在一旁的蓝军耀并不打算插话 一方面 他既不是下落这一边的 也不代表皇后派来的御厨 他应该显得公正 另一方面 他想继续看看 下落是怎么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的 可是他却想不到 最后下落就会把这些棘手的问题转交给他 可是 我们以为生火并不难 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失出来 那个满脸灰的御厨试图帮助所有御厨狡辩 那你们是出来了吗 下落接过话头 既然你们刚才已经说服我了 那有什么事情大家就都要跟我说 不会的都来问我 当然 我有不会的事情也会问你们的 找人帮忙不是一件难以启使的事情 既然太后 皇后派你们过来 又那么信任我 让我跟你们一起研究八十大寿的宴席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整体 大家要不分彼此 把彼此当成一家人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说到这里的时候 下落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还珠阁阁里的小燕子 他也暗自祈祷 希望自己能够比小燕子在皇宫里的生活 幸福自在一些 可听到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一句的时候 蓝军耀既然不小心笑了出来 他仕途直言 但还是被下落发现了 蓝军耀觉得下落这一套简直太像江湖义气了 确实不怎么大家闺秀 不过没想到 这个御厨倒是听得很投入 竟然都频频点头 表示同意 下落也不愿意追究了 既然这样 今天已经这样了 也不可能在这里做饭了 你们就先回去吧 我再想想办法 看怎么把厨房重新装修好 御厨们受了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一句的鼓舞 纷纷说要留下来帮下落 下落无奈 没想出办法 空有这么多人 有什么用啊 于是说 这样 如果我想出了办法会找你们的 你们先安心回去就好 御厨只得先回宫了 他们一路上想着 应该怎么跟宫里的太监交代 正在这个时候 下秋时才刚刚从外面回到酒楼 看到已经黑了一大片的厨房 和几位满脸黑灰的厨师 赶紧看看下落在哪 看到这姑娘倒是一切都好 先是放心了 然后又一阵害怕 这姑娘不是闯了什么祸吧 她心里想 下秋时赶紧问下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落如实说了 下秋时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只能干站在那里 爹 咱们不能这么耗下去 不然明天不能营业 而且也不能继续交育除了 太后八十大寿的时间越来越近 实在是不敢拖下去啊 下落的着急还是写在了脸上 下秋时向来是个没主意的人 现在更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看着女儿已经把御厨前走 想着也只能这样了 而先是摔了一跤 后来看到这场火 又有些受惊的丫鬟冰结 只站在一边 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 蓝军要突然说 既然太后让我负责 整个八十大寿宴席的进城 那这件事就让我来负责吧 我这里侍卫也多 人手也够 看样子今天这些御厨也被吓到了 就让他们回宫休息吧 我们尽快把这里装修好 下落眼睛一亮 心想 没想打这个七王爷 关键时候还是有点作用的 那既然这样 干脆就宰他一下 既然七王爷这样好心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小女子带醉云 楼仙感谢您的帮忙了 不过 小女子还有个不情之情 下落虽然并不喜欢在男人面前撒娇 但是他知道 有些时候 女人的撒娇也是重智慧 如果你自己不向男人提出要求 男人明明可以满足你 却想不到怎么满足你 何况这次下落是真的需要帮助 而这个七王爷一直跟他作对 让他这次多付出 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对嘛 下落的语气变得很温柔 等着蓝军耀的回应 下落小姐 有什么需要 请讲 蓝军耀绅士地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下落的喜悦显现在脸上 因为刚才忙活了半天 现在脸上犯着红韵 很是好看 既然要装修 那不如就把整个酒楼都装修一下吧 要用上好的材料 咱们不如就来个内外景装修 就是做高贵的那种 下落这样狮子大张口 确实让蓝军耀有些意想不到 不过皇家办事 想来不差钱 只是蓝军耀觉得这个姑娘这样鬼机灵 让她哭笑不得了 下落的话还没有完 既然是要钱 当然要出事有名 我可说好了 我不是因为给皇家办事 才非要敲诈的 我要的这些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看 今天这么一来 我跟我的丫鬟都受了惊吓 总要有点精神损失费之类的吧 这些就是用来安慰我们的 另外 你问我什么叫细菌 病毒之类的 这些医术我可不是随便交给别人的 就当是交学费好了 看下落这样阵阵有词 蓝军耀也值得招办 这个时候 她反而有些喜欢下落 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曾经觉得她不像大家闺秀的地方 如今 正是吸引蓝军耀的地方 蓝军耀对自己 有些糊涂了 第十九章 花灯 七王爷的效率果然很高 没过多久 醉云楼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而且更加富丽堂皇了 让人觉得这家酒楼 确实是配得上 给太后做八十大寿的寿宴的 除了以前的红色系之外 下落还增加了一些 黄金闪闪的装饰 显得更有被皇家照服的味道 下落所要求的一切 七王爷都悉数招办 按说 这些应该足够让下落开心了吧 可是这些天 她却总是觉得有些疲倦和失落 是因为八王爷蓝君墨已经很久都没来过了 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当你发现自己喜欢上她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阻止这份感情的发生了 下落想 如果我预想到自己会喜欢上她 喜欢上她之后 她就不再出现 那么我一定会阻止自己喜欢上她的 下落总是想着第一次见到蓝君墨的情景 那次她为自己解围的样子 想到那个时候的悸动 心里一阵欢喜 想到她这么多天不出现 又是一阵难过 就这样在希望和绝望的两极来来回回 下落终于明白 喜欢一个人 就意味着等待 等待她的出现 等待她看到你 等待相遇 等待自己的梦想成真或者破碎 下落试图阻止自己想这些 但她的头脑似乎并不能控制她的心 正在下落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时候 七王爷蓝君耀又来了 下落小姐每天都到得很早嘛 蓝君耀自己也很无奈地觉得自己是在没话找话 七王爷每天也都很准时啊 下落回敬一句 但与其中似乎并不那么希望七王爷来得这样情 事实上 这段日子里 蓝君耀几乎成了下落的影子 每天都很早就来到最云楼 先是为了帮最云楼重新装修 后来美记名曰来检查玉厨学习的成果 督促下落教导玉厨的进度 但事实上 她不得不承认 她越来越想跟下落多待一会儿 虽然多数情况下 两个人不过是这样逗逗嘴 蓝君耀也觉得习以为常了 下落这天没什么心思跟蓝君耀逗嘴 禁止去教御厨们新的菜式了 蓝君耀还像每天一样 去厨房里围观 现在的御厨们也开始学着怎么生活了 而且发现学会生活 学会掌握做饭的火候也十分重要 他们都很幸福下落 现在下落说什么他们就都会照办 而下落却以很平等的方式交流 和御厨一起研究怎么把饭菜做得更好 蓝君耀看着下落 想着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会和一个民间女子有这样的交集 而命运竟然把她安排进自己的生命里 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来叫下落了 小姐 小姐 你出来一下 是丫鬟兵姐 下落把授头的事情交代给御厨 就走出了厨房进了小院子 小姐 今天能不能早一点停工啊 丫鬟兵姐一向特别支持九楼的运营 突然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 让下落有些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呀 今天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 还是父亲有什么需要 下落不解地问 兵姐笑了笑 小姐你一定是盲望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下落怎么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日子 如果是谁的生日 下落肯定不知道 如果是什么古代的节日的话 下落努力想 中秋 端午 重阳都不是啊 下落实在想不出来 于是赶忙说 你不记得我失忆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兵姐看着下落 想了想 也许小姐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哎 没有时间想这些了 还是赶紧跟小姐说吧 今天是花灯节 咱们每年的今天都是 小姐 我真的没想到你连这个都不记得了 兵姐的语气中 还是显出了一些不开心 下落赶紧说 怪不得今天看外面街上那么热闹呢 下落赶紧调动自己的人文知识 想到花灯节这天 大家可以出去放花灯 把自己的愿望写出来 放在花灯里面 让他随着水流飘走 下落对兵姐说 那我听你的 今天早点收工 晚上咱们一起去放花灯许愿 好不好 听到这话 兵姐就开心多了 于是点了点头 下落从院子里回来 就说了今天的计划 大家今天多用心一点 争取把这个菜式学好 大家越早学好这个菜式 咱们今天越早收工 我想如果大家都用心的话 一个时辰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咱们一会儿早一点收工 刚才丫鬟提醒我 今天是花灯节 大家可以回去准备准备 晚上去放花灯 下落这么一说 玉厨都更干劲十足了 蓝军要看着这一切 觉得偶尔给自己手下的人 放放假也是不错的办法 这个女孩其实挺有人情味的 并不像她平时 对待自己的时候那么凶 虽然蓝军要自己对这种女孩子家 喜欢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她对于许愿这件事情 也并不相信 如果许愿就可以实现的话 人只要希望自己长生不老 就不会有生老病死了 商场上如果许愿就可以 就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了 所以蓝军要自己 平时是从来都不过花灯节的 但她转念一想 既然下落给玉厨们放假 那晚上她多半也要去放花灯 不如晚上就跟着她好了 果然 对玉厨的培训很早就结束了 下落也让蓝军要早些回复 送走蓝军要之后 下落看到了殿小二王汉 她发现这些天 王汉做事情似乎总是心不在焉 可是下落想 现在每天蓝军要自己都在这里了 如果王汉是蓝军要派来的 那她就没有什么好心不在焉的了 她被派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呢 于是下落要提前收工这件事 她故意告诉了王汉 今天早点休息吧 今天是花灯节 早点收工 好的 小姐 王汉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点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兴奋 似乎早就知道了一样 下落心想 先让这个人留在酒楼 反正这段时间蓝军要都会来 这个殿小二应该不会做什么坏事情 不然如果他做了坏事 蓝军要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下落还是决定警醒一下王汉 王汉 你刚来殿里的时候 我是看中你人老实 可是这几天你干活可有点心不在焉了 要是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知道吗 王汉看下落这么说 只得说小的以后会注意的 却不知道下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下落回家里收拾了一些东西 带足了银两 本来打算让父亲一起出去的 夏秋实却说 这些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我就不凑热闹了 下落就和冰杰一起高兴地出了门 下落穿越了之后 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地玩过了 相比于21世纪 没有游戏机 没有手机 的日子真的是另一番景象 他没有想到 人们可以用很多小玩意儿 做出很有趣的游戏 小时候他看别人玩的游戏 自己很多都没尝试过 这天他简直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庙会 里面耍编的 抽陀螺的 玩九连环的 这些传统的小游戏 下落从小就没接触过 他暗自感叹 其实人真的是一种很聪明的生物 而古代的东西 也未必比现代的差 他和冰杰玩了很多游戏 快到河边的时候 下落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影 那人在河中的桥上 很像八王爷 下落想 八王爷那么高贵的身份 才不会出来看花灯呢 可是后来一想 万一呢 万一呢 万一是他呢 于是 他对冰杰说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下落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睛亮亮的 音调都有些不同了 可是人群太拥挤 走着走着 他就和冰杰走散了 下落有些担心的 想要回头看看冰杰到底在哪 结果因为里河岸太近 不知怎的滑了一下 下落差点摔倒 这个时候 一个戴着面具 穿着紫袍的男子 拉住了他 第二十章 心愿 紫袍男子一只手拉住下落 让他不至于跌进水里 另一只手揽过下落的腰 把他紧紧搂在自己怀里 下落觉得这个时间好漫长 记得下落上初中的时候 因为自行车骑得不好 学校离家又很近 所以都是走路上学 但是他的很多同学 都是骑自行车上学的 结果有一次 下落在中午发现 下午有一门课的作业没有待 一个同学借给了他自行车 让他趁着午休的时间 快去快回 下落虽然自己自行车技术很差 但想了想 绝对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硬着头皮骑上了那辆自行车 东西取回来的路上 马上就要进校门了 前面的一辆自行车 和一辆和他相像而行的自行车 差一点撞上 前面的那辆自行车躲了过去 可是下落怎么也掌握不好平衡 想要躲开 却一不小心撞在了 学校校门的柱子上 那天 他就有这种很漫长 很漫长的感觉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离开了自行车 好像要被弹出去一样 他心里想着 怎么还不落地 这么还不落地 等他默念了这两句之后 自己才终于落在地上 他被同学嘲笑了很久 但现场看到的同学告诉他 他甚至都不能算被弹起来 其实是他自己拉长了那段时间 也许是因为紧张 这一次下落又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他默念 怎么还不放手 怎么还不放手 或者就不要放手 还是放手吧 下落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呢 就像是从自行车上被抛起来一样 其实那种感觉 如果没有摔在地上之后的疼痛的话 还是很美妙的 就像是在做梦 你觉得自己竟然可以飞起来了 你觉得自己飘飘欲仙 你觉得自己在一刹那间 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这就是下落的感觉 何况这个时候 既然有一个人和自己分享这种感觉 这个戴着面具的 穿着紫色袍子的人 下落无数次 在各种奇奇怪怪的古装电影里 看过这样的镜头 嗯 确实很美 但是他一直都不相信 这是真的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也不太相信 会有这么美的英雄救美的情节 说起来 八王爷帮他解围的那次 已经是他能想到的 现实生活中 最好的英雄救美的情况了 可是没想到 一个男人真的可以这样救一个女人 下落有点怀疑 是不是在远处就有摄像机 自己和这个紫袍男子 是不是都吊着威亚 两个人只是在拍戏 自己只是其中的女主角 总之 下落这一次有些恍惚了 紫袍男子似乎也有些悸动 两个人看着彼此的眼睛 似乎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他们对视着 就像时间停了下来那样的对视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紫袍男子的手还没有松开 下落不知道这如果是个慢镜头的话 是不是有些太长了 导演为什么还不喊停 下落终于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感觉到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 似乎是太紧张太激动的原因 他不能再这样傻傻的 像个花痴一样的看着这个人了 于是 他试图退后 离开紫袍男子的怀抱 紫袍男子也松开了手 看着这个女孩低下头 向自己行礼 对自己说谢谢 紫袍男子温柔地回答 小姐不用客气 我想 任何一个男子在这里看到有女孩子有危险 都不会坐视不管的 下落觉得这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 但是也许是因为有面具的原因 声音又和自己听到过的声音不太一样 正在这个时候 兵杰找到了下落 小姐 原来你在这儿啊 兵杰有些担心跟着急 兵杰 我刚才失足差点掉到河里 是这位侠师救了我 兵杰看了看这个人 要说些道谢的话 却觉得这个人有些熟悉 可又说不出哪里熟悉 还没等兵杰说话 下落就说 还没问您遵性大名呢 紫袍男子想了想 说 在下 小姐叫在下紫杨好了 那好 紫杨先生 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小女子在经营一家叫最云楼的酒楼 如果您以后来这里用餐 所有花项免费 下落说 看兵杰等得急 下落没等男子回答 便离开了 下落虽然经历了这么一个浪漫的邂逅 但他并没有忘记 他刚才原本是想到桥上找八王爷的事情 于是他跟兵杰说 刚才看桥上有个人似乎很像八王爷 也不知道是不是 咱们过去看看吧 小姐 八王爷那么尊贵 怎么可能来这里呢 兵杰说 你就陪我过去看看吧 下落对自己的丫鬟也撒起娇来 兵杰没有办法 便和下自己的小姐一起跑跑跳跳的 去了桥上 可是下落却扑了个空 满脸的失望 他甚至在想 也许是自己刚才跟紫袍男子待的时间太长了 才错过了这次相遇 看下落脸色不好 兵杰赶忙说 小姐 刚才咱们走散的时候我去买了花灯 咱们现在就把花灯放到河中去 把愿望许好 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下落便和兵杰一起走到了河边 花灯里有白纸 可以写上自己的心愿和秘密 下落想了想 提笔写了五个字 愿得一人心 这个时候 他脑子里全是那个站在桥上的人的影子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八王爷 下落越是希望自己相信愿望能够实现 越是觉得自己距离那个愿望实在是遥远 现在八王爷几乎都不来醉云楼了 两个人连相互了解的机会都没有 何况他是王爷 可是如果说下落有什么愿望 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了吧 远处 紫袍男子看着下落的一切 不知道他在花灯里写了些什么 他看着下落把花灯放在水中 看着下落认认真真许愿的样子 看着下落慢慢站起身来 开始跟身边的丫鬟聊天 这个时候 他让自己身边的手下悄悄去把下落的花灯拿过来 过了一会儿 手下果然办到了 紫袍男子深吸了一口气 把花灯打开 看着上面的字 愿得一人心 这指的是谁呢 他似乎已经猜到了是谁 可是他又不愿意相信 他想着就在刚才 自己还和下落面对着面看着彼此 两个人还如同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可是 终归那个一人心说的不是自己吧 紫袍男子冷下脸 很是生气的样子 对身边的手下说 今天的事情 你们不准对任何人说 手下都应声说是 他把手里的纸条揉了 离开了河边 这个时候 和对面的下落已经许了愿 他期待自己的花灯能给自己带来幸运 他努力让自己开心 而丫鬟冰杰就这样一直陪着他 守护着自己的小姐 两个人谈到这几天的忙碌 聊着要给太后过八十大手的紧张 但又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些精彩的生活更能振奋人心了 不一会儿 下落的脸上又都是快乐的微笑了 只是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花灯已经被别人拾走 也不知道那个刚刚救过自己的人 正因为看了花灯里的内容而黯然神伤 第21章 刺杀 在古代 一些王爷手下都有自己的势力 他们笼络一些有才华的人帮助辅佐他们 这些人不是日日跟在他们身边的侍卫 却能够帮他们掌握身边人的一举一动 这些人平时看起来和他们毫无关系 但事实上却给他们带来重要的信息和情报 对于蓝军耀而言 这些人就像是黑暗中的影子 因为影子会融于黑暗之中 所以人们看不到 但不代表影子不存在 这些人就叫做暗影 不过 这些人并不像他们的名字那样黑暗 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神秘 他们就像是当今社会的特种部队 一般的部队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尽力去做 他们也只是普通人 可不像电视剧里表现的那样 这一天 蓝军耀在书房 手下的暗影前来通告 王爷有密报说 这次太后八十大寿 邻国的丞相要前来祝寿 暗影书完之后 等着王爷的答复 蓝军耀背对着他 穿着紫色的袍子 书桌上还放着一个面具 看样子是出去后刚回来的 这时的蓝军耀已经摘下了面具 就在刚才他还在思考自己跟下落的关系 而现在马上又要面对这些 无聊的所谓的国家大事 紫阳 蓝军耀心里念叨着 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突然间被问到叫什么的时候 蓝军耀的心情是矛盾的 事实上 他不太希望下落知道是自己救的他 也不太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 去承认自己对下落的好感 但是 在起名字的时候 他为自己留下了一点线索 下落没有追问自己的姓氏 而如果下落真的要问 蓝军耀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姓氏 既能给下落留下一点线索 又能暂时掩盖自己的身份 紫阳 君子 君子 药 药也 光明照药也 月月星辰都是药 而蓝军耀最喜欢的是阳光 也不知道这个姑娘 能不能从中猜出一些端倪 暗影看着七王爷半天 也没有说话 心里有些忐忑 想要问七王爷该怎么办 却又有些犹豫 于是 暗影轻轻咳嗽了两声 把蓝军耀 从自己的小心思里惊醒了 蓝军耀甩了甩自己的头 告诉自己不能再继续想这件事了 还有比儿女情长 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自己去处理 说起来 虽然蓝军耀平时并不参与朝政 在朝堂之上也显得有些懒散 偶尔迟到早退 甚至有些时候是否上朝都随心所欲 因为他一直表现的没有说什么野心 也就没有人抓住这件事情弹劾他 况且 他手里掌握了大半个江山的财产 虽然那个时候的人可没学过 马克思的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道理 但他们可是知道 七王爷不是谁想要弹劾就能弹劾得了的 然而 表面上的漫不经心 并不能代表蓝军耀自己没有能力 他手下的暗影帮他掌握了国家的整个政治运作和外交信息 因此 他能够随时掌握他国的动向 蓝军耀终于开口说话了 如我想想 他并不急于做决定 他要把最近所收集到的情报 放在一起想清楚 才能告诉暗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按说南越国和邻国的关系并没有太好 也算不上太差 祝寿这种事情也不是年年都有 虽然这一年是八十大寿 应该好好庆祝 但是派丞相过来 似乎太过重视了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还从来没有跟邻国的丞相正面交锋过 对这个人的底细并不太清楚 但是 邻国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些不成之心 蓝军耀担心这一次丞相过来并不是为了祝寿 而是有其他的想法 加上最近边境并不太平 如果趁机钻了空子 给南越国带来混乱 则是大大的不值了 照这么说 这个人应该直接除掉 可是如果这个人有别的企图 倒是不如留着他 看看邻国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可是 这一路上也不能让他安宁 不如就找个机会教训他一顿好了 既然如此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蓝军耀想明白了这些事 从沉思中走出 胸有成竹 对暗影下了命令 这件事情有些难办 你们要自己衡量着来 刺杀 但未必真的杀 暗影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了 一个命令如果过于明确 你就无法自己创造新的内容 但是蓝军耀的命令 往往是有很大发挥空间的 让暗影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 与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自己似乎也更重要了 但他们还是需要更加详细具体的指挥 请王爷明示 在这个人来的路上给他点苦头吃吃 不能让他那么容易就进了南越国 但是要注意 这件事情必须在南越国境外完成 万一在境内 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蓝军耀说着 转过了头 暗影点头表示明白 蓝军耀继续说 这次需要你们下手狠一点 他肯定不只是来助手那么简单 如果在路途上看出了他的真正意图 你们要马上派人回来报告 如果无法探听到他的真实想法 一不小心让他死掉也没关系 所以我说 这件事情要你们自己衡量 暗影说 不过对方毕竟是丞相 身边的人手不会少 万一杀不到怎么办 再有本事的人也会给自己留后路 毕竟失败总是难免的 我说了 只要下手重一点就行 就算死不掉也没关系 至少给他的警告 明白了吗 蓝军耀认为 这下自己已经把命令传达得很清楚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暗影说 说下明白 于是就退下了 终于又只剩下蓝军耀一个人了 他拿起自己手里的面具 看了又看 突然很想凑过去闻一闻 想知道会不会有夏洛身上的气息 那张面具看不出是不是英俊 蓝军耀想 应该不会太丑吧 只要不丑就好 他回想着夏洛在他怀里的一刹那 他没有想过 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在乎一个女孩子 突然之间 他府里的歌迹 长得比夏洛漂亮得多的是 连雏娘也都算得上美貌 更不用说那么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少女 他不知道见过了多少 但是他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 甚至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把这个整天跟自己斗嘴的人 变成了一个日夜牵挂的人 蓝军耀张开手掌 拿出了之前自己揉起来的那张纸 愿得一人心 他有些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那么冲动 来不及反应就激动地把这张纸给揉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眼睛突然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 应该不是我想的这样 不会的 他自言自语 外面的侍卫似乎听见了动静 盲问 七王爷 您还好吧 蓝军耀有些恍惚 我没事 你们在外面就好 可是这个时候的他脸色并不如之前那样正常 似乎突然间从他身体里抽出了些什么东西一样 他不再站在那里 而是突然间坐下 似乎是突然没了力气而不得不倒在一起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不相信 他又一次开始自言自语 他想起下落在自己怀里的那一幕 多么希望自己就一直那样揽着他 多么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多么希望自己不用相信自己所推测到的所有的事情 多么希望自己可以不相信自己 但是 没有如果 也没有希望 第二十二章 盼头 对于有些人来讲 即便生活再不如意 只要自己心里有个盼头 就能过得很好 下落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对于许愿这种事情 下落也一直是半信半疑 但华灯节那天许愿之后 下落这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 他愿意相信自己的愿望能够被上天知道 他相信会有一天自己能够幸福 对于他来说 只要有这样的盼头 就够了 于是 他又成为了那个快快乐乐的自己 似乎整天无忧无虑 对于酒楼的事情 他也越来越上心 看着他每天工作的样子 就像是打了吸血一样 距离太后八十大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下落已经教会了御厨很多菜式 为了让酒楼尽可能保证持续营业 下落决定中午照常营业 加上他之前本来就很有言销头脑 现在醉云楼外面立了一块宣传板 上面写着 御厨制作经典菜式 享受皇家饮食待遇 本来之前太监大张旗鼓的来醉云楼发号施令的事情 就传扬了出去 现在下落借着御厨在这里学习菜式的机会 索性每天让御厨下厨 这些天 下落开始了他之前所想的套餐计划 把一些御厨已经学会的拿手的饭菜 排列成不同的套餐 不过这个套餐是高级套餐 价格要比其他的饭菜贵一些 谁让你非要品尝皇家的饭菜呢 当然要付出多一点的代价 而除了这些套餐之外的饭菜 并没有大幅度的涨价 下落想 过端日子还可以出品一些小套餐 那些套餐可以给没有那么多钱的人享用 不论怎样 他的营销策略再一次奏效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御厨在这里学做菜的事情 为醉云楼做了变相广告 现在的厨房经过装修之后 也变得更加干净宽敞 甚至显得有些富力堂皇 下落把前厅交给丫鬟兵杰照料 自己在后院厨房支点了几下御厨 然后就站在一旁 下落这样的人就是这样 如果一直在忙碌 就过得很充实 但一旦有一点时间休息下来 脑子就开始不停地胡思乱想 他突然意识到 自从花灯节之后 七王爷好像已经很久 没来过醉云楼了 每天也没有人 跟自己吵架斗嘴 下落反而觉得有些孤单落寞 看着御厨在这里忙忙碌碌 也没个人跟自己说话 下落突然觉得空荡荡的 花灯节 下落想起那天自己放的花灯 不知道他现在飘到了哪里 不知道是不是愿望 真的可以应验 他又突然回想起 那天的紫袍男子 也不知道那个人 现在怎么样了 紫阳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名字 这么多天 那个人也竟然没有过来吃饭 难道他不想吃御厨做的饭吗 突然 下落好像觉得 那个人有什么地方 让自己觉得很熟悉 对 香气 那个人身上的香气淡淡的 但是自己好像在哪里闻过 说起来 那个人的声音 好像也有些耳熟 但因为当时 他戴着面具的原因 下落分辨不出 他原本的声音 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下落有些迷惑 不行 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 还是得让自己忙下来 这样胡思乱想 怎么了得 也许女孩子就是容易 给自己太多要求 在下落想这些的时候 他心里暗暗 有些觉得对不住八王爷 想想自己对他一见倾心 可是这个人之后 就突然不出现了 这算什么呢 下落一边觉得 自己胡思乱想 别人的事情不好 一边生气 八王爷这么多天都不来 带着这样纠结的心情 他走到前厅 想看看有什么自己 可以帮得上忙的 正巧 说曹操曹操就到 下落的心情还很混乱 就遇到了八王爷 因为正想着他 他就出现了 下落一下有些小路乱撞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都有些结巴了 八 八王爷 你今天怎么来了 看着下落这样 有些紧张的神态 觉得很是有趣 蓝君莫笑了笑说 因为知道罪云楼 现在已经明满天下 不会再有罪鬼 随便来这里闹事了 我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所以好几天都没有来 说起来 蓝君莫对下落 也有些好感 加上自己平时说话 就比较随意喜欢调侃 便这样回答 这让下落 有些不知道接什么好了 又想 这是不是一种好感的暗示 这些天要准备 太后八十大寿的事情 虽然蓝君要 负责主要的部分 但是蓝君莫 也不是完全没有工作要做 王爷嘛 总是要忙一点 才像个王爷 说起来 蓝君莫也有很多天 都没有看到过 下落这样的笑容了 看到他 觉得整个人都有了精神 对 在他身上 蓝君莫似乎也能看到盼头 蓝君莫有些累了 便说 听说皇兄帮忙 重新装修了一下 今天一看 果然大不一样 二楼是不是也有了单间 王爷就是王爷 就算足不出户 也能知道外面都发生了什么 下落赶紧说 对 已经有了单间 还是上二楼 说话的样子 就像是小孩子 刚刚拿到奖励的糖果 满脸只写着两个字 开心 蓝君莫忍不住想要 和下落多待一会儿 便试探性地问 你今天忙不忙 要是有空的话 不如陪我上来坐一会儿 蓝君莫的邀请 下落怎么可能会拒绝呢 可是他还是故意装作 需要考虑一下的样子 停顿了一会儿 好像是真的在很认真地 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抬起头 说 好 今天还算忙得过来 我就去陪你吃吃玉厨做的饭 说着 下落又笑了起来 有人说 爱情就像打喷嚏 是根本没法演示的事情 现在的下落就是这样 他想演示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有些笨拙 比如自己假装 要想想这一天忙不忙的时候 下落就觉得自己的样子 肯定很笨 但又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 能让自己显得矜持一点 下落就好像是回到了 自己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父母的关系还很好 经常带自己去游乐场 在游乐场里 似乎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大声地笑 或者在摩天轮上喊叫 都用尽了身体里的力气 喜欢一个人 也是这样的吧 不知不觉 你就把所有的力气 都拿了出来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也许你都没有听到 他在说什么 但你觉得在他身边 就足够了 下落很享受这种感觉 他希望这样的时间 能再长一些 两个人一起到了二楼吃饭 下落忍不住 给蓝君墨 讲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似乎生怕这个人 错过自己的什么消息一样 下落也丝毫不掩饰 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比如当初知道 玉厨都不会生火 才让厨房着火的时候 他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下落和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语言动作就变得很夸张 常常都得蓝君墨笑 蓝君墨也觉得自己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快活了 蓝君墨从给下落解围的那一天 就记住了这个女孩 可是他却不知道 为什么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觉得自己和他之间 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那种感觉很微妙 他一直说不上来 但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蓝君墨还是知道的 他不想跟下落 吐露自己心里的想法 他想细水长流 或许有一天 两个人之间隔着的 那个东西不见了 他就能娶到他了 娶他 想到这里 蓝君墨被自己吓了一跳 还是在等等吧 蓝君墨听着下落 手舞足蹈地讲述 这些天来的事情 听着他怎么教玉厨做菜 听着他说到时候 在宴会上 会让他品尝 他特意准备的餐点 蓝君墨也在想 这个姑娘 是不是会愿意嫁给我呢 也许是自己想太多了 这个世界上 之所以有太多场错过 也许就是因为 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却常常只有他们两个 自己不知道 他们的爱是相互的 第二是三章 告密 蓝君墨和夏洛 一起吃了午饭 虽然对未来有所忧虑 但整个人都觉得清爽了 两个人一起下楼 还一直有说有笑 这个时候 恰好殿小二王汉正上楼 看到了夏洛和八王爷在一起 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 这些天来 一直是七王爷来九楼照看 按说夏洛小姐 应该跟七王爷 更加熟络才对 可是从来没见 夏洛小姐和七王爷 一起吃过饭 怎么今天倒和八王爷 一起用餐了呢 王汉不敢把自己的疑惑 摆到脸上 只得低着头 尽量不让夏洛注意自己 这个时候 夏洛正好回头 看见了王汉 想到这个人 是七王爷派来的 又想不出 他到底是来探听什么的 也就一直留了下来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夏洛想 不如就试探一下 这几天 你看见过七王爷没有 夏洛装作不经意地问 王汉并不知道 夏洛已经怀疑自己 只觉得这是寻常的问话 便说 小的没有 站在一边的蓝君墨 想起了当初和七哥 一起下棋的时候 聊到夏洛 仿佛七哥对夏洛的 精英策略也很感兴趣 七王爷好像 有些日子没来了 夏洛看似是在自言自语 其实是想看看 殿小二的反应 王汉只站在那里 点了点头 说 可不是嘛 前些日子 七王爷每天都来这里 看您教导御厨呢 王汉也故意显得不经意 把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 有些爱说闲话的殿小二 蓝君墨 虽然一直了解 太后八十大寿的事情 整个流程都是蓝君耀在负责 也知道中间九楼的厨房着火 是蓝君耀派人救的火 还装修了一遍 可是如果说每天都来 蓝君墨就有些奇怪了 这种监督流程的工作 是最可松可紧的了 虽然七哥做事一项认真 但他自己还有那么多 商业上的事情要做 怎么有时间每天都过来呢 蓝君墨似乎猜到了什么 但想想 当初七哥觉得 夏洛像个泼妇 想来 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意思 也许只是来监工罢了 蓝君墨让自己不要这么敏感 夏洛完全没有想过 蓝君墨在旁边 听到这些会有什么想法 更何况 夏洛从来没有想过 蓝君耀和蓝君墨 会同时喜欢上自己 蓝君耀原本就是个 整天和自己斗嘴的人 蓝君墨又那么风度翩翩 能够和自己一起吃饭 已经是让自己幸福的事情了 于是 夏洛继续试探王翰 你知道七王爷 最近为什么突然不来这里了吗 这下把王翰问得有些不知所措 难道夏洛有些怀疑了 没有道理啊 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也许是自己想多了吧 王翰连蛮说 小的怎么会知道 王爷是怎么想的呢 小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便搪塞了过去 夏洛不再追问 把蓝君墨送出了酒楼 夏洛原本想说一句 希望八王爷往后 有空常来之类的客套话 但是因为这句话 如果从他嘴里说出来 便是真心真意的话 而不是客套话了 于是 就连这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静静地看着蓝君墨 走了出去 看着他的背影 夏洛想不知道又是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他了 夏洛有些时候 觉得自己这样很奇怪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对一个人动心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甚至有些 讨厌这样的自己 就这样想着一个人 有些时候 因为他而莫名其妙地烦躁 有些时候 又莫名其妙地开心 似乎眼睛里 心里都只有他一个人 不然怎么会 在花灯节的时候 把桥上的一个人影 当成八王爷呢 想到这里 夏洛又想起了 那天的事情 也不知道他的紫袍男子 住在哪里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报答他的搭救之恩 有这些感情在心头 古人都说不平则鸣 夏洛的心 怎么能平静地下来呢 这个时候 正是写一些东西的好时机 夏洛这样带着一点 蜜甜的忧愁 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里 打算这个下午 好好写几首词曲 还要送到月方 换谢银两吗 这段时间 夏洛确实忙得不可开交 给太后办寿宴的事情 当然不能马虎 给月方写曲子的事情 又不能让父亲知道 加上自己感情上的这些事 奇怪 无处倾途 夏洛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看夏洛送走八王爷之后 就回府了 王汉想到 下午夏洛应该不会在酒楼了 这段日子 七王爷都没怎么到酒楼来 正是我表现自己的时候 不如这个时候 去王府送些消息 可是王汉想了想 这些天 这里的一切都在 七王爷的掌控之中 有什么消息 是最有价值的呢 他突然想到 七王爷不仅是对这家酒楼 似乎对夏洛本人也很重视 想当初 他就是想调查夏洛的底细的 那么他这些天做了什么 都见了什么人 应该会是七王爷所关心的 不管怎样 总要去试试才行 于是 王汉换下了脏乎乎的 有油游的衣服 穿了一件体面一点的衣服 就直奔七王爷府了 这时候七王爷正在练剑 王汉知道七王爷练剑的时候 不能被打扰 于是站在一旁静静等候 蓝军要练完剑 看到王汉正在这里 有些生气 你怎么这个时候 到王府里来了 难道酒楼不需要你照看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 蓝军要其实是担心 酒楼人手不够 怕夏洛一个人太忙 王爷 我不是无故矿工的 只是有事情要向您禀报 蓝军要想了想 自己自从把王汉 派到夏洛的酒楼之后 似乎就没向他 过问过什么事情 除了上次把碟子打翻 被这个店小二 承担了下来之外 似乎也没有重用过他 蓝军要突然奇怪 自己当初 为什么要派卧底去呢 想了一下 他才想起来 夏洛其实是 他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自己竟然因为 喜欢上这个女孩 险些忘了初衷 有什么事 你说吧 蓝军要显得并不热情 小的是想 您有些日子 没到酒楼来了 或许对夏洛小姐 和那些人接触过 都做过什么 还是感兴趣的 王汉试图 揣度蓝军要的意思 事实上 蓝军要之所以 这些日子 都没有去醉云楼 是故意的 他想看看夏洛 到底会不会发现 自己的变化 他想借此试探一下 夏洛的心思 那你说说吧 夏洛小姐 这些日子 都接触了什么人 蓝军要装作 漫不经心的样子 夏洛小姐 最近开始 让御厨做菜 自己常常 在旁边看着 今天中午 还和八王爷 一起吃了午饭 王汉正要往下说 被蓝军要打断了 什么叫一起吃饭 蓝军要赶紧问 就是一起去 二楼的包间里吃饭 王汉如实回答 蓝军要的脸色 立刻就变了 他转过头 不想让手下人 看到自己表情上的变化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 后来呢 他问 后来他们一起 下楼的时候 碰到了我 夏洛小姐问 您为什么 这些天都没来 问我有没有看到过您 蓝军要的脸色 这才好了一点 那你怎么回答的 蓝军要故作镇定 我怕被怀疑 就说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王汉回答 嗯 做得好 蓝军要说着 心里有些得意 可是想到 夏洛之前的表现 还是觉得夏洛 是更喜欢八弟的 这个时候 蓝军要的心思 早就飞到了最云楼 打算一会儿 去看一看夏洛 最近过得怎么样 这个时候 王汉还在说话 王爷 我不想再继续 做殿小二了 这样完全不能了解 这个酒楼的经营策略 我想能为您 提供更多的消息和情报 早日回来 可是这些话 蓝军要就像没听到一样 说了一句 你先回去吧 我今天晚上去最云楼 就把王汉打发走了 第24章 强吻 夏洛想着心中的种种情感 不禁觉得好笑 以前 他总是嘲笑自己的同学里 那些喜欢看穷瑶剧的姑娘 觉得他们一点都不现实 很幼稚 夏洛常常跟同学聊天的时候 显得自己已经很成熟的样子 总是跟他们说 爱情并没有书里写的那么不一样 跟其他的感情一样 都是要慢慢来的 哪有那么多的幻想 那么多的非你不可 可是如今 他自己竟然也成了那种幼稚的人 他把自己的心情都写在乐曲里 写了一下午 终于完工了 他赶忙送到岳方去 这样还来得及在晚饭之前回到酒楼 夏洛一路上一边欢喜 一边忧愁给岳方送了曲子 终于回到了酒楼 这个时候 王汉爷早已经回来了 夏洛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 这一天 夏洛还没来得及看御厨的新菜式 做得怎么样啊 便赶紧到了后厨 知道他们做菜 这段日子 七王爷也没怎么来这里 没有人帮忙品尝饭菜 夏洛只能自己来 突然间 他还觉得七王爷偶尔过来一下 还是能帮上点忙的 他正在后厨忙上忙下的时候 蓝军要到了 蓝军要先看到了夏洛的父亲夏秋时 说今天不打算去后厨了 打算直接到二楼包间用餐 让夏秋时安排一下 夏秋时当然违命是从 等到蓝军要已经在二楼落座 便对夏秋时提出了要求 我今天想和夏洛小姐一同用餐 不知道您可否帮我把她叫上来呢 夏秋时听到这话 原本泛着笑容的脸上有些难看 说起来 他倒是没有听说过七王爷喜好女色 可是这样单独用餐 作为一个父亲 心里总是有些担心的 何况他知道万一要是夏洛受了什么欺负 这个人可是王爷 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能得罪得起王爷呢 夏秋时说夏洛怎么敢当呢 事实上他并不知道中午夏洛 单独和八王爷独自用餐的事情 在古代男女授受不清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情况并不多见 夏洛本身就不在乎这些 何况又是和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中午就离数当然地和八王爷一起上了楼 那个时候夏秋时只管忙自己的 完全没有注意 蓝军耀的杜一又占了上风 他心想 为什么中午夏洛能跟八弟一起吃饭 到了晚上就不能跟我一起吃饭了呢 于是 他有些生气地说 您只管把夏洛小姐带上来就好了 我要跟他谈一谈太后八十大寿的寿宴的事情 万一要是耽误了事情 您恐怕担当不起吧 听了这话 夏秋时便没什么好辩驳的了 没办法 谁让他是王爷呢 于是夏秋时只好下楼去找夏洛 夏洛 楼上王爷邀你一起吃饭 夏秋时来到后厨 跟夏洛说 你自己机灵着点儿 夏秋时不放心 嘱咐道 一个女孩子家 在楼上待一会儿就赶紧下来 知道了吗 夏洛这才想到 爹爹根本不知道自己中午和八王爷吃饭的事情 怪不得会这么紧张 连忙打道 哎呀 知道了 爹爹不用担心 因为夏秋时只说楼上王爷 所以夏洛有些期待 心想 会不会是八王爷中午和我吃过饭之后 晚上又过来了呢 他一心想着是蓝军末 兴高采烈 几乎就是连蹦带跳地上了楼 打开门一看 夏洛的脸上竟是失望 没想到竟然是七王爷 夏洛想 这个人这么多天都不出现 现在又突然间来了 也不去看后厨师什么情况 既然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享受美食 夏洛不想跟他说话 转过头就想要走 夏洛小姐先别忙着走嘛 蓝军耀说着 就想去拉夏洛 被夏洛甩开了 蓝军耀话不敢停 他突然想 或许说说八弟至少能让夏洛留在这里 于是他赶忙说 今天中午八弟是不是来过了 我都好久没跟他一起吃饭了 夏洛听到这些话 便转过头 对 我们中午一起吃了饭 还聊到酒楼最近的状况 还有你每天都过来看玉厨的进度 说了好多 夏洛一说到 蓝军末似乎嘴就停不下来 他发现了这点 于是赶紧让自己结束这段话 蓝军要看着夏洛 说那你不如坐下来 我跟你聊聊八弟 咱们一边聊一边吃饭 夏洛还是有些不情愿 但是想到 要想了解八王爷 最好的途径恐怕就是从七王爷这里了 还有谁比哥哥更了解他的呢 于是夏洛决定坐下来 那好 我们就聊聊八王爷 蓝军耀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很想和夏洛多待一会儿 可是没想到 要想换取和夏洛在一起的时间 竟然要靠八弟 而不能靠自己的魅力 蓝军耀有些无助 我们兄弟几个里面 八弟是师叔最好的一个 而他天字聪颖 六亿精通 骑射都不在话下 我们原本以为他会属于皇位 没想到这么多年 他都颇有些咸云野鹤的味道 蓝军耀描述着自己的弟弟 观察着夏洛的反应 看着夏洛听得入神 蓝军耀不知道是喜事碑 这么多年 父皇和母后 都希望让我们兄弟几个早日娶亲 说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更在乎八弟 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结婚 他从来不贪恋女色 在江湖上也有些地位 甚至有些女侠向他表示过爱意 但他一直都没有动心 这么多年也没有娶亲 前几年 趁着选秀 原本打算选一些不错的姑娘给八弟 但他就是坚持不娶 蓝军耀说这些 是想暗示夏洛 不要再有想和八弟在一起的打算 可是 他这样说 却似乎让夏洛更加着迷了 你是他的哥哥 你应该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吧 这些年 你就没帮他物色过 夏洛问 说起来 夏洛是想知道八王爷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想知道自己是不是 或者能不能成为那样的女孩子 说起来 我们两兄弟有些像 不太喜欢那些千篇一律的漂亮又懂诗书的姑娘 也许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吧 他应该聪明 有趣 有些过人之处 说到这里 蓝军耀越来越觉得自己形容的人就是夏洛 于是赶紧想办法找补 也没有想夏洛会怎么想 情急之下便说 反正八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的 和夏洛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 而蓝军耀自己也觉得这句话有些伤人 但这就是他的愿望 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弟和自己喜欢同一个女人 你凭什么这样讲 夏洛生气的时候 竟然觉得眼泪也在往上涌 但是他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哭出来 夏洛拿出了要跟蓝军耀大吵一架的架势 你们皇家的人有什么了不起 别看你是个王爷 我还不会喜欢上你呢 看着夏洛这样着急的样子 蓝军耀既心疼又自责 对他强烈的战友欲突然间堵在胸口 两只手捧着夏洛的脸 深深地吻了下去 夏洛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他用力挣脱 时经推开了蓝军耀 夏洛推开他之后抹了眼泪 静止走了出去 蓝军耀自己也很生气 他既生气自己不能像八弟那样赢得夏洛的心 又生气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对夏洛惹他不开心 他今天原本是因为听王翰说 夏洛问到自己为什么这么久不来 想要跟夏洛开开心心聊一会儿的 谁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 意气之下 他一掌把桌子拍散了 第二十五章 委屈 七王爷从最云楼出来的时候 心里充满了痛苦 他想到在花灯节那天 夏洛在河边放的花灯 愿得一人心 每个女孩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找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相守一生吧 蓝军耀想 我想给他这样的幸福 但是我却没办法给他 蓝军耀回王府的一路上都在自责 他责备自己对夏洛言语上的伤害 他那么处心积虑给夏洛讲八帝的事情 最终不过是试图证实八帝不会和他在一起 这不是故意伤夏洛的心吗 而这个冠冕堂皇的论证过程 虽然蓝军耀自己不愿意承认 其实是他希望能够用这样的逻辑说服自己 让自己相信他们两个没办法在一起 当说到八帝还没有娶气的时候 蓝军耀心里还有另一层自责 他有些时候想 如果喜欢 爱是只能够一心一意去做的事情的话 为什么在认识夏洛之前 我就有了王妃呢 想到王妃 蓝军耀一正 这个人以后还有用处 何况 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蓝军耀去想 他只能把这些自责和委屈放在自己心里 要尽量不表现给别人 夏洛被抢吻之后就出了包间 既慌乱又委屈 他几乎是跑着出来的 可是他有怕被看见 于是放慢了步伐 正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夏秋时 夏洛 你怎么了 夏秋时关心地问 我没事 我先回房休息了 夏洛说完 头也不回地就往后院走 夏洛想到七王爷对自己说的话 觉得很难过 是啊 他自己何曾没有想过 他和八王爷怎么可能在一起 自己一个平民女子 八王爷有那么多人都仰慕 他怎么能看得到自己呢 或许自己一直以来只是痴心妄想 夏洛这样想着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郁郁寡欢 从七王爷的包间出来之后 夏洛也不打算回到后厨指点御厨了 他只想大哭一场 这个时候 殿小二王汉也注意到 夏洛的表情有些不对 心想 是自己去通知七王爷 今天八王爷来过的事情 也不知道七王爷对夏洛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要是两个人聊得不开心 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想到这里 王汉有些害怕 想着 这几天还是尽量少去给七王爷报信为妙 夏洛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 想着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几乎比他从小到大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多 从一个高中生一下 变成了一个不算太福的富家小姐 从一个数学班里 倒数第一的人 变成了一个给御厨当老师的厨师 从一个每天被教导不要早恋的人 变成了一个跟两个男人 关键他们还是两兄弟纠缠不亲的人 这些对于夏洛来说 简直是太大的负担了 这个时候 夏秋时觉得自己的女儿有些不对劲 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问 就赶紧让丫鬟冰杰到夏洛的屋子里 冰杰进去的时候 夏洛正在一个人默默流泪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冰杰问的时候 隐约看到了夏洛脸上的唇印 也许蓝军要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既然那么爱这个女人 以至留下了唇印 冰杰试探性地问 这是 手放在离夏洛的嘴唇很近的地方 夏洛不说话 还是哭 这件事触发了他最近所有的压力和委屈 一下爆发了出来 夏洛突然间觉得这个新世界不好玩了 即便他不再是数学倒数第一的失败者 即便他现在在别人看来 还算光鲜 连皇宫的人都会来找他 可是他过得并不开心 他宁愿自己做回原来的自己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只要默默地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 想着自己的心事就好 夏洛第一次反思自己 为什么穿越到这里 就算穿越到这里 为什么那么争强好胜 非要办什么酒楼 为什么明明知道 七王爷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还要跟他争 如果不这样争 如果没有创造那么多新菜式 也许七王爷就不会知道 有自己这么一号人 就更不会有今天的感情纠葛了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 他这一辈子 也许都不可能见到八王爷 也不会体会这样的爱的感受 夏洛想了很多 而站在他身边的兵杰 有些不知所措 兵杰回想着 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午八王爷来过 晚上七王爷又来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吻痕八成是七王爷的 所以 七王爷喜欢夏洛小姐 兵杰缓缓地问 夏洛这个时候 才转过脸来看他 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他明知道我喜欢的是八王爷 就算我和八王爷不能在一起 我也不想和他在一起啊 夏洛完全不顾什么隐私 什么小姐的形象 他来不及想要不要跟兵杰 说这些话 这个时候 只要他身边有一个 能让他倾诉的人 他就要赶紧把这些话说出来 夏洛再也承受不住 这样的折磨了 爱情就是这样 他能带给你多大快乐 就也能带给你多大痛苦 小姐 七王爷也没有那么不好啊 其实这么多年来 七王爷自己似乎过得 也不是很婚礼 据说他的王妃是邻国的公主 为了和邻国搞好关系 皇上不顾七王爷的反对 赐婚给他 说起来 他当年应该是不愿意的 兵杰开始给夏洛 讲蓝军要的事情 希望能帮他解开一些心结 兵杰想 夏洛之所以喜欢八王爷 更多一些 也许是因为觉得 七王爷已经有欺世了 于是想要打消夏洛的顾虑 可是夏洛却不关心 这样的八卦 只是一个人继续哭 也不打算回应兵杰什么 兵杰实在想不到该说些什么 便转过来说八王爷 八王爷当然也很好了 还记得上次 他帮你解围的时候 一看就是个在江湖中 常常对人仗义相助的人 可是 小姐 我总觉得 在江湖上待久了的人 多少会有些放荡不羁吧 而且 他可以对你出手相助 也许改天 他就会去救别人了 如果他对每个人都那么好 你又该怎么办呢 兵杰这样说着 几乎被自己吓到了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竟然对感情上 有这么多奇怪的想法 他的话继续顺着嘴溜出来 想想上次在花灯节上 遇到的那个紫衣男子 他不是后来就再也没出现过吗 侠士常常都是救了人就走了的 不一定能留得住 说完这个 兵杰觉得自己说错了 这样说 不是让小姐觉得 自己和八王爷没有可能吗 果然 夏洛显得更伤心了 兵杰实在没有办法 又试着用太后八十大寿的事情 转移话题 小姐还是不要纠结这些事情了 过几天 就是太后的八十大寿了 要是咱们的菜式有什么问题 就说不清楚了 不如还是专心把这件事情办好 感情的事情还是从长计一把 况且 不管对七王爷还是八王爷 你还有很多都没有了解过 这也需要时间吧 夏洛听到这里 也哭得有些累了 便点了点头 说 今天的事情 谁都不许说 也不许告诉爹爹 夏洛想 也许 太后八十大寿结束之后 我就回到平凡的生活里 不会再和两个王爷有什么接触了 这样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了 这个时候的蓝军耀已经回到王府里 心里也很忐忑 先是陪王妃一起吃了晚餐 因为在醉云楼吃过一些本来就不饿 加上跟夏洛的事情 蓝军耀更是没有胃口 王妃一直在讨好他 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来自己房中了 他很想这一晚能留在王爷身边 可是蓝军耀的脑子里都是夏洛 他想 这次终于明白了夏洛的心意 虽然自己生气 但还是忍不住想见他 做不到永远不理他 但如果要拉下脸跟夏洛道歉 堂堂王爷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恐怕以后还是少去醉云楼的好 或者过段时间 两个人都冷静一些再见面吧 蓝军耀想到这里叹了口气 王妃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王爷 是今天是不舒服吗 王妃问 没有 蓝军耀说完 禁止离开了王妃 自己一个人走了 第二十六章 偷窥 王妃见弃王爷今天怪怪的 心里不太开心 问了问弃王爷身边的人 才知道弃王爷晚上 已经去醉云楼吃过晚饭 王妃知道这件事之后 倒是心里觉得舒服多了 王爷已经吃过饭了 还愿意回来陪自己吃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胃口 但毕竟陪伴总比没有陪伴的好 王妃这样想 有些释然 关于太后八十大寿的事情 跟皇家有关的人 就没有不知道的 不过王妃也纳闷 宫里举办寿宴 为什么会想到去醉云楼找厨师 关键的是 自己的王爷 原本往年只是进宫伺候就行了 现在总要到醉云楼去 王妃心里总是觉得有些不踏实 但这又是自己左右不了的事情 只得作罢 到了晚上 王妃看弃王爷自己一个人还在书房 便特意让厨房做了上好的羹汤 自己亲自送到书房来见他 王妃进去的时候 蓝军耀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 第一次觉得他没有了王爷的威严 也许是他这段时间太累了吧 王妃这样告诉自己 他静悄悄地进去 就好像怕打扰到七王爷一样 蓝军耀抬起头 心里有些不耐烦 但还是忍住了 蓝军耀想站起来接过王妃手里的羹汤 结果就在他站起来的一刹那 王妃不小心把羹汤撒在了他身上 王爷 王妃叫了一声 还好蓝军耀眼疾手快 并没有烫到自己 但衣服有些地方湿了 王妃连忙用手帕去擦 蓝军耀不高兴地说 不用了 你回去吧 可是王妃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 又是要帮王爷擦去身上的羹汤 又是说 桌子上还有一些 我来擦 一边说一边想要去擦桌子 这个时候 他被蓝军耀狠狠地拦住了 不是说你不该来书房的吗 桌子上的东西更不许动 蓝军耀有些要发火 王妃只能收手 就在这个时候 蓝军耀手下的暗影来了 在门外候着 蓝军耀赶紧对王妃说 我今晚还有政务要忙 你赶紧回访歇息 以后不要到书房来了 事实上 王妃今晚的举动 在蓝军耀看来 确实有些诡异 他往常都是规规矩矩的 蓝军耀说不让到书房来 他就从来都不到书房来 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既然只身一个人来了 也许也是晚上 自己对他的态度太冷淡了吧 蓝军耀想 真是什么事情 都弄得一团糟 可是想起上一次 刚刚知道丞相 要前来助手的消息的时候 蓝军耀就对一个巧合 有些不想感 虽然他一直不愿意相信 但他还是很警惕 自从王妃进了王府 因为终究不是本国的人 一向行事谨慎的蓝军耀 原本就对他有所顾忌 因此 只是好吃好喝供着 但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交心的话 跟朝政有关的内容 当然更不能允许他参与了 尤其花灯节那晚回来之后 当暗影向蓝军耀 汇报邻国丞相的时候 蓝军耀那种不祥的预感 就越来越重 虽然到现在 他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他要保证万无一失才行 王妃出门之前 还是向不经意识地 扫了一下蓝军耀的书桌 出门的时候恰好暗影要进门 王妃悄悄注意着暗影 试图看清楚这个人 王妃走后 暗影才进到书房 报告了一路上 刺杀邻国丞相的事情 这个丞相一路上 都安排了很多护卫 另外 他的轿子 似乎也和其他的轿子不太一样 要比一般的轿子大很多 但是里面似乎有四个小隔间 这样 他就相当于是 带着一个房子前进 暗影给蓝军耀禀报的时候 蓝军耀并不感到惊讶 他早就知道 这个丞相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另外 这个丞相似乎很受 邻国民众的拥戴 甚至一些其他途径的小国 也有些人知道他 因此我们打探到他的行踪 还是很容易的 护卫继续说 蓝军耀没有想到 这个邻国丞相 既然能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蓝军耀开始觉得 自己的对手的确不简单 看样子 以后的较量中 更要小心才是 接下来 蓝军耀直接问暗影 那你们刺杀的结果怎么样 暗影回答说 这一路上我们一共有三次截杀 分别是在三个不同的小国 每次都对他们造成了一些伤害 但是他确实不是的简单的角色 只能伤到他随行的护卫 并不能伤到他本人 暗影更具体地介绍 三次截杀的情况 第一次我们对对手的了解太少 基本上没能达到实质性的目的 为了减少损失 我们只是像流明那样 很快地退下了 第二次 我们从山上隐秘进攻 打算用远处射箭的方式 把这个成像逼出来 这样也能保证 我们的人不会被暴露 可是很奇怪 他的护卫被我们击中之后 这个人仍然不出现 而轿子里也找不到 也就是这次 我们了解了他轿子的结构 说到这里 蓝军要打断他说 你们每次截杀的人 都有变化吗 务必要确定 暗影里的人 不能被别人认出来 一旦被认出来 你们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 暗影回答 每次截杀派出的人都不一样 这个您可以放心 我们的人不会被认出来的 暗影接着说 第三次我们折了埋伏 用了鞭炮 给他的护卫 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但他轻功很好 也是这一次 我们才真正看到他真人 他直接从架子里飞了出去 我们暗影里 任何一个人的轻功 都拼不过他 蓝军要了解了对手的情况 越来越觉得 这次较量不可掉以轻心 他对暗影的任务执行 觉得差强人意 但是既然那个人 本身本事不小 也就不能企图 用常规办法解决 这样不常规的人 带来的问题了 蓝军要打算 除了暗影之外 还要再想别的办法 如果有必要 他可能会找八弟 动用江湖上的人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 一想到自己 跟夏洛的关系 夏洛跟八弟的感情 蓝军要的自尊心告诉他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找八弟求救 蓝军要的头脑 迅速转动 想着到底还有什么办法 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时不时的脑子里 还是会出现下落的影子 他想 如果没有下落 也许他还是能跟八弟 每天迎事作福 下棋论斗 可是最近 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 疏远了八弟 很少来找他陪自己下棋了 暗影看王爷迟迟没有回话 便问 王爷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蓝军要看似镇定地说 我知道了 这个人果然不简单 不过没有关系 这次既然他已经进了 咱们南越国的底盘 咱们就得好好招待他 正好在宴会的时候 我也可以探探他的底细 如果有必要 回城的时候 再追杀不迟 暗影说 在下为王爷命令侍从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一声细响 谁 暗影听到打算去追 蓝军要说 不用追了 第27章 祝寿 太后的八十大兽 终于到了 自从七王爷 强稳了下落之后 他就几乎不怎么出现在 最云楼了 有些时候 他走到最云楼门口 远远地看一眼下落 然后就一个人离开了 中间因为有些事情 他必须要到最云楼 他也几乎不跟下落说话 能跟下丘时说 就跟下丘时说 跟厨房有关系的 就直接跟玉厨说 下落也能够 接受这种方式 他还不知道 应该怎么 跟这样一个人相处 说起来 他对七王爷的感觉 也有些矛盾 虽然总是斗嘴 但是他一直都知道 他不是一个坏人 可是 两个人明明都是好人 却因为感情的不对等 而变得如此尴尬 所以当八十大寿 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 下落跟蓝军耀都觉得 终于要结束了 也许他们两个 以后都不用见面了 也许一切都能结束了 下落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都会过去的吧 这一天 他早早地准备好 来到厨房 看着玉厨们 又穿成了那天 太监把他们带来时候 穿的衣服 比普通人家的少爷小姐 穿的都要好 下落也有些不舍的 虽然这段时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但是 能把自己的厨艺交给别人 对他来讲 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他有些时候默默地想 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穿越回去了 他就不高考了 直接去新东方 当然不是那个教英语 的新东方 新东方烹饪学校应聘老师 他以前一直觉得 当老师 是一件特别神圣的事情 得天下英才而交织 而他恐怕 可以得天下名厨而交织 虽然听起来没那么高端 但好像也还不错 总之 这段时间 是他所体验过的生活里 最充实 也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而这一天 这段时光就即将结束了 下落心里 拥有些伤感了 御厨们来到最云楼的厨房 下落和他们一起收拾东西 看着他们把东西都拿走 厨房里空荡荡的样子 他又想起前些日子 和七王爷在这里斗嘴 七王爷带着侍卫来救火的场景 那么 就让那些都成为故事吧 他带着御厨 一起到皇宫去 路上 出乎下落的意料 竟然遇到了八王爷 下落小姐 这是要跟御厨到皇宫去准备今天的晚宴吗 蓝君莫迎上来问 下落很是欣喜 赶忙说 是啊 今天就是太后的八十大寿了 准备了这么久 希望能做出好的菜式 让太后满意 下落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点官方 但是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只想多说几句 这样就能跟八王爷多待一会儿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反正下午也要进宫的 不如我就提前一点 跟你们一起去吧 蓝君莫也想跟下落多待一会儿 八王爷事务繁忙 会不会耽误您啊 下落说这句话的时候 自己都生自己的气 自己喜欢的人明明要和自己一起走 自己竟然会推脱 其实不是推脱 只是人在离自己希望的东西太近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点敬香情更切的感觉 今天不忙的 倒是你应该会忙一天吧 我也打不了下手 你要是觉得带着我还算方便 就一起去御膳房 我至少可以帮你品尝菜式啊 蓝君莫说着 又加了一句 还记得上次咱们俩一起吃饭的时候 这可是你答应过我的 似乎生怕被夏洛拒绝似的 夏洛终于高兴地点点头 蓝君莫便跟着夏洛和玉楚一起往皇宫走 这一天当然比往常热闹 也在往皇宫走的是林国的丞相 丞相在进入南越国境内之前 一直用特别大的轿子 里面有四个隔间 还有机关 为了避免被刺杀 而进了南越国境内 他就改用小脸 轿子和脸的区别就在于 轿子是四面不透风的 都被遮盖住了 而脸是一种别人拉着的小车 整个人就坐在上面 有点像后来的人力车 进入南越国之后 林国丞相过于高调 而加上他看起来年纪不大 又长得很英俊 这样一路过来 路上的人口耳相传 都说他长得十分英俊潇洒 他进了皇城 更是招摇 似乎要让所有人知道 他是林国派来给太后祝寿的 皇上决定在宫里提前招待他 进了皇宫死之后 丞相不怎么说话 观察着皇上和皇宫 看起来走马观花 漫不经心 但实际上观察得很是用心仔细 他进了大殿 先是和皇上寒暄了几句 客套地说祝福太后 寿比南山之类的话 敬献了礼物 皇上则让他坐下休息 吃些糕点 因为太后的祝寿宴席在晚上 所以这个时候 在大殿上的都是皇族 先有一次小聚 平时这个时候 蓝军耀和蓝军末 总是常常迟到早退 或者干脆讨席 皇上也已经习惯了 所以这个时候 八王爷蓝军末正跟夏洛 在御膳房一起准备晚宴 并没有出席 在他空空的席位旁边 就是七王爷蓝军耀 这天 他非但没有迟到早退 还很早就到了 他在席间并不说话 只是观察这个邻国丞相 他并不知道八帝正在和夏洛在一起 可是 即便他知道 这个时候 也不允许他想这些事 他只希望早点弄清丞相的底细 邻国丞相也很是沉的住气 一边吃东西 一边喝茶 一起观看歌舞表演 正在大家都其乐融融的时候 他似乎反而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问皇上 皇上认为南越国边境安危如何 皇上先是一正 虽然知道邻国早就有不臣之心 但是没想到这个人竟然如此大胆 在这个时候直接提出来 转念一想 也不太对 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是会公然挑衅的 一定要小心回答 皇上说 今日边境稍有骚动 但并不算什么安危的大事 除非 哪个邻国有不臣之心 希望这个回答既能够不损自己的威严 又能够表明自己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思 谁知道 这个丞相并没有借着皇上的意思来谈 反而旁敲侧击地把自己一路上受到追杀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倒是很为皇上担心 我这一路过来在边境外被多次刺杀 很是忐忑啊 皇上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 事实上也确实不是他派人去刺杀的 他没有想到谁会在这个时候刺杀丞相 不过皇上心里暗自欣喜 因为他也早知道这个丞相不简单 想着能给他吃点苦头是应当的 丞相目前一切可好啊 皇上惊讶过后 表现得很关心的样子 丞相从皇上的表情中看不出什么破绽 便觉得应该不是皇上派人刺杀的 可是他也想不通 到底是什么人做的呢 每次守法又有所不同 而派来的人看起来也没有身形一样的 真是费解 多谢皇上关心 我一切都好 只是受惊不小啊 丞相淡然地说 这个时候坐在下面的蓝军耀心里想着 这个人确实是不简单 之后 皇上便一一介绍各位王爷 介绍到蓝军耀的时候 丞相一看便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况且对他经商方面的才能早有耳闻 便说若有机会 倒是很想跟七王爷学学经商之道 这没什么好学的 不过是 有人想买 就有人想卖 看能不能让双方都得到自己想要的 相比丞相此次出行也希望有些收获 只是不知道您的卖家愿不愿意卖啊 蓝军耀话里有话 丞相便明白 这个人也知道自己这次的来意并不简单 也许会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暗自记住了这个人 第28章 晚宴 晚宴在御花园举办 除了中午道场的皇亲贵族之外 皇上的所有妃嫔 皇子公主也都参加这次晚宴 御花园里一篇欢天喜地 对夏洛来说 他又紧张又开心 说起来 自从看过甄嬛传 他就一直觉得古代宫廷的饮食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给人吃个药 下个毒什么的太平常了 他现在就求天拜的 千万别在自己进宫的这天 在饮食里出现什么问题 不然自己也许就葬身于此了 可是看着整个宫里 所有的人都在忙活 他也开始能理解 为什么在晚宴的时候 最容易出事真的是太乱了 如果真的谁有害人之心 也是防不胜防的 不过抛开这些小概率实践哦 夏洛想 没想到自己还记得概率 夏洛还是很开心的 况且 这一天 他都有八王爷的陪伴 到晚宴的时候 八王爷的侍从才把他叫走 说他中午就没有参加宴会 有个邻国的丞相来了 夏洛才知道 八王爷既然为了跟自己在一起 都没有去参加宴会 他开始觉得 也许自己和八王爷是两亲相悦呢 想到这里 夏洛更欢畅了 看着八王爷离开 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玉厨都已经学会了新的菜式 夏洛负责安排传善 来来去去的人像走马灯一样 有些时候 夏洛不得不自己到晚宴上去 亲自把菜送到这些贵族手里 夏洛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喜欢坐在小角落里 并不喜欢这种抛头路面的事情 加上他不想到御花园 遇到七王爷尴尬 所以就尽量自己在厨房这边安排 让其他人去送膳 众人品尝了今晚的宴席 都觉得非常好吃 太后也更是赞不绝口 邻国的丞相 原本打算品尝的时候 随便客套几句 可是吃了这饭菜之后 却发现 真的跟自己以前吃过的东西都不一样 便由衷夸赞了起来 负责整个晚宴规划的皇后 这个时候忍不住说 这个厨师可跟往常的御厨不一样 是特意从宫外请的 民间的厨师 说起来 我们还特意把御厨 送到他的酒楼待了两个月呢 这些都是他发明的新菜式 这样一说 倒是激起了丞相的好奇 这个民间厨师这么厉害 不知道是否得以一关啊 既然邻国丞相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皇帝就说 这次晚宴皇后确实是费了不少心 要不然 咱们就让主厨出来跟大家见见面 皇上这样说了 有谁能反对呢 蓝军要坐在那里如座针毡 蓝军末根下落已经呆了一天 就是怕失去和他多在一起 待一会儿的时间 没想到晚上还能看到他 心里很是开心 蓝军要看到身旁八弟的笑容 心里实在是有些嫉妒 拿起手中的酒杯 饮了一大口 没过一会儿 下落就被通传到了御花园 下落幸好对古代的礼仪非常清楚 为了怕错了规矩 他还特意跟御厨学了很多的这样 他虽然还是有些紧张 但心里还算是有底了 他显示拜见了皇上皇后 皇上看着他 眼神有些不同 皇上又让他介绍了邻国的丞相 下落也行李失忆 这个时候七王爷和八王爷都看出了皇上的意思 两个人皱了皱眉头 似乎都有些不好的预感 很怕双上多下落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可是两个人只能坐在下面干着急 这个时候 蓝军莫在想 如果我那次和下落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 就表明了心境 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 而邻国丞相看到下落虽然出自民间 但是表现落落大方 看起来又会指蓝星 对他也是刮目相看 作为邻国的丞相 遇到这种可以夸奖的事情 当然要不惜一美之词 他问起下落的情况 不知道下落小姐是否侍从名师啊 下落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回来的吧 对于以前小说里那些跟神仙学习的事情 下落又觉得太扯了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 但现在对于下落来说 却成了最难回答的问题 他想了想说 听父亲说 当年母亲就能做的一手好菜 可是母亲在生我的时候离世了 不过我想 我多半是传承了母亲的才艺吧 下落祈祷能够门混过关 没想到 丞相很是捧场 任何事情想要做好 都要有天赋跟勤奋 两个方面的积累才行 我想下落小姐 应该不仅有母亲传来的天分 更是自己有不少心得跟努力吧 下落说 不敢不敢 其实这些菜 也有很多是御厨做的 况且 这段时间 我也跟御厨学到了很多 改进了自己做菜的方法 下落的表现让大家频频点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声音突然间说 一个民间的小女子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呢 这一下 当场的所有人都有些吃惊 是谁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呢 皇上也觉得有些尴尬 可是当他发现 是自己最疼爱的十三公主的时候 他又不能大家惩戒 便问 你何出此言啊 父皇 我觉得邻国丞相似乎只看重厨艺 但人还可以有很多才艺 比方说 狮子歌父 我觉得 如果真要说下落小姐很有才华 那么我们不如看看她有什么才艺 女儿也愿意与下落小姐比试一下 皇上的皇子众多 女儿却少 十三公主是皇上的小女儿 又出落得越来越好 因此 皇上一直对她宠爱有加 但也正因为如此 给她养成了娇厚的坏脾气 什么都要由她的 这个时候皇上有些尴尬 自己皇家的女儿竟然要跟一个民间女子比试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说不行 恐怕要闹起来 便只得同意 那我们就看看宫里的才女和民间的才女 到底谁更有才华一些吧 皇上这个时候也有些心疼下落 没想到 自己把她传了过来 竟然就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十三公主之所以要难为夏洛 其实是因为丞相一直在夸奖夏洛 丞相进皇宫的时候 十三公主就远远地看到了她 还问身边的人 这人是谁 现在近距离看了 觉得邻国丞相一表堂堂 一见倾心 可是谁想到 这个人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只对夏洛讨好 她一个民间女子怎么能跟自己比呢 于是 十三公主便非要出出风头不可 这让夏洛觉得有些骑虎难下 说起来 她除了做饭之外 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特长 不过想到甄嬛传礼曹贵人大猪落 都能够在才艺中门混过关 就觉得自己哪怕不会跳什么惊鸿舞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况且 毕竟对方是公主 要是自己胜了恐怕反而不好 夏洛脑子使劲转着 想能不能推脱 可是皇上 公主 我只是一个民间女子 怎么能跟公主的光耀相较呢 夏洛打算说些谦虚的话 就躲过这件事情 但是公主怎么肯罢手 何况是自己主动说要比试的 要是一下就同一步比了 岂不是显得很没有勇气 十三公主说 夏洛小姐 反正今天也是太后的八十大寿 咱们的才艺展示 就当是助兴好了 十三公主已经这样说了 夏洛就没办法推脱了 不然今天她做了多少菜式也没用 她只有应战才能说明 她是想为这个寿宴助兴的 既然这样 夏洛便只能答应了 十三公主先选了唱曲 结果 夏洛发现 十三公主唱的曲子 既然就是自己卖个乐方的曲子 乐曲刚一开始 在场的所有人便一片夸赞 第二十九章 魔术 看着十三公主表演的是自己创作的曲目 夏洛也说不上自己是个什么心情 说起来 当然是有些开心的 这说明她的词曲登得上大雅之堂 能受到人们的认可 但是另一方面 夏洛又开始感叹 真是可惜 要是在二十一世纪 最起码有个知识产权的保护 现在可倒好 自己的著作权也没有人能保护 哎 怪不得大家都提倡法治社会呢 真的是有道理 夏洛这样漫不经心地想着 十三公主的表演就结束了 夏洛心里有了底 于是说要准备一会儿 她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了一副麻将牌 之所以叫麻将牌 不是大爷大妈经常玩的快壮的麻将 而是把麻将变成了像扑克牌一样的东西的纸牌 说起来 夏洛以前在高中的时候经常跟同学们玩变魔术 变魔术当然最经常用的道具就是扑克牌了 可惜她手头没有 想到这个朝代的人 估计也接受不了扑克牌这种东西 所以就弄了一副麻将牌 她找到十三公主 让她从麻将牌里挑出四张牌 其中两张必须是同一种花色 也就是说 可以是两张条子牌 加两张筒子牌 或者是两张都是万字的牌 类似这样的 十三公主有些吃惊 她甚至不知道夏洛接下来要做什么 夏洛说 公主不要惊慌 我这都只是雕虫小技 一会儿您就明白我要干什么了 所有人都在下面看着 觉得很惊讶 七王爷和八王爷也看得十分入神 十三公主挑好了牌 是一张三万 一张二万 一张一条 一张九条 夏洛先是把这四张牌 拿给十三公主看 确定上面没有任何机关 然后又让邻国丞相看 最后让皇上和皇后看 都确认这四张牌 只是普通的四张之以后 夏洛就开始变魔术了 她把两张万字的牌面 对着十三公主 另外两张条子牌放在背面 视角和十三公主一样的观众 只能看到那两张万字牌 而夏洛奔后的观众 则能看到那两张条子牌 于是 夏洛对十三公主说 请记住这两张牌 只要你在这里吹一口气 我就可以让这两张牌翻过去 换成你挑的另外两张牌 十三公主有些不相信 犹豫了一下 夏洛不等她反应 说 来 吹一口气 这个时候 夏洛把四张牌放得很近 用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分别加好 能够看到两个万字牌 对在了一起 十三公主按照夏洛的要求 吹了一口气 夏洛的手动了一下 再给十三公主看的时候 已经是另外两张条子牌 对着她了 万字牌现在变成了 夏洛背后观众可以看到的牌 十三公主十分震惊 公主可以再吹一口气 刚才的那两张万字牌 又会回来了 夏洛说 不 我不吹了 这是妖术 是妖术 来人呐 快把这个妖女拖下去 十三公主喊道 这个时候 其他的人都还没有弄明白 夏洛是怎么把牌变出来的 都在惊叹中 来不及反应 刚才宴会还好好的 现在十三公主 就下这样的命令 侍卫也有些不知道 何去何从 就在这个时候 七王爷蓝军要站了起来 说 慢着 侍卫总算输了口气 如果是皇上下命令 那不管是什么事情 侍卫都要去做 可如果是公主 又恰巧是皇上最喜欢的公主 侍卫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好 七王爷一直是皇上 非常喜欢的王爷 估计公主也要听她几分 蓝军要说 这不是妖术 就像夏洛小姐自己说的那样 这不过是民间的小戏法 如果十三公主不介意 不如让我来 也给大家变一次试试 蓝军要这么一说 所有人倒有了信慰 大家平时只知道 蓝军要懂的经商 没想到他还懂 这么多民间的东西 都拭目以待 七王爷的表演和夏洛如出一辙 表演了一番之后 其他的人都很好奇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蓝军要很绅士地问 夏洛小姐 这个小戏法 你愿意和别人分享吗 我知道 有些戏法在民间是独门密集 不好告诉别人的 如果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别人 那些变戏法的人 就不好糊口了 夏洛突然很感激蓝军要 竟然在这么紧要的时候 救了自己 而且还这么尊重自己的想法 请七王爷告诉大家答案吧 夏洛说 于是 蓝军要就给大家讲述了 这个魔术的奥秘 其实非常简单 只是手法上的问题 当变魔术的人 把两边的牌 对在一起的时候 两只手一上一下 但都分别用拇指和食指 卡住两边的牌 在十三公主吹气的一刹那 迅速一抽 左手拿着原先右手的牌 右手拿着原先左手的牌 那么之前被对着吹气人的两张牌 就恰好挣了过来 说起来 这真的算不上什么高端的魔术 却这样唬住了十三公主 蓝军要为了让大家明白 还手把手教了十三公主 应该怎么变这个魔术 十三公主一下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原本是想为难一下夏洛 谁知道 却让别人觉得自己没见过世面 把一个小杂耍当成了妖术 夏洛看着蓝军要这样帮自己解围 想起之前的种种 觉得也许自己以前 对他真的是存有偏见 蓝军要表演完 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 夏洛冲他点头笑了笑 表示谢意 这一切被蓝军莫看到了 他心里很不舒服 想起之前七哥说到夏洛的时候 还说他是颇富种种 蓝军莫想不明白 他们之间怎么有了这样的互动 七哥对夏洛的态度 怎么有了这番转变 邻国丞相看了这精彩的表演 也对夏洛赞不绝口 暗中更觉得 这个七王爷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 而这个时候 他想到 或者可以把夏洛带回自己的国家 于是言语中说道 如果我们这样的小国 也能有像南越国 这样多才多艺的民间女子 那真是太幸运的事了 皇上和皇后听了这话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相互微笑点了点头 七王爷和八王爷都把这看在眼里 他们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皇上打算拉拢邻国 不希望邻国再闹事 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 凡是能用一个女人解决的问题 何必用千军万马去解决呢 皇上和皇后 现在肯定是想把夏洛赐给邻国丞相 然后稀释宁人 而夏洛听了丞相的话 心里很是忐忑 只能说相信您的国家有比我更多才多艺的女子 我这些都只是雕虫小鸡罢了 为了能让这件事情赶紧过去 夏洛盲说 请上最后一道菜吧 这个时候 宫女传了最后一道精心准备的食品 竟然是蛋糕 上面写着繁体的生辰快乐 夏洛看着这个蛋糕 心想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乐的繁体有多少笔画 我要是能穿越回去 一定要去台湾 为了告诉大家 我也能在所有人都写繁体字的社会里生活 夏洛给众人分发了小碟子 里面都有小号的蛋糕 最后一个是最大的 是给太后皇上的最大包装 这些从来都没吃过奶油的人 吃着这么香甜可口的蛋糕 甚至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十三公主想着刚才的事情原本有些气不过 打算这个时候再找点茶 可是话到了嘴边 却因为蛋糕太好吃而噎了回去 邻国的丞相看着品尝着这样的美味 对夏洛更是另眼相看 这个时候 七王爷和八王爷却不能专心享用美味 他们生怕皇上会把夏洛许给邻国丞相 第三十章 赐婚 夏洛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蛋糕 他想了想 不如就叫生辰糕好了 接着就给大家介绍起了蛋糕的制作方法 夏洛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都能够直接拿到小麦粉 小苏达这样的东西 可是现在都要自己制作 所以想了很多办法 包括牛奶 果汁 发酵粉这些 夏洛都跟大家说了可以代替的工具 他完全没有把这个独门秘方 当成一个需要保密的事情 反而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都学会做这个东西的办法 因为他觉得在生辰的时候 吃到好吃的东西是最大的福分 其实 他心里暗暗想 自己以前过生日的时候 每年都有蛋糕吃 已经觉得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而当他穿越过来之后 才发现 想要吃一次蛋糕竟然这么不易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尝到这个在生日的时候 最有意义的食品 当然 他们还有长寿面可以吃 或许 生日对于很多人来说 更多的不是意味着 这一天有多么重要 而是需要显得这一天很重要 从而有一种仪式感 让人更认真地去过以后的日子吧 他把关于仪式感的想法 说了出来 更让在座的各位佩服 之后 他还插上了小蜡烛 让太后许愿 太后一开始不太明白 是什么意思 夏洛说 这蛋糕上的蜡烛 就像是花灯节的花灯 您许了愿望 把它们吹灭 就像是把花灯放在河里 您的愿望就能实现了 太后觉得很有意思 就照做了 皇上皇后也对夏洛很是赞许 这个时候 林国丞相又一次表现了 对夏洛的重义 说 夏洛小姐如果不介意 不如随微臣去 教教我们国家的御厨 不然我真怕我们国家的人 都因为南越国的吃得太好吃 而都蜂拥而来了呢 这句话看起来是恭维夏洛 另外的两层含义 一层是想要带夏洛走 还有一层就是暗示皇上 如果不把夏洛交给他 他也许会发动战争 皇上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意思 于是便要开口赐婚 皇上正要说话 既然这样 蓝军耀就立刻走了出来 皇上 儿臣想要皇上赐婚 皇上一正 心想 上次把邻国的公主 许配给了自己这个儿子 如今他竟然突然要赐婚 那个王妃这个时候 就坐在蓝军耀旁边 已经生了粗意 蓝军耀看着邻国丞相 看夏洛的样子 心里非常不开心 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 邻国丞相的眼神 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妙 如果这个时候不阻止皇上 也许就来不及了 于是 蓝军耀旁要继续说 儿臣想让皇上赐婚 儿臣和夏洛姑娘 在醉云楼相识 之后又应给太后八十大寿 准备寿宴 而常常在一起工作 日久生情 所以 请皇上赐儿臣 与夏洛姑娘成婚 这个时候 最震惊的莫过于八王爷蓝军末了 七哥这是怎么了 他之前还不喜欢夏洛的 而蓝军末更后悔的是 自己就晚了一步 为什么自己不早跟夏洛表明心计呢 如果不说 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他想到自己和夏洛 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 所有的不幸 也许都来自于来不及吧 他来不及跟夏洛 品尝更多的美食 来不及跟夏洛 讲自己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就心动 来不及告诉他 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 时间过得飞快 来不及告诉他自己 想要和自己爱的女子相守到老 而那个女子就是他 蓝军末坐在椅子上 看着这一切发生 就好像自己之前 所有美好的想法 都不过是梦境 皇上和皇后更是震惊 两个人原本打算 把夏洛赐婚给林国丞相 可是自己这么重义的儿子 看中了这个女人 又描述成了两情相悦的样子 这可怎么办呢 林国丞相看着这个场面 倒是欣慰十足 他自己当然是喜欢聪明的女人 而这个时候 有个对手突然出现 反而让他觉得很有意思 他倒是很想看看 夏洛是怎么想的 皇上和皇后 想不出办法的时候 当然首先要问当事人的意思 夏洛小姐 有这样的事情 原来这段日子 都是你跟七王爷 在一起忙活 你也实在是辛苦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 已经两情相悦 难题给了夏洛 夏洛感觉到林国丞相 对他的意思 但是他自己 并不喜欢林国丞相 更不想到别的国家去 更何况他真正喜欢的人 是八王爷 既然他在这个国家 夏洛就不会走 可如果说了实情 说自己喜欢的人 是八王爷 这样两兄弟之间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庭广众之下 让七王爷难看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说自己真的 和七王爷两情相悦 就是给自己 许下了一个 违心的承诺以后 再也不可能 跟真正爱的 八王爷在一起了 夏洛必须迅速决定 皇上 皇后 小女子年龄还小 至今没有想过 嫁娶之事 小女子确实 和七王爷 在醉云楼多次见面 夏洛只能这样 模棱两可 一个皇上喜欢的皇子 要皇上赐婚 如果不云 还当着林国丞相的面 那实在是大不尽 可是让夏洛 一口陨落下来 他又实实在在不甘心 站在一旁的 蓝军耀有些难过 自己这样做 除了是想要得到 夏洛之外 也是为了夏洛好 他就不懂自己的 一片苦心嘛 蓝军耀说 皇上 儿臣是真心喜欢 夏洛小姐 求皇上赐婚 皇家的事情 想来都不是 女人想不想 能说了算的 皇上还从来 没有看到过蓝军耀 如此钟情于一个人 而这是自己 最喜欢的儿子 既然是他想要娶的人 皇上便只能同意了 那好 朕就同意了 不过赐婚的事情 还要大办 今天我先答应你们 后面的事情 咱们再从长计议 皇上就这样 决定了夏洛的命运 这个时候 还坐在那里的 王妃心里 实在不是滋味 想着前些天 也对自己如此冷淡 原来是因为 一直在跟这个 小姑娘鬼混 王妃心想 就算这个人 能够进王府 我以后也不会 让她有好日子过的 夏洛知道皇上 执意一下 想要变更 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便说 小女今天已经 完成了晚宴的任务 还请退下 你就坐到七王爷 旁边就行了 皇上说 既然已经赐了婚 就当夏洛 是蓝军耀的人了 皇上恕罪 小女子身体有些不适 想先回去休息 皇上见状 也值得同意 丞相看出 这份感情不是你情我愿 想着之后 恐怕还会有些故事 夏洛走了以后 没过多久 八王爷蓝军末 也从席间退下 因为他以前 就经常讨袭 皇上便也没有说什么 蓝军末想着 夏洛应该没有走远 便赶紧去寻 在不远处的池边 他看到夏洛一个人 在默默流泪 他不知道应该 怎么安慰他 只能走过去 站在一旁不说话 就那么默默地陪着他 蓝军末此时心里 又何尝没有哭声呢 明明真爱的女子 真是讽刺 可是蓝军末能说什么呢 天下这么大 难道带着他远走高飞 自己的哥哥怎么办 夏洛的家人又怎么办 蓝军末决定 把自己的心意埋在心底 夏洛哭了好一会儿 对蓝军末说 八王爷 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 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心意 现在是一只词 我觉得至少要让你知道 我的想法 我才不会后悔 蓝军末痛恨自己 竟然没有夏洛 一个女孩子更有勇气 他想要抱抱她 可是她已经是七个的人了 只拍了拍她的肩膀 不要多想了 第31章 错过 夏洛盯着蓝军末的眼睛 她以前从来没有 这样勇敢地指示过她 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细致地 看她的脸 她的轮廓 现在 她只想把这张脸看得够 夏洛问她 可是 你就从来没对我动过心吗 蓝军末站在那里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把眼睛看向别处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夏洛说谎 夏洛还是不甘心 她只想要一个答案 你如果从来没对我动过心 为什么你会来醉云楼 和我一起吃饭 今天你又为什么 一直在后厨陪我 正在这个时候 蓝军要跟皇上说 自己想要看看夏洛 哪里不舒服 来照顾她 皇上便同意了 王妃看着七王爷 对夏洛竟然如此上心 对夏洛的疾恨又多了一分 蓝军末还是不说话 她多想告诉夏洛 自己也是喜欢她的 可是她就只能站在那儿 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 我从来不想要求什么 就算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但是你最起码 要让我明白你的心意 你这样不说话 我就不会甘心 今天你跟我说 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所以才陪我到后厨的 可是我后来知道 今天中午 那个邻国丞相就来了 皇上中午办了宴会 你没有去 所以你做的这些 只是无意为之的嘛 我不信 蓝军末忍住自己 想要说的所有话 对夏洛说 你确实是想多了 我只是逃习逃惯了 今天完全忘了 有宴会这马事 夏洛小姐 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说着 蓝军末故意表现得 很洒脱的样子 笑了笑 离开了 可是 这个时候的她 觉得自己像是逃走了 逃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个时候 蓝军耀已经在旁边听了很久 她看着八弟的样子 觉得八弟对夏洛 并不是完全没有感情 两个人这么多年的兄弟 蓝军耀认为 自己还是了解八弟的 她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夺人所爱了 可这也是她最爱的女人啊 蓝军耀只能这样对自己说 也许八弟只是一时的好感 对夏洛还并没有动真情 蓝军耀心里也并不舒服 可是她不忍心 看着夏洛一个人在那里 看着八弟离开以后 她才走上前去 我听见你们说的了 她说 夏洛当作没有听见这句话 直接质问蓝军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的是八王爷 你为什么要让皇上赐婚 你没有看到林国丞相 是怎么看你的吗 你想要嫁到林国去 妈 蓝军耀很生气 就算嫁到林国去 我也不想嫁给你 夏洛一怒之下 说了自己都觉得太伤人的话 因为刚才听了夏洛对八弟的表白 蓝军耀心里很是难过 她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竟然那样低三下气地 跟另一个男人说话 即便那个人 是自己最好的兄弟 是自己最宠爱的弟弟 也不行 她不像看着夏洛这个样子 她讨厌这个温柔的夏洛 她想要那个能随时 泼人一脸酒的夏洛 于是 她也不管夏洛怎么想 一些话直接从嘴里冲了出来 你以为你跟八弟 有可能在一起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八弟眼光很高的 你配不上他 你还不信 你今天还没有证实吗 不然刚才为什么 他没有站出来 让皇上赐婚 在他眼里 你不过是个做饭 还不做的小姑娘 你有什么资本 让他爱上你 蓝军耀原本以为 说这些话 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可是看着夏洛 越哭越凶 他自己更痛愤自己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我喜欢谁 跟你没有关系 八王也喜不喜欢 我也跟你没关系 夏洛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他觉得自己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可是眼泪 还是在不停地流下来 怎么也止不住 他觉得自己的脑袋麻麻的 似乎是哭泪了含泪了 蓝军耀不再说话 一把就把夏洛 搂在了怀里 夏洛哭得让他太心疼了 可是夏洛这个时候 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力气 竟然一下正脱开了 难过的就要跑开 蓝军耀一把拉住他 给他点了穴 夏洛晕了过去 这一次 蓝军耀终于可以抱着 自己心爱的姑娘了 可是这个姑娘心里 对他却全是误解和怨恨 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 他抱着夏洛 不敢太用力 有害怕把他摔倒 就这样 把他直接带出了宫 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 夏秋时和丫鬟兵节 正在醉云楼等着 他们想夏洛总是要回来的 他们还准备了一些 清凉可口的饭菜 想着夏洛忙活了一天 即便吃东西 可能也吃得有些腻 所以只做了一些爽口的 可是没想到 他们开门却看见了七王爷 七王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夏秋时 虽然平时总是很卑微的样子 可是看着蓝军耀手里 抱着自己的女儿 语气竟然变得很生硬 似乎是在质问他 蓝军耀一路上也很是难过 现在并不想说话 可还是要回答夏秋时的问题 夏洛小姐今天太过劳累了 夏秋时不相信 就算太累也不可能昏倒啊 而且脸上还有泪痕 夏洛 他哭过 夏秋时的声音里透着心疼 今天皇上把他赐婚给我了 他并不喜欢我 蓝军耀说这句话的时候 仿佛这件事情 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他在讲给别人听 可是 小姐怎么昏了过去呢 丫头冰姐问 我点了她的穴道 她休息一下就好了 明天就会醒过来 不会有事的 蓝军耀说完就走了 夏秋时和冰姐 还有很多事情想要问她 但她什么都不管 就这样离开了 可是就刚刚这么一段话 对于夏秋时和冰姐来说 信息量就已经够大的了 因为夏洛并不怎么跟父亲 谈论感情的事情 所以夏秋时更是没有想到 自己的女儿会突然间 被许配给王爷 但夏秋时一直都看得出来 自己的女儿并不喜欢七王爷 她实在弄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冰姐倒是因为和小姐 谈论过这些事情 她知道小姐的心意 其实是喜欢八王爷的 但她也知道七王爷 对小姐的心意 想来是七王爷要求皇上赐婚 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吧 那小姐是要伤心坏了 冰姐只想看着小姐 早点醒过来 问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 夏洛醒来 觉得头很疼 看到自己竟然已经回到了家里 于是拼命回想 昨天发生的事情 她只记得自己哭得太累了 之后好像是七王爷 点了她的穴道 她就睡过去了 这个时候 冰姐和夏秋时 都在她的房间里 看到她醒来 又是拿来水 又是拿来药 谁把我送回来的 夏洛问 冰姐回答 是七王爷 冰姐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问 但还是忍不住 她说 皇上把你赐婚给她了 冰姐戳到了夏洛的伤心处 夏洛一下就哭了出来 这次办了太后的八十大寿 光这件事就赚了不少的钱 可是 赚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 连自己的幸福 都不能自己说了算 夏洛回想昨天 和八王爷在池边的谈话 她隐约觉得 八王爷似乎也很痛苦 可是她还记得 八王爷说她自作多情 夏洛不知道是自己 在欺骗自己 还是八王爷 也一直在躲避些什么 这些事情 让夏洛觉得生活 是那么无望 她让眼泪这样流下去 对自己说 以前看的爱情小说里 不都是哭过就没事了吗 那就让我哭个痛快吧 她就这样躺在床上 没有胃口 只是哭 只有夏秋时 端要过来的时候 她才听父亲的话 喝一点药 她知道 自己就这样错过了自己的爱情 第三十二章 重逢 蓝军耀自从那天 把夏洛送回最云楼之后 一直郁郁管欢 回到王府以后 王妃还问了她 关于夏洛的事情 这让蓝军耀 更讨厌王妃了 她只希望夏洛 能赶紧好起来 想着王妃这样询问 肯定心里不满 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 到底是在帮夏洛 还是会给她带来 更多的困扰 蓝军末自从那天以后 虽然心里挂念夏洛 但是决定不再去醉云楼 夏洛一连几天都没有出门 夏秋时找了大夫 来看过指数是染了风寒 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是心病 而这些天 七王爷和八王爷 都没有来看夏洛 夏洛有些孤单和失落 她实在是很想念八王爷 可是七王爷的话 也让夏洛暗暗有些难过 她说的对 如果八王爷 真的有那么喜欢自己 就会更早跟皇上请求赐婚了 对 是我自作多情 夏洛对自己说 想到七王爷做的事情 夏洛又是生气 又有些觉得气不起来 如果这件事 换作发生在别人身上 她会告诉别的姑娘 这个人是真正喜欢你的 虽然她总是做些 奇怪的事情惹你生气 那次七王爷吻她的时候 她能够感受到 她气息里的欲望 她知道 如果只是随便玩玩 不是真的喜欢 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的 夏洛一个人 待在屋子里的时候 只会胡思乱想 于是 她告诉自己 不能这样了 必须要出门 她决定出去照看生意 夏洛让冰杰 帮自己换上衣服出门去 小姐 您病还没好 身体这么虚弱 怎么能出门呢 冰杰担心地说 夏洛不管 不行 我就是要出去 我得看看酒楼怎么样了 你记得我当初的计划吗 我不能因为感情的事情 连自己想做的事情 都不能完成 我得振作起来 冰杰没有办法 只能帮夏洛 舒适打扮 扶着她出去 夏洛勉强起身 能够走路 在后院晒了晒太阳 终于觉得有了些力气 于是 她跟冰杰一起走进了酒楼 生意还是像原来那么好 应该说 是比原来更好了 但是夏洛自己看着 人来人往的酒楼 一下子觉得少了点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她看到了一缕紫色 紫色飘进了酒楼 是上次在花灯节上 遇到的紫袍男子 夏洛看到这个人 赶忙赢了上去 想要说些感谢的话 但紫袍男子 似乎看出 夏洛身体不太好 便赶忙让她坐下来 紫袍男子进来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在看她 一是因为这个人谈吐不俗 二是看她竟然戴着面具 觉得有些新奇 紫袍男子眼睛里 没有别人 只看夏洛到底好不好 当然 你肯定知道 这个人就是七王爷 可是他现在却不能说 他只想来看看夏洛 到底过得好不好 想知道他恢复了没有 如果他以王爷的身份来见 也许夏洛的心情 会受到影响 紫阳先生 上次花灯节的时候 谢谢你救了我 我还以为 你这样的侠时到处走 这么久也不见你来酒楼 我以为你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夏洛虽然虚弱 但记忆很好 紫阳 哈 这个临时想到的名字 这样被人叫起来 还真是觉得怪怪的 蓝军耀想 夏洛小姐 你这家酒楼 现在是明满皇城了 不管怎样 我也要来见识见识啊 何况太后八十大寿 都邀你去做主厨了 这件事几乎是无人不知呢 紫袍男子说着这些话 夏洛觉得这个人 也许身份高贵 却猜不透 他到底是何许人也 夏洛值得客套地说 您真是过奖了 紫袍男子说 既然今天这顿饭 肯定是免费的了 那不如我邀你一起吃 如何 说起来 这些天 夏洛基本上茶饭不思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蓝军耀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想着也就是这样 能哄着夏洛吃点东西 夏洛不好推脱 便和紫袍男子一起上了楼 兵杰把夏洛送上楼去之后 救下来了 招呼前厅的客人 紫袍男子点了菜 就跟夏洛聊起 他脸色不好的事情 夏洛硬撑着说 没事 可是这次见你 比上次瘦了不少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他说话的时候很绅士 声音也很好听 夏洛想要推脱 却很难什么都不说 紫袍男子并没有 非要夏洛回答的意思 只是说 夏洛小姐想没想过 我为什么知道你的方名 上次花灯节的时候 我只告诉你 我叫紫阳 我却没来得及问你的名字 只知道这家酒楼 夏洛起了好奇 难道是因为酒楼 现在太有名气 连带我也很有名气 夏洛说着这话 脸上露出了一点 自嘲的笑容 自从那天之后 他已经很久没笑过了 其实 我在上次花灯节之后 还见到过你 紫袍男子说 这就让夏洛 更摸不着头脑 他皱着眉头表示不解 疑惑地看着紫袍男子 太后八十大寿的时候 宴请了很多人 我也很荣幸在其中 那天我尝了你的厨艺 觉得实在是精妙 尤其是最后那道生辰高 真是匠心毒蕴 紫袍男子说这句话的时候 夏洛有些惊讶 心想 这个人果然出身不凡 不然是不可能 去参加太后的晚宴的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天七王爷 请求皇上赐婚的事情 这个人应该也知道了 夏洛正在想 就得到了答案 那天皇上赐婚你和七王爷 但你似乎不大高兴 紫袍男子直接说 夏洛犹豫了一下 事情已经这样 关于他对八王爷的感情 还是不说为好 既然这个人猜到 自己不喜欢七王爷 他又救过自己的命 应该可以跟他说一说吧 于是 夏洛说出了心里的感受 我确实对七王爷 没有男女之情 你知道 他在经商方面很有一套 整个南越国 也有他不少功劳 可是 第一次看到他 酒楼开张时候的样子 就觉得这个人有些嚣张 后来他经常过来 我也没有对他 有过什么好感 可是说起来 我也并不讨厌他 虽然一开始觉得他很自大 但是当初 最云楼的厨房 险些被烧了 是他带人去救的 我还记得那天 他特意照顾我跟兵节 哦 就是我家的丫鬟 让我们两个在外面 不要进去 这个人还是挺仗义的 其实我也知道 他那天要求皇上赐婚 也有一层意思 就是怕林国丞相 有什么企图 可是这个人 总让人摸不透 也许并不是 我喜欢的类型吧 蓝军要心想 你喜欢什么类型呢 你就是喜欢八弟那种类型 我跟八弟到底差在哪儿呢 他不太开心 簇一大发 却必须抑制自己的情绪 想想夏洛可能很久 没跟人说知心话了 他难得跟自己说一说 至少应该始终开解才对 这个时候 上了一些菜 紫袍男子直静静地吃着 你也吃一点吧 紫袍男子说 明明心疼 却不能显露太多 爱夏洛便也吃了一点 紫袍男子要离开的时候 夏洛打算起来送送他 可是因为这些天 实在太虚弱了 起身的时候 差点晕倒 紫袍男子赶紧扶住了他 这一刹那 夏洛一下觉得 这个人身上的味道 让他很安心 再一次觉得很熟悉 却说不上为什么 可是他已经没有 力气想这些了 就踏踏实实地 倒在了这个人怀里 这个时候 蓝军耀还哪记得什么醋意 只想夏洛的身体 赶紧好起来 他摸了摸夏洛的脸 感觉他在发烧 整个身体都很烫 于是他带他去了后院 第33章 身份 丫鬟冰杰 看着紫袍男子抱着夏洛 从屋里出来的时候 十分惊诧 也有些害怕 盲问 小姐出了什么事 紫袍男子来不及搭理冰杰 只抱着夏洛 直接往后院走 冰杰觉得有些奇怪 紫袍男子是第一次 来醉云楼 但是为什么 对醉云楼的整个构造 这么熟悉 可是这种感觉 也只是在他脑子里 闪现了一下 就立刻消失了 他心里 还是更担心小姐怎么样了 所以别的好奇 他也顾不得了 只能在一旁看着 直到紫袍男子 把夏洛 抱到了他的闺房 紫袍男子 从怀里 拿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个药丸 从盒子的样子看 紫袍男子 应该是个家事 很了不得的人 也许是富贵人家的公子 或者是江湖上 哪个有名人家的侠士吧 冰杰想 这是什么药啊 冰杰问 你家小姐太虚弱了 这个药能让他好好休息 恢复体力 紫袍男子说 快拿水来 紫袍男子吩咐冰杰 冰杰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直到紫袍男子 救过小姐的命 就只能听他的 于是赶紧端来水帮夏洛 把药送下去 等看着夏洛的脸色 好了一些 冰杰便对紫袍男子说 感谢您对小姐 又一次的搭救 可是 这毕竟是小姐的闺房 您看 冰杰不知道 应该怎么往下说 这话分明是要 赶人走的意思 冰杰有些说不出口 紫袍男子 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只看着夏洛 看夏洛的脸 还是发烫 便吩咐冰杰 那一盆凉水来 还有手巾 夏洛没办法 只好照办 出去接水的时候 他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紫袍男子跟小姐 只有一面之缘 为什么对小姐这样照顾 如果只是出于狭义 那么刚才 他应该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也该知道 自己并不该 在小姐的闺房里 待这么久 按说 小姐吃过药 紫袍男子 就应该知趣地离开才对 夏洛觉得自己 没办法应付了 于是就去找夏秋时 冰杰接水回来以后 紫袍男子 亲手把手巾润湿 然后放在夏洛的头上 希望他赶紧退烧 冰杰看着门 这个时候 夏秋时进来了 这位壮士 刚才我在门外 看到丫鬟打水 他知道夏洛又病倒了 感谢您的搭救 不过 您看我家女儿 如今还带子闺中 您在她闺房待了这么久 似乎对小女的生育 不太好啊 夏秋时并不知道 这个紫袍男子 面具下的是什么样的面孔 说话十分直接 紫袍男子这个时候 只想陪在夏洛身边 他并不想离开 他犹豫了一下 摘下了面具 夏秋时和冰杰都很惊讶 连忙行李 七王爷 夏秋时半天没缓过闷来 七王爷 怎么是你 这件事情不要跟夏洛说 蓝军要摘下面具的时候 并不觉得让夏秋时和冰杰 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他说话的语气异常平淡 一边说 一边把夏洛头上的手巾 拿下来 重新沾了凉水 帮他降温 他帮夏洛擦了擦脸 把手巾放好之后 对夏秋时和冰杰说 皇上已经把夏洛小姐 赐婚于我了 我想作为他未来的丈夫 现在陪在他身边 应该不算过分吧 虽然说这句话的时候 显得有些仗势欺人 但这个时候 蓝军要只想得到夏洛 他从来没有那么想要 一件东西 从来没有那么想 和一个人在一起 他只要跟夏洛在一个空间里 感觉到两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呼吸 似乎就足够了 夏秋时看到七王爷 如此钟情于自己的女儿 有些欣喜 而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 其实喜欢的是八王爷 更不知道八王爷 跟自己的女儿 原本是两情相悦 可冰杰知道这一切 他又不知道 应不应该告诉老爷 想到 就算告诉了老爷 老爷也未必能够想到办法 于是只能默默旁观 夏秋时说 既然如此 七王爷就尽管在这里好了 不过府中还有丫鬟 七王爷不必亲自 在这里照顾夏洛了 夏秋时还是有些不能适应 如果以后自己的女婿 是个王爷 自己应该怎么当 这个老丈人呢 夏秋时总是觉得 应该客客气气地对待王爷 就让我多陪夏洛一会儿吧 蓝军耀说 这语气中 似乎带着一些恳求的意味 蓝军耀自己也有些怕了 有的人说出 喜欢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而现在的他 之所以不让兵杰告诉夏洛 自己就是紫袍男子 不过是为了给夏洛一点空间 他甚至有点不想让夏洛 知道自己那么喜欢他 夏秋时只能同意了 这一天 蓝军耀没有回王府 一整晚都在陪着夏洛 蓝军耀用手筋帮他降温 帮他换水 一夜都没有睡 偶尔能听到夏洛说的梦话 寒寒糊糊 但有些句子还是能听出来的 八王爷 我真的配不上你吗 夏洛在睡梦中这样问 皱着眉头 蓝军耀既生气跟嫉妒 又有些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这样跟夏洛说 夏洛也许就不会把这件事情 当成心病了 蓝军耀抚摸着夏洛的额头 暗自神伤 不要 我不想嫁给七王爷 夏洛说着梦话 伸出手来想要把什么推开 蓝军耀很难过 但是看夏洛把伸手的时候 把被子弄得乱七八糟 生怕他会感冒 有很心疼 于是一直把他抱在怀里 这一夜 王妃则在王府里一夜没睡 他看七王爷很晚还没有回来 便问侍卫七王爷到底去哪了 有一个侍卫不小心说漏了嘴 王妃十分愤怒 一个还没有取进门的民间女子 竟然让王爷这样牵挂 自己是堂堂王妃 却丝毫没有办法 第二天早上 七王爷看夏洛的烧退了 脸色也有些好转 便放心了 早早地离开了最云楼 临走之前交代了兵杰很多事情 让他好好照顾夏洛并再次叮嘱 不要把子袍男子就是自己的事情告诉夏洛 兵杰虽然嘴上答应 但觉得这件事情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心里还是有些犹豫 夏洛醒来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了很多 似乎一下有了力气 这个时候 冰杰和夏秋时陪在他身边 夏洛回想自己是怎么晕倒了 想起了昨天跟子袍男子吃饭的事情 紫阳 对 那个子袍男子走了吗 夏洛有些迷迷糊糊地问 小姐 昨天你实在太劳累了 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晕倒了 他把你送回了这里 还给你吃了一个药丸 好像药力很好 所以你现在没事了 冰杰这样回答 幸好有他 我应该好好答谢他才是 夏洛似乎在自言自语 您昏睡了一个晚上 他把你送来 给你吃了药就离开了 冰杰这样说 看了看夏秋时 夏秋时也看了看他 两个人达成了默契 便没有把子袍男子 就是七王爷的事情告诉夏洛 夏洛觉得自己身体好多了 就去醉云楼继续工作 当一个人感情上不顺利的时候 或许让自己忙碌起来 是最好的选择 夏洛想 谁知道 林国丞相竟然来到了醉云楼 他原本是在医馆里 本来给太后祝寿之后 应该要离开了 可是因为之前见到了夏洛 实在有兴致再来看看这个姑娘 于是便来了 他性格魅惑妖娆 打亮夏洛的眼神中带着侵略性 就好像夏洛赤裸裸站在他面前一样 他邀夏洛跟他一起吃饭 并说自己原本打算让皇上赐婚给他 其实如果没有七王爷突然出现 也许现在夏洛就是他的人了 说话的时候离夏洛很近 气息打在夏洛的脖子上 夏洛感觉麻酥酥的 他赶紧走出了房间 回想之前的事情 夏洛越来越明白 七王爷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他说自己配不上八王爷之类的话 也许只是借口罢了 夏洛越来越确定七王爷对自己的心意 想要跟七王爷道歉 但却仍然没能对七王爷动心 第34章 道歉 虽然夏洛有些后悔之前误会七王爷 真心实意想跟七王爷道歉 但他并不是真的想嫁给七王爷 夏洛觉得身体更好了一些之后 决定亲自去王府道歉 这样做也比较有诚意 夏洛让冰杰跟自己一起出门 想要去找七王爷 小姐 你怎么一下对七王爷有了这么大转变 冰杰有些好奇 其实也没有改变太多 只是觉得赐婚这件事 确实是我误会他了 夏洛说 经过了这么多天 身体跟心理上的变化 夏洛觉得自己做事情的时候 都没了力气 说话也不像原来那样有惊奇神了 冰杰一路上心里都很矛盾 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夏洛 紫袍男子的身份 事实上 冰杰开始有些希望小姐 能够跟七王爷在一起了 遇到一个愿意真心对待自己 的男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说 之前七王爷对夏洛小姐所做的事情 有些唐突的话 七王爷隐藏自己的身份 以子袍男子的面孔 专门来到酒楼 听夏洛小姐说知心话这件事 又显示出了她的隐忍 冰杰很同情七王爷 但是看着夏洛小姐对八王爷念念不忘 又觉得小姐对八王爷的爱 也是十分可贵的 就这样一路纠结着 两个人到了王府 夏洛在王府门口的时候 蓝军耀正在自己的书房 他想着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 觉得自己的人生 因为夏洛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 是未来通传 七王爷 府外夏洛小姐求见 虽然蓝军耀知道 这算不上心有灵犀 但是他觉得 当自己正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出现 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于是赶忙说 快请进来 蓝军耀赶紧看了看 自己穿的衣服是不是合身 自己的样子是不是够英俊 照了一会儿镜子之后 又有些失落 心想 反正自己再怎么英俊 夏洛喜欢的还是八弟 侍卫把夏洛请进来 走到后院的时候 恰好遇到王妃 王妃在太后寿宴的时候 见到过夏洛 看到夏洛 竟然自己今天送上门来了 心想 一定要好好给她点颜色看看 王妃拦住侍卫 这是谁啊 假装自己不认识夏洛 这是最云楼的主厨 夏洛小姐 就是给太后八十大寿 做寿宴的姑娘 侍卫说 谁让你插嘴 王妃训斥侍侍卫 看你长得还不错 就勾引我家王爷是不是 见到我竟然都没有行李 来人 拖出去打二十大板 夏洛看着王妃 什么也不想说 任由她叫人 可是周围的侍卫都知道 夏洛即将被取进府中 谁都不敢乱动 只得站在那里 蓝军耀在书房实在坐不住 想着夏洛来 只想赶快见到她 于是自己出来了 走到后院看到这一切 对王妃的做法很是愤怒 谁敢 蓝军耀说 王妃回过头来看到是七王爷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虽然当初她嫁到这里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两个人相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妃看到了七王爷的能力 也看到了她作为一个男人仗义的一面 因此心生爱慕 女人总是容易对男人日久生情的 但男人常常太理智 从王妃进王府的第一天起 蓝军耀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 但是感情上总是淡淡的 从来没有动过心 王妃尝试过各种努力 亲手下厨做饭的事情也做过 端茶倒水的事情也做过 可是发现都不奏效 两个人就这样看起来举案其眉 以礼相待 但实际上却能看出蓝军耀并不爱她 还有什么比自己的丈夫不爱自己 更让人感到悲哀的呢 蓝军耀走了过来 看了王妃一眼 任何人都能在这个眼神中 读出愤怒和不屑 等到蓝军耀面对夏洛的时候 整个人都温柔了起来 这样的反差看在王妃眼里 看在兵杰眼里 也看在在场的侍卫眼里 你身子好些了没有 就来王府了 那天你生病以后 我也没去看你 蓝军耀语气里带着愧疚 这样说着的时候 兵杰看了看她 两个人对紫袍男子的身份心照不宣 多谢王爷关心 夏洛试图用礼书来保持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我今天来是向王爷道歉的 夏洛说这句话的时候 蓝军耀只有心疼 他说这里风大 别说话 跟我去书房吧 蓝军耀想要去拉夏洛的手 但是想想 夏洛只是来道歉 而他知道夏洛至少现在还不喜欢自己 于是手刚要伸过去 又收了回来 假装是要整理衣角 蓝军耀转脸对王妃说 你退下吧 语气中有些无奈 他对王妃的失望还不仅是这一点 那天他跟暗影说 邻国丞相的事情的时候 他从王妃的表现中看出了问题 夏洛跟着蓝军耀 到了书房书房这个地方 是王妃不允许进入的 除了那次 他非要给蓝军耀送羹汤 夏洛却不知道蓝军耀这样做 是对自己莫大的信任跟爱护 他只是想来道歉的 于是他进门就说 昨天那个邻国丞相来过罪云楼了 七王爷立刻抬头看着夏洛 关切地问 他对你 可是话说到嘴边又收回去了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夏洛继续说 我现在知道你当时让皇上赐婚给我 是为了不让邻国丞相把我带走 不管我跟八王爷是什么样子 不管我配不配得上他 但是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保护我 我之前对你有误会 我想说声抱歉 夏洛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古代女子常有的娇羞 他直视蓝军耀 为了表示诚恳 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 对 勇敢 这也正是蓝军耀觉得 夏洛最迷人的地方 你大可不必 蓝军耀想说 夏洛大可不必专程前来道歉 可是没等他说完 夏洛就继续说 但是你说我配不上八王爷的事情 是你的错 夏洛希望把事情都说清楚 看着夏洛还对八弟有心 蓝军耀觉得心里就像有一把刀插在上面 一时间说不出话了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让你跟皇上说清楚 你当时让皇上赐婚 并不是因为对我有意 而是不想让我落到邻国丞相手里 我已经跟你承认了错误 道了歉 我也想让你去找皇上说明事情的真相 夏洛希望自己能够不卑不亢 他努力着 蓝军耀几乎要气得发疯 虽然自己当时要求皇上的赐婚是无奈之举 但夏洛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对他是有感情的 他怎么可以这样伤害自己 毁婚是要株连九族的 蓝军耀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下变得很冷漠 可是你是皇上的亲儿子 又是皇上最疼爱的儿子 他不会杀你的 夏洛天真的说 所以你打算自己一个人死 还带上你的父亲 蓝军耀说这句话的时候 显得太过威严 虽然夏洛知道蓝军耀喜欢自己 但如果真的毁婚 自己死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你就罢了 还要搭上无辜的姓名 他也实在做不到 他只能任命 嫁给这个自己不爱的人 夏洛失望地离开了七王爷的王府 皇上赐婚后 原本应该下个月打婚 可是蓝军耀实在等不及了 他看到夏洛这样摇摆不定 他那么想得到这个人 于是他下令 王府上下立刻准备婚宴 三日后打婚 第35章 求助 丫鬟冰杰和夏洛回到了最云楼 夏洛还是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而冰杰也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告诉夏洛 关于七王爷身份的真相 想到七王爷千叮咛万嘱咐 不让自己把实情告诉小姐 冰杰就只能把这些憋在心里 说起来 从知道七王爷这个人 到和小姐一起在街上看到七王爷 再到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 冰杰对七王爷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转变 一开始 他只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很会做生意 但觉得这个人未必很好 可是后来看到 七王爷对小姐做的这么多的事情 冰杰都记在心上 觉得小姐如果和七王爷在一起 也许也会很幸福的 于是 冰杰打算旁敲侧击地改变夏洛小姐 对七王爷的态度 小姐 其实七王爷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看你之前之所以会误会他 就是因为对他本身就存有偏见嘛 其实他喜欢你这件事情 从他闻你的时候 你就很明白地知道了对不对 冰杰问夏洛 夏洛也自问 如果没有八王爷 他会不会对七王爷动心呢 可是 如果这个过程可以假设 就如同历史可以假设一样 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谁先谁后没法改变 想着这些 夏洛有些走神 他想到自己穿越回来这件事情 就觉得有些奇怪 如果历史不能假设 那么现在夏洛所经历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是已成定局的事情吗 如果自己的历史学得再好一点 如果能从历史书里知道 夏洛这个人的事情 也许也就知道自己未来 会是怎样的命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穿越过来之后 我自己所做的一切 不都应该是命运安排好的吗 如果是这样 也许我的纠结都没有用 历史应该怎么书写 还是会怎么书写 夏洛想着这些感到有些无望 对于人 对于命运是否是被自己所支配的这件事 夏洛自从在夏府 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以后 虽然偶尔还是会想念在21世纪的家人 但是没有故意去寻找回去的办法 尤其是在最云楼刚刚起步的阶段 夏洛总是希望能做出点成绩来 但如果这是命运的安排 那自己所做的那些努力 那些收获 难道都是命运创造的 而不是自己创造的吗 夏洛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对自己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我到底是谁 我能做些什么呢 夏洛觉得头疼 小姐 小姐 你还好吧 这个时候 冰杰已经说了七王爷很多好话 可是眼看着小姐的脸色不太对 又在皱眉头 似乎自己说的话都没有听进去 而且还有些不舒服的样子 夏洛被冰杰叫回了现实中 她确实头疼 我不太舒服 你扶我上床休息一会儿吧 夏洛这个时候 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子都被掏空了 冰杰觉得自己说再多也无济于事 看夏洛的脸色变得这样差 还是赶紧把她扶到床上 夏洛躺在床上之后 就闭上了眼睛 她睁开眼 虚弱地说 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吧 冰杰想在旁边伺候 下意识摸了摸夏洛的头 发现她没有发烧 心里安稳了一些 便按照夏洛的吩咐离开了 走出夏洛的房间 冰杰心里一直不踏实 仆人对主人忠心的时候 就会尽自己一切努力 让自己的主人快乐幸福 冰杰就是这样一个忠诚的丫鬟 这个时候去找七王爷 应该也没有什么作用 两个人刚刚谈过 七王爷是一定会坚持 让夏洛小姐嫁给自己的 小姐又肯定是不愿意的 怎么才能让小姐开心呢 到这里 冰杰只想到一个人 八王爷 他想要去试试 最云楼的事情 最近都是夏秋时一个人打电 他看着自己女儿将要加到王府 七王爷对自己的女儿又这样好 心里还是高兴的 可是夏洛对七王爷的态度 却让夏秋时很是担心 可是女儿现在身体这样虚弱 他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就常常去打理酒楼的事情 把照顾夏洛的事情都交给了冰杰 这段时间里 殿小二王汉在酒楼干得很卖力 他发现七王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来醉云楼了 而皇上赐婚的消息很快传开 王汉也知道七王爷对夏洛小姐产生了感情 便想着自己这个卧底 也许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毕竟他当出来的时候 是为了了解夏洛的商业机密 可是现在人家都要成夫妻了 自己这样算什么呢 王汉只想先好好干 以后等到七王爷再来的时候 如果给他调回去做侍卫 他就继续 如果就留在这里了 那以后也要做到高一点的位置 不能一辈子都只当到跑堂的 夏秋时看这个小伙子干活还算勤恳认真 也愿意多教他 夏洛和兵杰不在醉云楼打电上下的日子里 夏秋时就让王汉多多帮忙 甚至开始教他记账的事情 王汉也很聪明 处处留心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做出一番成就 兵杰到了八王爷府的门口被拦了下来 按说他这样寻常人家的丫鬟是不能进王府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夏洛小姐已经快要嫁给七王爷了 但是却不知道他的丫鬟这个时候来找八王爷要做什么 于是侍卫前去通报 这个时候的八王爷过得也并不好 这些天来 他找人去看夏洛的动向 知道夏洛过得并不好 但是自己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内心也很自责 听到是夏洛的丫鬟过来 八王爷很急切地说 快让他进来 这样语气让通报的侍卫感觉有些讶异 兵杰进来之后先跟王爷行了礼 还没等他说话 八王爷就问 你家小姐怎么样 兵杰看得出 八王爷是真心关心小姐 便如实回答 我家小姐现在过得并不好 自从太后八十大寿晚宴那天开始 就一直在生病 中间吃了七王爷给的药 说到这里 兵杰有些犹豫 他不打算跟八王爷讲 七王爷扮成紫袍男子的那件事 于是 直接这样表达了 小姐吃了那药之后 身体好了很多 于是去找七王爷 希望能够说服皇上收回赐婚 但七王爷说 这是会株连九族的事情 小姐回来之后 整个人就都不对劲了 八王爷很矛盾 一方面 他很想帮夏洛 另一方面 他知道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夏洛和七哥的婚事已成定局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 突然决定和夏洛在一起 他和七哥的感情 他和夏洛都未来都未必幸福 八王爷的优思都写在了脸上 七王爷已经知道 夏洛小姐喜欢的人是你 我之前一直都不确定 你对夏洛小姐的感情 可是今天 我看到你这样的表情 我知道 你们两个并不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你们是相爱的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 我知道我说的话 人为言轻 但是 你觉得两个相爱的人 如果就这样错过 你难道不会后悔吗 冰杰原本是来向八王爷求助的 如今却质问起蓝军墨 蓝军墨坐在那里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过了半场 才终于开口 七哥是我的亲哥哥 从小都是他在保护我 帮衬我 我从来没见七哥 这样喜欢过一个人 七哥是那种 喜欢什么就一定要得到的人 你以为我没有后悔过 我无数次想 那天在太后寿宴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我不够勇敢 如果当时我去要求皇上赐婚 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了 但是如今 这件事情闹起来 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夏洛 我宁可他不知道我对他的感情 我相信 七哥一定会对他好的 说着这些话 八王爷的眼圈红红的 冰杰没有办法 也许这次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只能难过地离开 第36章 谎言 蓝军要送走了夏洛之后 心情也不好 一个人在书房里 想自己这样做 到底好不好 他清楚地记得 那天自己向皇上 请求赐婚之后 夏洛不开心离开了 八弟没过多久就走了 原来是去找夏洛 虽然那天 没有听到八弟说喜欢夏洛 但两个人之间 是有些什么的吧 这样想着 蓝军要心里就更难受 从小到大 他跟八弟一直关系很好 在皇宫里 争斗不断 而两个人都愿意 淡薄地做自己的事情 因此在任何一次斗争中 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小的时候 以前的一个皇妃 看到两个人在御花园里 玩玩闹闹 八弟不小心冲撞了皇妃 皇妃偏要为难八弟 还要找母后的麻烦 是蓝军要扛下了这件事 他们在皇宫里相依为命 之后 因为两兄弟都很聪明勤奋 性格也好 深得父皇的厚爱 很多人说 在宫里是很难有朋友的 也很难有永远的兄弟 但是曾经 蓝军要那么确信 自己的弟弟 永远都是自己最好的兄弟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可能断送这段兄弟情谊的 竟然是这段爱情 也许就是因为两个人太相似 才会喜欢相同的人吧 可是至今 蓝军末都没有对蓝军 要说过自己对夏洛的真实感情 而最近一段时间 八弟也很少来府里下棋了 蓝军要什么心思都没有 只自己一个人坐在书房 希望时间快点过去 他想要夏洛 他一定要跟夏洛结婚 这个时候 王妃心里却十分难过 他当年嫁到这个国家 是带着自己国家的使命和任务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真的爱上这个人 可是 这么多年 他能够感受到的七王爷 对自己的感情 只是夫妻间必有的尊敬 而没有爱意 何况自己出身尊贵 为什么会败在夏洛手下呢 还记得夏洛来找七王爷的时候 七王爷就那么袒护他 如果他嫁到府中 以后岂不是会骑在自己头上了 王妃越想越生气 正在这个时候 他的丫鬟小跑着进来 把门关上 很小心地说 丞相大人要听您的汇报 王妃和邻国丞相 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当年进入王府 并不仅仅是和亲这么简单 而丞相这一次来给太后祝寿 就是要和王妃互通消息的信号 王妃想起那日太后八十大寿的宴会上 如果不是丞相对夏洛产生了好感 表现出来 也许七王爷也不会想要把夏洛取进府了 心里就很是不快 可是 现在 他一切都要听这个丞相的 王妃很不甘心 王妃和丞相 有一个秘密接头的地方 是在一个山洞里 这个时候 蓝军耀正在书房里 王妃知道 他现在也没有心思来找自己 便谎称自己要出门和丫鬟买东西 便从府里出去 直奔那个山洞去了 到了那里 丞相没有寒暄 也没有问这段时间 王妃在这个国家过得怎么样 只说 把这半年蓝军耀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我 带着命令的语气 这个男人背对着自己 声音也和往常不太一样 似乎是蒙了面的缘故 王妃这个时候还在生丞相的气 加上他对蓝军耀用情以身 并不像那么容易让丞相得到情报 便说 这半年没发生什么事情 七王爷一直在准备开酒楼赚钱 但是遇到了下落那个姑娘 发现他酒楼开得那么成功 也就没心思做这些事情了 他以后会继承皇位吗 丞相问 皇上似乎很看重他 但是他自己未必想 王妃这件事情还是决定如实回答 你觉得蓝军耀是个有才华的人吗 丞相又问 王妃知道 如果确定蓝军耀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要么会成为丞相利用的目标 要么蓝军耀就有可能会有危险 他不想这样 他 他很淡薄名利 没什么野心 王妃不想说假话 但是也不想正面回答 我问的是能力 丞相追问 他喜欢诗书 下棋 王妃希望用这些没用的信息掩盖过去 丞相不耐烦了 当初送你来到南越国 不是为了让你在王府里待着 什么都不做的 你现在这样 就像从来没有受过训练一样 你这半年来到底都在干什么 丞相斥责王妃的时候 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王妃不打算说话 我明白了 丞相突然说 你一定是喜欢上那小子了 是不是 丞相说这句话的时候 并没有疑问的语气 仿佛他已经笃信 这样也好办 丞相继续说 你也知道我办事的规矩 一个人要是太有才华 或者太让我不开心 那个人可能就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你要是自己不怕死 要不然我就直接让你喜欢上的那小子受点苦 丞相说话的声音里透着恐怖 王妃被吓坏了 你不能伤害王爷 王妃急气地说 那你就让我知道这个人是有价值的 我未来有可能能用得上的 赶紧把他这半年来都做过什么跟我说清楚 丞相再一次命令和逼问 好 我说 王妃这样就把弃王爷在经商方面的才能描述了出来 之前丞相虽然在邻国 但也早有耳闻 但是他并不知道南越国大半个江山的钱都是这个弃王爷在赚的 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的确不简单 加上在太后寿宴的时候聊了几句 就觉得这个人很有一套 说话不卑不亢 话里有话却又让你说不出他唐突 王妃说了一半突然间停下来了 丞相觉得他还有隐情没有告知 便有些生气 你已经说了这么多 你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停下来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你已经背叛了你爱的人 多背叛一点 少背叛一点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吧 丞相说的时候似乎还有些笑声 这样王妃后背一阵冷汗 他 他还派人刺杀过你 王妃说话吞吞吐吐 而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丞相才令有所悟 是啊 刺杀 当初就觉得哪里不对 怎么看也不像是南越国皇上派人做的事情 一共三次 三次的手法全然不同 手下要笼络多少人 才能把这件事办好呢 晚上 王妃回到了王府 这一天对他来讲 太漫长了 他爱的人背叛了他步 他就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 而自己背叛了自己最爱的男人 他甚至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跟夏洛比 跟夏洛逗的呢 最起码夏洛不是邻国派来的间谍 不是每天都要在谎言中度日的女人 他又难过 见到蓝军耀的时候又有些心虚 晚饭的时候 蓝军耀邀他一起进餐 如果是往常 他会非常高兴 可是今天 他却开心不起来 而蓝军耀看到他和他丫鬟的鞋上 沾了那么多土 就明白发生过什么了 那天 王妃进入书房的时候 蓝军耀就明白他的目的 暗影听到门外有动静 蓝军耀之所以不让暗影去追 是因为他已经心里有数 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王妃晚饭间有些恍惚 甚至不小心把汤晚摔在了地上 但蓝军耀并没有责怪他 只是嘱咐他 过不了几天 夏洛就要禁服了 要他以后好好对夏洛 不要再向这次为难他 王妃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都被夏洛抢走了 他虽然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 但强烈的占有欲 让他注定没办法原谅 夏洛这个人的出现 他嘴上答应着蓝军耀 但心里却在想着相反的事情 第37章 大婚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夏洛找过蓝军耀 确定不能毁婚了 丫鬟冰杰找了八王爷 知道这件事情的复杂 和其中的利害关系 总之 这门亲事已经是改不掉的了 夏洛只能静静等着结婚 甚至不打算再做挣扎 夏洛再一次感到对命运的无力感 也许 他真的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他以前上学的时候 并不太喜欢鲁迅的文章 虽然所有人都说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 非常重要的作家 但是在夏洛看来 鲁迅为风格太尖锐 而因为那个时候 白话文还没有发展成熟 所以在读鲁迅的时候 夏洛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中学课本里 也有很多鲁迅的课文 其中之一就是祝福 夏洛想起那篇课文 还记得祥林嫂被嫁出去的时候 她不想成婚 甚至一头撞在桌角上 想要把自己撞死 最终也没能成功 一个人什么时候 对命运最无力呢 如果说一个人 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 每个人都没法决定 这件事情是那么公平 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做什么 不能决定自己事业成功 这些都不重要 至少 人是应该可以决定 自己死亡的吧 想领扫想死 却都死不了 那个时候 想必她是无力的吧 可是夏洛对自己说 我不能死 她要活下去 不仅仅为了自己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穿越过来的 不管是不是还能回去 她都还存一份希望 想知道自己的父母过得怎么样 虽然他们没有给她足够的爱 但这个时候 夏洛还是会想到他们 还有一个人 八王爷 最起码 即便现在嫁给了别人 只要还活着 就还能看到她 这对夏洛来讲 是最无奈 但却最令她感恩的事情了 大婚的日子到了 夏洛虽然知道回天无力 但还是忍不住闹脾气 早上 冰杰来到她房里 要给她梳妆打扮 事实上 这些天 所有人都知道夏洛不开心 没有人愿意打扰她的生活 蓝军耀把所有能做的东西 所有能准备的东西都弄好了 所有的衣服 头饰都准备好 所有的礼数都告诉了冰杰 夏洛什么都不用做 这是蓝军耀 能送给她的平静的几天吧 冰杰来梳妆的时候 夏洛怎么也不从 无奈 冰杰只能把夏秋时叫过来 夏秋时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的女儿会嫁给一个王爷 在这几天 她也想了很多事情 事实上 从夏洛被马金道生病之后 性情发生了很多变化到现在 夏秋时对夏洛的一切 就都感到疑惑 可是这个变得 和以前不一样的女儿 带给了自己这么多 这辈子想都没有想过的惊喜 夏秋时觉得 自己越来越喜欢现在的夏洛了 说起来 一个平民百姓 能攀附上皇家的亲事 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可看着夏洛这样不开心 夏秋时自己也很矛盾 夏秋时对夏洛说 那个当爹的看到女儿出嫁 心里都是悲喜交加吧 我这辈子没想到 会有这样的一天 看到你嫁入皇家 总还是高兴的 你今天出嫁 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这个家啊 夏秋时说着 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 夏洛看到这个样子 便不忍心在发脾气 让兵杰帮他梳洗打扮 准备上花轿 夏秋时看着自己的女儿 一步一步走向花轿 以为自己的女儿以后 就一直在王府不会回来了 可是这个时候的夏秋时 已经不再想 醉云楼的生意该怎么办了 只想着女儿的幸福最重要 因为七王爷 原本的王妃是郑妃 夏洛如今是侧妃 但在蓝军耀心里 夏洛才是他真正爱的人 夏洛想到自己以前看的宫斗剧 也许刚进宫的女人 都以为自己是人生赢家 却不知道一场新的比赛 才刚刚开始 又想到之前王妃 对自己就百般刁难 估计以后的日子未必好过 夏洛只希望自己 一切平安无事 到了王爷府 郑妃和侧妃 都是要行拜堂之礼的 可是夏洛并不想这样 夏洛突然明白 很多东西 并不是所谓的实质更重要 行事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拜堂这样的仪式 有再好的感情 别人也不会认可 两个人的感情 可一旦拜堂成亲 任何没有感情的两个人 也会因为这个仪式 而被人们祝福 人们甚至不在乎 这两个人本人 是否真的愿意相守一生 尽管不情愿 但陪着夏洛的丫鬟冰杰 告诉他 皇上喜欢七王爷 今天亲自来观礼 如果夏洛做出 什么不对的事情 就会被皇上察觉 虽然冰杰一直没有告诉夏洛 自己去找过八王爷的事情 也没有把八王爷分析的 那些厉害关系告诉夏洛 但是现在的冰杰 却成为所有人里 最懂得其中厉害的人 而他还尽力保守着 八王爷深爱夏洛小姐的秘密 事实上 这个秘密也逐渐成为 公开化的事情 至少 冰杰知道 蓝军耀虽然不明确地知道 却因因有些担心 夏洛也有着隐隐约约的猜测 这一天 八王爷蓝军末 并没有出现在七王爷的王府 按说 他是七王爷唯一的亲弟弟 两个人关系又十分亲密 原本是应该来的 可是八王爷却说 最近祭劳成吉 生了场大病 便没有出席 而这个善意的谎言 也确实有一半是对的 八王爷得的是心病 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女子 而这个女子又真的爱自己 还有什么病 比这样难以医治的病 更能将一个人打倒吗 蓝军耀看到夏洛来了 就赶忙去接 他关切的样子 让在场的人 都觉得他是真心爱夏洛的 他和夏洛一起拜天地 想要用手拉着夏洛 他攥紧夏洛的手的刹那 感觉到夏洛原本想要挣脱 但是他更加用力 人们没看到夏洛 想要挣脱的那一下 在所有人看来 这两个人必定是相爱的 皇上目睹他们的整个一世 心里也很是欣慰 事实上 皇上原本也很欣赏夏洛 如果没有那天 邻国丞相的事情 皇上自己原本也想 让夏洛到宫里来 不过 当知道七王爷 跟夏洛的感情 很早就有了 加上七王爷 是自己最喜欢儿子之一 当然愿意成全这桩美事 夏洛该要进茶了 他并不是很情愿 但是 每当他看向七王爷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 他紧紧地盯着自己 两个人的眼神 是什么含义 只有他们两个自己明白 这个流程结束以后 喜婆就把夏洛 送到了洞房里 而这个时候 七王爷还要出去 招待宾客 夏洛听说 如果两个人成婚的当天 其中一个人 吃了准备的贡品 两个人结婚时候 得到的祝福 就不会灵验 于是 夏洛到了洞房之后 就想要去拿贡品吃 这个时候 喜婆就赶紧过去 想要拦下她 说知道 夏洛拿了一个苹果 就立刻咬了一口 喜婆十分惊讶 小姐 你这样这个婚就不灵了 夏洛不能说出 自己的真实想法 只是拿着那个苹果 一直啃 什么也不说 看起来就像是 生了什么病一样 整个人都怪怪的 喜婆健壮 生怕七王爷怪罪 于是赶紧去把 那个水果盘子摆一摆 希望不会让人察觉到 这个贡品被人冻过 夏洛吃着苹果 咬得很用力 似乎跟谁有仇一样 吃完苹果 夏洛对喜娘说 把这个扔了吧 我不会让王爷知道的 喜婆这才终于放心 赶紧去扔苹果盒 等到喜婆回来的时候 夏洛已经躺在床上了 她不想跟七王爷洞房 于是说自己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第三十八章 洞房 夏洛躺下没多久 七王爷就来了 这个时候夏洛并没有睡着 蓝军耀进屋的时候 就对喜婆说了声 你下去吧 于是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蓝军耀看了看夏洛 眼睛虽然闭上了 但是还能看出眼球在转动 便知道夏洛是在假装睡着 蓝军耀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 突然开始搔夏洛的痒痒肉 夏洛一下就笑出声来 这样没办法装下去了 有些迥然 夏洛便坐起身来 义正此言地问 你到底想怎么样 蓝军耀说 我知道你不想嫁给我 但是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咱们至少要让别人觉得 咱们像是真的夫妻吧 我不会强迫你做一些 你不想做的事情 但现在最起码 我们名义上是夫妻 既然已经拜过堂了 至少要把交杯酒喝了吧 夏洛本来是不同意的 不过想到自己 反正刚才已经吃过了贡品 反正这个婚姻本身也不算数 那要不然就再走走行事 喝个交杯酒也就罢了 他担心的是 蓝军耀会不会在酒里下药 这样的话 也许喝了酒 这个晚上自己就会彻底成为 这个男人的人 事实上 夏洛还抱着一丝希望 想着也许可以要求蓝军耀 不和他同房 没想到 蓝军耀主动说话了 你不用担心酒里 会不会拆什么东西 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逼迫我爱的女人跟我同房的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就告诉我 我会尊重你的想法 夏洛有些惊讶 从一开始要求皇上赐婚 到之前看到的七王爷 做的很多事情 都会觉得他巨大的成功背后 是有些独断专行的 夏洛看他说了这些话 开始觉得这个男人 是真心爱自己的 不禁有些感动 但是现在的夏洛 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 跟蓝军耀在一起 那喝酒之前 咱们先约法三章 夏洛说 听到这话 蓝军耀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 跟自己讨价还价 但是他笑了笑 还是包容地点了点头 第一 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和你同房 所以夏洛后面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又觉得 如果一个人睡在床上 一个人睡在地上 毕竟这个人是王爷 总是一件怪怪的事情 可是如果两个人 睡在一张床上 他又害怕会发生些什么 我不做跟你刑房的事情 蓝军耀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是一种承诺 因为语气过于坚定 夏洛有些吃惊 一边觉得这个男人 真的是个爷们 一边觉得 其实这个人也是值得托付的 但夏洛并不矛盾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对于爱情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感觉 他对七王爷并没有感觉 至少 现在还没有 第二条 你要确保我父亲和醉云楼一切都好 要保护好他们 夏洛已经离开了自己 在二十一世纪的家人 现在最牵挂的 就是这个地方的家人了 夏秋时 虽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 但是对他的好 给予他的父爱 一点都不必自己 在二十一世纪的亲生父亲上 夏洛带着感激 希望他们都能过得好 说起来 除了父亲 还有厨娘 他们都很照顾夏洛 除了丫鬟冰杰和夏洛一起过来 作为陪嫁丫鬟之外 其他人都留在了醉云楼 这个时候 夏洛突然想起了王翰那个人 那个人最近似乎对醉云楼的事情很上心 夏洛想到七王爷把王翰送到自己的醉云楼 会不会因为现在自己和七王爷的关系 那个王翰就算是七王爷派去的 以后也会继续在醉云楼工作下去呢 现在的夏洛想不了那么多别的了 只要能够保证父亲安全 一切都好 这个卧底在不在醉云楼都无所谓 只要七王爷答应了 就一定会保护好他们的 蓝军耀点了点头 果然是个孝顺的姑娘 似乎是在欣赏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姑娘 觉得自己眼光不错的样子 第三条夏洛想了想 你要给我外出的自由 夏洛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她还一直在给岳方歌曲 如果和其他进了王府的女人一样 每天都只在王府里活动 不能出门 她就没办法把自己写的歌曲送到岳方 对她而言 写歌赚钱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同样也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 这也许是21世纪的生活带给她的思维 她不能忍受自己写的东西 就自己在院子里弹弹琴唱出来 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 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原本以为七王爷会有些反对 这个我明白 毕竟你在民间的生活还是很自由的 我也不愿意把你留在王府里 变成和其他女人那样规规矩矩 唯命是从的人 可是说完这句话 蓝军耀皱了皱眉头 她唯一害怕的是下落和八弟再见面 她知道下落未必会去找八弟 但这个世界如此之小 谁能知道他们两个不会遇到呢 蓝军耀又想了一会儿 算了 至少以后还是会邀八弟来府里下棋的 两兄弟之间有些话 或许往后也要当面说清楚吧 于是蓝军耀打消了自己的顾虑 不过她想补充一下 你每次出去都不能时间太久 要让兵杰陪着你 这样我才放心 蓝军耀是一个特别懂得看人的人 他看着兵杰跟着下落 一起把醉云楼扮得红红火火 下落也很信任他 加上上一次在院子里 兵杰摔倒下落帮他包扎 蓝军耀就知道 兵杰一定是一个特别忠诚的丫鬟 不然也不能得到下落这样的信任 加上兵杰处处为下落着想 当知道自己就是紫袍男子的时候 兵杰表现出的除了惊讶还有感动 蓝军耀就知道 兵杰虽然忠于下落 但是对自己也会同样忠心 下落同意了 想着兵杰跟自己一起过来能够受到重视 很是不错 所以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蓝军耀问 下落有些惊讶自己的这么多要求 竟然这么快都实现了 想了想说 暂时没有了 蓝军耀便温柔了起来 既然这样 你的要求我都答应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 你能不能答应我 他说话的时候 看着下落的眼睛 什么要求 下落还是有些害怕 跟我一起把交杯酒喝了吧 咱们说了这么多话 都把这件事忘了 任何一种仪式 对于蓝军耀而言都异常重要 他把仪式的每个环节 都当作是下落最重要的承诺 下落便和蓝军耀一起喝了酒 喝完酒之后 下落怯怯地说 可是如果咱们不同房 怎么 下落是想说 男女第一天在一起 床单上应该有血才对 蓝军耀从袖口抽出一个小刀 在自己受伤划了个口子 把血挤在了床单上 好了 睡吧 蓝军耀就像没有看到 下落惊讶的表情一样 安静地说 正是因为蓝军耀 是真心爱下落的 所以才不在乎一时间 能不能得到 这个女人的身体 她希望用自己做的事情 一点一点感动这个女人 两个人各站床的 一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下落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 躺在七王爷的怀里 也许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两个人都动了 下落赶紧坐起来 一下惊醒了蓝军耀 怎么了 蓝军耀迷迷糊乎地说 没事 该起床了 下落心里觉得很尴尬 但是不愿意把自己 刚才躺在她怀里的事情 告诉她 不知不觉脸已经红了 蓝军耀从下落房里出去以后 就去了书房 王妃派人来传 让下落去给她请安 下落去的路上 竟然就遇到了王妃 说正要去给她请安呢 王妃去又一次刁难 说下落不懂规矩 没想到 王妃嘲嚷的声音 惊动了蓝军耀 她从书房出来说 下落 陪我去给太后请安吧 说完 拉起下落的手 就往王府外面走 回头看了一眼王妃 眼神中都是不满 第39章 请安 蓝军耀带着下落进皇宫 这一路上 下落不像之前那样不情愿了 其实前一天晚上 当下落看到蓝军耀 用刀子把自己弄伤来 染红床单的时候 下落就感觉到了 这个男人的贴心 现在 下落只希望一家人 能平安无事 而自己和蓝军耀的日子 怎么过下去 他还没有想好 只希望那约法三章 能够起到作用 一路上 下落很平静 并不像一般平民 进入皇宫时候的紧张 本来嘛 一个从21世纪 穿越过来的人 早就知道 中国古代是什么样子了 虽然南越国的皇宫 不像以前看到故宫那样大 但还是非常富丽堂皇的 下落唯一担心的是 自己以前去故宫旅游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陪着 就难免迷路 生怕以后 非要常出入皇宫不可 这次过来 你不用害怕 你已经给太后八十大寿 做过晚宴了 皇上跟太后都很欣赏你 又知道你是平民女子 并不会对你很严苛 你大可以放心 蓝军耀说这句话的时候 拍了拍下落的后背 要他安心 下落点了点头 我知道 我不害怕 下落一边觉得 七王爷对自己确实体贴 一边装作自己 真的什么都不怕的样子 蓝军耀想到 下落应该对皇宫 整个的设计不太熟悉 于是跟他说 一会儿如果来得及 我就带你在皇宫里 到处转转 当然只能去 咱们能去的地方 我还是先不带你 转后宫的好 蓝军耀想着 后宫总有些争斗 何况王爷也是男人 不应该多往后宫跑 即便皇上很看重他 但他依然很谨慎 下落说 哈 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 我方位感不太好 你得带我熟悉熟悉 蓝军耀笑了笑 觉得下落很可爱 一向那么争强好胜的 他今天竟然愿意 承认自己方位感不太好 而且算是有求于自己 蓝军耀终于觉得 你要是想来 以后不请安的时候 我也带你过来 皇宫里 还是有些好玩的地方的 不过如果你想要 找遍杂耍的 就还真不太容易 想起太后寿宴的时候 下落变得杂耍 蓝军耀以为下落 会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下落说 其实我喜欢的不是那个 我喜欢乐曲 原来这才是下落的强项 蓝军耀以前并不知道 下落除了做饭之外 还有这样的记忆 所以那天因为十三公主 先选了表演乐曲 不然的话 蓝军耀问 嗯 也许我会选择表演那个 下落平静地说 但是一直不打算 把自己把乐曲 卖给乐方的事情 说出来 到现在为止 下落还希望自己 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去卖乐曲赚钱 说起来 也许跟21世间 中国的新婚姻法有关系 下落总觉得 女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收入 才能做到经济独立 虽然这在古代 看起来不那么重要 但下落的危机感 还是很强 她觉得只有自己 能养活得了 自己才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蓝军耀精益于这一点 皇宫里有很多乐师 如果你喜欢 咱们可以经常来看看 蓝军耀心里想 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改天一定要看看 下落在乐曲上 有什么天赋 两个人这样聊着天 整个一路都没有觉得尴尬 或者不自在 就如同老夫老妻一般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对于下落来说 因为以前并没有想过 可能会跟七王爷在一起 所以最多最多也指 拿她当朋友 加上之前她抢吻和 请求皇上赐婚的事情 都让下落觉得 跟这个人 不会有多好的关系 可是斗嘴斗多了 相处得多了 两个人便习惯性地 一起说话 一起聊天了 或许 就算为了排遣孤独 人也是需要有个伴的吧 下落这样一路走着 开始重新掂量 这份婚姻 带给自己的一切 也许真的没有激情 但是七王爷 对自己的和善和贴心 能够看出 他是真的爱自己的 而当初赐婚的事情 后来也真相大白 下落已经不那么怪她了 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下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到了皇宫 阵势可是真的不小 不过这一路上 蓝军耀都已经 把需要注意的礼仪 告诉了下落 跟下落说 要怎么做 你就都跟在我后面 看着我就行 如果实在有不清楚的 就小声问我 不用怕 虽然如果在皇宫里转悠 可以避免走进后宫 但是像这样 王爷的侧妃 第一次到皇宫请安 需要见的 也不仅仅是皇上皇后 这样的人 后宫的嫔妃也会来 因为皇上 一直都很喜欢七王爷 加上她又是自己 主动要求赐婚的 皇上感觉到 自己见证了 自己最重要的儿子 获得幸福 心里很是开心 太后则也很看重 皇上喜欢的皇子 因此 对七王爷疼爱有加 加上上一次寿宴的时候 下落的表现 实在是可圈可点 皇上和太后 看到下落来请安的时候 都很是开心 皇后在寿宴上 也看过下落的手艺 但是因为七王爷 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所以对七王爷 只是在礼书上 有该有的关心就好 至于七王爷 是不是幸福这样的问题 她才没有时间考虑 但皇后代七王爷 毕竟不差 因为她知道 这是皇上已中的皇子 不能有什么闪失 看到下落来 她心里暗暗想 原本这个姑娘 是要送去邻国的 没想到 既然能够有这样好的命 留在我们南越国的宫里 只是这个平民女子 不知道以后会吃多少亏 皇后向来公正 因此 这些话都放在心里 并不说出来 但是她的担心 一点错都没有 等到下落给皇上 太后 皇后都请过安了以后 其他的嫔妃 便开始闲言碎语起来 听说下落姑娘 是从民间来的 七王爷 怎么会喜欢民间女子呢 皇上的一个妃子说 蓝军耀 并不打算 直接跟她发生冲突 内心隐忍着 说 要显示我们皇家风范 正是要将天下的子民 同等对待 何况 民间也不少女子 自食其力 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出让人 意想不到的创意 不像有些女人 只靠自己的男人生活 这话在古代 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 说起来 连夏洛都有些惊讶 她不想 七王爷为了自己 得罪了后宫的人 于是撑了撑她的衣角 让她不要说话 这样生硬 夏洛也被 七王爷这样的想法 惊到了 她没有想到 这个人虽然生活在古代 却有21世纪的新想法 能够懂得女性独立 喜欢这样的女性 夏洛觉得也许命运 正给她推向一种 幸福的生活 蓝军要感觉到 夏洛在撑她的衣角 觉得夏洛是在乎自己的 反而觉得自己说 这样有些唐突的话 换来了夏洛的关心 心里反而暗暗有些高兴 而刚才说话的妃子 感觉到蓝军要所属说的 那些靠男人生活的女人 就是自己 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 愣了一下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这样 小心以后你的女人 给你带来麻烦 蓝军要原本还打算说些什么 还没等到她说话 皇上就说话了 我们还是不要为了 这样的事情争吵了吧 皇上希望稀释您人 结果妃子没有明白 皇上的意思 竟然更加跋扈 本来就是 七王爷竟然会喜欢 这样的粗鄙之人 夏洛姑娘 这下可真是 爬上枝头变凤凰了 夏洛终于觉得 自尊心有些受不了 但她尽量隐忍 七王爷直接说 您如果这样说 那就是说 我的眼光不好了 您这样评价皇子 恐怕不太好吧 父皇 您说呢 皇上看这个样子 便也帮蓝军要 说了那个妃子几句 太后也说话了 夏洛小姐才艺很好 以后你们如果 吃了她做的菜 搞不好 还要说自己小厨房 做得不好呢 第四十章 改变 看太后很喜欢夏洛 蓝军要感觉到 太后是很想把夏洛 留在自己身边的 事实上 蓝军要不是 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对于夏洛而言 在宫里的生活 总是有很多 情非得已的 如果能给夏洛安排好 让她有机会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生活 对于蓝军要来讲 就是莫大的安慰和幸福了 在府中 因为有王妃的关系 蓝军要总觉得不太安全 一方面 她已经知道 王妃是邻国派来的间谍 另一方面 她又知道 王妃很在意自己 喜欢争风吃醋 如果这样的话 把夏洛送到太后这里 对夏洛的安全有好处 可是蓝军要 总还是有一点私心 两个人刚刚结婚不久 如果现在就把夏洛 送到太后那里 自己和夏洛 能见面的日子 就越来越少了 蓝军要一直相信 感情能够培养起来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真真实实地相处 自己和夏洛的感情 本来就没有很稳固 如果这个时候 把她送走 总归是不太放心的 太后果然提出了 自己的想法 夏洛小姐 太后说着 发现加上小姐两个字 实在是太生分了 便改叫夏洛 你有没有想过到我这边来 七王爷也是经常到我这里的 我只是很想多吃些 你做的饭菜 太后说 太后的文化 在夏洛这里毫无准备 夏洛并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她自己而言 来不来太后这里都无所谓 虽然她嫁给了七王爷 也对七王爷心存感恩 但是自己并没有真正爱上她 如果为了自己整个家族 能够平安 来太后这里 也并不是一个坏主意 夏洛正在想 刚要开口的时候 蓝军要说话了 太后如此看重夏洛 是夏洛 也是我的荣幸 不过我们实在是新婚不久 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 不如我们以后在意 蓝军要说 太后感觉有些遗憾 叹了口气 但因为太后也是在是喜欢七王爷 看她这样疼爱夏洛 便觉得依她就是了 于是说 那你们两个以后 可要多到我这里来做做 我可是真的喜欢夏洛 太后说着 对夏洛笑了笑 夏洛点头表示明白太后的好意 蓝军要立刻说 那是当然 我们以后经常一起过来给您请安 蓝军要也向来嘴甜 让太后心里很是舒坦 请安之后 蓝军要并没有带着夏洛 直接回到王府 夏洛问 为什么不回去 咱们出来久了 王妃会过心的吧 夏洛并不是怕王妃 而是不想在王府里树敌 在她看来 现在能够安稳的生活 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不用管她 我想带你去个好地方 蓝军要回答 夏洛也些疑惑 但是蓝军要说什么 也就是什么了 幸好因为蓝军要对自己很是体贴 想必王妃也不敢找太多麻烦 没想到 蓝军要竟然把夏洛带回了最云楼 进门的时候 夏秋时原本打算像往常那样 向七王爷行礼 但是却被蓝军要拦下了 说起来 蓝军要第一次来最云楼的时候 整个人都透着一种气势 身边的守卫也很是跋扈 而现在的她却千功有礼 对夏洛的父亲 一口一个岳父大人 夏洛很是感动 看着蓝军要 谢谢你 夏洛说这句话的时候充满深情 虽然蓝军要知道那不是爱情 但这样的感动 对于蓝军要来讲已经够了 夏洛和父亲见了面 两个人一起聊了很久 这个时候 蓝军要便说自己要先出去一下 给他们单独的时间 蓝军要去找到了王瀚 跟他嘱咐 现在夏洛已经是自己的侧妃了 现在不需要酒楼的情报了 让王瀚好好辅助夏秋时 把酒楼办好 因为蓝军要知道 这个酒楼是夏洛的心血 并且跟王瀚说 会给他以前两倍的薪水 王瀚接到了新的指示 便决定继续在这里努力干下去 也庆幸自己之前看到 七王爷和夏洛小姐的关系 发生转变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努力帮助夏秋时了 想来自己的未来 应该是前程无忧了 蓝军要又出去逛了逛 想着 妇女两人把想说的私房话都说完 才从外面回来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饭点 夏秋时便连忙张罗 既然夏洛回来了 就让夏洛培养的最好的厨娘 来做些好的饭菜 咱们一起吃顿饭 蓝军要很是高兴 便留下一起吃饭 蓝军要问了问 现在整个最云楼的情况 夏秋时说 虽然夏洛现在不在这里当厨子了 但是她已经培养了几个厨娘 她们现在手艺都还不错 客人都很满意 但是因为没有新的菜品 所以后面应该怎么经营 还是不太有把握 这个您放心 我已经跟夏洛达成一致 她随时想要回醉云楼都可以 我不会限制她的出行的 我希望她有自己的喜欢的事情 并且一直做下去 蓝军要这样通情达理 夏秋时也很是感动 说实话 我以前经常来醉云楼 要是让我一下不来 我自己也都不太习惯了 所以往后 岳父大人只要不嫌女婿 太喜欢过来蹭吃蹭喝就行了 蓝军要半开玩笑地说 一点都没有了王爷的架子 这下搞得夏秋时 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 只陪着蓝军要笑了起来 您现在酒楼忍受还够吗 如果不够 我可以从府里挑些好的 或者您要是再做一轮招聘也行 蓝军要如今已经 不管这个酒楼是下落的 还是自己的 只希望这个酒楼能越办越好 他能给夏秋时提供最好的帮助 现在虽然还是很忙 人手是有点紧 不过我发现 上次招来的那个殿小二王翰 很是勤奋 也很激进 干得不错 现在有他 我就轻松多了 夏秋时说 因为夏洛知道王翰是七王爷派来的人 见父亲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看了蓝军要一眼 而蓝军要从夏洛的眼神中 似乎也明白了 夏洛早已经知道 自己当初派来的这个人 刚才我正好在后厨 遇到那个殿小二了 我还叮嘱他 让他好好干 能多给您帮忙才行 蓝军要说这样一下 夏洛就明白了 也就没有再怀疑和追问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 这个时候 小别重逢 总是少不了喝酒 夏秋时看到女儿回来 心里难免激动 一下喝了好多酒 等到喝得有些微醺的时候 不由得泪流满面 七王爷 我知道你会对我女儿好 可是 你要记住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 夏洛又这么好 你一定要好好待她 夏洛看着父亲这样 心里也很是难过 她原本最不喜欢离别了 尤其不喜欢跟父母离别 现在这个样子 让她觉得有些不知所措 爹爹 夏洛想提醒夏秋时 不要继续说了 但夏秋时 借着酒敬儿 还是一直嘱咐 七王爷要对夏洛好 蓝军要拦住夏洛 让岳父大人说下去 哪个父亲 把女儿嫁出去的时候 是忍心的呢 蓝军要很是理解夏秋时 直到夏秋时 说完了一席话 人有些累了 他俩一起把夏秋时 送回房间才完 之后两个人才一起回到了王府中 第41章 攀牌 夏洛和七王爷 从最云楼回到王府 看着这个地方 以后就要成为 自己的另一个家了 夏洛还是感觉有些恍惚 两个人刚从大门走进来 就看到了八王爷蓝军末 夏洛心头一紧 如果这个时候 旁边站的不是蓝军要 而是丫鬟兵结 夏洛也许会立刻 用手挽住旁边的人 这个时候 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可以依靠 就像是救命稻草 可是这个时候站在身边的人是蓝军要 夏洛甚至希望自己显得和他很远 让八王爷以为他们两个之间还没有什么 可是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他已经是七王爷的侧妃了 夏洛就这样愣在那里 蓝军要发现夏洛不太对劲 又看了看八弟 蓝军末看到夏洛之后也有些发呆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七哥和夏洛在一起的样子 两个相爱的人似乎都没有想好 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对方 蓝军要不想这样的情形继续在自己的眼前上演 于是说夏洛 我好久没跟八弟相聚了 这样你先到别院 让兵杰照顾你 如何夏洛这个时候很痛苦 心想既然自己还没有想好应该怎么面对八王爷 那么还是离开得好 于是点了点头便往别院走 八王爷迫不及待地想要问七王爷问题 甚至还没等夏洛走远 就从七王爷身后小声问 七哥也许我这样有些无理 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夏洛呢 见八弟如此在乎这点 蓝军要似乎越来越确信 八弟对夏洛也有意 当然我是真心喜欢夏洛 真心喜欢 七王爷故意强调了一下 这个时候 夏洛正要踏出这个院子到别院去 八王爷想了想 说求七哥以后好好待他 说这句话的时候 蓝军末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忤逆自己的哥哥 从小七哥就对他最好 可是现在他们爱上了同一个人 蓝军末现在是在要求自己的哥哥 我知道你喜欢他 我也知道他喜欢你 蓝军要说 这话让蓝军末有些吃惊 我甚至有些时候更希望那天让皇上赐婚的人是你而不是我 蓝军要说这句话的时候十分真诚 蓝军末这个时候更是遗憾自己当初不够有勇气 我很早就告诉夏洛我喜欢他 但是他一心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要得到他 可是我知道自己那天请求赐婚 一方面是看到邻国丞相的样子 觉得父皇似乎有些想要把夏洛赐给他 另一方面 除了这样的迫不得已之外 我真的有私心 我想得到他 我想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 如果有一天 我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王爷的身份 没有大半个南越国的财产 我还是会爱夏洛 把自己能给他的一切全部都给他 蓝军要看到自己的弟弟 跟自己已经摊牌 想着亲兄弟之间 就是应该把所有话都说明白 他希望自己能够让八弟放心 也希望八弟能够明白自己真正的心意 而这个时候 夏洛已经走进别院 没有听到夏洛这样的深情表白 也没能听到八王爷后面说的真心话 蓝军末点了点头 七哥 我是喜欢夏洛的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过他 我只希望他幸福 蓝军要拍了拍弟弟 你的心思我明白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 也是觉得 咱们兄弟两个之间 应该没什么隐瞒的才对 蓝军末继续说 蚩哥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希望你继续帮我瞒着夏洛 我相信你能带给他想要的幸福 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真正爱一个人 你反而不会去试着争什么 你只会为他去想 什么对他而言才是最好的 那些为了得到一个爱人而争抢的人 最终是不懂得什么才是幸福的 也许幸福本身就是需要牺牲 妥协和让步的吧 两兄弟并没有因为摊牌 说出了彼此真正的想法而闹翻 反而达到了和解 说完了这件事 蓝军末说 七哥 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不如去你的书房 蓝军要答应了 于是他们往书房走去 这个时候的夏洛在别院 想着刚才自己见到八王爷的惊慌失措 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出了自己的窘迫 便赶紧让在别院的丫鬟冰杰 来陪他说说话 这个院子里恰好有一个鞦韆 夏洛便坐在上面 让冰杰从后面轻轻地推 一边推 一边聊天 小姐 刚才好像八王爷来了 冰杰主动说 我知道 我跟七王爷回来的时候遇到他了 好像他正在院子里发呆 夏洛尽量让自己显得没有什么不一样 小姐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在七王爷这里了 有些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丫鬟冰杰虽然看着夏洛很烦恼 但是他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小姐最好的情况 就是认清现在的形势 不能沉浸在感情里 两个人说这些话 只有两个人明白 他们也知道在王府里应该谨慎 即便被人听去了什么 也没什么关系 说实话 我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 总觉得恍恍惚惚的 不知道是怎么了 一夜之间就成了太后八十大寿的主厨 又一眨眼成了侧妃 你说 其他的女子会不会很羡慕我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开心呢 夏洛说 就在这个时候 冰杰听到旁边的树丛中似乎有动静 虚 冰杰把一只手指放在自己嘴边 事一下洛似乎有人在偷听 之后 冰杰循着刚才听到的声音去找 看是不是有人在那里偷听 可是等到他走到那里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怎么了 夏洛看冰杰紧张的神情变成了困惑的样子 便问 刚才好像有人在偷听咱们讲话 冰杰说 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 我怎么没听到 而夏洛说 冰杰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就是觉得刚才这里有声音 可是走过来看的时候 发现又没人了 他说完 觉得以后在王府里确实是要小心才对 冰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看样子 王府里面并不是什么都不需要担心的 以后咱们说话还是要小心为上 冰杰不仅对夏洛忠心 而且非常激紧 夏洛说 你说的倒是 不管刚才是不是有人偷听 确实 在王府里 怎么都要谨慎一些 夏洛有些担心王妃会胡搅蛮缠 但他知道 七王爷一定是站在自己一边的 只要自己行事谨慎 不要做出格的事情 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正想着王妃 谁知道他就出现在自己面前了 原来 刚才是真的有人在这里偷听 并回去禀报了王妃 说夏洛回来了 王妃怒气冲冲 因为早上 他原本因为夏洛没有给他请安 正要训斥夏洛 却被七王爷看到阻止住了 王妃还从来没见过 七王爷对谁那么好的 看到夏洛他的度议 就总是涌上心头 你以后在王府 都要听我的 毕竟我是王妃 你是侧氏 另外 今天早上请安的事情还没完呢 难道没有人教你在王府里应有的礼数吗 恐怕应该让我手下人教训教训你 来人 长嘴 夏洛心想 这个女人明知道七王爷不喜欢她 还这样对我 虽然我不想倚仗七王爷对我好就欺负她 但也不能让她轻易欺负了我 这个女人情伤应该不太高 还是很好搞定的 姐姐 你不介意我叫你姐姐吧 毕竟你比我大 入王府又比我早 夏洛不慌不忙 虽然表面上叫姐姐显得亲切 但其实是因为夏洛觉得这个女人年纪已经打了 并不漂亮 接着又说 王爷似乎常常都要带我去给太后请安 下次 我一定会跟王爷说 我要先去给你请安 才能去太后那里 王妃当然害怕夏洛告状 于是很尴尬地离开了 第42章 调查 八王爷来找七王爷 除了想确认夏洛过得好 七王爷是真心喜欢她之外 还有重要的事情 林国丞相在太后八十大寿的时候出现以后 似乎又做了一些动作 他回国的路线也与来时大不一样 这让蓝军末有些怀疑 蓝军耀和蓝军末这两兄弟 在很多事情的表现上都很像 虽然对朝政看起来并不关心 但私下还是会稍微注意 虽然对皇位无异 可是 却不希望自己做一个昏庸的王爷 完全不能为国家尽力 他们希望自己是能够让南越国变得更好的人 所以对于朝政上的风吹草动 还是会多加留心 在书房里 七王爷确定身边安全 没有人偷听 便让八王爷说最近的发现 七哥 你知道我在江湖上的朋友比较多 我发现林国丞相有些问题 八王爷说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点的 蓝军耀问 其实在他来给太后助手之前 我就发现这个人不太对 他似乎跟四大门派之一的玄冥宫有些交往 八王爷回答说 蓝军耀这个时候 还不确定要不要跟八弟 说自己曾经刺杀林国丞相的事情 想先听八弟把所有的事情说完 你继续说 我平时经常四处云游 我想 既然这次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不如就借着出去云游的机会 好好探探这个人的底细 八王爷说 其实蓝军末说这些的时候 内心还有一个隐隐的想法 自从七王爷跟皇上提出 想要让皇上赐婚以来 蓝军末心里总是觉得有些难过 他想 或许暂时离开伤心之地 到别的地方看一看 自己也许还能换换心情 可是 这一层想法 他并不愿意告诉七哥 他一直知道 七哥是自己的亲哥哥 会对自己好 他不想让七哥内疚 或者为自己担心 他只想处理好自己的心情 七王爷想了想 对八弟说 这个人十分狡猾 之前我的手下有和他交过手 他身边的护卫本身就不简单 他自己更是诡计多端 所以 如果你要调查他 自己一定要小心 毕竟 你的安全 比拿到什么样的情报都重要 八王爷说 是 我会注意的 八王爷想到之前 邻国丞相被刺杀的事情 又联想到七哥说的 自己手下曾经和他交过手 猜测也许当初刺杀丞相的人 就是八个 但是 如果八的现在不把真相告诉自己 一定有他的考虑 于是 他想再多嘱咐七哥几句 让他以后小心这个人 虽然我知道七哥手下人才辈出 但是关于玄冥宫 我还是想多跟你说几句 你知道 原本四大门派里 不该有这个门派的 可是如今之所以 他的势力如此强大 完全是因为这里的人 都惯用阴毒之术 他们手里有很多毒药 包括古毒这样十分阴毒的东西 他们都十分擅长 七哥 跟你说这些 就是想告诉你 你也要多多保重自己 蓝军莫说 蓝军要看到八弟这样关心自己 心里更是感动 我会自己小心的 你此行也务必做好多方准备 小心他们的暗算 是 八王爷说完这些 就离开了 蓝军要自己一个人 在书房里待了一会儿 想着自己手里还有王妃 王妃也许会给林国丞相通风报信 应该想办法 从这个人身上打开突破口 早日把林国丞相制服 何况这个人看起来对夏洛非常不好 蓝军要对王妃的气氛不断升级 过了一会儿 他决定去看看夏洛怎么样了 刚才他看到八弟的时候 似乎还是很喜欢八弟 这次八弟出行 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 七王爷转身去别人找夏洛 夏洛刚刚跟王妃办过嘴 自己和丫鬟冰结还在玩秋千 七王爷从远处望去 觉得夏洛十分美丽 怎么 喜欢在秋千上晃来晃去吗 蓝军要边走过去边说 就是因为我总在这个地方晃来晃去 不去给王妃请安 王妃便又生气了 还想找我的嘴 夏洛其实不是不会撒娇 只是平时不愿意而已 想想上一次 玉厨把醉云楼的厨房弄得着火了 夏洛还不是很懂得 怎么撒娇的让蓝军要 把整个醉云楼装修了一遍 蓝军要看着现在的夏洛 觉得很可爱 有一点娇蛮任性 但其实是希望自己得到保护 那你现在 竟然还好好的坐在这里 说明你还是很会保护自己的嘛 蓝军要哭笑不得 跟夏洛打去 那是因为我聪明 夏洛一点都不想掩饰 自己在跟王妃的斗嘴中 胜利这件事 不过还是说 这件事你总是要解决的吧 不然我以后可怎么办 夏洛说 蓝军要说 那好 我会跟他说清楚 不过我知道你也是个有分寸的姑娘 以后要尽量跟王妃和睦相处 蓝军要说完 派了一个护卫来保护夏洛 这个护卫是我身边最好的护卫了 这样 他跟着你 就没人敢碰你了 王妃也知道他是我的贴身护卫 估计看到我对你这么好 他要嫉妒的不行了 蓝军要说着 就笑了 夏洛也说不上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 说起来 他原本觉得自己对七王爷的感情 还不是爱情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来争风吃醋的女人 夏洛自己也开始有些胜负心了 似乎是为了赢到这个男人而高兴 夏洛明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他还是莫名地开心 那个侍卫叫李孝 是一个人高马大的护卫 看起来就十分忠诚 尽忠职守 夏洛高兴了一会儿 突然间想到了什么事的 你把自己的贴身护卫给我了 你怎么办 听到夏洛说着为自己着想的话 蓝军要很是高兴 没关系 你不用管了 我手下能人很多的 蓝军要笑着说 说起来 蓝军要越来越喜欢和夏洛的相处 虽然两个人现在还是相近如宾 可是他真的觉得 只要和夏洛在一起就足够了 看着夏洛笑 蓝军要自己就也会特别开心 这段时间 他开始觉得自己笑的时候比以前多了 在王府的日子 夏洛偶尔回到最云楼看看 只要蓝军要能陪着 就一定陪他一起回去 而有些时候 夏洛说 想要自己和兵杰单独出去的时候 蓝军要也没有限制 夏洛还在给岳方写曲子 他渐渐发现 自己的曲子似乎曲调越来越明朗 节奏更快了 有些时候 他也怀疑 自己嫁给七王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错 对 至少不是一个很错的选择 他这样对自己说 闲来无事也不需要出门的时候 夏洛就在府里练字 说起来 他虽然能认识繁体字 但很多繁体字 一到要写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犯愁 于是 他就决定每天超书练字 蓝军要只要有时间就陪着他 绕到他身后 教他怎么握笔 握着他的手写字 夏洛写字的样子真是不太优雅 但看在蓝军要眼里 却觉得很有趣 有些时候 蓝军要甚至亲手给夏洛研磨 这样 时间久了 两个人之间似乎越来越有默契 夏洛也不像一开始的时候 身体僵僵的 即便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承认 他有些时候 很享受蓝军要在他身后握着他手的感觉 似乎是身后这个男人的体温温暖了自己 第43章 醉酒 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 当我们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尽力去做 而如果并不那么想要 即便一个别人觉得不错的机会 在我们看来也是无用的 在王府的这些日子里 夏洛就是那个七王爷想要的人 而王妃则不是 日子一天天过着 夏洛和七王爷的关系越来越像朋友 有些时候 夏洛还能发现七王爷一些优点 比如 七王爷并不仅仅在经商方面很有头脑 而且对绘画还很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夏洛一直以为 经商的人很容易特别实用 对于绘画这样超突的艺术 应该不太能领会其中的意境 可是蓝军要却显示出了超凡的天赋 夏洛其实对西方绘画懂得更多 他在21世纪的时候学过素描和油画 对国画并不是很懂 现在 夏洛有大把的时间跟蓝军要学国画了 而蓝军要也像教他写字那样 手把手教他画画 而两个人之间 到目前为止 两个人还没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这一天 天色已经暗了 丫鬟冰杰来告诉七王爷和夏洛说 晚饭已经好了 夏洛跟七王爷还在那里练字 说起来 夏洛作为一个学毛笔字的学生 还是相当用功刻苦的 这个时候他已经腰酸被疼了 但还是性味十足 而蓝军要在他身边 也丝毫不觉得累 今晚一起用餐吧 蓝军要说 可是你已经好几晚 都没跟王妃一起用晚膳了 你还是去王妃那儿吧 夏洛并不是因为有多通情达理 而是因为 首先 蓝军要现在对他来讲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虽然之前的相处觉得他很贴心 两个人之间似乎有点暧昧 但现在还不至于跟王妃争风吃醋 另外 夏洛虽然对如何在王府中生存这件事 还并不那么了解 但他知道 要想保护好自己 就不能跟王妃闹得太僵 就算你不在府里 我也并不经常跟王妃一起吃饭的 蓝军要听到夏洛要赶自己走 当然不答应 何况 要让他去找王妃 他是绝对不肯的 如果你这样说 更应该去多陪陪王妃了 你陪王妃的机会 本来就少 现在他要是知道 你总是在我这里吃晚饭 还不把我打死 夏洛说 我不是把最贴身的护卫 都安排给你了吗 还有什么好怕的 蓝军要说着 忍不住用手摸了摸夏洛的头 好像是家长在摸孩子的头那样 充满怜爱 那你得告诉我一个理由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吃晚饭 如果这个理由足够充分 我才能留你在我这里 夏洛带着任性的口吻说 我想要跟我娶的侧妃一起吃饭 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蓝军要哭笑不得 说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啊 你不光是为了救我 才让皇上赐婚的 你是真的喜欢我 是不是 夏洛有些娇称 他说不上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他希望有个男人爱他 他想确认这件事情 也许他以前受到的重视不够 现在被一个人重视 被一个人宠 让他忘乎所以 我很早就说了 我就是真的喜欢你啊 你都不信吗 你以为我强吻你的时候 是觉得吻你很好玩吗 蓝军要故作生气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却突然笑了 嗯 如果真要说 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打算找你 还真是有事要问 你现在酒楼做得这么好 什么时候告诉我经商之道 啊 蓝军要知道 现在对夏洛来讲 两个人之间 想要有更实质性的发展 还为时过早 便换了话题 夏洛一听 便没大没小地 拍了蓝军要一下 好啊 你 七王爷 原来你是来跟我套近乎 然后从我这儿学赚钱的 本小姐想不想说 还得看心情呢 说着 夏洛也笑了 就这样 两个人一边打去 一边闲扯地吃了饭 饭间 两个人也喝了一点酒 夏洛觉得自己 有些微醺的时候 便不打算继续下去了 七王爷 我可不想喝醉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夏洛说 蓝军要看着夏洛的脸 带着红韵 很是好看 便不打算走 心想 今天好不容易 缠着他吃了晚饭 一定要多陪他说说话 对于爱情中的人 总是这样 在一起的时间 总是觉得飞驰而过 似乎想要聊的 还没开始 就要结束了 这顿饭 如果是和王妃一起吃 那么一定会觉得时间很长 但是因为是和夏洛一起吃的 蓝军要就觉得 在这里怎么也待不够 这样 咱们把这桌菜撤下去 然后我再跟你聊点别的 聊完我就走 蓝军要赶紧加上最后一句 让夏洛放心 夏洛这个时候觉得晕晕的 便说 也行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赶紧请教 语气很自信 似乎胸有成竹的样子 蓝军要觉得他很可爱 这个时候 冰杰忙着撤盘子 刚要把酒和酒杯拿下去的时候 蓝军要拦住了 这个别动 把酒杯留下 可是正在他拦下冰杰的时候 冰杰正把酒杯拿起来 两个人的手臂撞在一起 因为蓝军要太有力气 不小心就把冰杰手里的酒杯打在了地上 蓝军要心里很是抱歉 可是却从来没对手下人说过对不起 他便赶紧是图用行动补救 他低下身 想要把摔碎的酒杯收拾一下 结果不小心滑到了手 夏洛看到蓝军要的手在流血 便赶紧说 冰杰 快把上次我帮你包扎的药箱拿来 夏洛这个时候虽然有些微醺 但头脑还很清楚 蓝军要这个时候 反而为自己手上的这个小伤感到高兴 这样他就又可以多陪夏洛待一会儿了 于是他便问夏洛 上次看你给冰杰包扎的样子 似乎很专业 我原本还想多问你 一些关于医术方面的事情呢 夏洛已经开始包扎了 蓝军要说这句话的时候 夏洛抬眼看了他一下 又继续包扎 然后说 我知道的这些东西 也都是些皮毛 关键是 要跟你说什么红细胞 白细胞 血小板之类的东西 你又听不懂 你说我怎么给你讲呢 夏洛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这个时候 冰杰拿着东西 把地上摔碎的酒杯扫走了 又换了新的 看到王爷跟侧妃聊天 便到外面候着了 我不用知道这些 我就想知道 你这些技术是怎么弄的 比如你现在帮我包扎 为什么你包的就这么好 蓝军要问这个 不仅仅是为了跟夏洛 多待一会儿 也打算 如果以后有机会 把夏洛的手艺 放到自己开的医馆去 夏洛给他包扎好了 那除非我再重新包扎一下 演示给你看 夏洛说 于是 夏洛就开始教蓝军 要怎么包扎伤口 还给他讲 人的身体里的血液成分 非常复杂 比较重要的几种 就是他刚才说的红细胞 白细胞和血小板 红细胞是在体内 运送各种东西的 白细胞是和坏的东西斗争的 血小板是用来止血的 两个人说了很一会儿 夏洛喝完酒之后 本来就口渴 可是因为给蓝军要 讲得太投入 他没发现 自己旁边放的还是酒杯 于是他又喝了不少酒 蓝军要的伤口刚刚包扎好 他也一起喝 夏洛阻止他 你刚刚流过血 虽然伤口不是很大 但是能不喝酒 还是尽量不要喝 不然不利于你的伤口愈合 可是 夏洛跟蓝军要 多越喝越多 到最后 夏洛也不记得 要阻止蓝军要喝酒了 两个人就这样喝着 喝着就一起醉了睡着了 第四十四章 用药 第二天早上 夏洛醒来的时候 觉得头痛欲裂 他回想了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 他已经和七王爷 相处了这么久 按说已经很相信 七王爷的为人了 但是还是怕因为自己醉酒 两个人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能够回想起 前一天两个人一起吃晚饭 还能想起七王爷 不小心把酒杯打碎了 还能想到自己给他包扎 对了 还有包扎之后 两个人一直在喝酒 夏洛想 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 一直在喝酒 冰杰没有阻拦自己呢 对 他撤了饭菜 打扫了摔碎的酒杯之后 就出去后照了 对 一直是七王爷 在给自己灌酒 想到这里 夏洛一惊 两个人喝醉了 不会做出什么事情吧 他摇了摇头 赶紧让自己清醒过来 这个时候的蓝军耀 就躺在他旁边 也已经醒了 但还在继续装睡 想接这件事 看看夏洛会是什么反应 夏洛一边想要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心里一边骂蓝军耀 没想到昨天过来跟我套话 又是问酒楼怎么经营 又是问怎么行医 怎么包扎的 关键是还把我给灌醉了 他撑起身子 看到自己的衣服还都完好 知道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起来的时候 发现旁边还有个人 蓝军耀 他又是有些惊吓 又是有些生气的一脚 把蓝军耀踢到了地上 蓝军耀分明醒着 但还要装作自己没睡醒 没来得及反应的样子 结果摔在地上 觉得很疼 你怎么这么粗暴啊 蓝军耀摸着自己疼得不行的屁股说 不是说好 咱们两个不能睡在一起的吗 而且谁让你昨天把我给灌醉了 夏洛非常生气 说起来 蓝军耀也有点生气 他原本想 如果今天夏洛没有什么反应 那么估计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真真正正同房了 可是看现在的样子 恐怕还要过些日子才行 而且夏洛这一叫 剃得真是不轻啊 蓝军耀赶紧是图解释 我昨天不是故意把你灌醉的 他一边说 一边觉得自己的手也有点疼 刚才摔倒地上的时候 下意识用手撑了一下地 结果昨天的伤口又破了 蓝军耀把手拿起来看了看 说 你看 又流血了 怎么办吧 原本蓝军耀是打算这样撒个娇的 谁知道夏洛却一点都不同情 昨天该娇的我也都娇了 你今天自己用另一只手给自己包扎吧 夏洛坐在床上 还是没有好气儿 蓝军耀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委屈 这回是真的栽在夏洛手里了 他说 行 我还就不用你了 结果自己走到昨天兵节拿药箱的地方 把药箱放在桌子上 一点一点给自己换药 包扎 虽然蓝军耀生来也不算笨 可是让一个大男人学这种细致的东西 肯定是不能一学就会的 结果他的手被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 其实这个伤口也不算太大 要是往常 蓝军耀管都不管了 可是今天 他一想到自己要是连包扎这样的小事情都学不会 一定会显得很丢脸 所以非要自己把伤口包完 可惜 不随人愿 他包扎的一点都不好 看着自己的作品 蓝军耀不光是生夏洛的气 也开始生自己的气了 蓝军耀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夏洛也不打算管 过了一会儿 兵节过来给夏洛书洗打扮 还问昨天晚上七王爷为什么一晚上都没有离开 夏洛就把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兵节 兵节原本就同情七王爷 于是说 其实七王爷是真心喜欢小姐的 夏洛不愿意接话 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事实 但是现在的他仍然没有准备好跟蓝军耀有进一步的感情 对了 今天我们回醉云楼吧 很久没回去了 想给父亲帮把手 夏洛提议 兵节也很想念醉云楼的日子 便高兴地说 好呀好呀 于是 两个人梳洗好了 换了平民的服饰 便出门了 出门的时候 蓝军耀安排反过来保护夏洛的贴身侍卫李孝看到了 听说是要回醉云楼 便没有拦着 让夏洛出门了 夏洛回到醉云楼 想到自从醉云楼承办了太后的八十大寿之后 就没有再使用过其他的营销手段 也没有做过什么新的菜式 夏洛觉得长此以往 对酒楼未来的发展并不好 于是 决定试着做几个新菜 并且跟父亲说 一定要加快速度 争取早日把不同的菜品做成不同的系列 以套餐的形式兜售 夏洛希望自己曾经为醉云楼的规划最后都能成为现实 虽然他现在并不单单是为了赚钱这件事情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一件事情 这样他会觉得踏实 夏洛进到后厨 开始继续琢磨可以做的西餐 拔烤鸡 猪扒 培根乳蛋派等一些菜品在一天之内都试了一下 想看看食客们的会不会喜欢 可是现在的他已经是七王爷的侧妃 如果这样抛头露面 总是不太好 于是 夏秋时就派王翰出去 没想到 王翰特别卖力 做事也很靠谱 夏洛对王翰就放心了 可是 夏洛并不知道 他刚从王府出来没有多长时间 王妃就去了他的别院 想要为难他 因为他不在那里 王妃气急败坏 自从邻国丞相找过王妃之后 王妃越来越觉得自己需要七王爷 他希望自己爱的人也爱自己 这样 他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不出卖他 即便让他为七王爷去死 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可是现在 他只能是个间谍 王妃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 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是南越国的王妃 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效忠自己原来的国家 这样的感觉纠缠着他 让他十分痛苦 他只想让七王爷真的爱他 让他可以依靠 让他不用害怕 可是 因为夏洛的出现 他的一切都没有了 甚至曾经有过的原本不多的 和七王爷的亲密也被他夺走了 王妃对夏洛只有恨 他到了夏洛的别院 发现夏洛既然不在 本来想了满满的辱骂夏洛的话 现在竟然不知道应该对谁说 更是气急败坏 昨晚 七王爷留宿在这里了 身边的丫鬟对王妃说 王妃看了丫鬟一眼 没有说话 但是眼神更加恶毒了 既然夏洛不在这里 任凭王妃心里如何不快 也只能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因为太生气 他忍不住砸了很多东西 王妃身边的丫鬟说 现在当务之急 是想清楚怎么对付他 说起来 七王爷对他疼爱有加 最近这几天都留在他的房间 现在他还是个侧妃 可是如果今后有了孩子 那王妃您的日子 可就不一定好过了 听到丫鬟的话 王妃觉得实在是很有道理 在皇家 谁有子嗣还是十分重要的 王爷如果都不和自己同房 自己就肯定不能怀上孩子 但是另外那个女人 有孩子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于是 王妃决定在夏洛的饮食里下药 你现在就去找些这样的方子来 记住要找那些好的大夫 但是先不要抓药 王妃吩咐身边的丫鬟 等丫鬟拿了方子回来 王妃又派手下的另一个人 出去按照方子抓药 心想 这样派两个人出去 以后不一定能查得出来了 心中暗笑 第四十五章 剧痛 过了两天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王妃决定开始行动 这一天 夏洛正在自己的别院里练字 王妃突然过来 还带了参汤这些滋补的东西过来 丫鬟兵节赶紧去叫夏洛 夏洛便从屋里出来了 生怕在礼数上有什么不妥又让王妃怪罪 这种事情毕竟能少发生就尽量少发生 干嘛要给自己添堵呢 夏洛出来的时候 七王爷派来的侍卫李孝也在这里 七王爷今天被皇上召到宫里去谈事情 因为八王爷去查林国丞相的事情了 现在皇上更是一众七王爷来和自己讨论国家大事 然而 这段时间 七王爷都没有得到八王爷的任何消息 也总是有些担心 王妃之所以这个时候来 就是想趁七王爷不在府里的时候对夏洛下手 夏洛出门来营的时候 王妃说 夏洛啊 自从你来了王府 我还没好好过来看看你呢 今天有空 我就准备了很多东西 你看 这个参汤 用的是上好的人参 都是从雪山采来的 来 最后这句来是对丫鬟说的 王妃的丫鬟和王妃在一起时间久了 自然也有些狠毒 之前下药的事情就是这个丫鬟想出来的主意 丫鬟走过来的时候 特意把参汤的盖子打开了 王妃忙说 来 夏洛 你快闻闻 看看这汤 鲜不鲜 夏洛也没有多想 下意识地问了一下 可是他并不知道 站在他旁边的王妃的丫鬟 这个时候屏住了呼吸 王妃说 要不你现在就尝尝 一会儿拿回去就凉了 夏洛怎么想 都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王妃之前还看自己一百个不顺眼呢 今天怎么突然就对自己这么好了呢 其中多半有诈 可是因为王妃这次并没有辱骂或者想要殴打夏洛的意思 即便七王爷的贴身侍卫在旁边 也不能对他做些什么 夏洛只能婉言拒绝 没关系 我想这味道这么鲜 要是在这里喝 恐怕鲜味留得不多 进屋喝或许更加美味 姐姐要不要一同进去喝两口 王妃忙回答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这就回去了 还要给王爷准备晚上的羹汤呢 王妃就这样匆匆过来又匆匆离开 夏洛觉得这个汤一定有问题 于是 等到王妃走了 就让兵杰把这个汤倒掉了 但是 夏洛并不知道 这个汤里下的药 是仅仅通过鼻子闻就能够起到作用的 和红花那样服用的药材的作用是一样的 都可以让同房过的女人无法怀孕 夏洛刚才闻的那一下 已经产生了作用 过了没多久 七王爷就回府了 夏洛还在屋子里练字 却突然觉得肚子特别疼 一开始他还强忍着 后来让兵杰过来了 兵杰看到夏洛脸上的汗水 都像水滴那么大 很是害怕 便连忙叫来王爷 七王爷看到这件事 心慌得不行 赶紧让手下去皇宫里请太医 太医来的时候 夏洛已经疼得脸色惨白了 七王爷很是心疼 而这个时候的王妃 在另一个别院里等有什么动静 听到有太医来了 却有些不解 太医前来把锅脉之后 便说 侧妃是中了毒 这种毒 如果是同房部的女子 便无法生育 如果 太医不敢说下去了 如果什么 七王爷迫不及待地问 如果 如果女子还尚未同房 便会产生腹部的剧痛 太医回答 这样一来 蓝军要知道了 自己和夏洛 还没有同房的事情 太医已经明了 看样子是不能让太医 再回到宫里了 太医看七王爷脸色有些紧张 便说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侧妃还未与男子同房过 这些要不会起到 阻止生育的作用 太医一边说 也一边胆战心惊 给皇家当医生 最大的忌讳 就是知道秘密 知道的秘密太多 甚至可能连性命都不保 蓝军要当然想跟夏洛 生孩子 在未来 可是现在 夏洛能不能生孩子 对他来讲 并不是最重要的 你先告诉我 他什么时候能不疼 蓝军要只希望夏洛 少一些痛苦 能赶快好起来 太医吓了一跳 我赶紧开方子 马上给您煎药 太医写完房方子 配好药 蓝军要把兵节叫过来 我先陪着夏洛 这个药必须你自己亲自煎 不需有别人靠近 知道吗 我让李孝跟你一起去 李孝 你要保护好这些药 是 两个人硬了之后 纷纷下去 蓝军要一直握着夏洛的手 帮他擦头上的汗 这个时候 在另一个别院里的王妃 如坐针毡 他才知道自己走了一步 多么错的棋 可是他心里又充满了疑惑 这么久了 戏王爷怎么可能 还没跟夏洛同房过 要终于煎好了 蓝军要亲手为夏洛服下 过了一会儿 夏洛果然觉得不疼了 蓝军要看到夏洛有了力气 心也就踏实下来了 便把太医遮出去 让侍卫李孝陪同 问夏洛和兵杰 你们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没有 夏洛摇了摇头 看他还是不太有力气说话 兵杰便提他说 小姐今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 基本上没怎么吃东西 本来奴婢还打算晚上 王爷宁回来之后 想办法劝劝小姐 多吃点东西呢 蓝军要皱了皱眉头 那是为什么呢 蓝军要把太医拽进来 问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毒 服用的方式是什么 太医被吓了一跳 这种毒 比红花那样的同样 使人不能生育的毒药并不相同 这种毒物色 味道也很淡 只是清香 让人闻了之后还会想闻 太医说完这话 夏洛和兵杰一下就都明白了 夏洛自己说 我今天闻过一样东西 夏洛说完之后 看了看太医 这些事情不让太医知道 对太医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太医很知趣地出去了 今天王妃给我送过参汤 她让我当着她的面闻了闻 我也没想那么多 那种气味就飘到了我鼻子里 真的很好闻 如果这么说 我就是中了她的毒 夏洛分析 参汤呢 蓝军要问 我当时就觉得 王妃不应该突然间 对我这么殷勤 以为其中有诈 便让兵杰给倒了 夏洛说话的时候 觉得自己真是糊涂 要是没有倒掉 就能当成证据了 如果万一不是王妃 自己错怪了人就不好了 没想到兵杰是一个 那么得力的丫鬟 小姐 你让我倒掉 可是我没倒 兵杰说话的时候 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样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东西有蹊跷 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放在我那屋了 快去拿 蓝军要说 这个时候 夏洛说了刚才那句话 已经累得不行了 加上之前疼痛过于剧烈 整个人都很虚弱 感到很困倦 几乎要腾晕过去 蓝军要很是担心 但是太医说 吃了药就应该没事了 只要多休息 多调养就好了 蓝军要还是不放心 问太医有没有调解和补身体的药方 太医又开了一些药 并且都配好了药 只要到时候监主就行了 兵杰把王妃送的参汤拿来之后 蓝军要让太医鉴定了一下 发现其中确实有毒 蓝军要特别生气 对手下说 把王妃给我叫过来 第46章 训斥 王妃这个时候 在自己的别院里战战兢兢 看到侍卫来叫 心中知道不妙 他正跟侍卫一起去往下落的别院 他本来以为是要当面对峙 可是没想到 走到半路 就看到蓝军要自己走过来了 不去下落的别院了 去你的别院说 如果七王爷说这句话的语气 是生气的 王妃还能够理解 可是 七王爷说这话的时候 过于平静了 这反而让王妃觉得很可怕 原来 是因为下落刚才太难受 疼了好久 现在终于乏累了 便闭上了眼睛睡去了 蓝军要不想自己 训斥王妃的时候 打扰下落 本来是想在下落面前 好好说说王妃的 临时改了主意 自己到王妃这里来 两个人进了王妃的别院 蓝军要说 是不是你给下落下的毒 长驱直入 我 王妃没有做好这么快 就被戳穿的准备 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 七王爷并没有跟下落同房 快说 蓝军要大喊 不是我放的 王妃否认 我告诉你 那碗参汤是你送去的 里面的东西就是你放的 没什么可狡辩的 蓝军要生气的时候 很是吓人 他几乎咬牙切齿 可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王妃假装楚楚可怜 我不信 不可能 那种毒 不是服用的 是只要闻一下 就可以出问题的 而你非要下落 当着你的面闻一闻 是不是 蓝军要说 可是 可是当时别的人也都在 为什么我 我的丫鬟 连下落自己的丫鬟都没事呢 你怎么解释 也许那个东西 是他们拿回去之后 被人动了手脚呢 再说 还没准是下落 为了无限我才特意做这样的苦肉计呢 王妃狡辩 没想到你心思会这样狠毒 你竟然能想到下落受这么多罪 就是为了演绎出苦肉计 也只有你这么狠毒的人 才能想出这么阴暗的手段 蓝军要十分不屑 你不要这么说 这宫里的嫔妃之间的争斗 你又不是没有目睹过 还不都是无所不用其极 你现在找回来这么个民间的丫头 谁知道她会不会从外面 学了什么外门邪道呢 王妃说到下落的出声 毫不客气 蓝军要十分生气 忍不住扇了王妃一个耳光 王妃捂着脸 眼睛里含着泪水 没想到 你为了那个女人打我 王妃委屈 就回到了自己屋里 蓝军要也觉得自己下手重了些 但是这件事还没有完 她想过一会儿再去找王妃说清楚 王妃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 一直在想 为什么下落会有这样的反应 按说这个要闻过之后 应该是直接伤及内力 而且只要同房过的女人 完全不会有什么反应 看样子 下落没有和王爷同房 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可是 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明显 王爷对他比对我好多了 难道是下落以前不喜欢王爷 可如果是这样 王爷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呢 再继续往下想 王妃能够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 王爷是真的爱下落 不管他做了什么 不管他是不是爱王爷 王爷都会爱他 想到这里 王妃对下落的恨意又多了一些 他不等王爷自己走进屋里 他就走出去继续跟王爷理论 在这个王府里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正事 而你单单对下落一个人好 现在他出了点事情 你就都怪在我头上 你为什么不去想想别的可能 王妃以为这样主动出击 也许能换回王爷的信任 事实上 因为弃王爷心里 因为刚才打了王妃的缘故 而有些愧疚 又加上之前他说的苦若记的事情 蓝军耀虽然不愿意相信 但这药也说不准是别人吓的 蓝军耀多少有些动摇了 所以如果你怀疑我 你就怀疑好了 要杀要刮 西听尊便 王妃一抚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蓝军耀让自己理智地想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 东西是王妃亲自送进去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文国就会有问题的 他怎么也摆脱不了最大的嫌疑 况且 即便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 他作为王妃 就是要好好整顿王府上下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 最差最差也有他失责的原因 于是 蓝军耀对待这件事 尽量公正客观 便说 不管这个药是不是你下的 你现在都摆脱不了嫌疑 况且 你是这个王府除了我之外的当家人 既然你这么看重自己正式的地位 那我就希望你以后能够把王府上下打点好 不要再出这样不干净的事情 蓝军耀这样说 王妃反而没有辩驳的余地了 他就站在那儿 不说话了 即便是你管理王府不当这一条 我也应该惩罚你 这样不冤吧 蓝军耀反问 王妃无奈地点点头 好 既然这样 因为你的失职 下落受了那么多疼 你也要受血疼痛才好 蓝军耀说 然后喊来李孝 带王妃去 赏他十个板子 李孝虽然多年都在蓝军耀身边做贴身侍卫 可是对王妃下手 这还是第一次 他站在那里有些犹豫 慢着一说要受皮肉之苦 王妃一下就急了 不行 如果连我都要挨板子的话 那真正下药的人该怎么办 蓝军耀明知道 真正下药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王妃 可是因为无法证明不是其他的情况 蓝军耀只能从今处罚 那好吧 那你就禁足半个月 蓝军耀说 说完就走了 不给王妃再次辩驳的权力 蓝军耀先是回到自己的书房待了一会儿 然后就到下落那儿去了 下落的脸色似乎好了一点 但还是很虚弱的样子 人也一直躺在那里睡着 蓝军耀很不放心 他便让太医多在自己这里留一会儿 一边照看下落 一边说些其他的事情 他把太医叫到了自己的书房 让手下拿了很多金银 老太医 您知道您今天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蓝军耀说 太医吓得不行 王爷 小的是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蓝军耀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于是说 您不用怕 这些银两都是给您的 不过您恐怕以后 不能再在皇城里面当太医了 一会儿 我的贴身侍卫会把您送出皇城 至于您的安全 您大可以放心 我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蓝军耀说话的时候十分诚恳 太医听了十分感激 毕竟 我是把您从宫里请过来的 您看 您是不是留下一份请求归隐的东西 这样我也好交给父皇 万一别人觉得 一个太医从我这里治过病 就不见踪影了 我怕以后别的太医就都不愿意来了 让您这样做 真的是为了给我帮忙 多谢您 蓝军耀很少跟别人说谢谢 但是为了下落 他可以 有些时候 他自己也会怀疑 自己的性情也许都是因为遇到下落 而变得温和了 太医答应了 当场写了一份请求归隐的奏章 就相当于21世纪的辞职信 里面说自己年事已高 想要过些平淡的生活 并不会让人怀疑 蓝军耀打算第二天 把这个奏章和别的奏章一起 送到皇上那里 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这些事情都安排妥当了 蓝军耀又让太医 到下落的房里帮他把了把脉 直到觉得脉象已经没那么虚弱的时候 蓝军耀才终于松了口气 蓝军耀又向太医询问了很多事情 才让太医走 这一晚 太医带着这个不大不小的秘密出了皇城 并且决定再也不回到这个是非之地 负责看护的李孝当然十分负责 确定太医也安全了以后 才敢回到王府 第47章 暧昧 中毒这样的事情 就算身体底子再好 也是好很久才能痊愈的 等到一切都打电妥当 王妃已经得到了惩罚 太医也已经被安全地送走了 蓝军耀总算松了口气 这晚 他不打算睡觉了 只想守在夏洛身边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一个人 一件东西 如果就在你身边 触手可及 你有些时候就会忘了去珍惜 可是一旦 当你发现你拥有的 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时候 你便更珍惜 共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蓝军耀对夏洛本来就是一片痴心 加上王妃这样一来 蓝军耀心里更是受不住了 他现在想要得到她 不仅仅是把她取回来而已 他想要和她同房 因为这样他们的婚姻才是完整的 他恨不得在夏洛清醒的时候 就告诉她这些 可是现在的她还在沉睡 正在睡觉的夏洛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回到了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不会因为数学考倒数第一 而不小心穿越到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 爸爸妈妈还并不经常吵架 那个时候 一切的颜色都是鲜艳的 所有的心情都是快活的 夏洛梦见自己遇到了一个 很好看很好看的王子 可是他看不清那个人的脸 只觉得声音很熟悉 味道也很熟悉 就好像是紫袍男子给他的感受 他就这样晕晕乎乎的 在这个梦中醒来 夏洛半夜醒来的时候 发现七王爷就守在这里 看着他已经很困倦的样子 夏洛想要让他睡一会儿 可是张开嘴却口干舌燥 蓝军耀看到他醒了 就赶紧递水过来 夏洛很是感动 夏洛喝了水 说 七王爷 我感觉好多了 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蓝军要赶紧说 没关系的 我在这儿看着你 会安心一点 七王爷说话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 角柔造作的样子 那股真诚劲很吸引夏洛 夏洛这段时间 虽然偶尔还是会想到八王爷 但是也不能问八王爷在哪 时间久了 便更珍惜眼前的人了 八王爷去调查 邻国丞相的事情 只有皇上和七王爷知道 这件事情十分机密 因此 夏洛到现在还不知道 蓝军末的事情 只是觉得最近兄弟两个 不怎么来往了 说起来 夏洛心里也有些困惑 在他以前看来 认为爱情最重要的是 那种来电的感觉 片刻的悸动 可是 现在 他也很享受 七王爷带给他的 这种平静和安宁 如果我以后 还是不会喜欢你 你会后悔娶我吗 夏洛问 蓝军耀一下没缓过神来 没有想过夏洛 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七王爷说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也有心 隐隐的不安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以后会怎么样 他只想现在 能得到自己爱的人 夏洛说 我只是不希望你对我好 可我却不能给你 应有的回报 蓝军耀听到这话 又是无奈 又是心疼 如果自己爱的人 真的永远都没办法 爱上自己 那么也是一件 痛苦的事情吧 他摸了摸夏洛的头 傻姑娘 别胡思乱想了 至少我现在还是喜欢你呢 至少我现在没有后悔 夏洛这个时候 心里一阵凉 不是因为不开心 而是因为太惊喜 遇到一个这样 一心一意对自己的人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既然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夏洛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蓝军耀继续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 已经查明白了 就是王妃送给你的参汤 有问题 你的丫鬟 冰杰真的是个有心人 对你有忠心 不愧是你调教出来的 我原本想让王妃受些皮肉之苦 还没等这句话说完 夏洛便说 还是不要了 毕竟她也是个女人 看到夏洛这么善良 蓝军耀对她更是欣赏了 嗯 不过最后没有 只是罚她禁足半个月 不许出门 说起来也算不得太严格 可是总是要给她些教训才好 夏洛知道蓝军耀 是向着自己说话的 也明白 想要把王府上下都打点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非常理解七王爷的处境 已经很感动了 其实你为我做的真的太多了 夏洛说 这都是我愿意的 七王爷说着 就上前清了夏洛的脑门 夏洛并没有躲闪 接着 蓝军耀有些情不自禁 他拖起夏洛的脸 自己的嘴唇从脑门一点一点往下 夏洛感觉到蓝军耀呼吸的声响 他又一次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味道 他觉得这就是他在梦里 闻到的那种味道 蓝军耀的嘴唇贴上了夏洛的嘴唇 夏洛先是一惊 有些想要躲闪 但是那个湿润的嘴唇让夏洛很舒服 他停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夏洛的两只手放在七王爷的胸口上 但是并没有用力把他推开 就这样搭在他身上 看到夏洛并没有反抗 蓝军耀就更进一步 吻得更深 夏洛觉得自己竟然有一种在美梦中的感觉 不愿意醒过来 他配合着蓝军耀 让这个吻变得更完美 两个人的身子越来越近 蓝军耀分明感觉到了自己的欲望 但是他知道这还不是时候 于是 他又慢慢地结束了这个吻 夏洛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他现在越来越说不清 自己对七王爷是什么感情 可是现在的他 越来越依赖眼前的这个人了 至少这一刻 他想要和蓝军耀在一起 别再赶我走了 好嘛 就让我在这陪着你 蓝军耀央求 夏洛点了点头 想了一下 说 你别坐在床边了 你还是躺上床休息一会儿吧 夏洛知道七王爷会尊重自己 所以并没有害怕 于是 蓝军耀上了床 帮夏洛把被子都弄好 自己只盖了一点 然后贴着他的身体 抱着他 如果你不舒服 就告诉我 他说 夏洛摁了一声就继续睡了 他闭上眼睛 想着刚才的那个吻 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 夏洛并不那么确定自己的心意 可是这个吻就给了七王爷希望 可是他却不知道 如果八王爷再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话 会怎么样 夏洛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 第二天早上 夏洛醒来的时候 发现七王爷还是昨天晚上的姿势抱着自己 一点都没有变 心想 他这样一个姿势 会不会不舒服 他转过头看了看蓝军耀 谁知道 这家伙也看着自己 把夏洛吓了一跳 你不会一晚上都没睡吧 夏洛问 睡了一小会儿 我不敢换姿势 怕吵醒你 蓝军耀说 微笑 你这个人怎么 夏洛话还没说完 蓝军耀就拦住他了 先别着急说我 你看你的嘴唇都干得不行了 我给你弄点水来 蓝军耀说着话 就跳下了床 帮夏洛把茶杯拿过来 里面倒好了温水 自己还尝了尝 觉得温度合适 才端给夏洛 夏洛看着蓝军耀这样忙上忙下 开心的样子 就觉得昨晚的那个吻 一定是让他误会了 蓝军耀现在就像是 刚刚得到糖果的孩子一样高兴 夏洛喝了水 把茶杯拿回给了蓝军耀 你昨天晚上太累了 你看 你都没睡好 先去休息吧 夏洛说 没事 我不累 蓝军耀说话的样子 简直有些调皮了 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不然我担心你 也没办法好好养病 夏洛看蓝军耀 像打了鸡血一样 只能这样命令他 原来你这么关心我 蓝军耀打去说 那好吧 我回房休息 让冰杰来照顾你 人在恋爱的时候 总像个孩子 这样 蓝军耀去休息了 夏洛和冰杰聊了一会儿 第48章 巧遇 夏洛感觉到 自己和七王爷之间 有些暧昧 他觉得这样并不好 但他又不忍心 再让这个男人失望 又过了半个月 夏洛的身体好了一些 他想 自己如果经常出去走走 就不用担心 怎么跟七王爷相处了 或许 稍微躲避一下 自己一个人安静一段时间 反而能知道 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夏洛决定回到 醉云楼帮忙 在情感上冷静一段时间 你身体还没痊愈 不能这么仓促就出门 蓝军耀想办法拦住 我这半个月都憋疯了 想出去溜溜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况且还有冰杰呢 夏洛试图说服七王爷 你如果这样 就让冰杰多服着 你在院子里走一走 我去醉云楼帮你打理就好了 蓝军耀没有给夏洛商量的余地 就出了王府 直接去了醉云楼 这些天 蓝军耀为了让夏洛放心 每天晚上回到王府之后 都会向夏洛汇报这一天 他在醉云楼所做的事情和收获 关于怎么营销醉云楼的问题 也经常向夏洛请教 还说 这就当是我跟你学了 你就在王府里好好待着 指点江山就行了 我负责去执行 夏洛就把自己之前 想过的一些想法都说了 现在醉云楼已经按照他的想法 做出了很多套餐的样式 现在天气已经开始转凉 夏洛提醒蓝军耀 少做沙拉这些凉的东西 要多贴一些不同的粥和饮品 并且写出来一些 简单的配料方法 让厨娘们去摸索 渐渐把秋天的菜品研究出来 这样 醉云楼以后就可以按照 不同的季节 创新不同系列的菜品了 夏洛还把中系菜系分了出来 跟蓝军耀说 什么样的客人 喜欢什么样的菜系 要好好调查一下 夏洛猜测应该是年轻人 比较喜欢夏洛改良的西式菜品 果然如此 蓝军耀自己还主动提出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醉云楼可以再重新装修一下 夏洛觉得不是很有必要 但蓝军耀执意如此 夏洛不知道是蓝军耀 真的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还是因为这家店 是自己以前开的 所以特殊对待 更令夏洛没有想到的是 他曾经无意中跟蓝军耀提过 以后打算把醉云楼做成连锁店 蓝军耀就真的立刻 帮他实现了蓝军耀 把自己的几家店扩充了一下 变成了醉云楼的连锁店 并且都做了装修 你如果只是为了跟我 学一些营销的手段 这样也太破费了 其实你只需要听我说就行 没有必要非用在 醉云楼这个品牌上 夏洛说 我不管 我觉得这个醉云楼是你的 也是我的 咱们两个一起努力把它做好 难道不好吗 蓝军耀自从上次和夏洛接吻以后 虽然两个人再没有什么亲密举动 但是他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偶尔在夏洛面前 也用男人的方式撒个娇 让夏洛毫无办法 如果你非要装修的话 那么就把这些店面编个号 这样以后会比较容易管理 那我父亲的店就是总店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其他的店 就依照总店的整体设计去装修 这样 不管云游四方的人 在哪里看到醉云楼的招牌 便知道都是这一家之外开出来的 是一个品牌 只要喜欢一家店 以后他们就会到别的醉云楼去 就能有稳定的客户群 夏洛一说起这些 就头头是道 蓝军耀听着更加欣赏 眼前的这个女孩了 他看她的眼神就能够说明一切 夏洛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但是这件事不能进展太快 你想 咱们总共就没有几个厨娘 如果以下开了好几家店 那其他店的口味怎么能保证呢 想到这里 夏洛有些焦急 没关系 我们可以借用几个御厨 到外面给大家当师傅 蓝军耀已经想好了办法 这样可以吗 皇上和太后会不会反对 夏洛立刻问 不会的 现在醉云楼也算是半个皇家的酒楼了 何况 那些御厨都是你培养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蓝军耀胸有成竹 可是 你现在为了醉云楼付出了太多了 你自己的生意都怎么办呢 夏洛问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都已经打定好手下了 蓝军耀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了 夏洛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用管了 反而有些空落落的 你还是让我干点事情吧 不然我现在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还有点空虚 夏洛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是我不想让你出去 主要是你的身体真的还没好全 这样 过两天就让你出去 顺便检查一下我在醉云楼的成果 蓝军耀说着 忍不住用指尖刮了一下夏洛的鼻子 显得有些轻腻 夏洛开始怀疑 爱情是可以产生于习惯的 当你习惯了一个人 也许你就会喜欢一个人 他现在对于七王爷的感觉就是这样 因为习惯 所以如果生活里没了他 他就会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上次的事情 王妃一直都不能出门 所以夏洛这些日子过得都很平稳 而七王爷也越来越不喜欢王妃 就更是经常到夏洛这里来照顾他 夏洛很怕自己因为习惯而喜欢他 也不知道这样的喜欢是不是真的喜欢 这天 夏洛正在院子里荡秋千 突然想起来 自己每个月都要给月方交曲子 这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 可是 现在他的身体状况 还不敢一个人单独外出 便叫上了兵杰 两个人带着已经写好的曲子去了月方 月方的老板每次都把夏洛带到二层去 今天也是一样 他们在上面聊整个乐曲的创作 甚至偶尔会讨论一下 是否有些细节需要修改 或者想着下次想要什么样的曲子 总之 是要聊上一会儿的 等夏洛和月方老板聊过之后 正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夏洛下意识地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是在楼梯上无处可躲 况且 那个人也已经看到他了 他已经来不及躲开了 那个人用好奇的不光看着夏洛 盯着夏洛从楼上走下来 并叫住了他 你怎么在这里 七王爷 他是给这个月方写歌的 还没等夏洛说话 月方老板就讨好地回答 月方老板吓了一跳 他知道这个叫住夏洛的人是七王爷 但是根本想不明白 堂堂王爷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个平民姑娘 蓝军耀身边还有几个人 看起来很像是有头有脸的高官 他们看着七王爷 蓝军耀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继续盯着夏洛 夏洛没有办法 只能说 对 我是来送我做的曲子的 蓝军耀大吃一惊 看样子除了做饭的手艺 除了能辨戏法之外 你的才华远不止于此啊 说着 牵起了他的手 夏洛就任由蓝军耀牵着 听到蓝军耀说 他是我的侧妃 这句话是说给老板的 老板一下被吓坏了 自己竟然一直在赚 七王爷的侧妃的钱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小的不知道夏洛 不 侧妃竟然 是侧妃 岳方老板语无伦次 没关系的 我喜欢写曲子 拿到您这儿来 夏洛赶忙说 蓝军耀看到夏洛这样说了 也就没有生气 第四十九章 惊喜 虽然岳方老板以前人也不错 没有为难过夏洛 但是现在他对夏洛的态度 还是有了很大转变 突然觉得自己只给夏洛 这么点银两来换取他的好作品 其实很不公道 可是老板自己又想 夏洛已经是七王爷的侧妃了 怎么会在乎这么点银两呢 恐怕暂时也没有什么补救的方式 只能干站在那里 蓝军耀原本是和一些官员一起来的 看到夏洛 他便一点跟他们一起的心思都没有了 便说 各位 先忙 我想先同侧妃一起回府 官员们都知道 七王爷在皇上心中的地位 虽然多少有种被放了鸽子的感觉 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 蓝军耀又说 今天实在抱歉 有空请大家府里一叙 官员们知道 如果去七王爷府 对任何一个官员来说 都是莫大的荣幸 所以便没有怨气 蓝军耀说完就拉起夏洛的手走了 出了门 他就问夏洛 最近这岳方就像当初的醉云楼一样 从默默无闻的地方 一下变成了大家都愿意来听曲子的地方 你是不是真的会什么魔法 怎么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才华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做的事情都是我喜欢的 如果我不喜欢 我就不做 比如你看我就不会绣花 我也不喜欢 绣花太累眼睛 而且用的时间长 还需要人特别细心 我觉得那样太累了 可是做饭也好 写曲子也好 都是我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就用心去做就好了 夏洛说这些话的时候 显得那么真诚 蓝军耀越来越觉得 夏洛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姑娘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给岳方送曲子的 以后你再出来 除了带上兵节 还可以多带些人陪着 我怕你不安全 当然了 如果你不想那么大阵仗 就带上我 好了 蓝军耀说话的时候 就像是在撒娇 我 我是从最云楼重新开业后 不久就开始写曲子的 夏洛说 蓝军耀大吃一惊 都这么旧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上次十三公主演奏的曲子 就是从这里拿去的 那个曲子 不会也是你做的吧 如果蓝军耀不主动说 夏洛是不想提这件事的 但是既然蓝军耀问了 他就只能如实回答 嗯 是我做的 可是那天太后寿宴 他分明是想刁难你 你都没有揭穿他 蓝军耀在夏洛身上 看到了很久 都没有在宫里的女人身上 看到的品质 如果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也许会说 那个曲子是我做的 但其实说了也未必有用 在场的人 没有人会愿意 为我证明这件事情的 况且 他们也无从知道 那个曲子是谁做的 所以揭穿他 也未必能给我赠来面子 况且 当时我又不是走投无路 最起码 我还能变得戏法 你说是不是 夏洛说完 蓝军耀才觉得 那天的事情 真的是有惊无险 可是你要知道 变戏法本身 就是一件 有点冒险的事情 天下人都知道 皇上非常忌讳鬼神之说 而这个戏法 如果像十三公主说的那样 被认为是妖术 那你就危险了 蓝军耀希望 教会夏洛 在宫里的处事之道 所以要感谢你 那天救了我啊 夏洛在这个时候 终于有机会 表达了那天的感激之情 不过就算那天 你不来破解那个魔术 我也会自己解密 给大家看的 夏洛说 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蓝军耀点了点头 你真是有太多惊喜了 他感叹 现在 好多惊喜都被你发现了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 新的惊喜了 那你以后可不要失望就好 夏洛开玩笑的语气 蓝军耀忍不住 把手绕到夏洛身后 搂了一下他的腰 很快又收回来 重新牵着他的手 夏洛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不那么在意跟蓝军耀有什么轻易的举动 和蓝军耀在一起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很安心 不会胡思乱想 也很少想到八王爷了 两个人就这样在街上溜溜打打 就像是现代人约会压马路一样 好像走到哪里都可以 只要是这两个人一起走就够了 兵杰在后面看着七王爷和小姐的样子 心里很是为小姐高兴 走到一个店外面 夏洛往里看了看 又赶紧收回了眼神 怎么了 进去逛逛吧 蓝军耀说 这是一家首饰店 里面的东西都很贵 夏洛曾经和兵杰一起来过这里 他特别喜欢其中的一款簪子 但是一直没忍心买 这天走到这里 他只是想再进去看看那个簪子 看他还在不在那里 可是 他不想让蓝军耀给他花钱 虽然他知道蓝军耀很有钱 也不在乎这么一点钱 但是他还是想以后自己赚够钱再去买 不用了 我不喜欢这里的东西 夏洛口是心非地说 于是 蓝军耀就带他到了这条街上不远的一家酒楼 在酒楼门外 指着酒楼的招牌让夏洛看 醉云楼 夏洛念出声 来 嗯 你说的 那种每个地方都有的 叫什么来的 对 连锁店 蓝军耀说 夏洛刚要张嘴问 里面的厨师怎么样 菜品怎么样 蓝军耀就一边拉着他进了酒楼 一边给他讲了自己的经营策略 现在这家酒楼已经可以独立运转和盈利了 夏洛很开心 蓝军耀还告诉他 你知道王翰吧 我原本是派他去从你那里学经商技巧的 没想到 现在是我来学了 他就负责执行 没想到 还真是把什么都打理得津津有条 蓝军耀这样算是正式承认这件事情了 夏洛也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就静静地点头 蓝军耀安排夏洛进了楼上的包间 打算一起在这里用餐 之后又把兵杰单独叫出来 问他知不知道夏洛为什么在之前那家首饰店 犹豫不决 兵杰想了想 还是把真想说了出来 蓝军耀说 你现在陪我去那家店 把簪子买回来 于是 两个人就去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 蓝军耀几乎是跑回来的 迫不及待想要跟夏洛一个惊喜 点的菜刚刚上齐 等夏洛吃晚饭 蓝军耀才把簪子拿出来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你喜欢的 就随便挑了一只 而这只簪子分明是兵杰支给蓝军耀的 他不希望让夏洛知道自己这样刻意 希望装得漫不经心一些 可是夏洛那么聪明 想到两个人一起出去了 就猜到了事情的过程 虽然嘴上没有说 但是看了兵杰一眼 有看了看蓝军耀 谢谢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只 他很高兴也很感动 离开酒楼的时候 蓝军耀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 你也知道 我也很少参与国事 不过宫里的事情 皇上总喜欢让我办 三月之后 皇城有个秀女大选 你不如陪我一起去吧 我去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 夏洛有些不自信 你是我的侧妃 原本就可以随时进宫的 我今天又才知道你有这样的才华 能谱曲子 不如就去当个选官 蓝军耀说 当然 当选官本身是一件不错的差事 而对他而言 劝服夏洛和自己去 其实是因为他希望能多跟夏洛在一起待一会儿 我真的行吗 夏洛问 我说行就行 蓝军耀胸有成竹 那好吧 我跟你去 夏洛答应了 蓝军耀的笑容都挂在脸上 谁都能轻易看出他的开心 就这样 两个人便继续到别的地方逛 第五十章 打架 蓝军耀和夏洛又走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吵闹声 你有什么好装清纯的 来 直接跟我回家算了 一个声音很猥琐 但音调很高 寻声看过去 是街角有一个混混在调戏梁家妇女 因为走得急 又加上两个人想看清楚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不知不觉就挤进了在围观的人群里 两个人在人群里一会儿就被挤散了 蓝军耀生怕会出什么事 还好因为他身体强健 人高马大 一边喊着夏洛一边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他的身影 这个时候 离夏洛不远的一个男人要去教训那个混混 两个人就扭打了起来 而两个人一会儿就打进了围观的人群里 大家挤来挤去 夏洛被人撞了一下 蓝军耀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夏洛 他赶紧轻弓过去 抱着夏洛躲开了 没伤找你吧 蓝军耀问 我没事 夏洛说 你去救救那个姑娘吧 他劝蓝军耀 说起来 这些街头的小事常常发生 蓝军耀完全可以让侍卫来应付 可是他看到夏洛这样急切地想帮那个正在被调戏的姑娘 便决定过去教训那个混混 兵杰 保护好你夏洛 蓝军耀说 说完 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往天上一扔 那个盒子就裂开了 变成很多粉红色的坟墨 好像是一种信号 这是蓝军耀给侍卫的信号 让他们前来保护夏洛 蓝军耀对付那个混混 当然是绰绰有余 如果平时是自己一个人在街上 他断断不会发这样的信号的 可是 因为有夏洛 所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尤其是王妃给夏洛下过药之后 蓝军耀就更怕失去他 蓝军耀冲进去 直接把那个混混扮了的大马趴 又把他扔了起来 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梁家妇女 蓝军耀说 打了打身上的土 这个地方离王府很近 侍卫很快就到了 他们先是看见了夏洛 夏洛告诉他们七王爷正在打架 把侍卫吓得够呛 虽然七王爷武功很好 但是有这些侍卫在身边 也并不需要七王爷亲自动手啊 侍卫忙过去护驾 蓝军耀则说 我没事 保护好侧妃 你别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有人帮你打架吗 这都是哪儿的侍卫啊 看样子你还真有两下子 可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也是有背景的 那个混混还是不肯罢休 声耀说自己很有背景 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蓝军耀见过的三下九流的人多了 当然不怕他这样的恐吓 便让几个侍卫 把他带到官府去了 围官的人都拍手叫好 说这位富家公子主持了公道 那个被救的姑娘也急忙过来 感谢公子 请问公子贵姓 小女子定要好好报答公子 不用了 举手之劳 你还是保护好自己吧 蓝军耀说完 就打算走 这个时候 这位姑娘偷偷打量着蓝军耀 似乎想通过自己的观察 得到点什么信息 小女子名叫狸鸽 黄狸的狸 鸽子的鸽 总之 就是一只鸟 我也无处其息 公子既然已经救了小女子 不然就收留了小女子吧 这个姑娘说着 就要去称蓝军耀的衣角 夏洛原本很可怜这个姑娘 如果不是看她行为有些怪异 也许会帮她一起要求蓝军耀 可是 夏洛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个女人一直在打量蓝军耀 而且显示出羞涩之意 似乎只要是蓝军耀收留了她 她就要做她的同房丫鬟一样 夏洛看着这个人的眼神 心里开始不高兴起来 但并没有说话 只是脸色变得越来越差 蓝军耀本身也是一个爽快的人 不喜欢别人这样纠缠 便说 姑娘 你还是回家吧 于是 两个人就打算走 谁知道 两个人还没走几步 那个姑娘就又追了上来 一下跪倒地上 挡住了两个人的路 这位公子 我从小 父母就双亡 只留下哥哥和我一同度日 这么多年来都相依为命 可是哥哥前些年得了重病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出来想办法赚钱 甚至把我送到妓院里当歌迹 虽然只是歌迹 但还是常常受到客人的挑衅 这个人说话的时候 就像是在演戏 因为太投入 反而让人怀疑是真是假 蓝军耀没有说话 想看看他还能说些什么 这位公子 一看您就慈眉善目 一定是一副好心肠 我哥哥后来病死了 到现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今天看到你 我就觉得你是我新的哥哥 就让我跟着你吧 如果说这些话的时候 是真的很真诚 也就罢了 说不上为什么 夏洛总觉得 这个女人的眼神怪怪的 似乎带着某种勾引 蓝军耀更知道 女孩子对自己 有意思的时候会怎么表现 也觉得这个女人不太对 而他更能确定 这个女人就是对自己有好感 想要和自己在一起 他想看看夏洛 对他会是什么反应 黎哥求求你们 两位好心人了 尤其是这位公子 你把我带回府中 想要做丫鬟也行 想要怎样都行 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这话说的真是让人尴尬 夏洛一下就生气了 你还是你自己 你是你自己的 别来不来就想做别人家的人 说起来 蓝军耀就算是以前 和夏洛半嘴的时候 也没见他说话这样过 看样子是真的有些生气 蓝军耀倒是突然有些开心 这个架没有白打 竟然打出了一点醋意 看样子夏洛还是在乎自己的 这位是我的夫人 我想 只有夫人 才能称得上是我的人 蓝军耀为了让夏洛安心 连忙在黎哥面前 说清了自己跟夏洛的关系 我已经说了 你还是回去吧 不然你这样跪在这里 一点尊严都没有 别人看着 也会觉得你自己不独立 只会要求别人 蓝军耀试图给他讲道理 夏洛尽管觉得蓝军耀说得对 也觉得对这样的人 没什么必要废口舌了 于是说 我累了 我们回府吧 便拉着蓝军耀走了 其实蓝军耀刚才说的话 的确也让夏洛安心 说起来 一个人介绍自己的夫人 应该是正事才对 可是 他今天既然说自己是他的夫人 虽然这样理数不对 但是夏洛知道 这是蓝军耀在告诉他 他在他心里的位置 是多么的重要 蓝军耀跟夏洛一起走 看到那个女人 没有再跟上来 两个人的脚步 才放慢了一些 说起来 你跟很多女人都不一样 你特别独立 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想要做什么 经过了刚才的事情 又是一番对比 蓝军耀对夏洛说 夏洛满脑子 都是刚才的那个女人 你说那个女人 是不是喜欢你 夏洛几乎没有在听 蓝军耀在说什么 你是吃醋了吗 蓝军耀故意逗去 夏洛突然脸红了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现在对蓝军耀 确实有一种占有欲 我 我才没有呢 我就是不喜欢他 他嘴硬 蓝军耀也就没有 想比他说什么 你刚才为什么称我为夫人 如果是在府里 被王妃知道了 一定又要怪我了 夏洛说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唯一的爱人 不管你的名分是什么 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我喜欢的人是你 而你不管是郑妃 侧妃 哪怕你是个同房丫鬟 我喜欢你 你就是我的夫人 蓝军耀表白 把夏洛的手握得紧紧的 第五十一章 考官 夏洛看蓝军耀 居然正静起来 跟自己表白 反而不知道怎么好了 他宁愿蓝军耀 还是半开玩笑地 跟他打去 不过两个人 还是就这样牵着手 回到了王府 还有三天就要选秀了 汐王爷去皇宫的时候 就多了些 每次都会问夏洛 要不要一起去 夏洛不希望总是去皇宫 因为他毕竟自己 也觉得出身平民 有可能和宫里的女人 聊不到一块儿 但是他很喜欢太后 加上太后 在他第一次进宫请安的时候 就嘱咐过 希望他能够经常来 所以他有机会的时候 就和汐王爷一起 去给太后请安 在宫里的时候 汐王爷和夏洛 给太后请安之后 汐王爷就自己 去安排选秀的事情了 夏洛很喜欢 陪在太后身边 论辈分 太后就真的像 他的奶奶一样 说起来 自己以前生活的家庭 父母总是吵架 而小的时候 最疼夏洛的 就是奶奶了 后来 夏洛和父母 一起住的时候 还会怀念奶奶做的菜 人就是这样 跟一个人相处久了 什么口味 都会随着那个人的 太后也很喜欢夏洛 知道夏洛 总来自己这里 除了是因为 喜欢自己之外 也是因为上次请安的时候 一些嫔妃说话太不对 太后给她宽心 不要觉得平民女子 在这个宫里 就没有地位 你要知道 我当初也不是 什么大官家的孩子 说起来 刚进宫的时候 我的位分也特别低 但是没关系 一个人懂得 凭借自己的努力 去生活 去奋斗 就会有机会 出人头地 何况我看你这个孩子 并不是个 争强好上的丫头 当时心态很平和 这在以后会帮到你 太后对夏洛 说话的时候 语重心长 夏洛受益匪浅 可是 既然夏洛是选官 那么对于 如何考察 秀女的题目设置 就需要由选官来考虑 这就少不了 夏洛和别人的争论了 你打算怎么办 你觉得怎样 才能看出一个秀女 是可以嫁给皇上的 这天中午 蓝军耀握着夏洛的手腕 还有三天就要选秀 一定要制定出 不错的选秀流程 才能服众 这一点 蓝军耀也很是头疼 如果你问蓝军耀 为什么要选夏洛 那么 他恐怕会回答 因为我喜欢 可是 皇上选秀女 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秀女 她未来能不能跟皇上之间 产生这样的火花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能尽量在后宫 管好自己 做该做的事情 帮皇家传宗接代 事实上 在夏洛心里 女人的作用不该仅仅如此 夏洛甚至有些庆幸 自己嫁给七王爷 虽然当初嫁给他的时候 并不情愿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七王爷是真的喜欢他 真的会对他好 他们之间是可以交流的 夏洛决定说出 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知道 我的想法 可能别人未必会赞同 但是我希望 嫁给皇上的女人 不仅仅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我希望他们能够过三关 蓝军耀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论断 还真是觉得有点新奇 说来听听 首先 女子应该有些才艺 一个女人如果单单 是凭着自己姿色出众 也许能博得皇上一时的喜爱 可是如果不能带点皇上惊喜 她渐渐会成为皇上的负担 夏洛说 嗯 还真是很有道理 就拿咱们俩来说吧 要不是先发现你会做菜 后来发现你懂点医术 再后来知道你会变戏法 再再后来知道你还能谱曲子 要不是有这么多惊喜 我还真是不一定 越来越喜欢你呢 蓝军耀有嘴滑舌地说 有点正经的没有 夏洛赶紧停止她的变相表白 那第二关呢 蓝军耀问 那就是要看她如何相夫 如果一个女人特别自私 或者完全不懂礼书 那么她只能带给皇上更多的烦恼 而不能帮衬皇上 夏洛说 蓝军耀用欣赏的眼神看着她 没想到 你对这些事情还懂得挺多 越来越觉得娶到你是我的福分 她以前都不知道 自己竟然这么会甜言蜜语 这些话到了嘴边 就像是看到好吃的东西 就会分泌出口水一样 简直就是流出来的 别得意啊 夏洛说 不自觉地拍了蓝军耀一下 夏洛从来没有主动 和蓝军耀有过什么肢体接触 现在她觉得自己 还蛮喜欢拍拍她 或者离她近一点的 有些时候 在人的心里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改变的时候 身体已经有了答案 你先说第三条是什么 蓝军耀觉得 现在和夏洛在一起 变得越来越轻松 她想 总有一天 她们两个可以像 真正相爱的夫妻那样 在一起的 第三条 是希望秀女能够 对国家发展 有些自己的看法 当然 这不是鼓励后宫干政 而是希望她们知道 自己的国家 是什么样子的 了解这个国家 其实也是了解 自己的夫君 正在做的事情 夏洛说 蓝军耀看到 夏洛是个这么实大体 有眼见的姑娘 真是觉得自己没看错人 下午 她就拉着夏洛 去跟执行 整个流程的大臣说明 大臣看到蓝军耀 拉着夏洛 本来就有些偏见 她们对夏洛的印象 还停留在 太后八十大寿 宴席的那天晚上 那个时候 她们就很困惑 七王爷那么优秀的一个人 怎么会看中 这样一个平民女子 更何况在她们看来 这个女子最多 也就是能做几道菜 还能辨戏法而已 侧妃是这次选秀的主考官 蓝军耀这样介绍 大臣们更是觉得这样不妥 等到蓝军耀 向大家说明了 夏洛所说的 三个考察方式之后 大臣们的意见 更是多了起来 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大臣说 这第二条和第三条 都不太对啊 相夫 说起来 她们的夫君是谁 是皇上 有什么好需要女人来辅佐的 请问这位大人 您今天的朝福 是谁帮您准备的 夏洛说 这老臣有些尴尬 是我夫人准备的 这样说来 相夫并不是多大的事情 但也不是小事 相夫 就是辅佐夫君 在他们需要的地方帮忙 知道夫君在哪些事情 让容易疏忽 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来帮助夫君 这是妻子应当做的 这些事情都可以是细节的小事 但如果您的夫人 没有帮您准备 恐怕您今天 也许会来不及 赶来商量选秀的事情 甚至可能会被说 玩忽职守 所以 连穿衣服这样的小事 都算得上辅佐 但是 这些小事的行动 都是取决于 内心是否有夫君 是否真的体贴 所以说 您的夫人 能在小事上 做得这么好 其实是心里有您 在大事上 也会体贴您 您有个好的夫人 夏洛不光辨误了这个老臣 还夸了他的夫人 老臣明明反对 第二条和第三条 现在刚说完第二条 他也不好 再说什么了 可是别的臣子可不干 那第三条呢 后宫不得干政 夏洛摇了摇头 心想 这些大臣 应该受点逻辑思维的训练才行 您混淆了两个概念 对国家的发展 有自己的看法 那是心里想的 后宫干政 那是嘴上说 甚至在行动上的 我有自己的想法 这本身并不是错误 但是如果想要操纵些什么 那便是大厨特措 但不能阴夜费时 因为不能干政 就让秀女什么都不懂 大臣们都没什么好说的 蓝军耀本来还想帮夏洛说几句 可是看他这样懂得把握分寸 又说得滴水不漏 大臣们都一一败退 蓝军耀很是欣赏 三天后 选秀终于开始了 第52章 选秀 按照往年的选秀流程 长相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在准备选秀的时候 姑娘们都在门外 尽量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涂纸抹粉 加上一些珠宝首饰 却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秀女一个个开始才艺表演 第一个秀女的父亲 原本就不是什么大官 从小也没有学过太多诗书 说到才艺 也就只能秀个花什么的 可是 秀花这件事情 也不是现场可以表演的来的 况且 皇宫里有那么多秀娘 皇上招秀女进宫 又不是为了增加几个秀娘的 她想了想 琴棋说话 自己恐怕都不太行 说起来 虽然读书不多 但小时候还是写过一些字的 于是说 要不然写字吧 可是写什么呢 夏洛说 这样 既然要展现一点才华 你要不写一幅对联吧 就以今天这次选秀 写一个 夏洛虽然是从21世纪穿越过来的 但是她的诗词修养 即便在古代 也未必输给别人 她之所以要考察对联 是因为对联 是构成诗句之前的铺垫 如果一个人对联能对得好 那么这个人写诗作词 也不会太差 而夏洛想要的 就是对师叔有些看法的秀女 如果这一关过不了 那么后面两关 这个秀女多半也没办法通过 秀女想了好久 还是想不出来 看着已经磨好的墨都快要干了 夏洛想给她的台阶下 这样 不用你自己想 我给你出上连 你对下连好不好 好好好 你说 这个秀女如同有了救命稻草一样 那你听好了 不难 高盆满座 天朗气清 秀女秀才艺 那个秀女支支吾吾 想不能说些什么 几乎要放弃 夏洛也不想让她当众继续出丑 便说 抱歉 你还是下去吧 看到夏洛就着今天的情况 就想出这样的上连 那些御府的大臣 才知道夏洛并不是一个 普通的民间女子 而蓝军耀虽然知道 夏洛在王府有些时候练字 有些时候看些诗书 也没有想到她还有这样的集才 要知道 夏洛的这个上连 瓶子坟场清楚 瓶瓶瓶瓶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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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虽然最后一句秀才艺 有点小问题 但也无伤大雅 如果要对上 则要瓶瓶瓶瓶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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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如果不经常读书 知道的成语也不多 那肯定是不能这么快想出夏莲恩的 夏洛看下面还有很多秀女 便想 自己临时出的这道题 也不能浪费了 便问 你们有人能答出来吗 这个时候 有一个姑娘走了出来 说起来 论长相 论身材 都比刚才的那个姑娘更加出众 唯一让夏洛觉得有些不喜欢的事 这个姑娘打扮得太过妖娆 她不管夏洛在打量她 也不管周围的人在看 就接上了一句 美女如云 风和日丽 选官选贵人 这对得十分齐整 夏洛微笑 那些大臣也都忍不住鼓掌 夏洛问 这位姑娘还有什么才艺吗 对夏洛而言 诗书几乎是最基础的才艺 如果能有一些表演性比较强的才艺 那当然是更好了 于是 这个姑娘决定跳一支舞 用的曲子 正是夏洛捕过的一支 当然 这个姑娘并不知道作曲的人 就在自己对面 夏洛捕这首曲子的时候 恰好是当初蓝军耀 刚刚跟皇上请求赐婚的时候 而夏洛的心里都是八王爷 因此 曲子十分凄美 蓝军耀听着 几乎能猜想到 这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创作的 她看着夏洛 夏洛这个时候并没有看她 而是似乎又有些哀愁了 然而 这个姑娘的舞姿 却显得太过豪放 在一些节奏上 竟然和曲子完全合不上 夏洛有些怀疑 这是这个姑娘 临时找人学的舞步 随便选了一首曲子 选错了 便随手让琴师换了一首名曲 问那个姑娘曲子的名字 姑娘答不出来 我知道你很想被选中 但是你刚才跳的舞 和曲子说的不是一个故事 有些地方节奏问题很大 夏洛说 你真的会跳舞吗 夏洛虽然觉得这样太直接 但还是忍不住问 我 我是前两天才学的 于是 又一个秀女被揭穿 这样 过了半天 选中的秀女寥寥无几 她们是什么样的人 几乎都逃不过夏洛的眼睛 这让大臣们很是佩服 短短一个上舞 她们就没有了对夏洛的偏见 可是 因为夏洛挑选的严格 这么半天 只有几个人被选中了 其中几个很有姿色地去落选了 大臣们又有些担心 到了下午 选秀继续 经过了一上舞的历练 夏洛现在看人更准了 很多看一眼就能挑出很多毛病 但是夏洛都会跟他们说出 有哪些不足 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这让大臣们觉得夏洛很会办事 即便落选 也要让人知道自己到底输在哪里 最重要的是 让这些姑娘知道 自己还有提高的空间和希望 这个时候 有一个比之前那个姑娘 还要妖娆的姑娘出现了 她表演的才艺是鼓针 鼓针在古代的乐器里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很像现代西方很流行的一种乐器 就是吉他 这两种乐器都属于那种 相对来讲比较好上手 但是很难弹得特别好的那种 这个妖娆的女子 原本看起来就有些至以为是 表演完鼓针 自己又很满意的样子 夏洛说 看样子这位小姐弹鼓针 应该有很多年了吧 这是夏洛能够听出来的 那个女子更加蛮横和骄傲 以为自己这样就可以过关了 洋洋自得地说 那当然 很小就开始练习了 但是 你每天练习的时间不够多 而且也没有坚持每天都练 夏洛说得很直接 那个姑娘一下子吃了一惊 鼓针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 尤其在打基础阶段 就是需要每天都练习 事实上 很多乐器都是一样 或者 广而言之 各种艺术门类都是这样 先是需要无数次的模仿 最终才能明白这个艺术真正的含义 这就是为什么达芬奇化弹的故事 经久不衰的原因了 不过古代的人 是不知道达芬奇的 所以 你做事情是三分钟热度 你可能对一个东西 很感兴趣的时候 会很努力地学 而且 其实你很有天赋 但是 你很难坚持 你弹奏的曲调很美 但是很不稳定 就说明你每个部分的成熟度 和驾驭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每天都练习 细水长流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现场所有的人 几乎都被夏洛的论断折服 夏洛确实说对了 可是那个姑娘不愿意承认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是在想的女儿 才不会怕你这个民间女子 就我所知 你不过是会做饭 讨太后跟七王爷欢心而已 要不是这样 今天你也做不了选官 听到这样的话 夏洛决定用行动反驳 夏洛从小就学吹销 虽然父母总因为她数学不好 而希望她放弃这个可有可无的乐器 但是 夏洛自己却坚持要学 穿越之后 她练习的时间少了 但每天还是会吹一小段 于是 她说 那我就展示一段让你看 虽然不是古征 但绝不会比你差 一举过后 众人赞叹 蓝军耀更是自豪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我爹好好收拾你的 宰相的女儿 当着众人的面纷纷离开 蓝军耀还是有些担心的 看着这个姑娘 又知道宰相这个人心胜狭隘 真的说不准会报复 想到自己手里 还有宰相的把柄 看样子 必要的时候要拿出来当证据 弹劾她才行 第五十三章 表白 经过了一天的选秀 夏洛晚上回来的时候 简直累坏了 她恨不得立刻就回到王府 什么都不用做 回王府的路上 夏洛对蓝军耀说 没想到 选秀是件这么麻烦的事情 不过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 你没看 今天那些大臣 可都挺佩佩服你的呢 蓝军耀赶紧哄下洛 其实 她让夏洛做这些事情 很大程度上 都是为了能多跟夏洛 在一起待一会儿 增加彼此相处和了解的机会 多怪你 事先不告诉我 有这么累 夏洛不知不觉中 已经习惯了跟蓝军耀撒娇 蓝军耀若有所思 似乎觉得有些事情已经成熟了 嗯 如果是这样 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到了那个地方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 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就去那个地方 今天我要带你去 蓝军耀想到了一件事情 非要今天吗 夏洛显然已经累得不想动了 我保证你去了以后 不会后悔 蓝军耀承诺 夏洛只得同意 晕晕乎乎的就和蓝军耀 一起走到了夜市 这一天 蓝军耀原本不是特异的 但是穿了一件紫色的衣服 那件衣服亮亮的 显得很是光彩夺目 在夜市上也非常显眼 别的人看到这么俊朗的一个公子 都对夏洛投来了艳羡的眼光 这天的夜市 让夏洛想起了花灯节那天晚上 他和紫袍男子的相遇 如果不是今天这么热闹 街上有这么多灯火 夏洛几乎要忘了这个人 说起来 当时的那一点点悸动 夏洛也是记在心里的 不过 现在的夏洛 生活已经够乱的了 他试着一心一意地对待七王爷 不想再想任何别的人 想到这里 他却忍不住有些思念八王爷 自从上次一别 他已经很久没有来王府了 就在夏洛沉浸在自己的小想法里的时候 他不知不觉 被蓝军耀领到了上次他被救的地方 对这里还有印象吗 蓝军耀问 这一问 让夏洛的心跳得很快 他难道知道我和紫阳的事情 不过我们也没有什么 只是他在这里救过我而已 夏洛不回答 蓝军耀又拉着他去了花灯节那天 夏洛放花灯的那座桥上 还记得 那天 夏洛就是看到一个身影 很像八王爷蓝军末 结果去失足 差点掉进水里 后来想到桥上找他的时候 那个人却不见了 于是在这座桥上放了自己的花灯 希望愿望能够实现 可是这些事情 七王爷是应该不知道的 难道是兵杰告诉他的 可是为什么呢 夏洛想不明白 既然想不明白 夏洛就打算问个明白 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 蓝军耀拿出了一张纸给夏洛看 愿得一人心 夏洛忍不住读出声 来 这张纸已经有些破旧了 但是并没有损坏 看样子是被人小心收藏了起来 夏洛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那天 在这里放花灯的每一个瞬间 都突然间出现在眼前 他和兵杰来找八王爷 但是没有找到 于是两个人在河边放了花灯 那天河面上飘满了花灯 尽管夏洛和兵杰都使劲追着这个花灯 可是等到花灯飘到远方的时候 他们也有些分不出自己的花灯在哪里了 上面的笔记分明就是自己的字体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怎么习惯写毛笔字 所以写得有些歪歪扭扭 当时夏洛还在庆幸 繁体字和简化字 这几个字是一样的 他最起码不至于出丑 可是 这个花灯是怎么被找到的 又是怎么到了七王爷手里呢 夏洛低着头看着这几个字 他低头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七王爷今天穿着紫色的衣服 暗暗怀疑一些事情 但又不敢相信 当他抬起头的时候 发现七王爷已经戴上了一只面具 加上那件紫色的衣服 面前的这个人 俨然就是当初的紫袍男子 所以 你就是那个救我的人 那天你在跟踪我 夏洛说这些话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是在提问还是在质问 他觉得质问不好 但是语气上却忍不住 我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呢 我是真的喜欢你 可是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八滴 可是我想要关心你 保护你 我想要知道你的一切事情 我相信 你也会明白的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不就是这样的吗 如果我不能以我自己的身份 保护你 我就想用另外的身份保护你 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蓝军耀一口气说了很多话 夏洛站在那里 有些恍惚 所以 当我问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说你叫紫阳 对 我怎么那么傻 今天还给人家出对联 我就没有想过紫阳和军耀 如果我认真一点 我应该能看出这个线索的 夏洛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你当我问我名字的时候 我也傻了 只想着赶紧编一个名字 对 是和我自己的名字对账的 但不是为了更方便 你猜出来我是谁 蓝军耀回答 可是后来 你来最云楼的时候 就是七王爷 不 就是你向皇上提出 要赐婚以后 我特别痛苦的时候 你来了 后来我生病晕倒了 之后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和兵杰都知道你就是紫袍男子 夏洛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 是 不过我让他们都不要告诉你 蓝军耀说 夏洛这个时候 不知道应该感动还是生气 和自己幸福最相关的事情 这个人 既然自己是最后才知道 他都为自己做了些什么 夏洛觉得七王爷对自己 确实是用心良苦 可是 身边的人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自己却还能在鼓里 夏洛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这段日子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侧妃 做得并不够好 可是 他又想 如果回到当初 如果在结婚之前 父亲和兵杰告诉了他真相 也许也不会改变些什么 那个时候的他正在气头上 夏洛的心彻底乱了 蓝军耀握住夏洛的手 这张纸上写着 愿得一人心 是你花灯杰那天许下的愿望 我想说 这也是我的愿望 而那个人就是你 这样的表白 深情款款 按说 应该没有一个女人不动心的 可是这对夏洛而言 实在是太唐突了 他不能这么快就做决定 他现在对七王爷和八王爷的感情 都不确定 他不知道自己能回应什么 夏洛的手足无措 都看在蓝军耀的眼里 他说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话 并不是想逼你 只是这些天来 我发现 我们之间 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展下去的可能的 我觉得是时候 把真相告诉你了 我说这些 也不是为了向你证明 我到底付出了多少 让你因为这些付出而感动 我只是觉得 我把你当作我的妻子 我就应该向你坦白一切 而现在已经是坦白一切的时候了 夏洛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却不想让蓝军耀看到 蓝军耀把手凑到夏洛的脸前面 夏洛并没有阻止他 他帮他擦眼泪 你不要哭 我会给你时间慢慢想清楚 我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另外 这件事情现在跟你说也许还有点早 我和王妃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感情 而且王妃的事情我会处理好 我的意思是 将来 你会是我唯一的妻子 但至于为什么 我会怎么做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会让你安全地生活在王府 蓝军耀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整个人终于敞亮了 就好像是 你想要得到什么 你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 就算最后得不到 你也不会有遗憾了一样 蓝军耀觉得 自己现在就是尽了全力 但是 他有种感觉 或许是出于多年的自负 或许是出于过分急切的爱 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天 能够得到夏洛的心 第五十四章 尴尬 从桥上下来 一直到回到王府 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 蓝军耀没有摘下面具 因为他不敢让夏洛看到他发热的脸 和已经流下的眼泪 两个人坐在轿子里 一起回王府的时候 便什么都不说了 夏洛是因为没有力气 蓝军耀是因为太紧张 前两天还会握着夏洛的手 今天从轿子上下来 反而松开了 他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夏洛 他并没有想要逼他的意思 夜色已深 一天下来 两个人都累了 夏洛刚才又哭过 简直筋疲力尽 他本来想把冰杰叫过来 两个人说说知心话 想到当初 自己生病的时候 冰杰肯定是急坏了 他当时肯定是想了好句 要不要把真相告诉自己 可是 夏洛已经没有力气 再想这些事情了 他现在只想踏踏实实睡一觉 希望在梦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从夏洛入府以来 七王爷几乎每天都缠着夏洛 晚上总要在这里过夜 除了那一次接吻之外 两个人都相近如宾 但是 蓝军耀总是想 能不能多跟夏洛聊聊 最晕楼的事情 或者缠着他说些什么 直到夏洛累得不行了 他就让他休息 自己趴在桌子上 睡一会儿 或者离开单独就寝 可是这一天 蓝军耀不再缠着夏洛 早早地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蓝军耀回到书房 摘下面具 脸还是微微红着 以前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气顶神闲 可是这次 他为了心爱的女人 变得自己都觉得可怕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真是奇妙 你会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就好像是身体的某个开关 你见到这个人之前 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可是这个人一旦出现 这个开关就被触碰到了 之后的一切 你便无法控制 你变成了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你 你曾经不懂得 关心别人的感受 可你现在懂得了 你曾经以为过于直白的东西 现在也变得美好了 你曾经也许不回去 争取的东西 你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而去争取了 也许你会说 这是小说里写的 电视剧里拍的 但是当你真正陷入 这样的爱情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蓝军耀分明表白了 心里是舒畅的 可是现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又开始拿不准 开始觉得忐忑 也不知道夏洛 会不会问兵杰 当初为什么不告诉他 可是他是能明白 我的良苦用心的吧 蓝军耀想 一边想 一边夺步 或者我现在表白 还不是时候 可是那天 吻他的时候 他并没有反抗啊 而且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牵着手的 他对我应该是有感觉的吧 蓝军耀六神无主 可是 现在八帝人还在外面 虽然是他让我 不要跟夏洛说 他喜欢夏洛 可我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总有点 趁虚而入的感觉呢 蓝军耀又微微自责 但已经这样了 如果我能给夏洛幸福呢 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 给我机会 让我给夏洛幸福 蓝军耀自己的心里 就像有很多个小人 在对话一样 想到八帝 他又想起 邻国丞相的事情 也不知道 现在调查得怎么样了 按说 过两天就应该有暗影 把消息传回来了 现在接着 王妃给夏洛下药的事情 短时间内 王妃不太容易 和外界也什么联系 就算能跟外界联系 他也拿不到 跟自己有关的情报 倒是不用害怕 想着这些事情 蓝军耀的脸 才终于恢复了 本来的颜色 对他而言 所谓的国家大事 倒是信守年来 可就是和夏洛相处 这样的小事 却让他费尽心思 第二天一大早 蓝军耀就到夏洛的别院等他 因为有些着急 早饭也吃得茫茫叨叨 可是他迫不及待 想要见到夏洛 夏洛因为昨晚太累了 虽然有很多 想不明白的事情 却难得睡了得安稳觉 很早就起床了 梳妆好了以后 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一出门就看到蓝军耀 等在外面 心头一紧 你为什么不进屋里等我 还能一起吃早饭 现在不是夏天了 天气冷了 你小心别着凉 夏洛说不上 自己为什么这么体贴 如果换作是兵节 他也会这么说的 可是 他听到自己今天 跟七王爷说这样的话 还是有些不习惯 我蓝军耀有些 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他想了一会儿 我怕打扰到你 何况今天秋高气爽 我在外面也没待多久 不会感冒的 他觉得自己说话 一点逻辑都没有 但是没有办法 他已经尽力了 两个人都装着 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可是又不能忽视 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 一起上了轿子 往皇宫走 在轿子里 蓝军耀觉得气氛很尴尬 夏洛似乎不敢看自己 也不敢说话了 他有些沉不住气 便没话找话说 你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 但夏洛点头 可能是因为昨天太累了 所以睡得特别安稳 说完之后 夏洛的脸上 仿佛也有了一丝红韵 蓝军耀心想 这是件好事 可是又有些害怕 不知道这样的娇羞 是因为夏洛真的喜欢自己 还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让夏洛实在不知道 怎么面对自己了 都怪我 昨天不应该让你那么累的 蓝军耀说 也不是你的错 谁让我非要出那样的难题呢 出难题的坏处就是 你考别人 其实别人也在考你 夏洛感叹 这话倒是不假 蓝军耀附和 两个人又安静了很久 这个时候 夏洛才发现 今天蓝军耀 跟自己做得特别远 也没有把手搭在自己手上 看样子 他真的是在等自己做决定 过了很久 蓝军耀说 有件事情 我忘了告诉你 今天太后要观看 你选秀女的过程 夏洛有些吃惊 真的吗 当然也有些紧张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都怪我 都怪我 昨天光顾着 昨天蓝军耀光顾着 跟夏洛表白了 当然想不起别的事情 可是话说到嘴边 他又收回去了 昨天我给忘了 都怪我 夏洛笑了 这么一个早上 总共没说几句话 你说了四次都怪我 你哪犯了那么多错啊 我又没有真的怪你 夏洛觉得 七王爷这样跟自己客气 总感觉怪怪的 虽然他也没有想好 应该怎么处理 现在的事情 但他努力让蓝军耀 觉得生活 并没有因为他的表白 而发生太大的改变 确实是我的错 我忘了告诉你 太后要来 这么重要的事 都忘了跟你说 蓝军耀还在承认错误 我的意思是 我很惊讶 不是真的怪你没跟我说 你不是说 太后很喜欢我吗 没关系的 我会好好应对 夏洛说 我知道你没问题 今天太后 也能看看你是个 多好的妻子了 只有好的妻子 才知道应该怎么为人妻 才能选出好的秀女 蓝军耀不知不觉 又在夸夏洛了 夏洛笑了笑 没有说话 想到今天能跟太后相处 夏洛很开心 因为每次和太后在一起 她都能有所收获 两个人就像是隔背的朋友 不会因为年龄而有 任何沟通的障碍 夏洛觉得 现代人发明的代沟这个词 在自己跟太后之间 完全不适用 第五十五章 相夫 前一天的测试 已经筛了很多人 第二天的测试 应该会没有那么劳累 夏洛想着 心里觉得踏实了一些 他和弃王爷到了皇宫 时间还早 因为知道太后 今天要一起看选秀 所以决定提前到太后那里 给她请安 之后一起到选秀的场地 太后觉得夏洛办事很周到 对此很是满意 请安之后 三个人就一起到了选秀的地方 第二天的测试 是关于如何相夫教子的 也就是说 要考察一个女人 打算如何在家庭生活中 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这个题目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极点能力 首先 一个人的逻辑如何 如果一个人说话前后都不搭 那跟皇上沟通起来都会有困难 说起来 逻辑这个东西 跟读了多少书有关 也无关 有的人读的书很多 但是没有找到书籍的每个部分之间 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就无法从书中学到逻辑 而有的人相反 能够看出其中的妙处 说话的时候 也懂得循序渐进 夏洛想找到后者 另外 这个题目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是说有没有条理 而表达则是看书的美不美 这就是诗书的功夫了 最后 还要考察应变能力 这个题目是夏洛设置的 她让每个人都准备了自己想要表输的内容 之后 她会对这些秀女进行提问 看她们是否能答得上来 有些人临时准备能够背下内容 但未必真的理解 她要看她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太后以前也观看过选秀 但是这次选秀的题目和形式如此有趣 是她没有想到的 她暂许地看着夏洛忙上忙下 但是又担心她太年轻而缺少判断力 所以听得格外认真仔细 首先上场的是一个看起来就重规重矩的姑娘 夏洛还记得这个姑娘 在昨天用琵琶弹奏奏了一支鼓曲 令人惊叹 能看得出来 她家教很严 但是不知道在诗书方面如何 当问到对相夫教子有什么看法的时候 那个姑娘虽然准备了内容 但仍然显得有些紧张 没关系 不用害怕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夏洛当个选官为什么那么累 就是因为她还要充当很多其他的角色 比如安慰这些秀女的角色 那个姑娘说 我觉得相夫嫁子的含义 就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想要成为贤妻 就应该听夫君的话 想要成为良母 则应该好好为孩子的未来打算 以前有孟母三千 就是因为孟子的母亲 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以后能够有出息 所以要给她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 可谓用心良苦 夏洛打断了她 如果你生的是女孩呢 那个姑娘想了想 女子大抵是不用读太多书的 能够像我这样谈谈情就行了 如果你的女儿希望读些诗书呢 夏洛追问 姑娘摇了摇头 我不太赞成 如果是女德 女界 之类的书呢 夏洛问 这两本书 恰恰是古代教女孩子如何相夫教子的 我没读过 那个姑娘坦诚 却有些羞难地说 夏洛有些失望 心想 或许这姑娘不是大护人家的女儿 所以 从小 没办法读那么多诗书 如果这样 不如再问问她其他的内容 那你觉得应该怎样遵从夫君呢 比如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夫君在大街上救了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便缠着你夫君不放 想要让你的夫君收留她 而你心里并不愿意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办 夏洛想起那天 和七王爷一起发生的事情 心想 没想到 这也能成为出题的材料 蓝军耀也在想 夏洛的脑子确实很快 竟然能把前几天的事情想起来 就这么用上了 太后也觉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因为在皇宫里 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相互的争斗 你怎么能够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 又尽量不要伤害到别人 是在宫里 做女人的处事之道 这个例子 虽然跟皇宫的情况不一样 但题目出的好就在于 这个题目里 男人和女人的想法 是有冲突的 面对一个娇滴滴的女人 没有男人 会没有丝毫怜惜之情的 夏洛抓住了这一点 说明她很知道男人的心思 太后对夏洛又刮目相看了 这个姑娘可从来没遇到过 这么棘手的问题 她光想着自己之前说过 所以觉得不能自打耳光 虽然她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说不定会阻止夫君 可是现在她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我 我会听夫君的 她打算怎么办 就怎么办 她回答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底气 因为并不相信 真到了这种时候 自己会这样做 夏洛说 很抱歉 你的琵琶演奏得很好 我也知道你是个 从小家教很严的姑娘 但是 我想告诉你的是 女人虽然是和男人一起生活 甚至有些时候 要依赖男人一起生活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简单的听从夫君的话 如果你只是简单听从 没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对于她而言 你就是一个 无法提供任何建议的人 又何谈辅佐她 帮助她呢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需要的就是相互沟通 一起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甚至 如果你进了宫 有些时候 或者 更多的时候 需要你自己一个人 单独去解决问题 如果夫君没有在身边 你就没有主意了嘛 所以 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说了这么多 夏洛有些口渴 便喝了口水 说起来 这些观点 对太后而言 实在有些新奇 太后觉得 似乎在夏洛的口中 女人的地位 比现在的地位更高 夏洛似乎跟以前 她见过的女子 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种不一样 一点都不让太后觉得反感 她反而认为 夏洛说的事情很现实 在皇宫里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生存 其次 就是要让皇上知道 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而有用 就是体现在 大事小情上 能帮忙出个主意 有了思路 这不是干政 而是辅佐 在宫里经历了 那么多的争斗以后 太后更明白 这种独立 对于女人有多么重要 说起来 面前的这个姑娘 太后很喜欢 因为她很踏实稳重 可是夏洛说的不无道理 这样的姑娘进了宫 要么就是被人鱼肉 要么就是因为 自己不够有才能 惹皇上不开心 没想到 夏洛还有话说 另外 女子无才便是德 并不是永远的准则 你要知道 不论是在宫里 还是在外面 才华并不是 说给别人听的 女子有才 但不外露 到关键时候 才拿出手来 给自己的夫君 一个惊喜 也给她挣些面子 有什么不好呢 这次回去 还是读一些诗书 你会明白我说的道理 何况 如果你想和你的夫君 谈得来 就需要跟她 读差不多的书 下落地劝告真诚 而不显生硬 这个姑娘 虽然没有中选 但是心中并没有嫉恨 离开的时候 她甚至有些感激 我本来就是 小户人家的女子 家中父亲的官位 实在低得很 能够有机会来皇城 已经十分荣幸 今天的姑娘指点 虽然未能进宫 但人敢感激 小女希望自己 总有一天 配得上好的夫君 就这样 一上午都在对如何相复轿子 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 和这个姑娘一样 原本太后 本来看好的几个姑娘 也没有通过这关 可是夏洛说的 句句在理 太后觉得应该 按照夏洛说的做 幸而 有几个家世出众的姑娘 这一关表现不错 进了下一关 上午的选秀结束之后 太后邀气王爷和夏洛 去她那里吃饭 夏洛很是高兴 却听到蓝军要说了句 我就先不去了 下午选秀的时候 再见吧 夏洛心想 不知道是不是七王爷表白之后 觉得尴尬 所以这样 第五十六章 情报 蓝军要之所以没有和夏洛 一起去太后那里吃饭 一方面确实像夏洛猜测的那样 是因为他不像给夏洛压力 另一方面 今天 蓝军要确实有事情 他的暗影一直暗中保护八王爷 并且协同八王爷 了解玄冥宫的事情 和邻国丞相的事情 原定这一天 即将得到相关的情报 为了不耽误下午继续选秀 蓝军要没来得及吃饭 直接赶回了王府 这个时候 前来汇报情报的暗影已经到了 在书房外面 蓝军要确定周围没有别的人 便把暗影叫进书房 启禀王爷 八王爷在调查邻国丞相 和玄冥宫的事情上十分尽力 并且获得了重要情报 暗影说 蓝军要心想 说起来 以前八弟是不管这些事情的 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会去探听什么情报 这次主动请英 多半也是想逃离皇城 想着自己的亲弟弟在外奔波 蓝军要想着自己和夏洛的关系 又有些不忍 你把他得到的消息都告诉我 蓝军要说 八王爷已经证实 玄冥宫的确和邻国丞相相互勾结 他们使用各种毒物和要挟之物 来进行暗杀 并且正在研究更加厉害的武器 想要在战争中使用 邻国丞相正在策划这场战争 只等玄冥宫把这种武器 完全研制出来了 暗影回答 蓝军要和上次一样 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他现在仍然有很多问题 之前的疑问得到了印证 那么 以前还不能确定的敌人 现在已经明确就是鸣笛了 可是 那些武器什么时候能研制出来 如果研制出来 要多久才能研制出 解药 不能冒这个风险 要争取在这种武器 研制出来之前 就把它们端掉 可是 要这样做 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暗访 同时与武林各门派合作 我现在倒是 对邻国的那个皇帝 没什么好怕得了 这个老家伙也活得够久了 他们之前就有叛逆之心 不过被我提前发觉 已经在他身边安插了卧底 慢性的毒药灌下去 什么时候想要让他断气都行 蓝军要说 暗影很是佩服 原来七王爷已经埋下了伏笔 蓝军要继续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能让邻国丞相和玄冥公 有时间把那些武器研制出来 所以是时候让他的老家伙归西了 小的不明白 暗影有些困惑 蓝军要解释到 如果这个老家伙死了 邻国的皇帝就没有了 那么肯定会有一场皇位之争 要知道 邻国丞相虽然平时看起来 死心塌地辅佐这个老家伙 但是心里的算盘可打得响着呢 蓝军要已经看出 邻国内部的矛盾 打算利用邻国皇帝的死 来让他们起内讧 暗影试着猜测 所以您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都在邻国内部 争抢皇位 就没有时间和精力 考虑对外的作战了 至少不会很快发动战争 你说对了一部分 不过我相信 八帝那里还有别的办法 想当初八帝在江湖上 云游了多年 和很多门派都有很好的交情 要知道 当年如果八帝不是考虑到 自己是朝廷中人 也许就成了武林盟主 以八帝在江湖上的地位 应该能够帮咱们争取主动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等着对方 拖着对方不打仗 而是我们要首先挑起事端 我们要打仗 还要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蓝军要说着 胸有成竹 原来如此 如此说来 八王爷应该是与您心有灵犀 他已经决定暗中召集江湖世家门派 因为玄冥宫之前 善用各种独树 武林正派也对他们早有不满 如今 八王爷这样去游说 定会有不少武林门派 愿意一起把玄冥宫消灭掉 暗影又说了一些 和八王爷蓝军末有关的信息 这样想来 一切就都圆满了 蓝军要说 那就可以好好计划一下 让他们内外不能兼顾 让邻国丞相 一边纠结于真皇位的内讧 一边要考虑武林这边的争斗 这样 他一定会疲于奔命 难以招架 暗影不禁佩服蓝军耀的战略眼光 八弟进行到哪一步了 蓝军耀决决定问一些 更加详细的信息 八王爷已经集合了一些门派 如果说 共同商议这件事情的话 也就是这两天 暗影回答 为了能够让整个节奏更为明晰 蓝军耀决定制定一个 更为周密的计划 他说 你在外面等候一会儿 我把具体的计划确认一下 蓝军耀考虑到 要让自己派过去的那个卧底 先把邻国皇帝弄死 然后再让武林门派去攻打玄冥宫 但是时间相隔不能太长 蓝军耀自己列了一个时间表 确认之后烧掉 又分别写了两个时间 一张纸自己留着 蓝军耀把暗影叫了进来 把另一张纸给了他 那是通知八王爷 让各大门派攻打玄冥宫的时间 之后 蓝军耀就把这个暗影打发走了 蓝军耀手下的暗影 每次行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而很多暗影之间 也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都是单线联系 蓝军耀用飞鸽传书的方式 把另一张纸 传给他在皇城另一个地方 安插的另一个暗影 他会想办法通知 在邻国皇帝身边的卧底 司机下手 如果暗影受到纸条 会传回来一张白纸 蓝军耀知道 自己和另一个暗影 现在都在皇城里 飞鸽传书应该很快 他不想耽误下午 选秀女的事情 因此 很焦急地盼着鸽子 能赶紧回来 结果 他这样着急 却忘了自己连午饭 都还没有吃的事情 一个人在那里夺着步 等到这件事情完了 八滴应该也就回来了 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 夏洛会怎么想 蓝军耀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考虑 比如他的酒楼 比如他的商业经 比如他如何跟邻国成像斗狠 可是现在 只要他是自己一个人 就会因为各种各样 看似原本不相干的事情 想到夏洛 蓝军耀觉得自己几乎 做了能做的一切 他该表白也表白过了 该告诉夏洛 真相让他知道 自己就是紫袍男子 也告诉了 可是如今 两个人反而有些尴尬 蓝军耀虽然说 会给夏洛时间 让他想明白 但是他又很怕 万一夏洛想明白的结果是 不喜欢他 仍然不想和他在一起 他又能怎么办呢 他既希望这件事情 早点结束 邻国成像早点被除掉 八弟早点回来 又有些希望 这件事情晚一点发生 让自己能多占有一段 和夏洛在一起的时光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那只信鸽终于飞回来了 上面是一张白纸 一切准备妥当了 这个丞相就要被揭穿了 所有的事情办完了 蓝军耀松了口气 他虽然只有一个中午 没有跟夏洛见面 但是现在已经很想他了 也不知道他今天 在皇宫吃的饭菜 是不是可口 也不知道他和太后聊的 是不是开心 想着这些 蓝军耀扰肚子 赶紧往皇宫里赶 为了下午选秀女的时候 不会迟到 能够多跟夏洛待一会儿 就这样 他急急火火地回到了皇宫 第五十七章 密谋 就在同一天 八王爷蓝军末 已经集结了江湖上有名的门派 在天下第一桩会合 天下第一桩是蓝军末的私人山庄 他通常不在王府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里 这里修建得很好 和王府比起来更自由 蓝军末并不喜欢在皇宫的那些争斗 他只想过闲云野鹤的生活 蓝军末自己在这里的时候 就会练练剑 有些时候会请名门正派的武林人士 到这里切磋 因为武林大会的比赛地点 离他的住宿很近 每年的武林大会之前 他会为武林人士 在这里提供休息的地方 正因如此 很多武林人士都知道 这个地方也都来过 天下第一桩非常气派 玄军宫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个地方 但是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地方的主人 是南越国的八王爷 所以一直不敢有所动作 这次 邻国丞相打算借玄军宫之力 颠覆南越国 玄军宫原本打算借这个机会 也能够一举夺下天下第一桩 但是 因为这里守卫森严 而玄军宫一直都算不上 名门正派 八王爷更不会主动和他们来往 所以 玄军宫的人到现在 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混进来 对里面的地形也并不了解 和其他武林人士 会在自己的庄园设计的内容一样 蓝军末也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密室 而这个密室本身就非常难找 这一天 所有的武林人士 已经在庄园门口集合好了 蓝军末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带着所有人穿过了一进门的长廊 长廊两边有漂亮的假山 大家边走边看 十分惬意 之后便是一个院落 这个院落就是蓝军末经常练剑的地方 过了这个院落 就到了天下第一庄的中心位置 这里是一个像广场一样的地方 也是天下第一庄里 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块地方 这个广场的最外面 是一些练习轻功的庄子 里面一圈是几圈空地 就像是21世纪的操场跑道 在网里是大片绿色的草坪 很多人来到这里 都不知道这个广场是做什么的 也没有在网里走过 在草坪的中央 是另一块相对比较小的广场 广场上有喷泉 各位 我这里有些雨衣 大家穿上 蓝军末对江湖人士说 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些江湖人士 就算以前来过 知道这里有个喷泉 也从来不觉得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大家谈事情 都是在屋子里 从来没有想过 会走进喷泉里 这就是蓝军末的聪明之处了 没有人会想到 密室的开关和入口 是在喷泉里 而这里的喷泉 一直在喷水 就是为了掩饰开关的位置 那些江湖人士 穿上了雨衣 带着一点疑问 跟蓝军末一起 往喷泉里走 事实上 这个喷泉 就算并不喷水 也很难有人 找到密室的开关 那个开关 在一个原本应该是 本水口的地方 按动开关之后 那个开关周围的出水点 就会自动关闭 但因为喷泉很大 外圈的喷泉 仍然在自然喷涌 所以没有人能知道 喷泉里面站着人 开关打开之后 地上还会自动 升起一个 蓝水的装置 为了不让水流入密室 密室的门 就是地上的砖 轻轻一推 就能够打开 蓝军末 带着几个大族 门派的重要人物 在密室里会谈 大家都脱了雨衣 进了密室之后 都感叹不已 这样的密室 才是真的密室啊 不过也正因为 八王爷信任我们 才能把我们带进来 武当派掌门说 其他掌门 也都十分佩服 泽泽称奇 八王爷安排 大家落座之后 开始把这一次 组织大家到这里的 原因说清楚 前些天 我各处奔走 把各位掌门 都找到我这里 一直没有跟大家 说清楚原因 今天我又把大家 带到这个密室 相信大家都能猜到 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 和秘密程度 蓝军末先把自己 把大家召集到这里 的重要性说清楚 这些武林人士 都很相信蓝军末 正如蓝军 要对暗影所说的那样 如果不是因为 蓝军末是朝廷的人 在一些事情上 不大方便 各大门派 是很希望让蓝军末 做武林盟主的 而现在的他 在武林上 虽然没有这个头衔 但完全可以称得上 是无冕之王 武林人士 听到蓝军末这么说 当然很好奇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等着蓝军末说清楚 是这样的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之前都知道 玄冥宫这个江湖门派 蓝军末说 下面开始有人说话 是丐帮的帮主 我们丐帮 就吃过他们不少的亏 这个帮派善用毒术 稍不小心就会中击 丐帮弟兄中多 很多小弟兄出入江湖 对这个门派并不了解 结果 哎 有些小弟兄就死于他手 可惜 这么多年来 玄冥宫似乎是有官家的支持 越来越猖狂 人数越来越多 毒药也越来越厉害 不知八王爷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蓝军末点了点头 他们背后 却是有人撑腰 就是东陵国的丞相 说到这里 几个门派的掌门 有些奇怪了 毕竟我们和官家并不熟悉 说起来 东陵国这些年 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不过最近倒是知道 好像是正想对南越国不轨 少林掌门徐徐地说 武当派掌门说话 可是我们对这个丞相并不了解 八王爷 恕我直言 如果是不同国家之争 我们江湖人士是不远参与的 其他武林人士都表示同意 这个大家放心 蓝军末说 我们并不需要大家参与国家战争 我们只是要除掉玄冥宫 而政治之间的问题 我会通过别的办法解决 绝对不会让大家参与其中 请大家相信我 这样的事情生死攸关 如果让武林人士和玄冥宫的人较量 必定会有牺牲 如果不是蓝军末在武林上一言九鼎 武林人士一定不会这么快就破除怀疑 还要蓝军末有足够的威严 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话 那好 就听八王爷拆遣 多谢大家仗义相助 那么我们就在三日之内召集全部门派成员 今天我会给大家确切地进攻时间 我们一起剿灭玄冥宫 蓝军末说 众人同意 八王爷便安排各位掌门回到自己的住处 从密室中出来以后 等到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 暗淫给蓝军末带来七王爷蓝军耀的信息 蓝军末看着纸条 知道自己和七哥需要里应外合 两个人想的时间不谋而合 于是 他亲自到各个门派掌门的住处 确认攻打玄冥宫的时间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看着七哥给自己的纸条 上面除了日期之外 还有四个小字 写着一切都好 想到自己曾经跟七哥摊牌 说出了对夏洛的爱意 这个一切都好 是什么意思呢 夏洛一切都好 夏洛和七哥一切都好 自己深爱的人成为了自己的黄嫂 这份感情却只能永远埋藏在心里 这对于蓝军末来说是莫大的痛苦 他以为自己可以为爱的人深深祝福 可是这句一切都好让他觉得 自己离开了爱的人 他的好与不好就变成了自己 无权去干涉和改变的事情 蓝军末很想赶紧把 攻打玄冥宫的事情结束掉 然后回到南越国 回到夏洛身边 最起码 以后回去要多去七哥那里 哪怕偶尔可以看看他也好 只希望他的一切都好 能多印在自己的眼睛里 心里蓝军末又阻止了自己 对夏洛这样具有战有欲的想法 他想到七哥也是那么爱夏洛 他能看得出七哥的心思 如果自己不能掩饰住这份情感 那么他们三个人都不会幸福 蓝军末突然觉得 或许 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而自己成了那个多余的人 或者 以后就不再回去 这样 所有的秘密就只是自己的秘密了 第五十八章 是爱 那边蓝军末忙着 跟名门正派的掌门人开会 这边他的哥哥忙着 从王府赶回去 继续看夏洛主持秀女的选拔 夏洛从太后那里吃了饭 和太后一起回到了选秀的场地 蓝军末一中午都没吃饭 终于暗示回到了场地 情况和上午差不多 很多秀女都是一下就能看出 是不是真正懂得 怎样相付教子的 下午因为天气热了一些 加上夏洛这段日子以来 一直都没休息好 她觉得不太舒服 额头上开始出汗 蓝军耀就在身边给她擦汗 这被太后看在眼里 她也越来越清楚 蓝军耀是真的喜欢夏洛的 而夏洛却不忍心让蓝军耀这样 她说 你这样宠我惯我 这些秀女看到 一定会说 你看 这个选官自己都不懂得 怎么相付教子 因为让夫君惯着她呢 那我还怎么服众呢 于是 自己借过毛巾擦了头上的汗 这一天的选拔 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 晚上 夏洛几乎和昨天一样累了 昨天的这个时候 蓝军耀的一同表白 让夏洛的心开始有些松动 但是这几天实在是太忙太累 她只想赶紧休息一会儿 两个人回府的路上 一起坐在轿子里 不像早上那么尴尬了 其中也有一个原因 是夏洛确实太累了 头就靠在轿子的一边 蓝军耀想让夏洛 把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但是又说不出口 于是自己主动往夏洛那边挪了挪 让夏洛的头能够到自己 夏洛看着蓝军耀 这样局促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 刚想对她说不用这样 就听到了一段奇怪的声音 原来是蓝军耀的肚子在叫 本来嘛 早上就没怎么吃东西 中午完全没吃 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就说蓝军耀是多尊贵的王爷 身体多么强健 也不能这么久都不吃东西啊 蓝军耀有些不好意思 为了给自己救场 也想赶紧跟夏洛说上几句话 我中午出去有事 没来得及吃饭 你看 肚子都叫了 肯定是想念你做的饭菜了 说着 蓝军耀笑了 说起来 虽然她跟夏洛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太在乎夏洛而感到有些紧张 但是 只要夏洛在她身边 不管她遇到了什么事情 手里有多棘手的问题 她在夏洛身边 就觉得一切都是可以轻松解决的 夏洛有些心疼 你中午没时间吃饭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可以下午在你的席位上 多放一点点心的 作为秀女的选官 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 夏洛说着也笑了 你看 我就说嘛 还是都怪我 蓝军耀开玩笑说 其实 蓝军耀说 想要吃夏洛做的饭 只是打句一下 或者说是男人的撒娇吧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夏洛真的会把这句话记在心上 两个人在架子里聊着天 很快就回到了王府 回来的时候 可不像早上去皇宫的时候那样尴尬了 回到王府以后 蓝军耀和昨天一样 并没有缠着要留在夏洛这里 甚至没有说要和夏洛一起吃东西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别院 夏洛目送她离开之后 自己带着丫鬟军杰悄悄去了厨房 小姐 你想吃什么就说话 我们给你做啊 军杰对夏洛的行为有些不解 今天把你叫过来 是有事情想问你 夏洛很严肃地说 军杰还是有些困惑 不过确实觉得很久没跟小姐聊天了 夏洛自从进了王府 要么就是要跟王妃斗嘴 要么就是被七王爷缠着 两个人说知心话的时间是少了很多 小姐来王府之后 确实很少跟军杰说知心话了 真是有什么样的小姐 就有什么样的丫鬟 军杰也学会跟夏洛撒娇了 夏洛摇了摇头 那今天咱俩就说个够吧 我是想给七王爷做夜宵 军杰眼睛都亮了 小姐 你终于对七王爷动心了 她当然很开心 从军杰知道 紫袍男子就是七王爷以后 她就很想撮合夏洛跟七王爷了 可是这么久都没有太大进展 虽然觉得最近这些日子 小姐对七王爷的态度有了些转变 但似乎还是不像当初对八王爷那样 军杰想好好看看有什么八卦 说不上来 就是知道了一些事情 夏洛说 突然想到 这件事情军杰应该是已经知道的 便说 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紫袍男子就是七王爷了 听到小姐这样问 军杰吓了一跳 军杰并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事情 所以有些惊讶 还没等军杰来得及反应 夏洛就说 昨天七王爷把我带到咱们放花灯的那个地方 他既然知道我那天许了什么愿望 把那个花灯的纸条留到了现在 我才知道 他对我的情谊已经很久了 军杰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 小姐 我知道在我知道真相的时候 就应该早一点告诉你 但是当时七王爷不让说 我知道 夏洛并没有怪军杰的意思 我只是一下有些不知所措 我原本以为自己喜欢八王爷就可以了 默默地喜欢 没有人打扰 不管最后能不能跟他在一起 就这样能看着他就很好 可是 突然出现了一个八王爷 我知道他对我很好 问题就是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夏洛一口气说出了堵在心里的话 小姐 我觉得你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 军杰有些调皮地说 你现在不就在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吗 夏洛有种一下被人说中的感觉 脸突然红了起来 军杰看了一眼夏洛 小姐 你看你脸都红了 这样 夏洛就更不好意思了 军杰等了一会儿 说 这么久以来 我知道你都爱着八王爷 可是 现在你也不能说自己对七王爷一点好感都没有对不对 说实话 自从我知道紫袍男子的真实身份之后 我的心里就很矛盾 我能明白你对八王爷的感受 但是我作为旁观者 不可能把七王爷对你的好事而不见 小姐 我想 你应该能明白 不管是老爷 还是我 都是希望你幸福的 幸福是什么 有些时候 幸福就是有人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 切切实实地对你好 七王爷就是这样的人 夏洛看着军杰 越来越觉得 也许他比自己更看得清这些事情 军杰接着说 还记得皇上赐婚之后 你病了好久 那次你和紫袍男子 也就是七王爷 一起吃饭 之后晕了过去 他立刻把你抱到院子里 还为你服下了一颗药 后来你就好多了 其实 那段时间因为你情绪太低落 我还去找过八王爷 告诉了他这件事 他告诉我 那个药是能救命的药 非常珍贵 除了皇宫之外 只有皇上最喜欢的皇子才有 而八王爷手里只有这一颗 也就是说 他把以后可能会救自己命的药给了你 听了军杰说这些话 夏洛觉得 也许自己不应该犹豫了 八王爷从来没有给过他肯定的回应 虽然自己那么喜欢他 但对他总是琢磨不定 而七王爷这样 切而不舍地对自己好 或许是个更值得托付的人 虽然现在 夏洛自己也不能确定 对七王爷到底是怎样一种感觉 至少 也许还不是爱 但是他确实能够感觉到 自己是喜欢他的 夏洛对自己说 既然如此 不如就把握住现在 和他认认真真在一起 以后总会爱上他的 第五十九章 夜 蓝军耀在书房里 做着自己的事情 除掉邻国丞相的事情 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王妃 这样的爪牙清除掉 现在王妃就在自己的别院里 马上就要结束禁足 不如直接就在这个时候 把他抓起来 趁着邻国丞相 没有时间通风报信 应该是最好的时机了 于是 蓝军耀写了一个纸条 传给了暗影 打算直接让官府的人 来抓捕王妃 说起来 蓝军耀虽然对王妃 没有过一丝爱情 但是这么久以来 他也知道 王妃对他还是有情意在的 蓝军耀不想当面戳穿他 既然是国家之间的争斗 就通过国家的手段 来解决这些问题好了 蓝军耀写完了纸条 又用一只信鸽把信传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有人敲门 蓝军耀以为是信鸽回来了 结果开门却看到 是下落的丫鬟冰杰 怎么了 蓝军耀关切地问 还以为是下落太累 或者有什么不舒服 七王爷 我家小姐找您有事 想让您去他的房间 冰杰说话的时候 就带着一股开心劲 但蓝军耀怎么也想不明白 有什么事情 能让这个丫鬟这么开心 好 你先过去 我过一会儿就来 蓝军耀说 他在等信鸽 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对蓝军耀来说既然那么长 他等得十分焦急 不耐烦的时候 甚至生自己的气 不应该跟兵杰说 让下落等的 还好 信鸽足够争气 很快就飞了回来 带了一张白纸 表示收到 蓝军耀几乎是 跑到下落别人的 下落 你找我 蓝军耀有些喘 没想到下落 就在别人等着 你怎么不进去 万一这里风大 你着了梁怎么办 他对他的关心 几乎到了 小心翼翼的地步 我没事 倒是你 你跑这么快干嘛 兵杰刚跟我说 让我等你一会儿 我还没开始等 你就进屋了 下落说话的时候 带着一点调皮 又似乎有些娇羞的微笑 我是怕你等得太着急 蓝军耀说 这个时候 两个人走到了 下落房间的门口 推开房间的门 蓝军耀看到 一桌子的饭菜 七王爷 这都是刚才小姐 亲自到厨房做的 他说 您今天说 想吃他做的饭了 就想做几个新的菜 给您尝尝 丫鬟兵杰机灵地说 蓝军耀大吃一惊 有些时候 幸福来得太突然 简直能够 把人高兴地晕倒 蓝军耀忍不住 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又捏了自己的大腿一把 然后惊喜地说 我没做梦 我没做梦 这一下把下落逗笑了 你以前不是经常 去醉云楼吃我做的菜吗 怎么一吃我的菜 就说是在做梦呢 下落打趣 我的意思是 我就是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你竟然当真了 蓝军耀赶忙解释 下落只是笑 自己的蓝军耀是那么可爱 既然是这样一顿美味佳肴 就允许小王邀请 下落小姐一起享用吧 喜出望外的蓝军耀 也很调皮 于是 两个人就坐下来一起吃饭 兵杰则很识趣地到了外面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竟然又有些尴尬了 下落有些不知道 应该怎么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蓝军耀也在猜测 下落的心思 又不好逼他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 蓝军耀只能说 哪个菜好吃之类的 然后两个人就又是沉默 快要吃晚饭的时候 蓝军耀有些忍不住了 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你 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虽然明明觉得已经有了些胜算 但竟然还是很忐忑 下落还是等了一会儿 才开口 我只是想告诉你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我不是感觉不到你对我的好 还没等下落说完 蓝军耀就说 如果你要说 但是我就不听了 有些像赌气 又有些像撒娇 下落扑得笑出声来 没有但是 下落等着看蓝军耀的表情 这个时候的蓝军耀 简直两眼冒光 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激动地扶着下落的肩膀 你再说一遍 你说 没有但是 所以 所以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你先别着急 下落现在觉得蓝军耀 简直就像是个孩子 先让他安静下来 说 你听我好好把话说清楚 蓝军耀认真地点点头 坐在那里 等下落把话说完 我知道你喜欢我 也愿意对我好 甚至 现在想想 你当初向皇上请求赐婚 不管是不是出于你的战友欲 客观上也确实救了我 还有你假扮子袍男子的事情 还有你把你唯一一颗 救命的药丸给我的事情 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觉得我不能拒绝一个 愿意用整个生命对我好的人 下落说这些话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蓝军耀的眼眶湿润 下落继续说 但是 这句但是简直让蓝军耀的身体 紧了一下 这都看在下落的眼里 对不起 我还是说这个让你紧张的词了 我想说的是 但是我现在还是不能确定 我是不是那么爱你 谢谢你 给我时间 想让我有机会想清楚 可是我现在不想把每件事情 都想清楚之后再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 我的真实感受 即便我不确定自己 是不是那么爱你 但我现在知道 我很喜欢很喜欢你 我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愿意和你认认真真的努力去试着相爱 我觉得你值得我去试 去努力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段话说完 蓝军耀已经满含热泪 下落从绣口拿出一个荷包 绣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这个荷包还是他刚刚穿越到这个时代的时候 因为父亲夏秋时怀疑他的身份 觉得他原来更喜欢安静 而现在更爱折腾 在那之后 下落除了在自己房间看书之外 就学学绣工 绣了这个荷包 这是我绣的第一个荷包 我想把它送给我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男人 下落的这句表白才更让人感动 蓝军耀觉得自己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 忍不住把下落拥在怀里 这个时候 他更坚定地要让王妃早点受到惩罚 他希望自己能够和下落一样 都把对方作为唯一爱的人 唯一拥有的人 晚饭之后 蓝军耀没有离开 确切地说 是下落让他不要离开 我想 之前的约法三章也许没什么意义了 下落说 下落以前在小说里 看过很多关于爱的描写 可是当自己终于要体验这一切的时候 他觉得这来得那么真实 也那么美妙 他呼应着蓝军耀的动作 两个人似乎是可以用同一个开关开启的 他们带给彼此的快感无法言说 这一夜 他们两个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第六十章 黄恩 几天后 下落和蓝军耀一起进宫给太后和皇上请安 正是这一天 趁着下落不在王府 王妃被人带走准备接受南越国的惩罚 之前 蓝军耀手下的暗影向官府提供了线索 对于这种事情 因为当初是皇上的赐婚 所以一定要经过皇上 皇上 蓝军耀和处理这件事情的大臣已经达成默契 确定在这一天动手 而这件事 下落还不知道 蓝军耀总觉得 让下落看到这些斗争的事情不太好 他希望在所有事情上都能保护他 让他不接触那些肮脏的事物 所以他借着进宫请安的机会把他带了出来 经过几天的选秀 经过三关能够留下的秀女 只有寥寥二十人 跟之前比起来真是最少的一次了 这些人站在御花园里 等着皇上来做最后的定夺 皇上来到御花园看到这些秀女 便向他们问话 有的问傅家是谁 有的问读过什么诗书 甚至还会问是否读过诗书 对郑伯克断予颜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理解 等等 这些秀女中有些能达上一二 不太能够达上来的却都有一技之长 这让皇上很是高兴 以前选秀 人们首先看的都是长相 可是这么久以来 皇上觉得自己身边总是缺一个能谈知心话的人 光长得好却不能陪自己聊天 无法交流 这对皇上这样的年纪来说 是一件不那么幸福的事情 而今年的选秀 皇上原本从太后那里听说了下落选人和往年有所不同 但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却没有想到 下落选的人这样和自己心意 下落 看样子你很会看人 你选的这些秀女 朕都很喜欢 皇上对下落说 下落知道原本没有想到自己的选择会这样和皇上的心思 下落做事情 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想过要讨好皇上 但正是因为他这样公正客观的选秀 反而选的让皇上满意 小女只是按照自己对妻子的理解选的 不想这样得皇上夸赞 下落回答皇上 看到下落这样懂事谦逊 皇上看着蓝军耀说 看样子 下落在你王府里也一定是个好妻子 说着 拍了拍蓝军耀的肩膀 蓝军耀忍不住笑了 有些自豪 但又不敢显露太多 下落 你给朕说来听听 你认为什么样的妻子是好的妻子呢 皇上这下要让下落自己说了 也就是要汇报选秀的思路 下落一点也不怯场 作为一个女人 甚至可以说得更概括些 作为一个人 能够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地方 就在于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才艺 所以 我第一部分考察了才艺 我想 皇上在后宫已经有不少加厉了 为什么还要选秀呢 就是想选一些以前没见过的 有些特殊才能的人吧 带着这样斗胆的揣测 我在第一环节就考察了这个 你的揣测还挺成功的 看样子 你不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宰相家的女儿虽然好看妖娆 但是听说你在这一关就把她否定了 你胆子也不小啊 皇上说 下落以为皇上是在质问和责罚自己 便说 皇上赎罪 但请允许小女解释其中的缘由 皇上并没有打断她 听她把话说完 这个姑娘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她每种才艺都懂得一些 但是表演的乐器却能看出 她不是个能够坚持的人 她的乐器很明显是有空的时候 就拿来练一练 没空的时候就扔下了 我总觉得 这样的人做事情不能长久 我想 能够服侍皇上的人 必定是能够有长久的任性 甚至能够挨得过寂寞的人 况且下落有些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你且说下去 皇上说 况且这个姑娘的刁蛮任性 是她不用张开嘴就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如果皇上未来想要后宫安宁 一切太平 恐怕就不能留这样的人在身边 下落实话实说 皇上拍掌 好一个下落 你这次选秀帮了我大忙 一方面 宰相在南越国发展自己的势力 结党隐私 我看在眼里 另一方面 如果这次选秀没有一个公正的选官 她的女儿如果入选 多半会在后宫 搅得镇不得安宁 可是这件事 交给谁去办 都有可能会为了自己 在朝中的地位而讨好宰相 把她的女儿选进宫来 而你却不会 皇上这下让下落彻底把心放下了 看样子 皇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还是很满意的 可是 皇上怎么知道如果是 我就一定会公正处理呢 下落不解地问 因为你有一个了解你的好夫君啊 是七王爷自己主动向我推荐你的 不然你想 怎么说你是选官 你就是了呢 那些大臣对你原本就有些偏见 虽然后来凭着你的能言巧遍 和后来的能力让他们幸福了 可是一开始 你的夫君可为你顶了不小的压力呢 皇上说 下落看了看蓝军耀 才知道 原来他一边帮皇上解决了难题 一边为自己争取了机会 没想到蓝军耀却说 不小心把你推到了风口浪尖 之前还没有跟你商量 都是我的不对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宰相 他结党银丝的证据确凿 已经关入大牢了 蓝军耀觉得应该向下落解释清楚 咱们之间就没有那么多需要解释的了 下落笑着说 他们已经是真正的夫妻 下落觉得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不论蓝军耀做什么 都有理由相信他是为了自己好 来 下落 再给我讲讲你的另外两关都是什么 皇上觉得自己在旁边简直像个电灯炮 不过还是决定问下去 下落继续说 如果是做平凡人家的妻子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得字 即懂得如何相夫教子 要明白怎么帮衬自己的夫君 事实上 这件事情我是在第二个环节考察的 不过用的时间最多 第三关就是考察秀女 是不是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未来的发展 我想 也许皇上有些时候需要找人聊聊天 说说自己的苦恼 这些苦恼里总会有些国家大事 女人也许不能给男人提供立刻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最起码要能知道跟夫君聊的是什么 下落说完 皇上又是一阵赞许 下落 你这次做选官 简直立了大功 一方面 你帮朕选了最好的后宫 更重要的是 你这次无形中帮我减少了朝堂上各方势力带来的压力 实在是功不可没 皇上说 这个时候 皇后正陪太后赶往这里 他们也要看看这些秀女最后是什么样子 看到皇上这样夸赞下落 他们两个也十分高兴 既然这样 皇上说 你如此能干 如果只在七王爷府做一个侧妃有些委屈你了 之前那个王妃与国家设计没有一点帮助 还四通邻国丞相企图颠覆我南越国 现在已经被我们处置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皇上在下落的眼神中看出一丝惊恶 皇上继续说 那么而下落 如今七王爷府中没有正妃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这个王妃啊 听到皇上问这个话 下落更是惊讶 蓝军耀并不催她 倒是皇后 说 下落还非要等皇上下旨不可吗 下落愣在那里 过了半天说出一句 小女子愿意 谢皇上皇后恩典 在御花仁的太后 皇上 皇后都觉得她这个反应很可爱 并没有攀附权贵的意思 更让他们喜欢 而蓝军耀则更高兴地握起了下落的手 她终于能够理所当然地给下落最好的一切了 下落终于成了她名正言顺的妻子和唯一爱的人 皇上 儿臣请止 儿臣与下落姑娘两情相悦 儿臣希望以后也不再娶亲 只与下落共度余生 这话听在下落耳朵里更是感动 她没有想过争什么王妃的地位 也没有指望能够在这样的朝代和一个男人永远相守 却没有想到蓝军耀对自己如此痴情和皇上同意了蓝军耀的请求 第六十一章 皇位 虽然像王妃那样的小角色已经暗中处理掉 但是整个边境还是有很大隐患 东陵国试图挑起事端 原以为会因此而引发一场大战 可是邻国皇帝大丧的消息突然传到了南越国 蓝军耀知道自己的策略就要成功了 果然 邻国各方势力一下集结到了东陵国的皇城 内乱就此展开 而因为东陵国一片混乱 南越国完全不需要准备迎战 只看着他们自相残杀就好 唯一一股比较难缠的势力 就是邻国丞相和玄军宫的勾结 而这个时候 八王爷和武林各大门派商议的行动时间已经到了 他们一起剿灭了玄军宫 虽然武林人是伤亡惨重 但他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玄军宫的毒术制造的武器了 整个武林也位置一阵 这样 邻国丞相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当邻国的皇位之争几乎引发了一场东邻国的内战的时候 南越国的皇上也觉得胆战心惊 这个时候 八王爷还没有从外面赶回来 皇上便把七王爷叫到了御书房 君耀 这么多年来 你跟君末都试图在皇宫中过于事无争的生活 可是 这次这件事情 我要问问你 皇上说 蓝君耀猜到皇上想要问的是邻国皇帝的事情 他不打算回应 这次 是不是你派人安插在邻国皇帝旁边 才避免了这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皇上并不打算拐弯抹角 蓝君耀沉默 那么说就是你做的了 皇上猜测 转念之间 皇上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所以 之前邻国丞相来给太后诸寿 一路上被树子追杀 也是因为你想要给他点教训 蓝君末又一次没有说话 你真是做得好 连父皇一开始都被你骗过了 这么多年 虽然你对皇位没有渴望 可是你的能力都展现在我面前 要知道 很多懂得政治的人都不懂商业 而你却是两样都懂的人才 更何况 今天这件事是我这几年一直头疼的事情 而你不声不响 就在谈笑之间把他解决了 这样的大气和沉稳正是帝王所需要的 皇上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他想让蓝君耀做未来的皇帝 蓝君耀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说话 他不想做皇上 他经商是因为他喜欢 他做得开心 他辅佐父皇 是因为自己是皇上的孩子 为父亲排忧解难是他分内之事 但是这些事并不如经商那样让他开心 他之所以做这些 是因为能够让父皇开心 蓝君耀宁愿一直在背后辅佐他人 也不想自己去做这个皇帝 他一点不觉得有巨大的权力能够让他幸福 何况 他已经发誓这辈子只和夏洛一个人在一起 他可不打算以后弄个后宫 非凭妻妾成群 他只想安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看蓝君耀没有动静 皇上又说 如果有一天 我是说如果 我像东邻国的那个皇帝一样突然间死了 那这个国家该怎么办 皇上的语气几乎有些着急 他想要逼迫自己的儿子做决定 父皇 不会的 邻国的那个老家伙是被人下毒的 您不会的 这句情急之下的话 更让皇上确定 这件事情就是蓝君耀一手策划的 但是很明显 他确实仍然对皇位无益 你就连太子都不想当吗 为父已经老了 你不能眼看着这个国家不管啊 皇上对蓝君耀几乎是央求 父皇 您的皇子忠 除了我之外 还有很多优秀的人 比如这次对邻国的事情 八帝就也有参与 他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回来 是因为他之前联合了江湖中的各大门派 对和邻国丞相一直有勾结的学民宫展开了进攻 这个门派好使英读的手段 如果没有八帝 这次对邻国的整个计划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说到这里 蓝君耀又有些后悔了 因为他明知道八帝对皇位和自己一样并没有什么兴趣 于是补了一句说 但如果您问我八帝是不是对皇位感兴趣 我也抱怀疑的态度 如果您非要立皇子之位的话 倒是也可以等八帝回来问问他的想法 何况除了我们兄弟两个 您还有其他的皇子 蓝君耀说到这里 却给不出哪个人能够挑起国家重担的例子 于是卡在这里说不出话 你看 您也想不出除了你们兄弟两个之外 还有什么人能够成为未来的皇上吧 皇上仍然没有放弃劝服蓝君耀 儿臣自幼散漫惯了 确实不像一个皇帝的样子 我想 父皇还是找别人吧 蓝君要坚持 你真是随了你母亲的性子 不愿意跟别人争 可是 如果这样能让你幸福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皇上说 多谢父皇 这确实是母亲代表儿臣的影响 父皇 您这一辈子有哪一天不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别人活着的 可是您有哪一天是能够轻轻松松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幸福活着呢 您肩负起这个国家的重担 当然是十分不容易 可是儿臣深知 拥有巨大的权力 就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儿臣还没有坚强到 可以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或者说儿臣更愿意享受 平淡生活里的小幸福 我想 如果 万一 像您刚才假释的那样 您有了什么意外 我也不会为了皇位去争抢的 我想 南越国是不会出现 东陵国那样混乱的局面的 蓝君耀一细话说的皇帝 彻底明白了 可是 你要知道 我想要选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妻子 她未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母的 皇帝把最后一个希望扔了出来 多谢父皇对夏洛的夸赞 我也觉得她会是个好妻子 但我知道 如果她知道我今天拒绝了这个太子之位 她也能够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 蓝君耀信心满满 事实上 正是这样的 从一开始 蓝君耀就看出 夏洛是一个那么在乎平等和自由的人 她对于权力和虚荣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正是这样的平淡心境 让夏洛显得更加与众不同 宠辱不惊 皇帝回想了一下夏洛以前的表现 她也对通过夏洛来劝服蓝君耀这件事情 没有了信心 看样子 已经没有可能让蓝君耀成为太子了 皇帝有些难过 但也有些高兴 难过是因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没有了一个好的皇帝 高兴是因为 作为父亲 他知道儿子的选择 是真正能够让他幸福的选择 而他能做的 就是支持自己儿子的选择了 好吧 为父不会再逼你了 皇上终于松了口 蓝君耀便说 正好 您说的我的好妻子 正在家里等着我 那我就回去吃午饭了 蓝君耀一下轻松了 说话的语气 都有些调皮 皇上无奈地笑了笑 让他回府了 皇上自己一个人 坐在御书房 心想 自己最爱的两个儿子 蓝君耀和蓝君末 一个只想随意地生活 而另一个却心系江湖 不爱讨论朝政 而这两个儿子 却是最有能力的 他们都不愿意登上 很多人盼都盼不及的皇位 真是不知道是喜是忧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 让你不得不选出一个 不那么适合 做这个位置的人 然后朝代总会更替 国家总要灭亡 想到这里 皇帝感到一阵凄苦 蓝君耀和皇上说话的时候 满脑子都想着夏洛 回到了王府 他等不及去夏洛的别院 抱起他转了很多圈 夏洛不知道蓝君耀 为什么这么高兴 蓝君耀说 皇上让我当太子 我拒绝了 夏洛也为他高兴 夏洛又暗自觉得有些可惜 可惜的不是蓝君耀 没有成为太子 而是可惜自己穿越过来之前 历史学得实在不太好 不知道这个小国家 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命运 不过 既然命运 把自己送到了这里 这就是最好的命运了 第六十二章 时空 最近的几天 夏洛晚上总是睡不好觉 会梦到自己回到了以前的家中 梦里 要么是他的数学又没有考好 要么就是自己的父母又在吵架 总之 夏洛总是做噩梦 一次 夏洛在梦里又哭又喊 把身边的蓝君耀惊醒了 夏洛 你怎么了 蓝君耀第一次这么害怕 还以为是夏洛生病了 一边摇晃着想要把他叫醒 一边想要摸摸他的头 看他是不是在发烧 夏洛的额头上虽然出了一些汗 但是并没有发烧 夏洛醒来的时候 在蓝君耀的怀里哭了 蓝君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看夏洛哭得那么伤心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 只能静静抱着他 本来想要追问 到底做了什么噩梦 可是看他抽气的样子 想来也说不出什么话了 蓝君耀又是着急 又是心疼 等到夏洛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 蓝君耀抚摸着他的后背 问他梦到了什么 夏洛梦见了自己 在21世纪的父母在吵架 并且要把夏洛送走 他梦见自己的父母 都不愿意抚养自己 他觉得好孤单 可是这些 他怎么跟蓝君耀说呢 他这个时候 只是需要一个肩膀 一个拥抱 一份温暖 而现在抱着他的蓝君耀 就给了他这些 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好嘛 夏洛说这句话的时候 带着一点孩子气 但更多的似乎是恐惧 蓝君耀抱他抱得更紧了 你知道吗 在之前的很多日子里 我是多么怕你会离开我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就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夏洛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又流了眼泪 第二天 皇上召见 蓝君末很早就离开了王府 临出门之前 他很是舍不得夏洛一个人 便吩咐了兵杰 夏洛最近心情不是很稳定 让兵杰多陪陪夏洛 可以多出去逛逛街 夏洛醒来的时候 兵杰就在身边 告诉了他七王爷 嘱咐自己的一切 吃过早饭之后 夏洛和兵杰就上街了 夏洛原本以为 出来散散心 心情会好一些 但是谁知道 今天的他 这个人的感觉都不太对 这种感觉难以言说 就是觉得怪怪的 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力量 在驱使着他 但是他无法说出 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更无法对抗那种力量 兵杰也觉得夏洛有些神情恍惚 便问 小姐 你没事吧 我说不上来 他最近就是觉得怪怪的 还会做噩梦 夏洛回答 小姐一定是前些日子 负责皇上选秀女的事情 太操劳了 也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兵杰劝为夏洛 夏洛点了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在街上 遇到了一个人 牵着一匹马 从远处走了过来 夏洛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虽然离得很远 但是夏洛的知觉告诉他 他和这个人之间有故事 这个时候 兵杰却说了 小姐 你看前面那匹马 上次就是那匹马 让你受惊了 你才晕倒 然后你的厨艺一下 就显示出来了 兵杰的话 一下点醒了夏洛 最近种种对另一个 时空的梦幻 种种奇怪的感觉 似乎都预示着 夏洛是可以回到 原来的世界的 他总是梦到原来的事情 那种强烈的熟悉感对 那个牵着马的人 走得更近了 那个人就是那次数学 考了倒数第一的时候 夏洛打车的那个司机 对 那张脸 就是那个司机 所以 也许 这就是一个信号 告诉夏洛 他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可是夏洛不想回去 想到这几天 他做的梦 全部都是对于 过去不好的回忆 他没有正常的父爱和母爱 也没有人爱她 他以前的人生 是空落落的一片 没有人会在夜晚拥抱她 没有人像蓝军耀 这样呵护她 更没有人认可她的才华 似乎 自己的父母 更需要的是 那些冷冰冰的分数 而不是这个 有血有落的女儿 夏洛这个时候 突然发现 自己是爱蓝军耀的 他想到的所有温暖的瞬间 都是蓝军耀给的 想到昨天晚上 他说的话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就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夏洛对自己说 我不能离开七王爷 那个人牵着那匹马 越走越近 似乎就是来接夏洛的 夏洛不知道自己 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自己 如果走过去 会不会被带回从前 夏洛有些害怕 便拉着兵杰 走到一个小巷子里 看着那个人 牵着那匹马走过来 小姐 没想到你还是那么胆小 兵杰取消夏洛 我们在这里看看那匹马 我觉得那匹马一定有魔力 夏洛说这句话的时候 似乎是对兵杰说的 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那个人牵着马 走到了夏洛的面前 马侧对着他 那个人走过来 看了看夏洛 这一眼 夏洛仿佛看到了自己 搭上出租车的那个雨天 雨下得很大 他感觉很疲惫 坐在副驾驶上 什么都不说 只看着窗外 而那个司机 似乎那天也很累 不知道什么时候 砰的一声 他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个人看着他 似乎是在征询他的意见 兵杰看着这个人的眼神 如此奇怪 不禁 有些害怕 于是让夏洛再往后退一下 自己挡在了夏洛身前 那个人有些犹豫 他看了夏洛最后一眼 于是就骑上了马 那匹马还站在那里 没有动 夏洛和兵杰看着这一切 似乎要发生什么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声音 声音似乎很远 但听得很清楚 就是很大的一声尖叫 兵杰寻声望去 却发现什么也看不到 可就是兵杰转身的这一秒钟 那个骑上马的人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那匹马独自站在那里 这一切都被夏洛看在眼里 小姐 小姐 这匹马是不是有什么古怪 那个人 那个人怎么不见了 兵杰缓过神来的时候 被吓了一跳 别怕 那个人走了 夏洛给兵杰解释 夏洛明白 那个人 这匹马 是为了带他回去的 夏洛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还有穿越回去的机会 或者也许他有一天能够跟蓝军耀解释清楚 然后两个人一起穿越回去 可是 现在 如果你问夏洛 他是不是愿意回到原来的世界 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 那匹马的头转向夏洛 盯着夏洛看了好久 那种奇怪的眼神 和刚才那个牵马的人看夏洛的眼神很像 兵杰越来越不解 夏洛对着那匹马看了好久 似乎心情也不太平静 夏洛的眼神湿润嘛 但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匹马竟然向夏洛走过来 用头蹭了蹭夏洛 夏洛也抚摸那匹马 之后 那匹马就走了 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兵杰诧异地问 我说不清楚 但是这匹马跟我也许是有缘分的吧 夏洛说这句话的时候 更像是自说自话 今天遇到的一切 对于夏洛来说 是那么重要 这让他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是要永远和蓝军耀在一起 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深爱着他 另一个便是 留在这个时代 不再回去 第六十三章 双喜 夏洛嫁给七王爷这件事过了没多久 就发生了另一件喜事 说起来 这件事情两个人都藏得一点不露 直到夏洛最近几天才发现 兵杰往常都是跟夏洛在王府里 夏洛要出门的时候 兵杰才出去的 但是有几天 夏洛想要找兵杰的时候 却发现他人不在 也没有说自己去哪 回来的时候 只说去醉云楼照看生意 看小姐正在忙就没有叫他 有过这么几次之后 夏洛也就没太当回事 直到有一天 兵杰陪夏洛去岳方交曲子 那天天气不太好 但是因为已经到了交稿日期 夏洛总觉得如果拖了时间不太好 虽说上次蓝军耀在这里 跟夏洛偶遇的时候 把岳方的老板吓得够呛 可夏洛觉得 毕竟自己是答应了别人的 不能因为有权势就不安规矩办 于是 虽然天有些阴 两个人还是往岳方走 他们想着路不太远 夏洛说 要不就别打伞了 兵杰虽然也觉得雨不至于下得太大 但还是不放心 便说 咱们拿一把伞吧 万一下雨 最起码不会领到小姐 雨要是下大了 我就躲进你的雨伞了就行了 夏洛同意了 没有想到的是 路过醉云楼的时候 王汉正好看到了他们 那正是晚饭时间 王汉在醉云楼里很忙 可是朴间外面下起了雨 而夏洛和兵杰 正挤在一个伞里下面 王汉便立刻去给兵杰拿伞 这件事情夏洛看在了眼里 一路上 夏洛问兵杰 你觉得王汉这个人怎么样啊 兵杰在夏洛面前第一次显得有些羞难 我觉得他挺好的 夏洛心里就为兵杰想了这样一桩轻事 可是还并不太清楚 王汉和兵杰暗自愿不愿意 其实 夏洛不知道 这段时间 兵杰不在王府的时候 就是来醉云楼找王汉的 王汉最早来醉云楼的时候 一心想着帮七王爷拿到一些和酒楼有关的资料 可是时间久了 他发现自己对酒楼的管理本身也很感兴趣 所以很努力学 到后来 他发现七王爷对夏洛有益 于是知道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卧底的作用了 便努力在工作中表现 逐渐被夏秋时看中 这段日子里 王汉的变化都被兵杰看在了眼里 兵杰是一个很机灵的姑娘 对于自己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宏大的志向 只希望能找个踏踏实实的人过日子 他觉得王汉是一个勤奋努力的人 虽然之前并不知道他是七王爷派来的卧底 但是他能够看出 这个人和普通的殿小二并不一样 两个人之间萌生爱意 是在夏洛嫁到王府以后 那段时间 兵杰的心情有些变化 但是他却不知道能对谁说 因为夏洛一开始并不情愿嫁给七王爷 他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兵杰想好好照顾小姐 但是另一方面 兵杰自己也有心事 跟着小姐一起到了王府 看起来什么都有 但是没有了但初在醉云楼的自在 也少了在酒楼里的忙碌 有些时候 还要和小姐一起应对王妃的挑衅 兵杰这些不适应的感觉 不知道该跟谁说 恰好有一次兵杰和夏洛 一起回醉云楼的时候 兵杰一个人坐在后院 被王汉看到了 王汉便问他有什么不开心 说起来 兵杰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 突然被一个并不太熟悉的人 这样关心 竟然哭了起来 就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所思所想都说了出来 也就是这一次 王汉告诉了他自己的心意 王汉在醉云楼的这段日子里 看到兵杰对夏洛忠心 人又灵巧 做事情很有一套 就暗暗注意 那次太后八十大手之前 玉初刚来醉云楼的时候 先是兵杰的脚扭伤了 后来厨房又着了火 如果不是因为蓝军耀一直在这儿 王汉一定会过来照顾兵杰 他对他早就已经动了心 兵杰哭过以后 王汉说 我原本是七王爷派来看夏洛小姐 怎样经营酒楼的 如今他们两个已经成婚 我想也不需要我 可是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想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这个事业是他们的事业 也是咱们的事业 不是吗 王汉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兵杰之后 自己也觉得仿佛心里 太有什么东西释放了 兵杰就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 还是哭 王汉先是拍拍他的后背 看兵杰的哭声还是没有停止 于是就从后面慢慢搂着他 兵杰没有反抗 那天 两个人就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但是 两个人一直都不敢跟夏洛和蓝军耀说 虽然蓝军耀后来直接把王汉留在了醉云楼 夏洛也知道了王汉的情况 可是兵杰还是不敢告诉夏洛这件事 于是就一直拖着 可是两个人总是很急切地想要见到对方 没办法 兵杰只能自己来醉云楼 这天 兵杰和夏洛一起去岳方交了曲子以后 夏洛主动提议要回醉云楼 兵杰当然是惊喜万分 两个人到了醉云楼 王汉便赶紧把夏秋时叫出来和夏洛团聚 自己也赶紧张罗让他们吃些东西 夏洛看王汉干活如此利便 也对他有些欣赏了 结果 王汉上菜的时候 一不小心掉了一个香囊出来 被夏洛捡到了 王汉 这个香囊的手艺很是不错啊 夏洛捡起来看了看说 王汉有些尴尬 想要拿回来 却又不敢 只能让夏洛拿着香囊继续打量 看这个绣花和针角 怎么觉得像兵杰的手艺啊 夏洛说 这个时候兵杰有些不知所措 便没有说话 谁知道 王汉突然间来了勇气 便对夏洛说 夏洛小姐 我知道您现在已经是王妃了 我也知道兵杰在您身边一直很能干 我一个小小的侍卫 如今又成了一个殿小二 可能在您看来 我配不上兵杰 但是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求您成全 王汉跪在地上 兵杰想要去拉 伸出手去又收了回来 夏洛有些惊讶 但迅速想了想最近发生的事情 便知道兵杰这些天都来这儿 是为什么了 看样子是两情相悦 不过夏洛还是要故意刁难一下他们两个 谁让他们两个把他瞒得那么苦呢 兵杰 你说 你是不是也真的喜欢王汉 你要是喜欢他 我就跟七王爷商量商量 让你们两个在一起 不过你要是不喜欢他 我可就不能这么轻易 把我最喜欢的丫头嫁出去了 兵杰这个时候非说话不可了 他说 小姐 我是真心喜欢王汉的 可是我也不舍得离开小姐 即便我们成婚 我也愿意多陪小姐 咱们一起多来醉云楼玩就是了 兵杰说这个话 并不是因为不够喜欢王汉 而是想要帮夏洛 把以后的事情多安排好 争取两边都能顾及到 夏洛看兵杰如此贴心 便说 你放心吧 你们成婚之后 看王汉是想要在醉云楼继续干下去 还是想回去当侍卫 随他 他在哪 你在哪 只要记得有空多来看我就好 夏洛握着兵杰的手 为他高兴 也有些不舍 夏洛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蓝军耀 他们两个一起见证了兵杰和王汉的喜事 这下 总算是喜事成双了 第六十四章 云烟 几天以后 夏洛习惯性地要去醉云楼看生意 在刚进七王爷府的时候 那些约法三章的日子里 夏洛常常只和丫鬟兵杰一起回到醉云楼 现在夏洛和七王爷浓情蜜意 于是 蓝军耀就缠着夏洛非要和他一起来 而蓝军耀新盘下来的几个酒楼 也都和醉云楼做成了连锁店 这家店成了全国最有名的酒楼 夏洛看快要到冬天了 又在琢磨能做什么新的菜品 还催促父亲和蓝军耀 要统一在所有的连锁店发放优惠券 等到春节的前夕 夏洛打算再发放一些代金券 那个时候就可以做出很多新的点心来给大家吃 夏洛把这些说给夏秋实和蓝军耀听的时候 俨然他成了他们两个大男人的领导 等到夏洛把这些都嘱咐好了以后 又到后厨去看望那些厨娘 厨娘们也都很想念夏洛 夏洛遇到了王翰 当着蓝军耀的面说 就算不为了我 为了七王爷 你也得在这好好干下去了 知道吗 三个人都默契地笑了 夏洛说要回来帮忙 夏秋实当然是高兴得不行 夏洛手艺好 又能多在酒楼待一会儿 可是蓝军耀现在成了夏洛的夫君 于是开始管着管呢 哎 你最近太累了 还是少干一点活吧 咱们不如去找个隔间吃饭 你什么时候这么啰嗦了 夏洛说 以前你不是我的人 我不能管你 现在你是我的人了 我当然要好好心疼你 不能让你干太多活 怕你累着嘛 蓝军耀嬉皮笑脸 我干这些活 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你就别黏着我了 不然我干什么 都得考虑会不会碰到你 夏洛突然觉得 蓝军耀怎么像个黏人的小孩 这样让他有些烦恼 却又觉得很可赖 实在有些哭笑不得 既然你摆弄不开 就别忙到了好不好 蓝军耀说着 就去搂夏洛的腰 夏洛狠狠打了蓝军耀的手 再闹就不跟你回王府了 他威胁说 蓝军耀这下被吓坏了 我就是好久没跟你打去斗嘴了 想着以前咱们还没在一起的时候 最喜欢到最云楼 来跟你斗嘴了嘛 他撒娇 那现在斗嘴也斗完了 撒娇也撒完了 我先干活 一会儿去隔间咱们一起吃饭啊 听话 夏洛说话的样子 像是在哄孩子 你这么会哄人 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哄哄 蓝军耀一点王爷的样子都没有 简直有嘴滑舌 你再胡说 我真不会王府了 夏洛说 蓝军耀说 那我闭嘴 看着你做饭 安安静静的 行吗 夏洛默许 他做了几道菜 想着以前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似乎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包括那段还没来得及说清楚 就被埋葬在这里的爱情 而现在 对他而言 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和蓝军耀在一起 享受这种 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蓝军耀在一旁看着 觉得夏洛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 他俩正从后厨出来的时候 碰到八王爷蓝军末 从门外进来 夏洛当初犹豫 是否要答应蓝军耀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自己以后 见到蓝军末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不会紧张激动 会不会觉得自己 背叛了原来的爱情 会不会仍然还会为了 另一个男人心动 而这一刻 他看到蓝军末 只觉得他是个老朋友 如果说 夏洛是在哪一刻 确定自己爱的人 是七王爷蓝军耀的话 就是这一刻 他知道 自己不再爱人来的那个人了 他确信自己 陶醉在现在蓝军耀 带给他的幸福里 蓝军耀心里还是一紧 不知道八弟的回来 会不会改变什么 这个时候 夏洛先开了口 是不是我们俩 现在都应该改口了 我没有八王爷大 我可叫不出八弟 那以后就叫名字吧 军末 至于你要不要叫我黄嫂 就看你的了 夏洛这样一说话 蓝军耀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他能感觉到夏洛 对于自己这段感情的认可 他知道 夏洛现在已经 从前一段感情中 完完全全走了出来 蓝军耀顿时觉得轻松啊 没等蓝军末回答 到底应该叫夏洛什么 蓝军耀就说 我们正好要去楼上的隔间吃饭 八弟刚刚回来 不如跟我们一起 蓝军末同意 三个人便一起上了二楼 八王爷这次远行 把玄民宫全部消灭 在江湖中的威望有增无减 而他的这次行动 也挽救了自己的国家 让自己的国家 免遭一场战乱 三个人一起到了隔间 蓝军末忍不住打量夏洛 这个曾经以为 可以相守一生的女人 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 最终没能在一起 到现在 夏洛都不能确定 他是否真的爱她 可是这对夏洛来讲 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即便是在处理 玄民宫最忙碌的时间里 蓝军末每天 还是会挂念夏洛 而如今 他的一切 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 当初离开的时候 太仓促 没能就好好给七哥和 黄嫂 还真是第一次叫 不太习惯哈 蓝军末自己打去 没能好好恭喜你们 今天先干为敬 算作赔罪 这次出门 见到了上好的玉 明天到七哥府中 算作你们喜劫连里的见面里 蓝军末说着 又喝了一杯酒 他努力掩饰自己的感情 努力掩饰自己回来之后 都没有给皇上请安 就直接来到醉云楼 为了回味一下和夏洛的回忆 努力掩饰自己 看到夏洛时候的一切情感 夏洛和蓝军耀 都表示很感谢蓝军末的祝福 还说让他以后多来七王爷府 我只会些雕虫小记 对琴棋书画知道的 却没有那么多 尤其不会下棋 这段日子你不来找军耀下棋 可把他闷坏了 夏洛笑着说 仿佛蓝军耀的一切 他都知道 蓝军耀忍不住 搂着夏洛的肩膀 夏洛在蓝军耀的臂弯里 十分幸福 蓝军末把他们席间的举动 都看在眼里 他能够确信 现在的夏洛 已经和七哥相爱了 想想当初自己离开的时候 跟七哥说的那些话 让他好好照顾夏洛 给夏洛幸福 可是 如今看到这样幸福的情景 却有些怅然若失 可是 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既然缘分不到 就让所有的往事和回忆 成为云烟吧 蓝军末决定 让自己对夏洛的感情 永远都成为秘密 以后再也不提这些事 这顿饭吃完 晚上大家各自回府 在回府的路上 夏洛对蓝军耀说 直到今天 我能够确定地告诉你 我跟你之间 已经不是我试着去爱你 我现在真的真的很爱你 只爱你一个人 蓝军耀明白 这是因为夏洛看到巴蒂以后 发现已经对他没有了爱意 于是终于能够说出 这样确定无疑的话 而事实上 他刚才就已经看出了端倪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夏洛问 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 你的眼里只有我 而以前不是这样的 蓝军耀说 终于 他们的眼中只有彼此 而曾经的一切恩怨和记忆 都如云烟一般消逝 他们相拥在一起 希望以后能够 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乐 感谢观看